目送何永元出门 陈硕依然自得打开笔记本电脑 点开浏览器进入收藏家 随便选了个珍藏点了进去 浏览器提示 网站有风险 陈硕 无视风险 继续访问 一旁的江横答现了 善意提醒 阿硕 这个网站病毒太多了 我给你个魔风险的新网站 陈硕白手表示不用 没事 反正也不是我的电脑 何永元的 其实陈硕对这种影片没啥兴趣 主要就是想测试一下浏览器的防毒效果 现在看来 防毒效果奇差无比 妈的那叫一个流畅 都不带卡顿的 我要好好批判 批判这些糟粕 陈硕暗骂了句 这一批判 就是大半个小时 新满一族关掉网页 陈硕发现 何永元还没回来 丢给江横答和白庄两根烟 好奇问 我们圆圆怎么还没回来 要马桶里了 江横答点上烟 头也不抬 哦 他跟冯木告白去了 陈硕 不是哥们 你来真的啊 真的 白庄嚷嚷道 我早上 还看见何永元去拿快递了 什么蜡烛啊 玫瑰花瓣 一应俱全 这小子 恐怕要来真的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陈硕百思不得其解 顺手拿出秦薇姿的睡裙秀了秀 借助魔法的力量 开动灵活的小脑袋 何永元在感情方面 向来是雷声大雨点小的 和冯木认识 也这么久了 还一起参加了练赠 就这都没想过告白 怎么今天突然硬起来了 江横答在一旁推测 我猜啊 圆圆可能是看见白庄最近 对简家那么殷勤 简家呢 也像逗狗一样的对待白庄 所以 他心痒了 陈硕顿悟 明白了 圆圆也想当狗 白庄差点没被一口烟给枪死 指着江横答和陈硕的鼻子 破口大骂 你马 谁踏马是狗 咦 狗狗竟然说话了 不知道建国后不许成金吗 陈硕怒从兴起 拍案而起 揪心地低吼 这间寝室 一共就四个人 一个给人当电子尾哥 两个不当人去当狗 这难道不是对我的背叛吗 这里是寝室 不是什么权重培训基地 白庄 江横答 陈硕手一挥 走吧 去看看 白庄和江横答 欣然一同前往 走在去逢墓寝室楼的路上 三人还在讨论 圆圆为什么不把我们叫上呢 人多壮胆吧 这就不懂了吧 成功了他 直接就能回来炫耀 失败了 我们没亲眼看见 他也不会那么丢脸 可他又是蜡烛 又是玫瑰花瓣的 到时候围观的人肯定很多啊 不是更丢脸 可能在圆圆心目中 在外人面前丢脸不算丢吧 有道理 边走边聊 陈硕还特意跑超市买了袋瓜子 既然兴致勃勃 来到女请楼下 这么好玩的事 怎么能不叫上易宜宁呢 陈硕抄起电话 喂 易宁小学姐 快下来 有人在你们寝室楼下告白 电话那头的易宜宁 登时惊喜万分 有瓜吃 吃货小学姐不仅爱吃食物 也钟爱精神食粮 你等我一下啊 我马上下来 易宜宁激动地在电话那头喊 陈硕心里跟明镜似的 会心一笑 唉 不用特意打扮来献我了 在我心目中 无论你什么样都好看 易宜宁 你在说什么呀 我带包数片下来 边吃边看 自作多情了 草 果不其然 陈硕三人在女请楼下 发现了何永元 她独自一人 面对整个人世界 圆圆抱着个大箱子放到一旁 然后把里面的蜡烛 拿出来 依次摆成了个星星形状 然后把玫瑰花瓣从寝室楼门口 一路扑到了星星蜡烛前 风一吹 玫瑰花瓣都散了 宿管阿姨 抄着扫把和本机出来兴师问罪 你们这些小年轻 一天天不学好 就知道整这些花里胡哨的 还告白 房子买了吗 彩礼准备好了吗 什么度没 有你告什么版 何永元 房子是市中心的大平层 车子毕业以后打底 BBA 彩礼50万 阿姨你还有什么问题 阿姨 沉默了会 阿姨微笑 这个小伙子便帅了不少 可能是月光的关系吧 小伙子 失败了也没事 阿姨家的女儿 过两年也大学毕业了 大树后头 陈硕三人 听到何永元的话后 连连鼓掌 扩矣扩矣 只要陈硕不在场 圆圆装逼的功力 无人可挡 那么接下来 就要等待女主角登场了 嘿 易怡宁提着一袋 薯片冲了出来 紧随其后的是 她另外两名室友 徐荣荣和刘娜 圆圆 好巧啊 你在这干嘛呢 易怡宁明知故问 何永元捧着一束花 紧张地咽了口唾沫 轻轻嗓子后说道 哦 我晚饭吃太多了 出来散散步消消食 这样啊 那你忙 那你忙 伊林学姐怎么突然下来了 何永元问 易怡宁眼珠子 滴溜溜转了圈 哈哈笑道 哦 我来看你散步消食 说完 易怡宁领着两名室友 跑到大树后面 和陈硕三人会合 寝室楼下 已经开始聚集围观群众了 圆圆竟然丝毫不耸 毅然淡定自若的 她掏了 她掏出来了 何永元把手机掏出来了 大树后头 陈硕蹲在地上刻瓜子 吐瓜子皮 不对啊 怎么救你们三个下来 冯木呢 她不在寝室吗 易怡宁狂吃狂吃薯片 抓起一大把 就往嘴里塞 出去了 出去了 那啥时候回来 快了吧 快了吧 白庄看着 虽千万人无往已的何永元 心生感慨 无论成败 圆圆的这份勇气 我认可了 至少在这方面 我远不如她 陈硕拍了拍白庄肩膀 鼓励到 别气馁 其实你比何永元强 冯木再优秀 也只是个普通女孩 你不一样啊 你专挑高难度的 江恒达扑哧笑出了声 陈硕瞥了眼阿达 阿达更厉害 正当何永元要掏出手机 给冯木打电话时 眼尖的陈硕余光一扫 发现冯木正从远处走来 来了 来了 女主角来了 陈硕也有点激动 易子今晚真的能脱单吗 能吗 请看下一张 其余寄人也闻风而动 也不藏着了 所有人都从大树后头钻了出来 双手抬起 随时准备鼓掌 等等 有问题 陈硕眼睛一眯 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笑颜如花 娇俏活泼 身边跟着一个年龄相仿的男生 陈硕 江恒达 白庄 不是吧 真就先帝创业 为巴尔中道崩除了呗 何永元也看见了冯木 当然也发现了他身边的男生 那是何等凄凉的表情啊 简直绝望透顶了 陈硕心中哀嚎 我的儿啊 江恒达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 默默说道 哪个吊大的来解释一下 现在是什么情况 白庄笑都不敢笑了 生怕吵到何永元 让他一个想不开 直接回去对着版主就开冲 别说我这种吊大的了 缠腰上的也搞不懂什么情况 陈硕叹了口气 别说缠腰上的了 我这种拖都拖不动的也没搞懂 陈硕疑惑问 我们圆圆到底差哪了 怎么每回都差那么一步呢 一一宁前笑了几声 如果各位所言属实 死后都得成大体老师 吹牛逼的男人们 风吹裤当凉 五诸位好 几人默默站在何永元身后 陈硕叹了口气 把手放到他肩上 然后轻轻拍了拍 江恒达与白庄如法炮制 三人的手都放在何永元肩上 然后低下了头 我特么还没死呢 何永元瞪了眼三人 深吸口气 何永元聪明的大脑袋开始转动 考虑如何体面收场 思索片刻后 微笑看向冯木 原来你有男朋友了呀 不等冯木开口说话 何永元忽然扭头冲陈硕大喊 这下你总该死心了吧 陈硕 一疑宁 何永元把话说完 拖着陈硕 还有白庄和江恒达 果断脱离战场 回去路上 陈硕三人跟在何永元身后 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白庄前笑了几声 率先追上何永元 搂住他的肩膀 那个什么 圆圆 你不是说我电脑配置高 打游戏爽吗 以后你想用就用 不用跟我打招呼了 江恒达也立刻说道 这样 我把我的鼠标和键盘都送给你 何永元诧异地看了眼白庄和江恒达 心想 还有这种好事 告白失败一次 就获得电脑使用权 还白嫖了电竞外设 那我多告白失败几次 岂不是连房子都有了 这样想想 失败也没啥不好的 好 陈硕也安慰道 圆圆 不要太难过了 虽然冯木这边你失败了 但还有莫涵啊 何永元一听 奇怪问 什么意思啊 难道你从微微嫂子那边收到了疯 其实莫涵对我心有所属 陈硕摇头 不是啊 我的意思 莫涵那边你还没失败 可以去失败一次 失败多了 你就习惯了 就不会寻死觅活 拉着我们彻夜买醉了 何永元沉默了会 然后期待的望向白庄和江恒达 兄弟们 如果我和莫涵告白失败了 你们准备送我啥 我送你个巴巴了 以后巴巴的尖尖都给你吃 得寸进尺的傻逼 何永元放声大笑 显得几位洒脱 这才对吗 千万不要可怜我 不就是告白失败吗 小意思 我一点都没伤心难过 明大几万名学生 这届不行 下半年就有水灵灵的学妹报到了 我能找不到对象 说完 何永元背过众人 双手插腰 仰头大笑 陈硕健壮 难难道 只要把头仰起 眼泪就不会掉下来了 啊呸 什么沙马特飞主流 感觉像是回到了初中时代 不过人生啊 本就是命运多舛 没有几件事会随你的心愿而走 告白失败 只不过是青春岁月中一抹色彩 过年后再回想起来 只是会心一笑 然后骂一句 踏马那个娘们瞎了眼 竟然看不上老子 陈硕提议道 怎么着搁几个 拎香啤酒回寝室喝点呗 此季甚妙 走啊 老早就想喝了 走走走 今晚一对方休 四个年轻小伙勾肩搭背 嘻嘻哈哈地往超市走了 对啊 本来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喜欢人家 人家不喜欢你 这很正常 我们换个人 喜欢就是了 只要喜欢的人换得够快 你连告白都不会去想 女请 冯木坐在凳子上 一边问堂哥 有没有到酒店 一边还问 何永元今天闹什么鬼 他摆个蜡烛 再给谁招魂呢 徐荣荣捧腹大笑 给谁 谁你啊 还能给谁 给我 冯木抬起头 很快明白过来了 他不会是想跟我告白吧 不然嘞 易奕宁刚 吃完一大袋薯片 刷完牙从洗手间出来 嘻嘻哈哈说道 不过他不知道 刚才那个男生是你堂哥 肯定是误会了 冯木这才恍然大悟 难怪呢 我哥到明州出差 顺道来看看我呀 他连问都不问 活该误会了 冯木撇撇嘴 但凡问一句 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咦 易奕宁和另外两名 是有互相对视 这什么意思 等等 木木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易奕宁凑进冯木 冯木 我哥到明州出差 易奕宁打断冯木的话 白手 倒带太多了 从后面开始 但凡问一句 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易奕宁脚侠一笑 如果问了 结果就会不一样吗 难不成你会答应 冯木愣了下 不知做何回答 徐荣荣在旁边 开始点评分析 何永元这个人 这位何学弟啊 我虽然了解不多 但从恋赠表现上来看 是个比较跳脱幽默的男生 这种男生虽然傻逼 但有个好处 那就是没坏心言子 而且我刚才听宿管阿姨说 何永元在市中心有大平层 爸妈给他娶媳妇的彩礼 足足五十万啊 刘娜惊讶了 阿姨连这个都知道 徐荣荣点头 阿姨什么都知道 哇塞 那何永元条件很好啊 我忽然就觉得他帅了 刘娜故意去积冯木 木木 你不要是吧 你不要那我就去追合学弟了 冯木眼睛一翻 去呗 谁拦着你了 易奕宁问 你不跟何永元解释一下吗 不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 冯木爬上床钻进被窝 翻了个身 闭上眼睛后过了很久 又默默把手机 从枕头下面拿了出来 而另一边的男情 何永元已经醉了 不只是何永元 江恒达 白庄都醉了 这帮义子的酒量都不咋地 何永元捏着瓶大绿棒子 仰头惯了口 闭眼哀嚎 苦啊 白庄见何永元 一副爱而不得的样子 同样是感同身后 搂住他用力晃了晃 没想到直接把何永元给晃吐了 圆圆 我能懂你 其实我也是一样的 你以为我不想跟简家告白吗 我想 但我不敢 白庄拽着爆垃圾桶狂吐的 何永元不撒手 庞扶找到了可以倾诉的对象 因为简家情况特殊 我不仅要跟男生竞争 我还得跟女生竞争 说完 也仰头灌了口啤酒 闭眼哀嚎 苦啊 江恒达将这悲惨的一切都看在眼里 同样也是难过无比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 其实我也是一样的 抱头痛哭的何永元与白庄 纷纷抬头 冲江恒达竖起中指 电子伟哥 闭嘴 你妹啊 操 老子今天喝死你们 见自己逆龄被触碰 江恒达抄起一瓶大倾倒 拉着白庄和何永元的手 死活不撒开 非要吹瓶 闹闹哄哄的 何永元根本没空去看手机 等明天宿醉醒来看见消息 这小子估计得后悔死 你们不要再嘲笑阿达了 这是谁能碰上 门心自问 我就不能 陈硕捏着啤酒 打了个阁 换句话说 阿达才是我们当中 经历最丰富的人 江恒达眼前一亮 阿达说话 我爱听 陈硕心想 这又不是啥好话 随便了 你爱听就行 何永元悲哀得无能狂怒 兄弟蒙 我是准备 封心不再爱了 但你们一定要幸福啊 庄庄 去把简家追到手 一定要追到手 阿达 去当电子伟哥 去当要笑最猛的电子伟哥 江恒达抱头狂吼 卧槽你马呀 何永元 你踏马不死谁死 陈硕在旁边哈哈大笑 忽然手机震动了下 一看 前女友 秦维兹 干嘛呢 陈硕回复 何永元今天跟冯木告白 失败了 秦维兹 真假的呀 这是不能让默涵知道 其实默涵对何永元感官不错的 恋憎里 那两个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的男生 向他告白 默涵也没答应 陈硕 恶然抬头 陈硕顿时心生疑惑 难不成 真的是傻人有傻福 不可能 我绝不认可 陈硕 不会吧 何永元那么傻 莫还能喜欢 秦维兹 有时候难搞的女孩子 就喜欢傻子 就像当我年喜欢你一样 陈硕 你几个意思 你现在出来 现实里碰一碰 别躲在屏幕后面 当缩头乌龟 不过陈硕仔细回忆了下 秦维兹说的倒也没全错 自己高中时期 确实挺老实的 父母眼中好孩子 老实眼中的好学生 同学们眼中的好帅哥 除了跟秦维兹早恋以外 几乎没有任何的雨点 躲卫生间抽烟 算个毛线雨点 那只能算肆意挥洒青春 陈硕站在阳台 巴搭点上根烟 抬头灌了口酒 电话那头的秦维兹 听到打火机点火的声音 语气稍稍带了些埋怨 你又抽烟 不怎么抽了 可一喝酒就 忍不住想来上一根 陈硕缓缓吐出口烟雾 抽烟这碗一把 除了真的心烦时候来上一根 目光悠悠 周边烟雾缭绕 能让男人感觉到片刻的宁静 同时还能满足一下 那骨子装逼劲以外 可以说没有任何好处了 科学研究表明 运动之后带来的愉悦感 要远远超越香烟 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人都喜欢用最简单的办法 来折磨自己 我又想起当初傻乎乎的 宁愿饿着肚子 也要把饭钱省下来给你买烟 后来发现便宜的烟 和贵的烟没啥区别 反正都是伤身体 秦维兹叹了口气 早知道就不这么做了 戒了烟我不习惯 没有你我怎么办 三年零一个礼拜 才会学怎么忍耐 戒烟 秦维兹 陈硕低头吐出最后一口烟 把烟头丢进阳台上的一拉罐里 然后说道 那我戒烟了 啊 秦维兹万万没 想到陈硕来这么一句 心里在想 他不会是嫌自己 多管闲事了吧 啊对对对 我又不是你女朋友了 我凭什么管你抽烟 还是不抽烟啊 行行行 以后不说了 听筒那传来秦维兹 轻轻的呼吸声 我也挺烦的 每次清嘴之前 还得特意去刷个牙 以后就没这个问题了 秦维兹的声音里 带着丝丝的质疑 你 为了我戒烟 不是 别误会 纯粹出于对身体健康的考虑 不 你就是为了我戒烟 秦维兹语气坚定 陈硕 你对我的重视 我感受到了 别说了 下礼拜给你系睡群 陈硕 老天爷你作证啊 我可没有问他要奖励 是他自己非要给的 女人想骗自己 拦都拦不住 五一的游园会 我想来明大晚 秦维兹彭扶是在征求陈硕的同意 可以吗 陈硕总监 当然可以了 这场游园会面向明州高校全体学生 不过出于公共安全考虑 每天入校名额是有限制的 请登陆秘密APPY抢票 可是人家抢不到吗 秦维兹开始撒娇 语气嗲嗲的 黏糊糊的 他为什么突然黏糊糊的了 陈硕义正言辞的教育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这个语气又是什么意思 想让我给你开后门 那对其他同学是多么的不公平 秦维兹 其他同学也会送你烟入味了的贴身内衣吗 陈硕 秦维兹 其他同学有我的地大吗 陈硕惊喜发现 哇塞你说巧不巧 男的以地大为荣 女孩子也以地大为荣 肤浅的英文字母 在伟大的国人运用下 竟也是如此的出彩 秦维兹打断陈硕的话 很是豪迈地给出了交换条件 别转移话题了 除了睡群外 再额外赠送一条丝袜 你拿我当什么人了 陈硕皱起眉头 心里很不爽 堂堂正正地 靠自己抢票不好吗 非得走捷径 你说你走捷径 最后还不是便宜了我 秦维兹深吸口气 被陈硕的贪得无厌 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三条 陈硕 黑丝白丝各一条 成交 人要献好就收 否则便会适得其反 陈硕就觉得 自己是见好就收的典范 一般人面对这样诱惑 肯定会贪得无厌 所求无度的 答应了秦维兹的提议 陈硕要给他整个寝室都留票 折返回寝室 陈硕晃了晃空了的烟盒 直接丢进垃圾桶 然后拿起何永元买的和天下 抽出一根点上 这么晚的戒烟对身体不好 天亮了再见 这么贵的烟 给何永元抽浪费了 不过话说回来 男人一上头 钱就不当回事了 去泡个脚 枉死了家中 失恋了 平时舍不得抽的好烟 也舍得买了 何永元和白庄 两个爱而不得的人 依然在惺惺相惜 兄弟 我这辈子从来没对一个女孩子 这么伤心过 我也是 一旁的江恒达都气笑了 用脚踢了踢两人 这话骗骗姑娘也就算了 千万别骗哥们 哥们会被骗到吗 我奇怪了 姑娘都不在 你们说这种自欺欺人的话 有啥意思 陈硕忍不住赞同地竖起大拇指 阿达 你算是活通透了 何永元和江恒达 愤愤地瞪了眼 事不关己的陈硕和江恒达 然后一下抱在了一起 我们舔狗要团结 然后又开始鬼哭狼嚎 苦啊 陈硕不耐烦地滔滔耳朵 忍无可忍了 得了得了 五一游园会尽在眼前 到时候 每天都有上万名学生入校 里面难道会没有漂亮妹妹 何永元猛地抬头 抱拳单膝跪下 义父的意思是 陈硕 我给你们发工作牌 任何活动场所畅通无阻 皆可携带随行人员入场 全校各超市店铺 凭工作证可随意吃喝 机会给到这 能不能把握住 就全看你们的了 义父 不 清点 转眼来到五月一日 劳动节当天 明州大学张灯节彩 锣鼓喧天 没有鞭炮 本来陈硕真的打算放鞭炮 晚上再搞个烟花秀的 不过即便是开明的校方 也是毫不犹豫 直接拒绝了这个提议 明州大学本部校区 占地面极广 校内有专门的公交路线 为了这次游园会 专门增加了班车的架次 并且会在各个活动 举办地点停靠 同时外包的保安公司 在活动期间 专门额外调配了100名保安 负责各个点位的 交通疏导等安全保卫工作 可以说 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这种大型活动上面 保卫处的工作压力极大 陈硕也安排妥当了 除了给保安 都准备了饮料香烟外 在活动前 还请邱志强出面 专门请保卫处 全体吃了顿饭 喝的是酱香型农夫山泉 保卫处常喝了 频频点头叫好 并且暗示 陈硕这种矿泉水 他也想经常能喝到 那还说啥 直接安排 早晨7点 陈硕还在睡梦中 无法自拔 昨天收到了 微微子的专属睡裙和丝袜 并且 他还很贴心地发来了 穿着睡裙和丝袜的视频 双管齐下 保证药道病除 全面驱除陈硕的顽固骚劲 事实证明 药效显著 亢奋值MAX 让陈硕难得失眠了 挤得自然也晚了些 他是被室友们给吵醒的 三个人抢卫生间里的连蓬头 将横达眉 抢过那两个烧包 只能骂骂咧咧 端着一盆热水 去阳台洗手了 何永元洗好头发吹前后 对着镜子喷模丝定型 白庄穿了件白衬衫 发誓 今天一定要做校园里 最帅的白衬衫学弟 这是我们当全校学弟的 最后一学期了 等暑假过后 隔几个都将进化为学长 白庄叹了口气 我们终将告别青春 走向成熟 江恒达 说完了吗 白庄点头 说完了 说完了滚开 踏马老子 还没吹头发呢 既然在那臭美 还互相攀比 谁今天的打扮更出彩 现陈硕挠挠着屁股下床 何永元兴奋地高声问道 阿硕 你不打扮一下吗 我就不必了 陈硕走到镜子前瞅了眼 摸摸胡子拉叉的下巴 我这种女娲炫技之作 如果再精心打扮的话 你们还有什么活络 何永元等人听完 稍稍松了口气 确实 如果陈硕也精心打扮的话 真的会略胜他们一筹的 当然 只是略胜 嘴上说着随便的陈硕 洗了头 刮了胡子 换上一身崭新的衣裳 完全没有花里胡哨 但绝对的简约帅气 好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年狼啊 阿硕 你不是说不打扮的吗 何永元十分不满地问 我打扮了吗 陈硕哈了声 不会吧 我只是洗了个头 洗了个脸 再刮了胡子而已 这就是打扮吗 那为什么我只用了五分钟 而各位却用了一个小时 何永元 没意思 不玩了 走 整个寝室一起出门 走到寝室门口后 陈硕把工作牌 分给了三名室友 同时叮嘱道 带上这个工作牌 你们就不再是普通学生 世间的情欲 不能再沾半点 何永元 那我带这玩意 还有啥意 陈硕 我只是给你们 找个台阶下而已 大概率来说 就算给了你们 这个作弊器 你们也泡不到妞 行了 玩去吧 爸爸要去忙正事了 江恒达一个死宅 低头看着自己胸口的工作牌 突然有些慌了 当屌丝当得太久 骤然有了点小特权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用 阿硕 你去哪儿啊 要不我跟你吧 不然我心慌 你跟着我爸干嘛 我爸今天又不来 陈硕奇怪地看了眼阿达 何永元也提到 阿硕 要不今天集体行动吧 有你在 我们泡到妞的概率比较大 你吃好的 我们吃点差的 你看 我们足够让步了吧 白妆深以为然地点头 陈硕拉了下一杯 抬手拒绝 今天与我而言非常重要 到时候 校领导还要陪同步伟领导 去各个活动地点转转 作为活动发起人 我能不陪同 说实话 我是有点慌张的 你们也就是在女孩子面前 说不出话来 这有啥 无非被嘲讽一声屌丝罢了 而我呢 如果在校领导 和步领导面前怯场了 请让来 这很有可能影响前途啊 重重叹了口气 陈硕羡慕的望向室友们 你们真好啊 在我羽翼的庇护下 可以无忧无虑地成长 朔总 朔总 听到请回答 对讲机 响起了简家的声音 陈硕把对讲机 放到嘴边 收到 请讲 校门口的人流量 已经大起来了 秘密工作 学生会 校保卫处 正在集中力量 有序地安排 请朔总放心 好 刚说完 余末那边 也开始呼叫陈硕 朔总 朔总 剧院这边的中控设备 突然故障 后勤处 正在紧急调配力量抢修 可能歌舞剧表演 要延后半小时了 陈硕 绝对不能延后 后勤处那帮大爷靠不住的 让嗨思直播过来 支援的技术员去帮忙 明白 何勇元三人发现 陈硕真的很忙啊 走着 先去校门口看看 你们也物色下 有没有落单的外校女生 陈硕招手喊停一辆校内巡逻车 坐上去后头一甩 走起 校门口 小秘书方可力 早就在等着陈硕了 今天双马尾萌妹 准备十分充足 身上斜跨了两个大水壶 一个装酸梅汤 一个装了冰啤酒 听说今天会来很多领导啊 到时候 朔总要是去陪领导了 感情一上来 不得整两口 我可真是个会 人情世故的小可爱 方可力心想 这是王思妍教她的 说作为秘书 首要的原则就是 想领导所想 思领导所思 显然方可力领略到了精髓 如果被王思妍知道了 非得一口老血吐出来不可 背上背的包包里 有香烟 糖果 零食 随时随地 可以为朔总补充所需能量 朔总 朔总 见陈硕驾驶着敞篷巡逻小车车 呼啸而来 方可力用挥了挥手 跳下车 陈硕向室友介绍方可力 这是我的秘书 方可力 何勇元三人大为震撼 然后疯狂吃醋 你踏马平时过的是什么神仙日子 这么可爱的小秘书 你到底哪找的 这还要感谢我们的一一宁小朋友 没有他 哪来的可爱小秘书呢 这是我的室友 陈硕简单向方可力 介绍了三人 江恒达还眼巴巴 等着陈硕报出自己的大名啊 等了好久没下文了 你咋不说一下我们的名字呢 哦 这不重要 陈硕手一挥 对何勇元三人说道 你们去找检家报道吧 他会给你们安排工作岗位的 记住 出门在外 不要丢我的脸 什么工作岗位 我们啥时候 说要给你工作了 你把话说清楚 陈硕手一摊 微笑道 看看你们脖子上挂的是什么 工作牌啊 挂的工作牌 就是工作人员 你妈 这是给三人一个教训 不要以为天上会掉馅饼 这也是作为父亲的职责 让义子们感受社会的残酷和狡诈 陈硕站在旁边 看三人很快进入工作状态 指引路人帮忙搬东西 哪有需求就往哪去 白庄还成了检家的临时助理 殷勤到恨不得背着检家到处走 整个明州大学人生鼎沸 就算是每年的新生入校都没这么热闹 保卫处长朱志军都走出办公室了 站在路口亲自指挥交通 疏导人流 沿途街边全是各种小摊小贩 这些可都是正规经营 还特么地招伤了呢 后勤处又转了一波 后勤处处长张有海 看见陈硕就咧嘴笑 说是什么酱香味的农夫山泉 他那也有很多抽空去搬两箱 朱处长 辛苦了 喝水 陈硕来到朱志军身旁 笑嘻嘻地上一瓶矿泉水 放心 这是普通版农夫山泉 不是酱香版的 你小子 朱志军笑骂了句 还是你们年轻人会整活呀 我估算了下 小人流量在八千到一万人之间 现在看看 人数恐怕会在一万两千人左右 这都快赶上景点了 陈硕笑哈哈的 咱们明大本来就是景点啊 那是多少深深学子 梦寐以求的圣地 这么说不畏过吧 说不过你 说不过你啊 朱志军笑咪咪地 冲陈硕挑眉 这几天我可要累坏了 你准备怎么报答老师 我这些天的付出 您放心 农乡型矿泉水已经在路上了 小子 上道 陈硕开着巡逻车走走停停 然后想起了件事 问方可丽 对了 相机带了吗 带了带了 我问学生会借的 佳能担反 方可丽立刻从后腰出 拽过一个鞋垮包 掏出担反 不过老板啊 拍照的是 你不是安排摄影社的同学负责了吗 怎么还要 我带相机过来 愚蠢 简直愚蠢 陈硕恨铁不成钢的教训道 摄影社有摄影社的拍摄工作 你是专门拍我的 记住我的一句话 工作不留痕 等于没工作 一项工作最重要的 就是拍照 这可是只有在社会上 摸爬滚打过的人 才明白的治理名言 说的是伺候领导的 跟单位透明人无关 方可丽懵懵懂懂点头 感觉今天又学到了 了不得的知识 陈硕叮嘱小秘书 大会记得找角度 我拿对讲机说话的 要拍一张 和项目组的小组长们 开临时会议时的 萨爽英姿 必须多拍几张 到时候 我会亲自出马指挥交通的 也要拍下来 哦对了 最好安排一个 中暑晕倒的美少女 有我背着去医务室的桥段 记得聚焦我挺拔鼻梁上的汗珠 记得给特写 不过晕倒的美少女 找谁好呢 找个凶大的 方可丽赶紧说 可是硕总 现在才五月份啊 五月份怎么了 美少女就喜欢在五月份中暑 我说的 对于陈硕而言 装逼这种事 可以说已经完全得心应手了 硕总 这不就是摆拍吗 方可丽醋眉 有点抵触 我觉得自然些更合适 因为你明明就是在工作呀 为什么非得弄那些虚头八脑的东西呀 虚头八脑 陈硕哼了声 毫不客气地教训道 果然还是学生思维 我来问你 如果你明明参与了一件工作 而且做出了相应贡献 但有人觉得你顾名钓鱼怎么办 方可丽 我反驳呀 陈硕问 你怎么反驳 方可丽 我可以跟他理论 怎么理论 你有证据吗 方可丽张了张嘴 说不出话来了 陈硕手一摊 看见了吧 这就是刘衡的作用 不只是作为宣传用处 还有自证的作用 你不拍我不拍 大家看什么 好好跟老板学着吧 以后都能派上大用场 正说着 陈硕的手机响了 一看 是圣书 圣秘书在电话那头很严肃地问 你准备好了吗 待会笑 领导们就要从办公楼走出来了 今天是全明星阵容 领导班子全部到齐 而且还有不理的领导 过来视察工作 不出意外的话 你肯定是要过来为领导们 做讲解工作的 圣书的担心不无道理 这有些人吧 干活是一把好手 做事情力所干脆 工作质量也是没得说 可一旦到了大场面 需要他站出来说话 或者在领导们面前 做重要汇报时 他就不行了 而恰恰最重要的 就是汇报 谁汇报的好 功劳就是谁的 或者说 谁去向领导汇报工作 这件事的功劳分配权 就在他的手里 圣书心想 陈硕这小子 平日里素来是吊锒铛的 虽然做的事情 对于他学生的身份而言 都是石破天惊 可和领导们相处 就又是另外一种本事了 我马上到 陈硕已经到了 开着巡逻车 早早就站在了行政楼下 严阵以待 很快 胡校长陪同着一位 穿行政夹克 气度不凡的中年男人 走出行政楼 身旁浩浩荡荡 跟着一大拨人 除了学校领导班子外 重要部门的一把手 都到齐了 陈硕看见保卫处厂老猪 身姿挺拔 大肚皮强势突起的 站在不远处 郑麦力吆喝指挥交通 不愧是部队转业的干部啊 业务能力就是娴熟 这君资战得无懈可击 校轩传出的干事们 掐着长枪短炮 咔嚓咔嚓不停拍摄 方可丽挤在人群里 仗着身材娇小的优势 钻到最前头 镜头始终朝向陈硕 陈硕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心中赞许方可丽 如此可叫 一般这种大场面 领导们是按照流程走的 决定导向的是解说员 谁来当这个解说员 当然是陈硕了 胡校长是一名看着很和蔼之性的中年人 身居高位 自有一股气势 洋洋洒洒 向部领导介绍起这次游园会 我们名大的学子陈硕 在校期间表现优异 保证学习质量的同时 还率领同学们 开创了一款社交APP 如今在全国大学生群体里 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说着 胡校长微笑得环顾四周 哪位是陈硕同学 圣叔急忙看向陈硕 胡校长好 我是陈硕 陈硕安定自若 快步向前 微微鞠躬向在场的领导们问候 同时看向最大的两个 感谢部领导远道而来 观摩此次游园会 小伙子长得很精神 胡校长夸了一句 然后主动伸出手 久仰大名 这位就是我们的全国优秀大学生 高校学子中的典范 人群里的方可丽 听得都有点替陈硕害嫂 而陈硕却是一脸谦虚 都是学校给的荣誉 在正式且高规格的社交场所中 握手是有讲究的 得等上位者主动伸手表达 想和你握手的意愿后 你才能回应 陈硕稳稳握住了胡校长的手 则 校长保养得不错呀 也不知道 用哪个牌子的护手霜 人群里的方可丽 屏息凝神 快速摁动快门 留下了秘密AP扛把子 和明大校长握手的珍贵影像 胡校长笑眯眯地打量陈硕 关切问 举办这么大的一场活动 肯定是很辛苦的 有没有什么困难 陈硕正确回应 表情流露出 见到大领导师的激动 强行控制住 那都有讲究 困难肯定是有的 但能够为明大的精神文明建设 添砖加瓦 辛苦点要有什么呢 胡校长听完 微微点头 有困难 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 团委这段时间 工作做得不错 挖掘出了陈硕同学 这颗好苗子 既然如此 那就麻烦 你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吧 好的 胡校长 陈硕跟着坐上行政大巴车 在前头副驾驶的位置坐下 然后把路线告知给了司机 给领导们看的 一定得是有特色 且有教育意义的东西 陈硕安排了体育馆 歌剧院这两个典型的保留节目 科技社那边也做好准备了 最后一站 自然是秘密工作室 一切井然有序 安排得妥妥当当 大巴车发动前 陈硕就和第一站的负责人 打好招呼了 那边正在热身的运动员迅速就位 等领导们走进体育馆 音乐正好响起 快看 拉拉队成员们精神抖擞 时刻展现出 当代大学生的青春风采 舞姿整齐滑衣 紧随其后的 篮球队员们表演了一场秀 投球就算了 没投进比较倒霉 NBA顶级球员也无法保证 每一粒投球都能投进 更别说校队的队员们了 领导们心满意足 前往下一个点位 又走访了歌剧院 科技社领导们和歌舞演员 和科技社的成员们亲切交谈 十分关注文体和科技兴趣的培养和发展 最后一站秘密工作室 这里已经成了本次活动的临时指挥所 屋里人声鼎沸 人进人出 好不热闹 胡校长健壮 心生感慨 看着这些孩子们齐心协力 只为把一件事做好 我真的非常感动 明大有这么好的学生 是学校的光荣 短暂的旅程 让我这个校长感受颇多 陈硕同学 陈硕立刻回应 胡校长 我在 胡校长微笑 看着陈硕 你做得很不错 能够带领同学们打好这一仗 打胜这一仗 等活动圆满结束了 我得让团委为你庆功啊 领导们陆续上了大巴 终于要离开了 临别之陈硕 紧紧握着胡校长的手 不愿松开 方可力咔嚓咔嚓 一通猛拍 目送大巴驶离 陈硕双手插兜 扭头回了秘密工作 一屁股坐到老板椅上 蹬掉鞋子 很嚣张地 把腿放到桌上 陈硕冲方可力勾了勾手 照片都拍完了吗 拍完了 拍完了 我现在 就拿去给摄影社 让他们好好精修一下 方可力忙不迭上前 把拍出来的照片给陈硕看 硕总 你刚才面对领导时 不卑不亢 成熟稳重的形象 已经深深烙印在了我的心中 短短一个上午 我受益良多 估计得好好消化一阵 才能在日后的工作中 灵活运用啊 陈硕听完后 惊奇看了眼方可力 你小子 学得很快嘛 连老板 我这润物系无声的马屁功夫 都被你学去了 陈硕欣慰地拍了拍 方可力肩膀 我决定大力栽培你 莉莉啊 好好干 以后给你个总裁办负责人的位置 这块大饼 方可力吃的那叫一个开心 在办公室里 吹着空调吃着零食 顺便解决一下突然的小情况 陈硕不知有多么悠闲自得 这时 门推开了 江恒达一脸郁闷走进来 同时而来的 还有白妆跟何永元 怎么回事 脱港啊 陈硕皱着眉头 毫不客气地教训道 你们到底有没有责任心 我把那么重要的岗位 托付给你们 是为什么你们不知道吗 还不是因为 你们是我的室友 是我最信任的人 阿硕 你先听我说 我们委屈 江恒达吸了吸鼻子 刚才我们 在当志愿者不是 然后我碰到了一个 明州财经的女生 真的超级有演员 于是 我就上前主动搭讪 陈硕点头 很好 学会主动出击了 然后那个女生 就问我 你是秘密的工作人员 那你认不认识陈硕呀 我说当然认识啊 我们是室友 原本老子说这话 是想让女生 对我刮目相看的 没想到那帮女孩子 知道我是你室友后 直接问 能不能带他们 来献荐你 江恒达悲愤抬头 你说 这妞怎么泡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陈硕听完后 不禁动容 万万没想到 我竟然成了 室友泡妞的最大障碍 果然 萤火无法与浩月争辉 陈硕又看向白妆 你刚才不是在 给剪家荡狗啊 不是 当小助理吗 怎么也会溜溜跑回来了 白妆气得浑身发抖 一拍大腿 说起这个我就来气 我给剪家荡助理 给他买牛奶 买零食 生怕他太忙太累 滴血糖晕倒了 陈硕暂许点头 暖男行味 这很好 白妆 可是剪家竟然当着我的面泡妞 还把我给他买的奶茶和零食 分给那些小烧杯 小烧杯笑得可开心啊 剪家一上午 加了好多小烧杯的微信 还问我要不要 人太多他聊不过来 可以分我两个 江恒达一听 灯石乐了 那还是泥惨 泥惨 陈硕比较关心 白妆有没有接受剪家的好意 人吗 总不能在一棵歪薄树上吊死 剪家呀 大概率是没救啊 那你家了吗 陈硕问 我没有 白妆一正言辞地说道 我果断拒绝了 他越这样 我越认准这个人 剪家 迟早有一天 我要他心甘情愿为了我 删掉微信里所有的烧杯 陈硕苦口婆心劝道 你别这样 等以后秘密做大做强 业务板块逐渐清晰 我是准备让剪家独当一面点 他以后应酬可多 你难道想要独守空房吗 白妆 那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 六 好言难劝找死的鬼 尊重他人命运 说不定真的会有奇迹发生 这俩先不管了 陈硕看向何永元 你呢 怎么也如同一条败犬 昨晚上不是口口声声地发誓 今天一定要搞到 十个美少女的联系方式吗 何永元点上根烟 甩给陈硕一根 陈硕晚聚之 他戒烟了 唉 点上烟 远远长叹口气 之前一直没空看手机 我才发现 冯木原来给我发过微信了 昨天晚上那个男的 原来是他的哥哥 哦 哪种哥哥 细缩 细缩 何永元面容肃穆 不要开轮里的玩笑 是清堂哥 于是我顿时欣喜落狂 直接就去找冯木学姐了 冯木也知道 我昨晚准备告白 他 何永元委屈的嘟嘟嘴 他说我这个人太幼稚 虽然很风趣幽默 当男朋友肯定很有意思 但用发展的眼光看 我无法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又是安全感 陈硕双手放在肚子上 发出疑惑 其实我也搞不懂安全感到底是什么 按理说吧 我这种人 应该是最让女人没有安全感的 可为什么美少女们 还是如同飞蛾扑火般 往我怀里解 难不成 他们都双标 何永元眉头一皱 灵感顿治 或许 他们只是跟你玩玩 陈硕反问 那为什么美人肯跟你玩 何永元 所以说 是有三人 全部杀鱼而归 不过话又说回来 能和易仪宁当朋友的 看来都是三观很正的女孩子 至少冯木从没想过 要吊着何永元 并且对圆圆的评价 也很重肯 有些女孩子 享受的是恋爱本身 并不过多 考虑长远 所以 毕业即分手很常见 而冯木显然不是 她是那种会做长远打算的 并且谈了之后 就不会轻易地放弃 故此 对于感情 她很慎重 想到这 陈硕拍了拍何永元肩膀 圆圆 看开点 求而不得 才是人生的尝试 像我这种 想要啥就有啥 才是比较少见的 何永元不信邪 她越不喜欢我 我就越喜欢她 怎么这么见啊 以后出去 别说是我儿子 硕保无语 休息了会后 陈硕穿上鞋 离开了秘密工作室 她早就和易仪宁 提前打过招呼了 今天肯定会很忙的 估计没有时间见面 你还在忙啊 电话那头很丑 易仪宁说话 也是含糊不清的 陈硕都不用猜 就知道 她今天绝大部分时间 肯定是铺在那条 长长的美食街上 你可别吃撑了 陈硕善意提醒 电话那头的易仪宁 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没事的 我来之前 特意去医务室 买了和建卫消失片 今天不把这条街 所有摊子都吃一遍 我就不回寝室 那岂不是要吃很久啊 陈硕笑眯眯说 行吧 今天好好玩 就别想着学习了 反正你再怎么学 在我这个全国 优秀大学生面前 竞争力的 挂掉电话 陈硕一切从简 拒绝了方可丽跟随 你也去好好玩吧 看看有没有心意的帅哥 他要是不肯给你微信 你就把他赶出名大 方可丽顿时欣喜若狂 拿着陈硕给的上方宝剑就走了 看着方可丽性冲冲离开的背影 陈硕摸着下巴思考 他不会真的求而不得后 把人家赶出去吧 被打了 可别找我来哭 随后 陈硕就鬼鬼祟祟的一个人 离开了秘密工作室 暂时消失在了众人视线中 去哪儿 当然是去会老情人了 一处幽禁场所 监控盲区 周遭无人 确定场合安全后 陈硕吹了声口哨 草垛子里的秦薇姿 探出脑袋 左手奶茶 右手串串 一口奶茶 一口串串 准备的还挺齐全 不知道的 以为秦薇姿准备在这安家了 两人像是地下工作者 街头般对视了眼 然后陈硕回头看了看 这才跟着秦薇姿 攥进草垛子 这么好的地方你哪儿找的 陈硕奇怪问 我在明大念了一年的书 都不知道 还有这么快地方 探索方出奇迹 秦薇姿放下奶茶 直接搂住陈硕的脖子 嘟起嘴 快过来让我亲一下 多久没亲了 等会 陈硕嫌弃地 用手掌挡住秦薇姿的嘴 很是不满 你把我叫过来 就为了干这种事 你把我当什么了 简直令人发指 秦薇姿娇柔地哼了声 看看这幽静的环境 明大今天这么热闹 这附近竟然能听见 轻轻的虫鸣声 可想而知 离热闹的地方有多远 我来就是为了这事 秦薇姿冲陈硕调眉 在你和易姨宁的学校里 我把你抱着狂恨 算不算一种 另类的欺负易姨宁 陈硕有点奇怪 你这么做 到底是想占有我 还是想赢易姨宁一回 秦薇姿撑着下巴 小熙熙问 送你的丝袜还喜欢吗 还行 陈硕评价得很公正 他昨晚差点忍不住就冲了 那 你要不要亲手脱下来 然后带回去收藏呢 秦薇姿轻撩裙背 捏住丝袜的垒丝边 往外一拉 然后松开手指 啪 弹性的丝袜打在腿上 发出清脆的声音 仙乐环绕 陈硕 妖精 你不要过来啊 虽然秦薇姿很早以前就说过 当陈硕前女友 要比当线女友更刺激 可按照秦薇姿这小妞的脾气 就算陈硕跟她复合了 说不定 为了再次体验刺激 还会强迫 既然如此 那何必要复合呢 干脆一直这样下去多好 还省事 大庭广众的 实在不合适 陈硕伸手去扒拉秦薇姿腿上的丝袜 实在是推脱不过 对方太热情 太狡猾了 就死死抓住 陈硕性格当中的劣根性 和对丝袜的狂热追求 这个女人 心机太重 恐怖如丝 秦薇姿双手撑着身子 上半身呈后痒的姿势 两条腿 就是这么压在陈硕盘着的腿上 咕噜 陈硕咽了口唾沫 秦薇姿同样狭飞双颊 这是个非常细致的活 所以要慢慢来 有时候别说上手了 一旦情况困难胶着起来 上嘴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为了最终的胜利 陈硕愿意牺牲一切 哪怕是自己的清白 食指和中指钻进丝袜 和大拇指里应外合地 捏住蕾丝花边 然后缓缓向下 此刻的陈硕 就如同一名记忆精湛的工匠 正在缓缓玻璃一幅 名家清新而绘制的侍女图 呈现强烈的视觉反差 而在陈硕切而不舍的玻璃下 先是大腿 再是小腿 等到脚脚时 再一鼓作气 全部玻璃 呼 陈硕深吸口气 真的 过程太煎熬 太痛苦了 而这么痛苦的事 竟然还要重负一遍 见陈硕额头都冒汗了 秦薇姿疑或问 这件事这么难吗 不 陈硕摇头 脱丝袜本身并不难 难的是 控制自己不深入进去 这是本能和人性的对抗 你不懂吧 听到这话 秦薇姿脸上浮现出一抹脚侠的笑容 缩回光溜溜的左腿 又把右腿挪到陈硕面前 他用着一种非常傲娇的表情 同时又带着男人的娇羞 轻咬下唇 哥哥 帮人家脱一下 我都快被憋坏 啊不是 我都快被累坏了 你还不能自己动手 陈硕气羞羞的心想 现在的女孩子 真的是一来伸手饭来张口 太过骄养了 难道你秦薇姿在家里 也是由妈妈给你脱丝袜的吗 如果是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 你是不是要尊敬地喊我一声 爸爸 想想就刺激 哥哥 我们这样吧 眼瞅着陈硕的手已经伸出来了 秦薇姿忽然起身调转位置 整个人背对着陈硕坐进她怀里 然后仰头看向她 这样舒服 脱个丝袜 还把你给脱爽了 陈硕很无语 而且 这个坏钱女友 还压迫到自己了 陈硕不自然地挪了挪身子 秦薇姿小声嘀咕 年轻人就是容易激动 激动归激动 但不要乱动 陈硕严肃道 秦薇姿轻翻白眼 你这样就有点恶人心告状了 陈硕反正很坦荡 你有办法吗 枪在我身上 我就有道理 谁让你没有呢 我也有道理 而且特别大 你知道的 秦薇姿笑嘻嘻说 受不鸟 真的受不鸟 鸟爷对不起 是我让你受委屈了 秦薇姿在外头 真实的就属于高冷欲解放 以前对陈硕也是这样的 生气的时候 更是变本加厉 小嘴一张鸟语花香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特质 他选择了学习法律 不过现在嘛 兴许是被陈硕和易奕宁给刺激到了 从第一次送出睡群开始 秦薇姿就一步一步走向了深渊 啊 那是欲望的深渊 陈硕慢条丝里的 给秦薇姿拖另一条腿上的丝袜 还叮嘱道 你不要乱动 我这个人 你是知道的 当人体大脑运动指令 和感觉反馈不一致时 我就会吐 上吐下线 秦薇姿取笑道 什么意思啊 你吃坏肚子了 不会吧 陈硕 你不会把我的丝袜拿回去之后 煲汤喝了吧 真变态啊你 我以前怎么没想到 还有这种法子 陈硕笑眯眯说 上吐下线 要分开来说 秦薇姿愣了下 随即脸一红 什么嘛 原来是你笑吐啊 陈硕继续着 这项伟大功成 心中沉思 不知道我顶不顶得住 秦薇姿也在想 不知道我压不压得住 两个心思各异的人 就这么静静完成了色盾 丝袜玻璃之术 这是个禁术 非必要不得使用 否则真的很伤身 呼 长舒口气后 陈硕结束了工作 把两条丝袜揣进兜里 拍了拍秦薇姿屁股 行了 你走吧 秦薇姿没好气地坐起来 愤怒质问 你就这样吗 陈硕叹了口气 对不起 我忙了一上午 真的太累了 拖完丝袜就让我走 无论找什么借口 都很炸 那怎么办 我再给你传回去 你想得美了 我大腿 都快被你擦出火星子了 不愧是如果不早恋 就肯定能上清北的聪明女孩 一眼就看破了陈硕的企图 真滑溜啊 陈硕回味无穷 秦薇姿嘴角微扬 滑溜吧 我早上洗得澡 出门前还抹了身体乳 又香又滑的 哎呦 秦薇姿抬手啪地拍在大腿上 原来有只蚊子 刚才大饱口服了翻 嫌弃地用湿纸巾擦了擦被叮咬的部位 秦薇姿委屈地看向陈硕 这都红了 陈硕心疼坏了 这不就等于在一个完美无瑕的作品上 留下余痕了吗 果不其然 秦薇姿大腿一触 很快就肿起了包包 明大的蚊子 也太不懂礼貌了 陈硕担忧地说 这种野外的蚊子咬人特别狠 说不定还有毒 不紧急处理的话 你这么雪白这么圆润的大腿 可就毁了 秦薇姿吃了一惊 那该怎么办 众所周知 唾液具有杀毒效果 陈硕叹了口气 一脸的悲壮 就让我来吧 我来给你吸毒疗伤 秦薇姿看着陈硕 心里想想还是算了 有时候 男人也挺可怜的 想甜点什么 还得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那你不要咬 秦薇姿伸出那条 被蚊虫钉咬的腿 陈硕醋梅 什么话 你这叫什么话 我好心好意给你吸毒疗伤 怎么稀释我的事 你还有要求了 怎么 这条腿不想要了吗 秦薇姿 要的 哥哥 那还不快速速躺下 屏道这便用这张三寸不烂之蛇 狠狠地替你疗伤 许久之后 陈硕抹了抹嘴 心满意足地 从曹朵子后面走了出来 过了会 面色羞红的秦薇姿也出来了 吸毒疗伤的效果非常显著 你看他气色多好 满面红光纳 陈硕回头看向秦薇姿 得意到 你说多少情侣分手之后 都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天天在外面跟别人说 对方已经死了 而我呢 既往不救 慷慨大度 在你受到生命威胁时 我却伸之以蛇 这是多么大公无私的精神 下回有这种好事在喊我 无论在哪 我都会立刻出现 秦薇姿沉默了会 双臂抱胸 意味深长地看着陈硕 问道 你小子 不会是在 破我吧 陈硕淡然一笑 这都是 你当年对我说过的话 秦薇姿 糟糕 被反噬了 陈硕就是喜欢玩腿 并且从不掩饰这点 秦薇姿的腿 他可太喜欢了 我要回秘密办公室了 晚上的游园会更热闹 根本脱不开身 陈硕问 你的室友们呢 去看篮球赛了 时间应该也快差不多了吧 秦薇姿看了眼手腕 埋怨道 你时间太长了 陈硕骄傲地挺起了胸膛 这话爱听 以后多讲 男人拒绝不了被人夸长 无论是时间 还是其余什么 哎对了 你昨晚在电话里说 莫涵知道何永元告白后 有些失落 真的假的 陈硕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莫涵段位那么高 身边很多条件 比何永元优秀的人吧 秦薇姿语气变得严肃起来 女孩子喜欢一个人 是没有道理的 他人万般好 在我眼里不好 就没用 同样的 别人长得帅 又有钱还会哄人 可莫涵就是没兴趣啊 吊着他们 也只是好玩而已 那何永元呢 他不也是吊着圆圆吗 不一样 那叫考验 妾 你们女人啊 总是能找到 有利于自己的借口 随便了 看他们自己造化 陈硕回了秘密工作室 就这样一直负责指挥 九点之后 随着来游玩的学生们 陆续离开 今天的工作 算是顺利结束了 开门红 陈硕站在桌子上 使劲晃动一瓶香槟 然后喷的一声 瓶子里的酒水 在压力作用下 喷涌而出 各位 各位 感谢大家一天的辛苦工作 陈硕朗声道 我这个人嘴笨 不知道怎么表达 对大家的感谢 闲话少说 本月秘密工作室 所有成员的薪水 三倍发放 五湖 硕总万岁 牛啊牛啊牛啊 硕总 我要嫁给你啊 陈硕看向那名 夹着腿尖叫的男生 冲身旁 何永元三人示意 把他拖出去 什么性别啊 还敢妄图占有我 先不说 这场游园会给秘密APPY 带来了多么大的声势 反正微博上 抄话已经上了 这回不是秘密APPY 花钱 而是明大涛的腰包 抄话里 其他城市的大学生们 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羡慕 明大在今天 成了别人家的大学 大的影响先不说 就说今天摆摊的 那些小吃车好了 招标费用到 实施秘密工作室 和明大队半分 光这笔收入 就已经相当可观 总之 这是一场荣誉之战 赚钱反而是其次的 陈硕就是要用一场 又一场的大型活动 不断地宣扬 通过网络 无时无刻地 向全体大学生们 传递一个概念 潜移默化间 根植入他们的思维 用秘密 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学生 无论社交 娱乐 观影 意或时尚 都得上秘密解决 不要爬上秘密APP的人多了 秘密会崩溃 不 秘密吃得消 因为我们啊 拥有强大的技术团队 朔总 朔总 简佳兴奋地跑过来说道 我约了几个明州财经 明州师范 明州艺术的女生 晚上一起去嗨皮呀 我卡座都订好了 陈硕 这个事情 必须好好跟简佳说一下了 还有余末 你俩过来 陈硕把简佳和余末 叫到办公室外面 看着自己 在秘密APP的左膀右臂 重重叹了口气 我最后悔的是 就是当初请 韦伯那几个人出去玩的时候 把你们也给带上了 原本是为了让你们两个 体验一下成年男人的社交 万万没想到 这竟然成了你俩的社交 简佳语气诚挚 朔总 谢谢你 真的 想想现在 我以前过的是什么 清汤寡水的日子 于莫深以为然 是朔总帮我们打开了 新世界的大门 是朔总 让我们变成了 现在这个样子 陈硕 好好 光我头上丢是吧 你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陈硕说道 以后出事了 怎么办 那些被你们欺骗感情的女孩子 一时间想不开 来咱们学校门口拉横幅 怎么办 他们为什么要拉横幅 就是 我不理解 我们又不可能让他们怀孕 对啊对啊 挨他嘛好有道理哦 反正 陈硕差点都被说服了 合住在你俩眼里 只要不闹出人命 就都不算是事吧 那恭喜你们 还真闹不出来 羡慕应 朔总 去吗 简佳冲陈硕眉 与其庞扶恶魔在地狱 有好几个女孩子 是崇拜您仰望您的 特别希望您能到场坐一坐 你坐沙发上 他们坐你腿上 放心 我们绝对守口如瓶 不跟任何人说 尤其是伊林学姐 这是什么宝藏下属啊 陈硕勃然大怒 你们把我当什么人了 什么我坐他们腿上 他们吃得消吗 明州艺术学院的美少女 这么抗压 老子这么大的块头 他们真可以 那得去看看 说好了 我喝一杯就走 不是因为什么美少女 纯粹是想与明同乐一番 陈硕严肃说道 对对对 硕总啊 您偶尔也要从云端之上 来人间逛逛吗 高处不上寒的感觉 可不好 就是就是 我们要劳逸结合 绝不能亏待了自己 硕总你信我 他们跟别的女孩子 真的不一样 可浪了 这俩真的是 说得好有道理 根本不想反驳 尤其当看见一整个卡座 青春靓丽 各个短裙热裤 望过去一整排的雪白大腿 陈硕就知道 今晚自己来对地方了 黑桃A 给老子开 话说回来 嗨吧这种地方吧 营销比客人多 五尺里别看那么多人 一大半都是来蹭卡的小年轻 根本不花钱 陈硕的一个合作伙伴 就是嗨吧爱好者 后来不知为何也不玩了 听他说是对耳朵不好 他老婆让他别去了 他都听不现 至于后来为啥不去了呢 很简单 他耳朵听不现 他老婆就把他腿给打断了 陈硕还去医院 探望过那位合作伙伴 当时嫂子 正在温柔地给他喂粥喝 一边喂粥一边还问 现在医学可真发达呀 明明是结果手术 竟然还把你耳朵给治好了 这边的医生太厉害了 陈硕在旁边忍不住肃然起敬 还夸赞道 嫂子 这不是医生的艺术厉害 是您厉害 两天的游园会顺利闭幕 陈硕抽空回了趟家 一进家门 陈硕就被客厅里最显眼位置 挂的那幅图给震撼到了 老家伙们肯定有印象 就是两个很好看的混血宝宝 一左一右乐呵 直勾勾地盯着你 妈 这什么玩意啊 陈硕扯着嗓子嚎了声问道 吵吵啥 不知道的 选以为家里不给你饭吃呢 还不容易回来一趟 还大惊小怪的 林静荣挺着已经显怀的肚子 慢悠悠走出来 一只手还捏着个大大的苹果 抬头看了眼墙上的壁纸 你说这个呀 林静荣微笑说道 这还是怀你的时候 你爷爷奶奶买来的呢 说天天看漂亮宝宝 生下来的小孩就会好看 事实证明 确实好看 陈硕简直都无语了 妈 你儿子我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全国优秀大学生 这么高贵的身份 就没熏陶到你一点 林静荣顿时横眉竖眼 小王八蛋你说啥 这是迷信 没有科学依据的 陈硕反驳 如果这样就能生出好看的宝宝 整容医院 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林静荣听完 眉头紧皱 忽然扶着门框 痛苦地低下头 哎呦喂 肚子疼 陈硕被吓了一大跳 连忙跑上前 怎么回事 是不是要生了 我马上叫救护车 妈你撑住 我一定保大不保小 啪 林静荣一巴掌 拍陈硕脑袋上 满脸惬意 别担心了仔 妈妈就是想打你 陈硕 扶着老妈走到沙发旁坐下 林静荣女士笑盈盈看着儿子 丝毫不记得 刚才设计打人的事了 在 最近在学校 有没有心仪的女孩子 妈都想好了 你要是能找到好女孩 就赶紧生一个 到时候多好啊 两个年纪相仿的孩子 一个喊叔叔 姑姑 一个得喊大侄儿 大侄女 我不仅当妈 还当奶奶呢 想想就有意思 陈硕 有室友 就是不知道选哪个 林静荣沉默了会 然后低头温柔抚摸肚子 乖乖不要听哦 你哥疯了 说的都是胡话 我们不听不听 陈硕 前世今生 陈硕拥有过很多身份 游戏里的大喷子 父母的好儿子 爸妈离婚前 女性们的好朋友 下属们的好老板 女网红们的爸爸 他们总喜欢喊陈硕爸爸来着 但前所未有的是哥哥的身份 重生给陈硕带来最大的惊喜 就是自己家里即将迎来的小生命 妈 以后你真得改改这个脾气了 要给宝宝营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陈硕叹了口气 我已经被你养肺了 这个小号 你跟老爸可得上点心啊 可不能重蹈覆辙 林静荣不满道 我怎么把你给养肺了 就说你这张脸 从你出生到现在 因为这张脸受过的优待还少吗 陈硕反驳 你知道这张脸 给我带来多大的烦恼吗 到现在 我走在大街上 还有心态来问我 要不要出道 我说不要 他们说让我别装 那他们评价挺公允的 陈硕感觉自己得理不饶人的性格 就是遗传的老妈 林静荣摆手 先不说这个 咋呀 妈妈老早就跟你说过了 上了好大学 最重要的不是学习 而是在良好环境里 找个好女朋友 以后当老婆 你找到了吗 陈硕错了错手 有些害羞 这个我必须跟您汇报一下 有事有的 但为什么还没确定呢 这个问题要从宏观角度来看 怎么宏观呢 我准备做个PPT 找个好日子 向您和老爸做详细汇报 说人话 挑花眼了 林静荣眉毛一挑 跟你爸一个德性 反正林静荣不会觉得 问题出在自己这边 陈硕就很奇怪 为什么不能是跟您一个德性呢 因为你爸长得帅 好家伙 没想到老妈竟然是个恋爱脑 怪不得当初要死要活 非得离婚呢 合住是感觉自己遭到背叛了 过去了 都过去了 母子俩正聊着呢 老爸陈灵杰 提着菜篮子回家了 看见陈硕后 惊奇地悠了声 你怎么有空回来了 我悬以为你都忘记 还有个家了呢 陈硕摆手 事业上比较忙 就容易疏忽陪伴家人 我会改的 陈灵杰嘴角扯了扯 放下菜篮子 儿子 你蛮会说的 本来就是吗 不信拉倒 现陈灵杰 不断充自己食眼色 陈硕顿时明白了老爸的意思 小声问 是不是想抽烟 陈灵杰点了点头 是啊 好久没抽了 你妈不让 爸 你受委屈了 你知道心疼爸就好 去阳台搞一根 真不瞧 我昨天刚戒烟 老妈临近融乐地不停拍沙发 笑死 陈灵杰 你还想带坏我儿子 做梦去吧 啊不对 做饭去吧 陈硕帮着老爸一起择菜 林静荣看着父子俩 蹲在垃圾桶边上的滑稽样子 露出一抹幸福的笑容 儿子长大了 老公也懂事了 老娘这辈子值了 吃完饭睡个午觉 然后我们去拍全家福 林静荣啃了口苹果 陈硕抬头 去年不是刚拍过吗 你弟弟妹妹当时没出镜啊 他们现在也出不了镜啊 谁说的 林静荣一拍龙起的肚子 这么大个肚子 不就等于出镜了 罢了罢了 现在老妈最大 帮忙做好饭前准备工作 陈硕就回屋躺着了 难得在自己的卧室舒服一下 柔软熟悉的床铺 让多日以来无比疲惫的陈硕 感受到了巨大的温馨和满足 逃出手机 刷回朋友圈 一刷新就看见了高领 是他在办公室阳台躺着的自拍 只露出一双脚脚 手旁是份蔬菜沙拉 没有沙拉版 配文 假期 加班 陈硕看到后 给高领发了微信 小黄金周眉出去转转 你这种有钱人 不是应该到了假期 就全球非购物吗 不然赚那么多钱但傻 高领 妈妈赚钱 还不是给蠢儿子留着 妈妈自己可舍不得花 如母可教 陈硕非常认可高领的觉悟 不过看样子 领妈妈今天很是孤独 虽然她的孤独是常态 陈硕 舒秋呢 她没陪你 高领 她去巴黎购物了 那边在闹罢工 她去凑热闹看了眼 东西就被抢了 护照啥的都在包里 现在被困机场回不来了 六 高领 幸亏我没去 否则就不是劫财 那么简单了 高领 还是加班比较安全啊 陈硕思索了下 来我家吃饭吧 高领 陈硕 别多想 就是吃个便饭 吃完你就走 高领 你拿我当什么呀 陈硕没接话查 发来的位置后 就翻了身 准备小气一会了 这边 高领看着陈硕发来的位置 轻轻翻了个白眼 她是不是觉得 自己记性很差 明明上回这小子 蓝尾炎在家休息的时候 我已经就去过了 怎么可能会忘 陈硕竟然邀请 我去家里吃饭 大概率要跟她爸爸妈妈 同桌吃饭吧 这可如何是好 要拒绝吗 拒绝是不是会显得 很不懂礼貌啊 高领一时间犯了难 赶紧坐起来 喊秘书进来 爱玲 帮我去买一些 孕妇吃的保健品 和护肤品 记住 一定要做好的 吩咐完 高领抬手秀了秀 自己衣服上的香水味 几千块一样似的香水 会不会对孕妇的身体 造成伤害 不管了 先去洗个澡再说 如此这般 如此那般 高领还把身上 那件职业套给换了 卫衣 牛仔裤 翻步鞋 女大学生三件套 而且是那种 温柔清新的女大学生 扎个马尾 留八字刘海 天啊 这谁还分得清 我跟青春女大的区别 做好准备后 高领深吸口气下了楼 金司机靠在车头等待 看见高领笑呵呵 背着鞋夸包走出大楼 还乐呵呵冲 自己打招呼 哈喽啊 金司机心想 今天这是要干嘛去 不会又跟陈硕那小子 去鬼混吧 想到这 金司机不禁忧心忡忡 他其实很担心 因为陈硕的出现 让高领和高明燕的关系 愈发恶劣 当然了 原本就不好 可起码 当初两人 还维系着表面和平 心虚也是年纪大了 高明燕开始逐步的退让 不过按照高领的话来说 不是高明燕懂事了 而是他玩不动了 但如果真的因为陈硕的出现 高领开始有绝对的自信 对抗高明燕 那结果很有可能是两败俱伤 金司机不想看见这种结果 他想看见的是 高领一鼓作气 催哭拉朽的 直接干翻高明燕 毕竟那老小子的所作所为 金司机也是相当不齿的 小领 去哪儿 金司机帮忙拉车门 明知顾问了句 因为爱玲已经开车过来了 从后备箱 提了一大堆 孕妇专用的高档用品 高总 您给的时间太紧了 我只能买到这些 高领又不懂这玩意 认真问 是最贵的吗 肯定最贵 这些东西 直接刷爆了我三张信用卡 高领吃了一惊 什么东西要好几百万 爱玲沉默了会 小声说 高总 我们普通人的信用卡 额度一般就几万块而已 您应该没用过信用卡吧 高领耸肩 你看我像是缺过钱的人吗 金司机在旁边 听得浑身不自在 小领 你到底去哪儿啊 去陈硕家吃饭 出发 当来到陈硕家门口时 高领先是做了几次深呼吸 调整心态 然后按了下门铃 叮咚 门开了 一个长相秀美端庄的 漂亮女人开了门 上下打量了翻高领 问 你找谁 林一您好 我是高领 高领提起大包小包 紧接着说道 您可能不认识我 但您还记不记得 高丘兰 那是我小姑 很久之前 陈硕曾深夜拜访高领 那天她的姑姑高丘兰 来办公室找她 想让高领回家吃顿饭 也就是那天 陈硕得知了高丘兰 和自己母亲的一些过往 当然也不能算过往了 毕竟林静荣 渣女 高丘兰 好耳熟啊 林静荣回头冲厨房喊 陈灵杰 你知道高丘兰吗 陈灵杰在厨房甩锅 大声回应 高中时候 给你送情书那个小学妹 你忘了 她有个在市政府上班的哥哥 校长都卖面子的 这时 陈硕也从卧室出来了 揉了揉眼睛看向高领 这么快就到了呀 妈 这位是高领 我的投资人 我能有今天 全都拜她所赐 高领脸上堆着微笑 心里把陈硕骂了个半死 什么叫你能有今天全拜我所赐 整得好像你现在 过得很差劲似的 我看你过得比谁都舒坦 简直是人生的一须近欢了 哦哦 贵客呀 林静荣没想起高丘兰是谁 但一听是自己儿子的投资人 立刻喜笑颜开 哎呀 来就来嘛 还带什么东西呀 快请进快请进 小姑娘多大了 成年了吧 高领犹豫了下 还是回应道 阿姨 我比陈硕大 林静荣笑眯眯地握着高领的手 大好啊 大最好了 女大三报金砖 我大她八岁 八岁怎么了 阿姨真是个开明的好妈妈 高领心想 而林静荣想的是 你就算大八十岁 也不妨爱给我儿子当投资人啊 越大越好 越大越糊涂 亏了说不定都不会问陈硕来要钱 这边 陈灵杰已经把菜陆续端上了桌 吆喝了声 开饭 开饭 林静荣牵着高领的手 走 你跟我一起坐 高领羞答答地硬了声 坐到了林静荣身边 陈灵杰作为一家之主 自然要撑起场面来 开了平茅台主动举杯 今天是个好日子 家里来了贵客 那个高总啊 以后 我们家陈硕就拜托你多多关照了 他还小 坐得不对的地方 你要多多提点 高领很温顺地双手端起酒杯 叔叔严重了 其实在工作方面 反而是我受益良多 陈硕是个非常优秀的人 和寻常同龄人不同 他有超脱这个年纪的睿智 谁家当爹妈的 不喜欢别人夸自己家小孩 更何况 高领还夸得这么有水平有质量 哈哈哈哈 说得好 来 高总 我干了 陈灵姐仰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随即抓起筷子 吃菜吃菜 尝尝我的手艺 林静荣先给高领夹了只大虾 现陈硕埋头就知道吃饭 立刻教育道 你怎么回事 不知道给小领拨虾吗 你这样是没有前途的 高领盲说 不用不用 阿姨我自己拨就好 不行 必须让陈硕拨 林静荣按住高领的手 严肃说 你是他的投资人 理应让他伺候 社会就是如此残酷 要让陈硕赶紧适应起来了 高领觉得陈硕这个妈妈 真低棒 想到这 高领冲陈硕眨了眨眼睛 瞥了眼碗里的大虾 意思是 你妈妈都开口了 还不给我拨下 陈硕放下碗筷 叹了口气 我奈把你叫到家里来吃饭 这意味着什么你不知道吗 高领听完 心中顿时小鹿乱撞 不会吧不会吧 这么突然的吗 说明我没把你当投资人啊 所以你要自己拨下 陈硕笑嘻嘻地歪了歪头 高领 是我想太多 陈灵杰又端起酒杯 跟高领碰了下 然后问 高总 你姑姑是高丘兰 那你老爸应该就是那个 谁谁谁 叫啥来着 名字到嘴边 就是叫不出口了 陈灵杰不停用手指 戳自己脑门 随即一拍桌子 高明艳 大老板啊 难怪你年纪轻轻 就当投资人了 陈硕看了眼高领 欠他隐隐有些为难 立刻开口 我比较好奇 高领姑姑和你们之间的故事 姑姑给我妈送过情书 这怎么回事啊 陈灵杰哈了声 就算过去这么多年 我也不会忘 那时候他一个小学妹 天天跑我们班来 那时候我跟你妈是同桌 他就动不动找我麻烦 那时候高总 你老爸还在市政府上班 给领导当秘书呢 老师都不敢管你姑姑 你姑姑就成天搞我啊 我悬以为他喜欢我呢 你妈还因为这个吃醋 谁能想到啊 嘿 你姑喜欢我老婆 真溜啊 老姨被玩得真花 不过想想也是 不然咋生出十四亿人 说起高中时代的有趣事 林静荣也来了兴致 和陈灵杰一起回忆青春 高领在旁边 看着这一家三口 啊不对 应该是一家四口 其乐融融的样子 心中无比羡慕 真好 真好啊 这才是一个家庭 应该有的氛围吧 妈 给我盛碗饭 陈硕很快 钱掉了一大碗米饭 两只手几乎同时伸出 去接陈硕的碗 高领 林静荣 糟糕 高领心中暗暗哀嚎 这几乎成条件反射了 陈硕一喊妈 自己的身子 现在就会自动有所回应 陈硕沉默了会 把饭碗递给了亲妈 林静荣一边给陈硕盛饭 一边问 你是不是又在外面乱认妈了 高总这么年轻啊 你可不要乱了辈分 高领急忙摆手 不不不 林一宁误会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林静荣 除非我跟小领一接金兰 陈灵杰 那关系岂不是更乱 高领 领妈妈决定收回 刚才对这个家庭的羡慕 难怪呢 难怪陈硕这么跳脱 脑子里全是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原来不是她的问题 一顿饭吃得很开心 高领陪陈灵杰 喝了一整瓶茅台 喝得无比开心 从家里出来时 陈灵杰还在门口嚷嚷 闺女 下次再来陪叔叔喝呀 你听哥的 咱们老一辈的恩怨 不牵扯你们下一辈 以后你就是我妹 咱俩哥论哥的 陈硕搀扶着高领走进电梯 搂着她低头问 还行吗 高领闭眼点头 还行 还行 陈硕 那让我喝过茅台湖的嘴 是什么味道的 上次是果酒 这次感觉肯定不一样 高领一把推开陈硕 电梯可是有监控的 可不是无法之地 谢谢你今天请我来家里吃饭 高领脸色驼红 笑得很开心 我一个人在办公室无聊 所以才叫我来的对吧 我挺高兴的 陈硕摇头表示 不用客气 这话说的 光你送的那些东西 都值多少顿饭钱了 下次再来哦 高领忽然勾起陈硕下巴 仰头看着她 贪图妈妈的钱财 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小伙子 你准备好付出代价了吗 最久的遇解 最是所求无度 陈硕指了指电梯里的监控 把高领刚才的话还给了她 这里是电梯 不是你的床 下了楼 金司机站在车头抽烟 看见高领醉醺醺的 被陈硕搀扶下来 立刻走上前埋怨 你怎么让小领喝这么多 就不知道拦着点 高领摇摇晃晃 金叔 我自愿的 开心 今天开心 金司机心里五味杂陈 心想 我和爱玲陪伴你多年 难道已经没办法让你开心了吗 真的是一代新人圣旧人 干脆让陈硕 给你当司机得了 想到这 金司机面色不善地瞪了眼陈硕 陈硕 瞅我干啥 金司机 高领 你兄他干什么了 金司机 送走高领 陈硕折返回家 帮着老爸一起收拾了餐桌 父子二人又一起洗了碗 老妈林静荣回卧室午睡了 睡觉前还叮嘱父子二人 洗完碗再把自己也给洗了 别耽误待会出门拍全家福 陈硕看了眼老爸脸上 一闪而过的隐忍 主动叹了口气 哎 老陈总 你说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陈灵杰瞥了眼陈硕 语气不无哀怨 你还抱怨上了 你一天到晚在学校里窝着 隔三差五回来一趟 扮演下孝子 你还委屈上了 我呢 一年365天 天天当孙子 陈硕见老爸快绷不住了 立刻从兜里掏出一包烟地了过去 小点声 别让老妈听见了 阳台 陈灵杰点上根烟 吞云吐雾 然后捂着脑门蹲下 哎呦不对劲 太久没抽了 突然来这么一下子 还有点头晕 陈硕 老爹这日子 过得未免有些太辛苦了吧 陈硕也蹲下 拍了拍老爸的肩膀 给他出主意 养小孩这事 你们也不是头一回了 无非就是头两年辛苦点 等他会走路了 你就能使唤他了 爸 我是被你们给宠坏了 一点家务都不会做 老妈肚子里那个 你们可不能重蹈覆辙呀 三岁 三岁差不多就可以开始 帮你做家务了 陈灵杰简直服了 看向陈硕 你这也太狠了吧 好歹也是 你亲弟弟或者亲妹妹 陈硕给陈灵杰权利弊 反正老妈是不可能做家务的 我又不在家 我念完本科念硕士 念完硕士念博士 念完博士 我也不回来 那你说 家务谁做 苦一苦弟弟妹妹 骂名我来背 陈灵杰沉思片刻 赞许地冲陈硕 竖起大拇指 宰呀 你小子是有点资本家的本事 在身上的 不过老爸 对一件事抱有疑惑 陈硕把一支香烟 放在鼻尖下嗅了嗅 随口问 什么 陈灵杰 你考得上博士吗 博士先不提 你考得上硕士吗 什么话 这叫什么话 我要向我的律师 亲爹也不能名誉诽谤 下午时分 陈硕洗香香后 开着车领着爸妈去照相馆 老爸做副驾 老妈做后排 一家四口整整齐齐 陈硕握着方向盘 忽然有些恍惚 不知不觉 自己也成了可以开车带爸妈 出去玩的大人了 再过个一两年 还会有个小兔崽子 跟在自己屁股后头 奶生奶气地喊哥哥 哥哥哥哥 再过个几年 那个小兔崽子 会来问自己 这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哥哥 哥哥这道题怎么做呀 再过个十几年 那个小兔崽子 就会来找自己 这个超级富有的哥哥 哥哥 哥哥 这个法拉利 我觉得很符合我的气质 再过个二十年 那个小兔崽子 会领着男人或者女人 来找自己 哥哥呀 他 他 才不是什么穷小子 穷小妞 人生 真是奇妙啊 副驾驶的陈琳杰 也是非常的骄傲 摸了摸陈硕这辆宝石节 回头对林静蓉说道 你丑丑你丑丑 当初要不是我义无反顾 一意孤行 一厢情愿的 把钱全部给了儿子 他能有今天 林静蓉醋眉 你个老东西 眉文化就别拽成语 一厢情愿 是这么用的吗 当然是了 说明我是打定主意 要投资儿子的 陈琳杰感慨万千 当初在KTV 看见我家乖仔 在当服务生 我当时做父亲的责任感 就涌现出来了 直接甩出银行卡说 儿子 拿去花 我陈琳杰的仔 怎么能在这种地方打工 待会别被带坏了 陈琳杰用眼神 示意陈琳杰 别再说了 可陈琳杰一意孤行 一厢情愿 果不其然 林静蓉缓缓缓坐直身子 微笑问道 老公 你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会在KTV啊 陈琳杰 林静蓉望向陈琳 你解释一下 陈琳连忙说道 妈 我是在打工 我没带鬼混 陈琳杰 老婆 他们都叫了 就我没叫 我嫌脏 照相馆 化妆师不停 往陈琳杰脸上扑粉 想要遮盖 他脸上淡淡的红印子 叔叔 你是不是过敏了呀 陈琳杰 瞥了眼旁边 淡定自若的林静蓉 忙不迭点头 对对对 我过敏 过敏 陈硕乐的捧腹大笑 爸爸请放心吧 你这辈子进不去的KTV 由儿子来替你玩穿那里 今晚就去 今天的拍摄的是国风 陈硕和老爸 都换上了糖装 老妈穿了件旗袍 端庄优雅 一家人的超高颜值 引得摄影师赞叹不已 说是他从业以来 拍过最好看的一家人了 听到这话 陈硕忽然担心起来 一般来说 如果投胎太优秀 第二胎就会很普通 智商一般也就算了 毕竟不开口看不出来 可要是老妈肚子里 这个颜值也很一般 怎么办 这走出去 谁信是一家人啊 林静蓉一只手扶着肚子 一只手揪着陈硕耳朵 微笑说 妈妈知道 你吃醋 但妈妈希望 你不要拿弟弟妹妹的颜值 开玩笑 哟 这是说到您心砍上了 陈硕哀声叹气 那我这不是未雨绸缪吗 摄影师看着耍宝的一家三口 笑眯眯说 OK 爸爸妈妈 还有帅哥儿子 请看镜头 帅哥儿子 请把手搭在爸爸妈妈的肩膀上 对对 就这种拥抱父母的感觉 对 请大家看镜头 完美 陈硕打定主意 等弟弟妹妹出生了 一定要再来拍一次 那才叫真正的一家人 就要整整齐齐 看着电脑屏幕里的全家福 陈硕发自肺腑的感慨 原本我还不信 可自从发财之后 我才愈发明白那句话 赚多少钱才算多啊 一家人整整齐齐 平平安安才是最重要的 身的爸妈 我赚够五百亿就收手 林静荣 陈硅洁拍了拍自己儿子的肩膀 也不忍打击他 你还年轻 五百亿不够 三千亿吧 这样你一千亿 你妈一千亿 我也一千亿 这才叫真正的一家人 整整齐齐 陈硕指了指老妈的肚子 这不还有一个吗 不够分啊 林静荣说道 没事 你和你弟弟妹妹还小 两个人分一千亿就行了 钱到时候放妈妈这里 妈妈替你们保管 等你结婚了再给你 你当压岁钱呢 在精修照片的工作人员 心里翡策 心想 今天接待的这家人 都是什么活宝啊 第二天 陈硕在秘密办公室的办公桌上 就摆好了一副相框 正双手捧着脸 观摩照片里帅气的自己时 手机响了下 何永元 阿硕 你在办公室吗 我过来坐坐 陈硕 来呗 何永元很快出现在了 陈硕的办公室 这次还不是空手而来 左手两条滑子 右手两平茅台 干嘛 干嘛 你干嘛 陈硕急忙起身 结果香烟和茅台 生怕何永元反悔 来都来了 你还带什么东西啊 给你的 都是给你的 何永元坐下 我爸让我给你带的 说是求人办事得提点东西 否则人家都不乐意献你 陈硕把滑子和香烟放下 警惕看着何永元 办事 办什么事 我这里又不是行政中心 他不会想让我帮忙去提亲吧 何永元 爹 你听听在拒绝呗 他怎么知道我要拒绝啊 算了 不且听听吧 陈硕从冰箱里 给何永元拿了瓶冰红茶丢给他 问 啥事 何永元拧开冰红茶灌了一大口 然后很郁闷地开始倾诉 阿硕 你说我一个堂堂富二代 大清早地说啥梦话呢 何永元接着说 我堂堂一个富二代 还没毕业 老爸就在市中心买好了大平层 前两天还问我 要不要车子 两百万以下随便挑 不是哥们 你这就没意思了 真的 大家都觉得你是个逗逼 没想到 你还是个有钱的逗逼 啥好事都是你的呀 不过陈硕却听得眼前一亮 咱爸工程款下来了 你咋知道 都说了咱爸了 何永元重重叹了口气 我给拒绝了 女朋友都没有 我要那么好的车干嘛 装逼给谁看啊 阿硕 你说为什么我找不到女朋友 陈硕仔细想了想 回答 可能你不够帅 你也知道 大学里的女孩子 都是很肤浅的 她们只知道 看那些表面上的东西 等你毕业进社会就好了 到时候你才知道 自己有多吃香 因为社会上的女孩子 能一眼看穿你的倔强 穿过你的身体 看见你的大平层 和两百万的豪车 何永元 郁闷地拆开自己 带来的一条滑子 何永元点上烟 我要那种看中物质的女人干啥 上次缝木的话 倒是提醒我了 确实 我不能再荒废青春 我要振作起来 陈硕翘翘起二郎腿 那你去考研呗 冯木要在明大读八年的书呢 有的是时间跟他斡旋 考研先不提 我想先跟在你身边学点东西 就像我爸说的 人情世故之类的 何永元叹了口气 这样子的话 等以后我毕业接我爸的吧 也不会像个白痴一样 啥都不会了 陈硕沉默了会 思索片刻后 抬头问何永元 为啥突然想到这个了 如果何永元想跟着自己干 那陈硕老早拉他入伙了 圆圆这哈子 虽然长得不够帅 零花钱不够多 还爱吹牛逼 但本质上还是不错的 毕竟他有大平层 一下子就把这人看顺眼了 何永元以为陈硕不答应 盲说道 我不要工资 就是想跟你学点东西 诺 这是学费 以后每个月都有 这些我都能找我家老头子报销 我爸可支持我了 陈硕推脱道 这多不好意思啊 何永元 都踏马哥们 跟我客气这个 所以 一个女孩子真的能让男人奋发图强吗 现在看来 确实是的 陈硕刚开始 搞嗨思直播时 不就是通过各大夜场业务经理 把好多红牌的微信搞到手 然后让何永元挨个去谈 别说 当初还真被他谈成了不少 事后 何永元也没跟陈硕要任何报仇 纯荡一乐呵 当然了 陈硕也包了何永元一个月的饭钱和烟钱 不让自家兄弟吃亏 你去帮我跑市场吧 陈硕直接了当说道 秘密APP马上要开放商城板块了 最近社交圈分享的反响不错 陆陆续续已经开始有不少网红入住 今后各类品牌谈合作肯定非常多 这件事 你可以协助我一起 你老爸是干工程的 这个行当吧 什么勾心斗角没陷过 你从小耳濡目染 这方面有天赋 我也看出来了 何永元想也没想一口答应下来 行 以后但凡我独立谈成一次合作 我就给你送一次脸 陈硕 别人给自己跑业务 陈硕得发工资发绩效 远远给我跑业务 还道天 陈硕拉着何永元不撒手 别喝冰红茶了 你这个身份 当次喝什么冰红茶 刚才说的话都做数吧 立字句 不是兄弟我不信你的为人 实在是怕你日理万机给忘了 何永元却表现得非常忧心忡忡 问道 阿硕 你说我能成功吗 陈硕斩钉截铁的安慰 肯定可以的 你相信我 我这个人看人很准的 何永元 你在看华子 不 我在看你 那你踏马 好歹眼珠子朝我这啊 陈硕很快就把何永元带到了简家那边 让他们可以开始组建市场团队了 秘密今年度的目标就是 干翻某红书 大牌没意思 适合大学生和年轻人的 肯定是那种轻奢品牌 既能满足虚荣心 钱包上面也不会有太大压力 毕竟年轻人都是特立独行的 因为穷买不起奢侈品 所以转移目标到小众品牌上 还可以给自己 搬个不走寻常路的标签 一举两得 后世的德物 不就走这种路线吗 随便一吵 听也没听说过的原创品牌 一件卫衣就敢卖几百上千 根本没把消费者当人看 不过 这也是和网红经济相辅相成的 因为有了网红 那些原创品牌才有活路 才能带动销量 目前而言 网红的主阵地还是微博 但我们目前社交圈板块的支柱 还是之前那些校园明星大赛的选手们 如今业务拓展了 那点人数不够看 所以在暑假之前 第二次校园明星大赛 就要准备筹备起来了 这次我们要放眼全国 在微博和秘密两个平台 接受报名 第一名奖金 还是五十万 何永元这小子 貌似真挺伤心的 拿这个小本本 认真在继承说说的美句话 一旁简家提醒道 圆圆 你和朔总是室友 忘了啥回寝室再问呗 何永元摇头 严肃说道 生活上我们是兄弟 工作上他是我老板 你见过哪个下属 总问老板交代了啥事的 简家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简家愣了下 真糟糕 我竟然犯了职场大计 赶紧跟朔总承认错误去 清亮来 这很有可能影响仕途啊 何永元 之前真的是我小瞧你了 合上笔记本 何永元站起来 朝办公室里望了眼 见陈朔正端着 一个茶杯 一边喝茶 一边拿着手机对话 在办公室内来回踱步 他身后墙上挂着一幅字画 天道酬情 站在字画下的陈朔 浑身旁復 都散发着一股睿智的光芒 何永元心想 如果哪天 我能有阿硕三分之一的风范 到时候 不管冯木还是墨涵 都会忍不住倒贴吧 如此一想 动力十足了呢 简家 我们什么时候 开始筹备第二届校园明星大赛 和市场推广的品牌对接 简家愣了下 那个啥 我还准备跟朔总去承认错误呢 这个不用急 晚上我会以兄弟的身份 去帮你说情的 走走走 开始干活 陈朔这两天再忙一件事 生放送那边终于坐不住了 郭正云留下的班底 要搞MBO管理层收购的事 沸沸扬扬 原本已经敲定的声 放送玻璃A站 成立斗鱼的事 也因为这个暂时搁置 陈少杰到处打探 终于得到了一丝风声 是嗨思直播的老板在搞事情 但他没有证据 所以只能亲自来一趟明州 和陈朔面谈 对于陈少杰 陈朔从没得想过 拉他入伙 这小子 后来都进去采缝纫机了 要是把他留下来 鬼知道 后面会整出什么门额子 给笔钱打发他走 才是上上之策 这也是唯一阻碍生 放送管理层收购的人 搞定他 就一切万事大吉 陈朔给王思妍打电话 他今天刚从首都回来 还帮李子柒对接好了一些资源 忙到不行 陆总监啊 忙坏了吧 晚上哥带你出去吃饭 穿好看点 职业套安排上 哦对了 一定记得穿黑丝 王思妍英文名陆希 只是从高明燕的公司辞职后 他就觉得 这个名字训报了 也不许嗨思直播的人这么喊 现在就陈朔 还敢这么称呼他了 见陈朔对自己的要求这么细致 王思妍一度认为 今晚自己要被职场潜规则了 说实话 还挺期待的 王思妍犹豫了下 问道 朔总 那一方面 你有具体要求吗 陈朔 我就是需要个成熟性感的郁姐 荡一下秘书 来彰显自己高超的品位 以此在陈少杰面前 建立绝对的心理优势 你他妈把老子 想成什么人了 虽然陈朔义正言辞 光明磊落 严肃地批评了王思妍 想走职场捷径的心思 同时褒奖了他 一切为老板考虑的良好做派 但女下属穿什么风格的内衣 作为老板 原则上是不方便介入的 嘴上虽然这么说 陈朔也对王思妍没啥想法 但如果他真信了 那这娘们的路 可就走窄了 挂了陈朔的电话后 王思妍缓缓从床上爬起来 双手抓了抓大波浪的长发 下床走到衣柜前 拉开装内衣的抽屉 里面琳琅满目 五光石色 样式繁多 没加入嗨思直播前 在高明燕的公司 就是年薪五十万的行政主管 对于穿着 他是有讲究的 本来性感内衣就比较多 王思妍翻了翻之后 选择了一套黑色蕾丝的内衣 这套内衣 比较夺人眼球的设计就在于 内内在腰际有一圈蕾丝袋子 穿上会会环绕整个腰际 视觉效果极为突出 就这套吧 有备无患 万一用上了呢 王思妍心想 王思妍这位玉姐 向来秉持男人越年轻越好 像高明燕那样的 虽然长得好 但他年纪大呀 靠近就感觉有骨子老人味 恶心死了 哪像朔总这般年轻力壮的 一靠近满满都是荷尔蒙的超强气息 旺盛的生命力 给人的感觉是耳目一新的 洗澡 换装 站在镜子前 王思妍踩在椅子上 慢慢将黑丝抹上大腿 然后依次是绸缎材质的 白色衬衫和黑色包囤裙 经典搭配 永不过时 永不出错 要不要把头发盘起来 盘吧 有备无患 于是 王思妍将大波浪盘起 一缕弯曲的额前长发 垂在脸颊一侧 平添了无限的成熟韵味 女人和女孩 是完全不同的物种 裹着黑丝的双脚 踩在柔软的姚立荣地毯上 王思妍看着镜子里 精致艳美的自己 缓缓吐了口浊气 要是今晚朔总喝多了 比较暴力 怎么办 应 想想都冒泡了 这样静心打扮 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没等多久 王思妍就等来了 陈硕的电话 我在你家楼下了 赶紧下来 收到 以前的奴才喊渣 当代奴才喊收到 陈硕坐在车内 脑子里正思索 今晚该如何压制住 陈绍杰 余光一瞥 就看见王思妍 从楼道里走了出来 包臀裙 使他原本就优越的 腰臀比更加明显 长款设计走起路来 能看见大腿的形状 这骨子韵味 没别的捷径可走 就是靠岁月沉淀出来的 陈硕形象 拉开车门 王思妍用非常典型的姿势 屁股先挪上座位 然后两条腿抬起收进来 所以映入陈硕眼帘的 就是一轮魂圆饱满的大屁股 跟卓玲玲的不同 卓玲玲完全是 天赋属于天才型选手 而王思妍 这是完全长开后的女性之美 外加长期的锻炼 陈硕暗暗心想 这位丰满玉姐 平时在健身房 肯定没少练深蹲 硕总 我怎么样 王思妍一上车 期待地看向陈硕 陈硕微微点头 还行 对付凡夫俗子足够了 对付我这种 陷多了大风大浪的男人而言 也足够了 王思妍 之前在高明燕的私人会所里 高明燕是直接表明 想让陈硕当他女婿的 也就是说 陈硕和高明燕的独生女高龄 肯定有着不俗的关系 秘密APPY就是高龄投资的 也不知道这俩人走到哪一步了 出发 陈硕启动车子 抵达了陈少杰下榻的酒店 酒店内设茶室 陈少杰已经在包厢里等待了 他隐隐有些激动 非常渴望 现一现待会要出现的 嗨思直播老板 迄今未知 连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这位凭一己之力 掀起行业狂潮 引领行业时尚的人 其为擦边事业做出的贡献 是绝对无庸置疑的 陈少杰觉得 对方应该是个女人 不然女人为什么如此清楚 该如何利用女性的优势 做出那么多魅惑的动作 和舞蹈姿势 动动 敲门声响起 陈少杰立刻起身 随着服务生推门而进 陈少杰就看见了一个长相英俊 极为年轻的男人 率先走进包厢 紧随其后的 是一名成熟美玉姐 这位想必就是朔总了吧 百文不如一件 果然是个绝顶美人 想必只有朔总这般的大美女 才能完完全全了解 如何让女性更加魅惑 更加美好 陈少杰一口气 把刚才想好的文案脱口而出 然后迫不及待地 去和王思妍握手 好漂亮 真漂亮 好大 真远 陈少杰看着王思妍 心想实在不行 待会我就用美男计吧 我们男人为了事业的腾飞 也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同时享受享受 嘿嘿 王思妍一听陈少杰的话 就知道这小子误会了 微笑说道 陈总 您可能认错人了 这位才是朔总 我是嗨思直播行政总监 兼朔总的行政秘书 王思妍 谁 陈少杰错愕地 看了眼那个笑音音的年轻人 就在刚刚 陈少杰主动出击张嘴这位 想必就是朔总的时候 他明明就主动 让到一边了呀 否则自己为啥会如此笃定 王思妍就是陈硕 虽然陈硕这个名字 听着像男的 可谁也没规定 女的就不能叫陈硕呀 相比较让陈少杰相信 眼前这个矛头小子 是陈硕 他更愿意相信 陈硕是个美玉姐 朔总 陈少杰看向陈硕 你是 陈硕 陈硕微笑 主动伸出手 对 我就是陈硕 嗨思直播的老板 秘密APP的老板也是您 陈少杰不可思议地问 陈硕笑容更甚 陈总情报工作 做得很到位吗 没想到连这个都知道 这话嘲讽味太浓了 我连你是男士女都不知道 你竟然说我情报工作 做得到位 硕总请入座 陈少杰侧身 邀请陈硕和王思妍落座 正准备亲手泡茶时 又被陈硕喊停 陈总远道而来 这种事 就不要亲力亲为了 陆谢 你来泡茶 陈硕看了眼王思妍 王思妍微笑点头 对陈少杰说 陈总 您和硕总专心聊工作就行 我来不茶 这方面 我也小有研究 看美女不茶是一件 非常赏心悦目的事情 更何况王思妍的双手 修长白皙 翘着兰花纸拧木架的动作 看得人心痒痒 用这么个性感美淑女当命说 这小子肯定玩得很花 陈少杰暗暗心想 本来就猜测 硕总一定是个 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所以才会有如此多的奇思妙想 可万万没想到 朔总竟然这般年轻 陈少杰微笑说道 此次明州之行 能够亲眼见到朔总 就是我最大的收获了 年轻人吗 先捧一下 顿了毒 陈少杰继续恭维 能认识朔总 我很高兴 陈少 那你说说你有多高兴 陈少杰 不是哥们 你还当真了 王思妍在旁温柔一笑 对陈少杰解释 对不起陈总 我们家朔总年少有味 才华横溢 所以性格里多少带着点桀骜不逊 您请见谅 您不见谅 我们朔总也不会改的 等等 我们家朔总 这难道是个家族企业 嗨似直播 只是一个庞大产业链中的一项吗 陈少杰不敢确定 于是继续试探 他表现得无比随和 笑眯眯说 这个我理解 但凡有才华的人 哪个不是无比傲气的 更何况朔总还这么有才华 陈硕抬手 微笑道 陈总 你远道而来 肯定不是为了 说这些场面话 我们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声放送脱离A站 更名为斗鱼 并且进行MBO收购 你赞成还是反对 陈少杰是个很典型的商人 而且喜欢打太极 我就是为了这件事而来的 朔总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很明显 且很简单 包括郭正云团队的五人 形成斗鱼脱离A站 独立运营后的最高管理层 谁来当这个董事长 我还需要考虑 但可以明确告诉你的是 MBO肯定会推进 一切资金 我也准备好了 陈少杰摊手 既然朔总一切都考虑好了 我听朔总的就是了 MBO我这边需要出资的金额 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需要去筹措 陈说笑而不语 看了眼王思妍 彭复在说 这小子听不懂人话 王思妍依然和煦一笑 右腿放下 左腿再搭上去 简单一个动作 风韵无限 他微笑对陈少杰说道 陈总 我们家 朔总平时 致力于两个平台的业务发展 家里委托我来协助朔总 进行些商业上的往来 我替您翻译一下朔总的话 朔总的意思是 MBO 没有您的份 按照您的职位和股权比例 新形成的斗鱼管理层 会将收购您手中的全部股份 王思妍亲自给陈少杰递了杯茶 当陈少杰伸手去接时 王思妍轻飘飘地挪了挪 错开了位置 陈总同意了吗 陈说在一旁看得心满意足 无愧是自己看中的女人 装逼的本事 有老子几分真传了 不过就是在车内叮嘱了几句 王思妍就能做到这种地步 实在超出了陈说的预期 下属表现得如此优秀 作为老板自当有所表示 要不奖励他一下 就在陈说思考 如何奖励表现突出的王思妍时 对面的陈少杰也在思考 他要把老子踢出排局 这小子 好大的口气啊 不对 他肯定有所屏障 否则就算年轻气盛 坐拥两大平台疯狂捞精 也不可能这么肆无忌惮 陈少杰点上根烟 看向陈说 当初我派郭正云 来跟朔总您洽谈收购的事宜 郭正云回来之后 只是说您直接拒绝了 后来旁敲侧击之下 我才知道 原来您是看不上 那一个亿的收购价 反而以为 是我们要卖声放送 愿意直接出一个亿 陈说笑了 你们现在还是支持这个价 哦对了 你们那边的主播 最近跳槽频繁 各个平台都在挖人 说实话 大煞将轻了 陈总 陈少杰心中漠然 A站管理混乱 顺带着声放送这边 也沾染了陋席 如果不能及时玻璃出来 即使声放送 成功转变为斗鱼直播 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了 如果自己拒绝了陈说的提议 那么可以预见 陈说会一直干扰 声放送玻璃A站 直到把声放送活活 拖垮位置 到了那种地步 就算自己依然是斗鱼的掌舵人 又有什么用 捏着一个半死不活的平台 又弹劾大展拳脚 不如接受陈说的条件 拿着一笔钱跳出声放送 自己搞个直播平台 从小做大 慢慢开始 陈说不也是从无到有 把嗨思直播 搞出了如此大的名堂吗 另外 最让陈绍杰忌惮的是 眼前这个年轻人背后 肯定有股神秘力量 否则他不会如此嚣张 而陈说身边 这位叫露西的美淑女 就是那股神秘力量 派在陈说身边的保险 一根烟抽完 陈绍杰将烟蒂掐灭 权衡利弊后 用很短的时间做出了决定 那 门说总 我们开始谈价格吧 我愿意退出声放送 拿钱走人 很多时候谈判 就是这么简单 当初未来的礼宾去找京东刘要钱 东哥很快就同意投资了 这种大佬在正式会晤前 早就通过各种渠道相互试探 并且得知了对方的底牌 还是那句话 小市会上做决定 大市会下做决定 上会了 不过就是走个流程罢了 恭喜你硕总 年仅十九 就拥有三家平台了 您绝对未来可期 陈绍杰起身 主动伸出手 祝您前途坦荡 陈说微微扬起下颚 露出了一个自信的笑容 那是必然的 他绝对大有来透 陈绍杰越发笃定 惹不起 惹不起 我还不能拿钱走人吗 看来陈说背后的那股势力 做事还算公道 起码还给自己一个体面的立场 要是陈说能看透陈绍杰的内心想法 非得笑死不可 不是老子 不想让你净身出户 实在是目前来说 力量不够 否则你能从我兜里把钱拿走 别开玩笑了 做事就得有舍有得 对我们有钱人来说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就不用考虑 别的有风险的办法了 那些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的蠢货 早就忘了 赚钱的初衷是什么 后续就是法务的事了 陈说不需要过多的关注 离开酒店 陈说实质转着车钥匙 看了眼王思妍 没想到 你演技这么好 直接把老板我烘托成了神秘家族 在外历练的大少爷 活挺好 下回有机会还找你 走吧 送你回家 王思妍听到 陈说要送自己回家 心中稍微有些失落 那我腰上的蕾丝 岂不是白馋了 不过王思妍好歹是个 在职场摸爬滚打出来的鬼灵精 即便有些不甘心 但表面上是不会表现出丝毫来的 但这岂能逃过陈说的火眼金睛 只要一眼 我就能知道 你有没有冒坏水 陈说心想 王秘书 虽然你很好 在秘书当中也算是翘楚了 换任何一个老板 都会恨不得立刻把你给办了 实现老板的终极目标 有事秘书干 没事干秘书 毕竟漂亮秘书钻 办公桌下面办公 是每个老板的梦想 可惜啊 你这个秘书 在我所认识的秘书当中 不能说不好 只能说稍训几筹 论超有魅力的秘书 舍先天 为王人身体胜输其谁 车呢 陈说驾驶着车 原本是双手扶方向盘的 扶了会之后 他开始单手握方向盘 右手放下去摸档吧 余光之下 就看见王思妍 下意识地 把那双黑丝眉腿 朝自己这边凑 陈说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心想 这也太懂事了吧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呗 反正王思妍还低头在看手机 也不知道在看什么 谁能知道 他是有心还是无意的 既然如此 陈说又抬起手 过了几分钟后又放下 很稳健地放在了王思妍的腿上 这当把 竟然还有加热功能 还是真提的 还挺有弹性 陈说赞叹道 王思妍 陈说笑了 哟 摸错地方了 对不起啊 嘴上说着对不起 但手却没有挪开 陈说这狗东西 既然还能面不改色地 跟王思妍谈工作 我让你帮李子柒 找视频制作方面的老师 你找得怎么样了 已经物色好人选了 等李子柒来明周后 就可以带她去拜师 王思妍不愧是职场老白 也是不动声色的 还表达了自己的疑惑 朔总 其实 按照平台目前的水平 造型于我们而言 不是什么难事 为什么您要倾注 那么大的心血投资李佳佳呢 它有什么不同吗 陈说思索片刻 如果非要找个理由 那就是玄学吧 玄学 说白了就是命 李佳佳有大红大子的命 所以我选她 娱乐圈也有这个说法 所以小红靠捧 大红靠命 资本可以把你推成流量 但想当真正的顶流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那条好命 就说让大众调侃的昆昆 他在那档选秀节目中的历程 真可谓是拿了大男主剧本 而后来绯闻缠身 一度要跌落神坛 是谁出现 力挽狂澜 妈的黑了那么多年 竟然还黑出感情了 黑红也是红啊 只要表情包依然流传 昆昆就不会过气 这就是命 陈硕当然可以把李子柒的模板 照搬到一个形象更好的女孩子身上 但谁能保证 这个被选中的人 可以复刻李子柒的成功 不是重生了 就能运筹帷幄 将一切都固定在自己的预期之中的 反而重生给陈硕带来了更大的震撼 那就是相信命运 是他的就是他的 想强也抢不走 有时候人啊 真的干不过所谓的命运 那是无数巧合构造而成的 专属于你的命格 摸摸腿 顺风又顺水 陈硕心情大好 硕总 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 王思妍提议 陈硕摇头婉拒 算了吧 明天我还要上课 哦对了你还不知道吧 我已经当选全国优秀大学生了 你见过哪个优秀大学生乔课的 所以我不能喝酒 那 陈硕打断王思妍的话 王总监 我知道对于你这个年纪的女性而言 我拥有致命的诱惑 但对不起 我是个有原则的男孩子 在无法确定你是个懂事的女人之前 我无法对你做出格的事 他可真理性啊 王思妍心想 好吧 硕总 我认可您的话 顿了毒 王思妍苦着脸说道 所以 你能送我回家了吗 你已经在我家小区绕了三圈了 真假的 我都没发现 陈硕尴尬的摸了摸鼻子 十分抱歉地说 对不起啊 摸上瘾了 你这丝袜手感不错 什么牌子的 不用送我 我那多的事 都装不下了 把王思妍送到家楼下 陈硕直接回了寝室 一进寝室 陈硕就看见白装和江恒达 躲在角落里 很是畏惧地看着何永元 圆圆坐在书桌上 前面摆着笔记本 打开了的表格 上面是各个 要对接的品牌商家 认真 无比的认真 陈硕甚至从圆圆身上 看见了 鸟鸟掀气 卧槽 你烟灰刚不灭的 陈硕吼了声 何永元这才反应过来 一口老弹吐 进手旁的一拉罐里 顿时烟灰见了他一脸 忙糊涂了 何永元擦了擦脸 看向陈硕 羞涩一笑 阿硕 原来奋斗的感觉这么好 旁服让我回到了 当初高三那一边 回来了 那种感觉回来了 陈硕也震惊了 不是吧圆圆 你来真的 原本以为何永元 是三分钟热度 发现跑市场 事件苦差事后 就会放弃 没想到 他竟然还真上心了 何永元摆手 我准备 明天去商学院蹭课 学一学市场营销 那边好像开了 互联网商业生态的课程 白妆听不下去了 冲上来抱着何永元 悲愤大喊 约约你怎么了 回来啊 把原来的自己展现出来啊 你这么奋斗 让我们 还咋心安理得的摆烂 江恒达唾气道 你有脸说他 你踏马的 不是一天到晚 在准备雅思吗 你不是要去哈佛吗 不行 我不能眼睁睁 看着你们独名笑发大财 我也要开始上镜了 不是哥几哥 你们干什么啊 你们都这么上镜了 我以后还怎么嘲讽你们啊 等等 你们不上镜 献我如井底蛙关天上月 你们上镜 献我如一颗皮肤望青天 众人 装完逼就跑 是陈硕一贯的做派 蹲在马桶上放松 一一宁给 陈硕发了微信 一一灵 过两天就是圣叔姐姐的生日了 我准备送她一份礼物 你觉得什么比较合适 陈硕心想你俩这对同人文大佬 当然是送她一篇顶级制作最合适啊 可惜不能说 陈硕 就送女孩子喜欢的小玩意呗 到时候和开心了跟我说 我来接你 然后我们去酒店开心一下 一一宁 呸呸呸 不安好心 简单调戏了下一一宁 陈硕心情大好 提起裤子往外走时 忽然灵光乍现 圣叔生日 虽然他没有邀请老子 但老子得有所表示啊 于是 陈硕立刻打开电脑 登陆QQ 找到圣叔的马甲 圣明兰 他之前写的那篇 陈硕和一书的故事 非常精彩 要跟陈硕的马甲说 希望陈硕来续写 好好好 我知道该送你什么礼物了 白庄和江恒达 被突然上进的何永元 给刺激到了 也开始发愤图强 我作为全国优秀大学生 真的做了个 非常好的表率作用 这就是证明 陈硕看着下面三位 认真学习和工作的室友 内心生起了一股 浓浓的自豪感 咔嚓 陈硕拍了张照片 发给学生慧宣传部部长 在微信上跟他说 柳依依 这是我们请示 在茶余饭后的休闲娱乐 大家争分夺秒的学习和工作 绝对不浪费一丝光阴 当然了 都是在我的引领下进行的 我认为 宣传部完全可以 根据此真实事件 写一篇通稿 以此激励全校师生 哦对了 文章中要隐晦的表露 这都是我的功劳 不可以太明显 太明显的话 会让人觉得 这篇文章 是我支持你写的 柳依依 这个问号什么意思 陈硕 没空写吗 算了 我自己来吧 写完你 负责上传公众号就行 柳依依 陈硕心想 宣传部这些搞文学创作的 都蛮高冷的 自己打了这么多字了 他就回几个标点符号 但陈硕向来尊敬文人 也很体贴他们的 可如果到时候 文章写出来 他不给上传 那老子就要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地下学生会主席 金灿炎 金灿炎是个什么东西 陈硕当然不会 亲自动笔写这种东西了 自己写夸自己的文章 这也太不要脸了 硕总做不来 于是他立刻联系了 自己的专业代笔 之前在微博上收编的 那位大手子 色剧 写两篇文章 一篇夸我的常规文 一篇我上次发你的 那篇刘备文的后续 大手子 收到硕总 夸你的常规文明天给你 那篇刘备文的后续 我现在就能给你 大手子 上次你发我之后 我真的私如泉涌 大碗就搞了一万字出来 请您鉴赏 说完 立刻发来了一个文档 陈硕扭头看了眼 全神贯注工作学习的 何永元三人 然后默默爬上床 盖上被子 翻了个身 十几分钟后 陈硕长舒口气 汗流加倍 专业人士就是不一样 一出手就非同凡响 你马打就这么身临其境呢 思索片刻 陈硕给外号 未色剧的大手子发消息 我还要拜托你一点事 来自二创 把陈硕和一硕的身份 辩议下 陈硕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一硕呢 学校的行政老师吧 师生吗 色剧发来一个大拇指 这个我说 没问题 真棒 安排完这一切 陈硕嘴角上扬 坏笑不止 圣秘书啊 圣秘书 平日看着人五人六 光鲜亮丽的恶 背地里竟然还好这口呢 满足你 狠狠地满足你 谁让你是一一宁的好闺蜜 谁让你是我必须拍马屁的校长秘书 原本以为你小子 一天天气血不足是伺候领导伺候出来的 原来啊 问题是出在这 你这好色之徒 只会让你每天过得浑浑噩噩 快清醒一点啊 混蛋 点击 发送 陈硕披上大姐姐的马甲 在QQ和圣书对话 圣明栏 看你的资料显示 你的生日快到了 姐姐也没什么好送你的 就送一篇陈述和圣书的续写吧 祝你生日快乐 叫职工宿舍 圣书刚洗完澡 裹着浴巾打开了电脑 准备找部电影看看 没想到就迎来了意外之喜 陈述和圣书 想想就羞死人了 圣书心想 自己和陈述的事 怎么还把一一宁这个无辜的人牵扯进来了呢 大家那么好的闺蜜好姐妹 我竟然还写这种有被人伦的东西 可如果不有被人伦 那么这种文章 还有何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其实圣书最近已经很收敛了 因为在几天前 也就是陈述的游园会 圆满落幕的那段时间 胡校长还关切地问了圣书 小说 你怎么总是 一副气血不足的样子呢 是不是身体太虚了呀 要不要去明大副鼠医院看看 那里有几位很不错的中医 请他们给你开几天要补一补 于是圣书就去了 在此之前 他没看过中医 觉得这玩意就是唬人的玩意 把个麦你能摸出来傻呀 圣秘书是跟着胡校长来明大的对吧 原来在首都 现在和男朋友两地分居了 慈眉善目的老中医笑眯眯问 圣书摇头 我没有男朋友 你这个毛病 说简单也简单 找个身体素质优秀点的男朋友就好了 也不用吃药 老中医已经把话说得很隐晦了 要不是圣书是胡校长的秘书 恐怕人家会直接来一句 不要自己动手 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圣书当时都震惊了 当场来一句 神医呀 老中医写了个方子 一边打字一边对圣书说 我可以开一个月的药 先调理着 不过这段时间可要克制哟 不要不好意思 年轻人需求旺盛很正常 说明身体很健康嘛 但凡是要讲究个度 懂不 圣书羞得满脸发红 捏着一保卡的手都冒汗了 所以这几天他都谨遵医嘱 按时喝药 几天时间下来 精气神确实好了不少 就连胡校长都夸圣书 气色变好了 气色虽然好了 但圣书觉得人生也没啥意义了 就在他难以忍受时 大姐姐竟然发来了剧作 我 我到底该不该看 圣书挪动着鼠标 小箭头在文档上停顿 但始终没有点击 心中两个小人交战了几个回合后 圣书咬了咬牙 看看又没事 我就看看 其余什么都不干就行了 说服自己后 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 圣书果断点开文档 一眼扫过去后 他的呼吸就稍显沉重了 一篇文章看下来 圣书脑袋都快冒烟了 眼貌惊心 双眼就像出现了两个圈圈 整个人摇摇晃晃 他双手撑着书桌艰难起身 呛亮走到床边 一头扑在柔软的床垫上 脑海里全是文理陈树 和一书的巅峰对决 大姐姐不愧是大姐姐 文笔真的太赞了 那情节对话 那人物构造 循序渐进的肉系 简直引人入胜 最最最可怕的是 超强代入感 现在圣书满脑子 都是陈树扮演的陈树 和自己扮演的圣书 正按照文理的情节 一步一步多入色孽地狱 呃 圣书双腿加紧来回磨蹭 脸深深埋进枕头中 他雪白如嫩偶般的胳膊抬起 去摸床头柜的抽屉 拉开后 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盒子 嗡嗡嗡嗡嗡 屋内响起类似于 手机震动的轻微声响 但区别于手机震动的是 这种频率更快更急促 而在响了一段时间后 忽然声调变了 怎么形容呢 感觉就像发出阵战的来源 被关进了一个封闭的场所 圣书一只手死死攥着床单 张嘴咬住枕头 喜欢玩玩具的女孩子 运气一般都不会太差 当初跟着胡校长来明大工作 圣书特意把自己的珍藏小玩具 锁在老家房子里的仓库的一个铁盒子里 要是只有他自己有 来明大的时候 他只带了几个自己最喜欢 最顺眼的几个 不 圣书也不是当初贪玩的小孩子了 尤其最近还在吃中药调理身体 很克制 洗了洗玩具 又去洗了个澡 圣书拖着疲惫的身子 从浴室出来 仰头倒在床上暗暗发誓 最后一次 再玩我就剁手 虽然这种话 已经在心里重负了恩便 但不说 岂不是体现不了自己痛改前非的决心 从冰箱里 拿出一瓶矿泉水 贴在依然发烫的脸上 圣书起身来到书桌前 看着那篇精彩的大作 内心纠结了翻之后 还是选择了删除 再也不看了 删除的那一刹那圣书 觉得自己解脱了 可删除之后 他立刻就后悔了 内心巨大无比的失落感 席卷了圣书 那是无比郑重的事物 被剥夺后的凄凉和心酸 这次他也没有纠结 而是立刻给大姐姐发了消息 圣明兰 姐姐姐姐 电脑出问题了 文档打不开 能不能再发我一次 刷 陈硕看见消息后 立刻重新给圣明兰发了一份 圣书看着文章 又不自觉地聚摸小玩具 一日 在国外的广场会合 准备把之前游园会的成功经验 向张副校长汇报一下 然后汇集成经典案例 到时上报不理 希望来年能多争取些 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经费 邱书记 大会汇报的话 还是以你为主吧 陈硕主动说道 我还是个学生 出生牛犊的 和大领导沟通的经验有限 很有可能说错话 所以这么重要的事 还得你来啊 邱志强真的对陈硕太满意了 怎么会有这么懂事的好孩子 全国优秀大学生 他名副其实 当初在那么多人的围观下 在无数摄像头的注视下 陈硕能和胡校长 还有不理下来的领导 谈笑风声 毫不怯场 这种私下汇报 他会怂 这明摆着 是让邱志强 能在校领导门前 多露露脸 邱志强感慨万千 陈硕啊 我从史之中都坚信 你的成功绝对不死偶然 团委里还有人说什么 你的全国优秀大学生的荣誉 有失水准 我当时就毫不客气 严肃批评了他们 什么玩意 竟然敢质疑校领导的决定 而最让我生气的是 竟然有人质疑你的实力 走进行政楼 正好看见圣叔迎面走来 哟 圣密说 陈硕笑嘻嘻打了声招呼 怎么看着气色不太好 昨晚没休息好吗 圣叔脚下一软 差点摔进陈硕怀里 圣叔昨晚彻底放飞自我之后 小玩具玩得不亦乐乎 差点把自己给玩坏了 说坏了可能有点夸张 但绝对有点脱水 外加有点肿 如果现在去教职宫楼下逛一圈 圣叔屋子的那个阳台 你就能看见迎风飘荡的床单 那是昨晚圣叔连夜洗的 这玩意就跟戒烟一个道理 一旦失败复兮 烟影会比戒之前更大 同样的 克制了那么长时间的圣叔 被陈硕一篇剧作 彻底点燃了内心的怒火 愤然决定和自己的身体极限 来一次硬碰硬 可人是肉做的 哪里抵得过靠电池驱动的小玩具 只要不停电 他就能一直震动 一直跳 圣密说 没事吧 陈硕赶紧扶住圣叔 低头关切问 是不是昨晚没休息好 我看你黑圆圈好重 脸色也很差 一旁的邱志强 也是无比关心这位校长秘书 立刻说 是啊圣密书 虽然您作为胡校长的大秘 平日工作严谨不能犯错 心理压力肯定大 但也一定要注意休息 胡校长可是一天都离不开你啊 我 我没事 圣叔急忙从陈硕怀里脱离 站稳身子后 赶紧整理了下头发和衣服 白手 不用担心 可能是昨晚运动过头了 有点透支身体 邱志强忙说 夜间运动还是要适量的 太过了的话 反而会适得其反 陈硕心想 你这个夜间运动 和圣叔口中的夜间运动 是一个意思吗 难不成我那篇剧作 对圣叔的影响 真这么大 陈硕已经迫不及待 想再披上马甲 彻彻底底走进一次圣叔的内心了 望着圣叔离开的背影 和他那稍显不自然的走路姿势 陈硕越发笃定 这小妞 恐怕不只是刘备文大佬那么简单 有秘密 绝对有秘密 和张副校长汇报工作时 陈硕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好在邱志强的兴致高昂 嘴巴跟机关枪似的 不停巴搭巴搭的输出 分配功劳的时候 也是非常公允的 只说团委尽力协助和指导 倒是没有阅祖带袍 不过他想阅祖带袍也没用 世人都知道 那场游园会的幕后导演 就是陈硕 小陈 你怎么都不说话 张副校长听完邱志强的回报 笑呵呵看向陈硕 我在想 胜术得把自己搞成啥样 才成天这么一副盛亏的样子 陈硕抬头 谦逊地说道 张校长 我在想第二届校园明星大赛的细节 我想尽力弱化这场大赛的攀比 和对外貌的单一追求 如何将每个参赛选手 和母校的风格融为一体 让他们真正作为自己高校的选手参赛 而不是为了那个所谓的校园明星头衔 张校长听完 赞叹不已 好 非常好 这个想法 我是极力支持的 如今互联网媒介形成潮流 我们的很多孩子 变得很浮夸 如果陈硕 你能为这场校园明星大赛 赋予更高层次的意义 我现在就给你个承诺 等决赛 我会亲自到场祝此 还有这种好事啊 陈硕也没想到自己信口胡舟 就得到了张副校长 如此吊炸天的承诺 本省唯一985的石悬副校长 答应参加一个学生群体组织的活动 那是何等荣光 到时候 自己又可以大书特书了 放心吧张校长 我就是要极力弱化所谓的颜值 所谓的容貌焦虑 本身我就是个帅哥 深受以貌取人的伤害 很多人一看我这张脸 就觉得我 徒有其表没有内涵 说真的 我忍这个看脸的世界很久了 邱志强 张副校长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 用真理桌上文件的方式 掩盖内心的真实想法 小陈 N长得帅不是你的错 陈硕感动万分 张校长 你太懂我们这种帅哥了 其实我知道 您年轻时候 肯定也有和我现在一样的烦恼 只是您不像我这么肤浅 您只是默默忍受这种误解 默默地一步一步 用事实证明了 我们帅哥 也是可以做出一番事业的 邱志强 妈的糟糕 他拍马屁的本事 怎么比我还强 你也太不要脸了吧 张校长如此诚服 都混到名校副校长 这个层次的大佬 能被你这么虚伪的话给蒙蔽了 小陈 我竟然能感同身受 说明你现在面临的 我也曾切实经历过 张副校长睿智一笑 邱志强 张副校长点上根烟 目光悠悠 当年我17岁考上大学 分数足够 随便选清北还是京华 我原本以为京华大学 是个好去处 可没想到 那里的女生 依然只会以貌取人 陈硕阴线地问道 当时您肯定 被很多女生追求 他们就这样 喜欢年轻又好看的 邱志强笑了 张副校长摆手 过去都过去了 如今我坐在这间办公室 就是狠狠打了那帮人的耳光 告诉他们 我每一步靠的都是实力 容貌 不值一提 邱志强不笑了 而陈硕却还在旁边 不停地向张校长抱怨 长得好看 碰到了多少烦恼 而张副校长 每每都以智慧的笑容 安抚陈硕 告诉陈硕 这些事 他年轻时候都碰上过 等岁月沉淀之后就好了 原本半个小时的回报工作 被陈硕拖到了 足足一个多小时 走出副校长办公室 邱志强久久没说话 直到走出行政楼 邱志强看了眼身边的陈硕 无比感慨地说道 小陈 原本我只以为 你是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但人情世故 还有所欠缺 现在我知道了 你是个全才 陈硕微笑 邱书记 我可是句句发自肺腑 难道您不觉得张校长很帅吗 我当然觉得了 我第一眼见到张校长的时候 就在内心震撼 为何世上会有如此英俊的领导 那你刚才为什么 不在我之前说出来 我这是给年轻人机会 总不能什么好话 都有我来说吧 小陈 我可不是什么功劳 都跟自己学生抢的 六 在和张副校长报备 并且得到支持后 第二届校园明星大赛 便要正式开始筹措了 这次 放眼全国 届时必定盛况空前 全国高校的美少女 还有没啥存在感的美少男们 将齐聚名大 那场面 想想就刺激 等这场比赛结束后 秘密APP的电商板块 就可以上线了 陈硕决定到了那时候 便进行秘密APP的第一轮融资 等大家有了移动支付的习惯 再顺势上线电商板块 一步一步稳扎稳打 方位上策 那么 现在可以组建大赛的筹备组了 组长 陈硕 挂帅 副组长 简佳 余末 何永元 抓具体 组员 若干 既然要动用学校的力量 陈硕觉得 必定绕不开学生会 其实邱志强 老早就来跟陈硕提过了 要不要在学生会 挂个更高职务的头衔 陈硕想想之后 还是作罢 他才大一 就已经是文艺部部长了 还不是院系的部长 是整个明大学生会的部长 如果在网上 那可就是学生会主席了 想想还是算了 没那么多闲功夫 去管那些芝麻绿豆的事 只要有个头衔 能够顺理成章 动用学生会的力量就行 所以就不跟金灿岩 抢官帽子了 秘密工作室 陈硕把将要负责 第二届校园明星大赛的人员 召集起来 特别邀请了金灿岩 和卓琳琳与会 大家集思广义 畅所欲言 陈硕翘着二郎腿 披上马甲给圣书发消息 大姐姐 小妹妹 昨晚那篇拒之关后感 还没给我呢 圣书 弟弟 姐姐我真的无话可说了 如果再看下去 我肯定要脱水而亡 大姐姐 妹妹你这定力不太行呀 不过姐姐还有个担心 你又没男朋友 感觉来了可咋办 圣书 姐姐不用担心 动动手指的事 六 还真是动动手指的事 就是不知道需要动几根手指 过瘾 跟圣书聊天 真是过瘾啊 大姐姐 姐姐建议 可以玩一些小玩具 更有feel 圣书 姐姐也有这方面的研究 我可太喜欢玩具了 刷刷刷 陈硕看得目不暇接 被圣书的珍藏赞不绝口 说实话 圣书这种条件的女孩子 看上去端庄优雅 名校毕业 师从大家 还有着光鲜亮丽的职业 这些和她的爱好相加 反差感不要太强烈 陈硕笑了 笑得无比开心 下面 简佳和余莫对视了眼 你有没有觉得 朔总笑得非常赢当 对对对 就跟当初在海吧 她看着我们 往女孩子身上 到香槟时候的笑容 一模一样 陈硕抬头 咳嗽了声 聊到哪了 何永元主动起身 朔总 我们说到各个赛区的配比问题 我们的初不够私事 以高校的位置划分赛区 东南西北四个赛区 每个赛区角逐出25名选手 然后在明大集间 百人大战 学头这不是来了吗 圆圆这段时间的表现 着实不错 这个想法很不错 陈硕起身说道 下一个议题 挪了挪屁股 陈硕有意无意地 瞥了眼人群中的卓玲玲 蜜桃玲的目光 始终都追随着陈硕 当发现他看自己时 立刻主动出击 卓玲玲 朔总看我干嘛呢 陈硕 我是不是很久没 给你开后门了 陈硕 晚上老地方 我给你开开后门 你最近进步的速度 不够快啊 作为你的引路人 我很焦虑 被圣叔给勾起邪火了 得找个人拜拜火才行 卓玲玲最近微博粉丝 不怎么长了 看情况是 遇到了些许瓶颈 陈硕准备 以自己的专业知识 让他今晚赚个盆满钵满 我知识量比较大 希望他能忍住 散会后 何勇元还单独留下来了 去找剪家 询问校园明星大赛的一些细节 包括还要同时推进的品牌洽谈 这把剪家搞得浑身不自在 心中还越发惶恐 不会吧 不会是硕总看我最近玩的太花 人有点飘了 特意安排何勇元 这么个亲信 过来监督自己 于是 剪家谨慎了不守 对何勇元的问题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一边回复何勇元 剪家一边心想 到时候 得找白庄好好问问 硕总突然把何勇元 安排到秘密工作室 到底是为什么 要不 请白庄喝个小酒 再给他叫俩妹妹 齐活了 陈硕把剪家和于莫的 微妙情绪变化看在眼里 但也没过多解释 怎么解释 难道直接告诉他们 你们千万不要多想啊 我们远远 真的只是想锻炼一下自己而已 他还倒贴前来上班呢 谈成一项合作 他就得自己送次里 这话说出去谁信啊 自此之前 陈硕自己也是不信的 可衣柜里的华子和茅台 骗不了人 何勇元总是能想他人所不敢想 做他人所不敢做之事 就比如 他曾经胆大包天的妄想 同时拥有冯木和莫涵 换作寻常吊丝 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但何勇元不仅想了 还真的勇于尝试过 远远 做事情虽然要细心和有效率 但也不可以操之过急 陈硕特意跟何勇元提点了句 没事的时候 还可以跟冯木啊 莫涵啊聊聊 把自己的近况 说给他们听听 人嘛 都是木强的 从古至今皆是如此 何勇元严肃摇头 我现在不想谈感情 我只想干事业 陈硕 事业是谁 哪个学校的 何勇元 看来之前冯木对何勇元说的那番言论 确确实实刺激到了他 男人 果然还是得有事业 一旦事业有成 见兮兮就会变成风趣 猥琐就变成了谨慎 左右摇摆 也会成为深思熟虑 看着架势 陈硕问 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你现在如此奋发图强 简直魅力十足 有一说一 我要是女人 嗯 何勇元看向陈硕 陈硕 肯定离你远远的 但我不是一般的女人 如果是冯木或者墨寒 或许会喜欢 你现在这种状态 陈硕挑眉笑嘻嘻说 聊着呗 反正又不损失什么 情况再差 也不会比现在更差了 何勇元沉思片刻 摇头 不了 我怕儿女情长 扰乱我的思绪 耽误你事业的腾飞 阿硕 我这次痛改前非 就是为了给你的梦想 插上翅膀 加加速的 别逗了 没你我照样腾飞 陈硕拍了下何勇元肩膀 多说无意 你自己把握 我先溜了 你干嘛去 上课 何勇元坐到自己公位上 打开电脑核对这几天 要去对接的品牌名单 好多家还需要出差 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新鲜事 叮咚 正在制定出行计划的何勇元 撇了眼手机 拿起来点开 竟然是莫寒 他从来没主动 给自己发过微信啊 何勇元心想 最早开始 何勇元也没想过左拥右抱 就是看陈硕在易宜宁 和秦薇姿两边横跳 心裁也起来的 事实证明 圆圆还是比较适合当的屌丝 在此之前 何勇元舔莫寒更多些 那套赫莲娜 就是最好的证明 怎么现在不舔了 莫寒反而来找自己了呢 可能是觉得自己这条 还算有钱的鱼溜走了 比较可惜 莫寒 你最近忙什么呀 练赠之后人就失踪了 当初还说好一起吃饭的嘞 何勇元翻了翻钱包 叹了口气 我最近没有钱 钱都拿去孝敬陈硕了 哪还有钱请你吃饭 莫寒 这算啥 我请你 地方随便选 我说了你的礼 还能让你吃亏不成 何勇元心想 这感情好啊 不过 我还得工作 阿硕的事可不能耽误 家里老头子说了 兄弟之间一起工作是大忌 陈硕既然能同意 他进秘密工作室 肯定想到了这点 但还是同意自己进来了 说明啥 说明陈硕对自己无比的信任 兄弟如此 我能退缩 何勇元 最近我在帮阿硕做事情 这段时间要跑市场 本我有空了的 莫寒 你拒绝我 何勇元 不是拒绝啊 是以后再说 莫寒 好好好 这把你给能耐的 你不吃 有的是男人肯陪我吃 何勇元 那你去找他们吧 反正送你礼物的 又不止我一个 舔你的 也不止我一个 莫寒 滚啊 这咋还生气了呢 我明明说的都是实话 何勇元 很是无语 陈硕忽然出现 好奇问 跟谁聊呢 何勇元 直接把手机递给陈硕 错没说道 我现在觉得 女人真的很奇怪 我都说了有正事了 不是故意不去的 她还要生气 以前我为了请她吃顿饭 可是能足足等上一个月的 陈硕翻了下聊天记录 看完之后由衷说道 圆圆 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 什么 谁先认真 谁先输 说完 硕总转身离开 按照陈硕初步的构思 第二届校园明星大赛 就不可能只是放在秘密啤酒炸鸡屋进行了 格局太小 可也不能放在明大 明大是总决赛的场地 那么 放在哪里合适呢 正想着 陈硕抬头 和正要离开的卓琳琳四目相对 蜜桃琳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特意在陈硕面前站起来 背对着她和身边熟悉的同学聊天 她今天穿的是鲨鱼裤 搭配了件厚实的卫衣 从后面看 挺翘浑渊的蜜桃臀 恍人眼球 不愧是先天HR圣体 令人遐想陶醉 私人隐愿 陈硕推门走进去 就看见身穿樱花红日式玉符的卓琳琳 跪坐在门口 今天的这间房子的风格是 日式风 踏踏米上 卓琳琳俯身去拿拖鞋 递到陈硕脚边 抬起头冲她温柔一笑 老师 您来了 陈硕点头 老师要进来了 对这种日式玉符 陈硕太了解了 没吃过猪肉 还没献过猪捧 多少名气很大的老师 那可都参演过温泉系列的 可惜啊 这里没温泉 对于粉丝 你要深入 不断深入 摸清楚受众群体的喜好 稳固住自己的基本盘 然后才能多面发展 全面开花 陈硕扶着卓琳琳 教导她 如何正确运营一个微博账号 同时身体力行 采取言传身教的方式 传授经验 这种教育模式的优势 就在于 在语言单博实 可以用丰富的肢体动作 让卓琳琳 更加深刻体会陈硕的含义 比如手一拍 琳琳就知道 该换方向了 事业的方向 陈硕今天的教育课堂 主要突出两点 一个是稳固基本盘 一个就是深入 正上课的时候 陈硕的手机 忽然震动了下 她现在登录的是工作号 有可能是工作方面的消息 陈硕一贯的宗旨就是 玩归玩 但不能影响工作 玩的时候 也可以处理工作上的事宜 于是 陈硕腾出一只手 拿起手机看了眼 随即冲着琳琳戏血一笑 是金灿炎 卓琳琳回头 抬手将锤下的发丝碗到耳后 挑眉说道 那你回复啊 这样多刺激 最好回她语音 正合我意 陈硕气定神闲 可耐不住卓琳琳掉头转向 抬眼看着陈硕 你快给她发语音啊 好 陈硕刚按住屏幕 不顾卓琳琳的调皮 异常串语音发了过去 过了片刻 金灿炎回复 你怎么有点喘 陈硕我在夜跑 教育整顿结束后 陈硕穿上衣服 对卓琳琳说道 全国范围内的校园明星大赛 届时各个赛区会 需要一个出镜的主持人 露脸机会很频繁 你有没有兴趣 卓琳琳刚刷完牙出来 听到陈硕的话之后 灿然一笑 谢谢硕总提醒 我会努力干好的 你一直都签得挺好 对卓琳琳的悟性 陈硕向来都是认可的 原本手一拍 就很懂事换模式这种能力 那可是成熟女人才拥有的 而灵琳呢 短短几次 就已经深得我心 这么一朵茁壮成长的红玫瑰 确实值得精心栽培和灌溉 相比较那种 毫无天赋特长 只知道靠青春貌美 换财富的捞女 陈硕当然是更加喜欢 卓琳琳这种野心女孩 她愿意陪你 愿意伺候你 而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教她在这个社会上 如何获取成功 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鱼 陈硕对温英白小苏 是这种态度 对卓琳琳亦是如此 两天后 陈硕喊上何永元 简家 准备去一趟政法大学 决定了 以明州卫中心 辐射的华东赛区 赛区决赛的场地 就放在政法大学 这是两家学校的团委 沟通后达成的合作 对外就这么说 白庄也来了 何永元已经不当舔狗了 现在换庄庄舔的不亦乐乎 果然 舔狗不会消失 只会转移 硕董 这种小事 其实无需劳您大驾 我跟何永元两个人就能搞定了 简家殷勤地说 无非就是跟对方的学生会对接一下吗 还劳烦你亲自出马 最近简家老实多了 非常摆正自己的位置 一旁的何永元笑哈哈说道 简家 你这就不懂 阿硕和政法大学的历史渊源了吧 我们威威嫂子 就是政法大学的 阿硕能不来 威威嫂子 对对 刚入学那会 好像听说过陈硕 在政法大学 有个超级漂亮的女朋友 现在貌似已经成前女友了 该死的 我竟然连这么重要的情报也能遗漏 简家深深看了眼何永元 果然 何永元这个人大之若愚 平时他吊锒铛的 如今开始认真了 竟然把自己对比的几乎一无是处 此次 绝对不简单 别误会了 陈硕摆摆手 一脸轻松惬意 在明大装逼 已经不能满足我了 偶尔也要换个地方装一下吗 政法大学 今天是双休日 秦威姿一早就起床了 趁着室友们还在睡觉的功夫 洗了个澡 等室友们都醒过来 躺在床上玩手机时 他已经坐在桌前化妆了 墨涵穿着睡衣 头发乱糟糟的 坐在秦威姿身旁 严肃说道 微微 何永元最近有点飘 秦威姿正在小心仔细地描眉 随口说道 我早就跟你讲过了 不要小瞧何永元 陈硕现在变这么坏 一大半是他的缘故 墨涵 另外一小半呢 秦威姿叹气道 跟我分手后 受了太大的打击 以至于性情大变 室友张仪也起床了 问秦威姿 今天是不是明大的秘密工作室会 派人过来啊 我男朋友跟我说了 微微 你也要过去吗 潘岩跟你提过了 秦威姿笑呵呵说道 没错 约的是九点半 在学生会见面 张仪凑近后 小声说 微微 这件事 我只跟你一个人说哦 潘岩那天和我讲 学生会那帮人 想给秘密工作室一个下马威 什么不能明大让 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得听他们的拆遣之类的话 还有还有 既然要把第二届校园明星大赛的场地 放在我们学校 那具体就要听他们的 我估计啊 这次谈判不会特别清风 你得让你男朋友上点心呢 秦威姿捏着眉笔 暂停了苗眉 疑惑看向张仪 潘岩没跟他们提过 陈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吗 提了 可他们不信啊 张仪摊手说道 他们现在有靠山了 好像是个博士生吧 反正贼有钱 也不知道 为啥一个博士生 天天跟本科的学生会 那帮人玩在一起 搞不懂 莫涵冷笑了声 还能是什么原因 想抱学妹呗 那狗东西我献过 上次去外联部开会 那次竟然还猎袭了 说什么全部赞助由他负责 还舔着脸来问我要微信 我理都没理他 秦威姿颇感意外 笑着问 哟 怎么突然凭剑不能移了 话以前 要是有这种剑色眼开的大冤重出现 你不得狠狠敲他几次竹杠啊 我也不是什么鱼都养得好不辣 莫涵反手盘起头发 不切说道 那种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信不信我要是敢单独跟他出去 他大碗就敢想办法 把我留在外面过夜 这样的话 我安全怎么得到保障 秦威姿 啊 我明白了 所以 你对何咏元念念不忘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这话讲的 我也说过要请何咏元吃饭啊 他竟然跟我讲没空什么的 没空今天反而还来咱们学校 呸 狗男人嘴里没一句实话 秦威姿提醒道 现在知道何咏元厉害了吧 这就叫倒反天罡 管他什么天罡不天罡 与我无关 莫涵切了声 双手一拍大腿 我洗头去了 秦威姿奇怪问 你昨天早上不是刚洗过头 怎么又洗啊 今天有约会 莫涵停下脚步 回头看向秦威姿冷笑道 我是学生会外联部的干事 两个学校这么重要的合作 我能不露脸吗 当然要一个完美的形象登场了 我要燕京四座 莫涵语气坚定 秦威姿笑了 你不会是想燕京何咏元吧 呸 他也配 政法大学 学生会 学生会主席刘光善 副主席王小胜 还有另外几个干部 正在开会 刘光善戴着副眼镜 长相普普通通 说起话来却挺中气十足的 同学们 待会秘密工作室的人就要来了 听潘岩讲 位手的那个陈硕 做事情很嚣张吗 张义的男朋友潘岩也在学生会 但在这些人当中 职务最低 现学生会主席点到自己名字了 忙说道 不是嚣张 不是嚣张 秘密工作室的老板 人还是比较和善的 就是做事情比较高调 高调就是嚣张 学生会副主席王小胜给陈硕定了信 潘岩 刘光善环顾四周 朗声道 同学们 虽然这次明大的团委领导 和我们学校专门打了招呼 学校方面呢 也考虑要提升咱们政法大学的名气与形象 所以 为于这次合作 我们更要慎重 不能给他人做嫁衣 到时候 一定要争取更多的主动权 要以我们为主 而不能以明大为主 王小胜想了想 对刘光善说道 怕就怕他们已施压人 秘密工作室现在名气很大 前阵子又搞了个游园会 听说布里的领导都去参观了 布领导可能有他自己的思量 这个我们下面的人就不要揣测了 潘岩在旁边听得浑身不自在 尼玛 就一帮子狗屁不适的学生 动不动校领导的 现在还把话题扯布里领导头上去了 校领导知道你们这么嚣张吗 说实话 要不是因为参加学生会 可以通过各种实习或者活动 去接触更多的律所和已经参加工作的学长学姐 潘岩是真的不想加入 之前还挺好的 自从刘光善和王小胜上来之后 整个学生会风气都变不好了 刘光善笑着说 这个不用担心 我早就考虑到了 咱们学校的博士生 张绍飞学长 家里很有实力 据说有几千号工人靠他家吃饭 而且 张学长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 如今又是咱们学校的博士生 他说了 愿意来站台 王小胜思索片刻 问道 你跟张学长提过是秘密工作室的人来吗 提这个干啥 秘密工作室在厉害 说白了 也是大学生创业搞出来的小东西 秘密APP在活有啥用 都是净花水月 张学长家里 才是真正的有钱人 刘光善得意笑道 这次我们 一定要稳稳压制住秘密工作室才行 正说着呢 张绍飞推门 走进了学生会办公室 刘光善和王小胜看见他后 立刻起身 很恭敬地打招呼 学长您来了 嗯 张绍飞点点头 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 你们聊你们的 需要我的地方直接开口 好的 学长 给学长去拿瓶水 张绍飞接过一个女生递来的水 微笑到了声泄 翘起二郎腿 保持神秘风范 爽 真爽 原本张绍飞被家里安排来念法学博士 他心里还犯嘀咕 当初在秘密啤酒炸鸡屋 惹了众怒 声名狼藉 自己到了政法大学后 会不会人人喊打 事实证明 张绍飞多虑了 互联网 没有记忆 更何况还是小范围的一些动静 更是等于过往云烟 别说人人喊打了 迄今未止都没人认出 张绍飞就是当初在秘密啤酒炸鸡屋闹市的富二代 进了政法大学后 张绍飞混得如鱼得水 把保时捷开进校园之后 更是吸引了学生会这帮人前来拜码头 水嫩学妹 频繁主动加微信 还有一帮傻逼孩子的恭维 张绍飞觉得 自己就算在政法大学 念一辈子的书毕不了夜 他都愿意 刘光扇看了眼门口停着的保时捷911 心中更有底气了 不一会 秦威兹和莫涵款款走来 张绍飞看到秦威兹后 灯时眼前一亮 政法大学里 还有这样呢 想到这 张绍飞不满地瞥了眼刘光扇 学生会里 有如此出众的女孩子 你们踏马的 竟然没有第一时间上工 就这还想给老子当狗是吧 莫涵 迟到老 刘光扇和煦一笑 问道 那个什么 他们快到了吧 莫涵坐下 懒得搭理刘光扇 我不知道 这件事从始至终都是你负责的 什么时候让我插手过啊 自己问去 刘光扇碰了一鼻子灰 但也不恼 毕竟他也是莫涵的爱慕者 给你们介绍一下 张绍飞学长 咱们学校的博士生 张绍飞起身 主动伸出手 看向秦威兹 你好学妹 初次见面 我是张绍飞 秦威兹看看张绍飞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这么有个性 我喜欢 这样 我们出门迎一下吧 毕竟来者是客 省得到时候 他们找团委领导告状 刘光扇说完 大家就一起 走向了门外 张绍飞无疑站在C位 搞得好像他才是 学生会主席似的 小刘啊 今天来的人到底是谁啊 非得把我也给叫过来 张绍飞余光 始终停留在秦威兹身上 他要开始装逼了 刘光扇立刻回复道 没什么的张学长 就是明大那边的几个学生 要过来跟咱们谈合作 听说卫手的那个比较嚣张 所以 我们把您给请过来了 他们嘛 创业赚了点钱 有了点名字 就目空无人了 但只要有张学长在 我们就有底欠 张绍飞一听 不屑笑道 学生创业的局限性很大 太过于依赖学校时的大问题 说实话 如果没有长辈的帮扶和提点 很难成功 刘光扇点头 那当然了 张学长家里是做大生意的 这方面肯定比我们懂 到时候 张学长您 就给他们好好上一课 再说吧 毕竟我不是本科生 不能太欺负人了 张绍飞微笑着 然后笑容逐渐凝固 你刚才说 哪个学校要来人 刘光扇 明大呀 明州大学 对啊 明州就只有一所明大 张绍飞心底 涌起一股不祥的念头 他脑海里 忽然浮现出了一个 绝对不愿面对的人 你说的创业团队 不会是搞秘密APP的那个吧 不会是陈硕吧 刘光扇赞许的公围道 不愧是张学长 对咱们学生群体里的事情 也如此了解 学长 您见多识广 家里又是明州本地的大集团 等陈硕来了 说不定还要向您取经呢 我去你骂了隔壁呀 张绍飞真想破口大骂 但又不能在秦维兹面前露了窃 便说道 我忽然想起 今天还要去拜访一位长辈 实在抱歉 得先 正说着 一辆劳斯劳斯幻影 高龄板 驶到学生会门口 巴搭 车门缓缓向外打开 张绍飞眼瞅着陈硕下的车 赶忙要将众人护到身前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陈硕发现了张绍飞 哟 这不是我绍飞大转吗 张绍飞这辈子 总共献过陈硕两次 第一次 在秘密啤酒炸鸡屋 对染潮云图谋不轨 随即就被陈硕当众羞辱 并且挂到网上 据作名位 老子是富二代 老子要加哪个女人的微信 他就必须得给 后来还是他老子张鹏 花钱找人 把文章给屏蔽了 陈硕发现这件事后 立刻找了微博那边的朋友 又把文章给放出来了 而且还给了流量 于是张鹏不得已 又花钱找人屏蔽 陈硕又把文章给放出来了 张鹏又花钱找人屏蔽 后来张绍飞老子觉得 这是不对劲 老子是不是被特酿地 被套路了呀 于是也不花冤枉钱了 也就现在还不是 短视频时代 否则张绍飞前的那些事 哪个不踩在 小仙女的雷点上 这要是被集火 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次 就是在高明燕的酒桌上 张绍飞被老爹压着脑袋 逼着向陈硕敬酒 我本来就不喜欢喝红酒 还一口气惯了那么老大一杯 飞飞委屈死了 说实话 张绍飞如此一番风顺的人生当中 陈硕是她不可磨灭的印象 她就是我命中的魔星 今天本来就是想浅浅装个逼 获得美少女学妹的青睐 晚上开着我的保时节 带学妹去多个风 喝点小酒 开个小房间 打个小炮 就这么点娱乐 也要被剥夺了 张绍飞想溜 陈硕不让她溜 她逃 她追 她插翅南飞 大侄儿 你怎么在这里啊 陈硕双手插兜 笑哈哈走向张绍飞 怎么回事 见到陈叔叔 连个招呼也不打 小心我找你老爸告状 张绍飞 陈硕身后跟着何永元 简家 拎包秘书方可立 兼任秘密工作室 人事与行政工作的王思妍 最有排面的 还是我们金司机 一身黑西装加墨镜 就像老式港片李某 大少身边的超级保镖 刘光善和王小胜 几个政法大学学生会的干部 怎么个事 陈硕辈分这么大的吗 明明张绍飞要比陈硕年纪大 却被一口一个大喊着 问题是 张绍飞还没反驳 张学长 你怎么了 跟他搏斗啊 刘光善极了 心想 不然老子为啥要向你 进贡学生会的女孩子微信啊 不就是想着让你来撑场面吗 张绍飞瞥了他一眼 心里更是愤慨不已 你踏马口口声声说的小角色 就是他 他踏马的是小角色 你压他妈的 比老猜票 搏斗 搏什么斗 这里是神圣的校园 不允许任何暴力行为的发生 张绍飞冷哼了声 我和陈硕 那是世交 陈硕一巴掌拍张绍飞脑壳上 你说清楚 什么世交 张绍飞一个汤姆猫五头的样子 硕总 有话好好说 刘光善 王小胜 秦威兹站在人群里 看着陈硕 在那趾高气昂的教训 刘光善那帮人的最大靠山张绍飞 心里不知道有多爽 彭扶装逼的是他 这就是我的男人啊 多么威武雄壮 硕 硕 硕总 没事我就先走了 我博导找我呢 张绍飞准备开溜 陈硕惊奇地瞥了眼张绍飞 博导 这是个什么玩法 硕总 我现在在政法大学念博士 这话真是令人忍惧不惊 陈硕环顾四周 淡淡一笑 政法大学 真是堕落了呀 明大也一样 以前如今不也是明大登明在策的硕士研究生吗 行了 滚吧 回去跟我张哥说一声 改天去拜访他一下 陈硕笑哈哈 拍了拍张绍飞肩膀 然后手捏住他的肩头 不停用力 张绍飞呃啊呀举腿 硕总 这连多 给点面子 看清楚那个美少女了吗 对 那个胸最大 看我的眼神都冒水的那个 老子前女友 懂我的意思吗 懂懂懂 前女友的意思就是 排前面的女朋友 您的后女友 改天也让我认识一下 避避雷 狗急吧 富二代懂得真多 滚吧 张绍飞仓皇而逃 笑咪咪看着张绍飞离开 陈硕收回目光 望向政法大学 学生会的那帮人 刘光扇现在明白了 陈硕不能惹 不好惹 没看见张绍飞在他面前 跟狗一样吗 那踏码自己 这帮人惹得起 陈硕同学 请进请进 我们现在开始聊 合作的细节吧 刘光扇回过神 立刻堆起小脸 侧身让开路 请陈硕进屋 谁承想 陈硕只是摆摆手 一步都没挪 事情让我的员工 跟你们聊就行了 我不需要参与 陈硕看了眼秦薇姿 问道 知道团委书记办公室在哪吗 我和他约好了 今天去他的办公室喝茶 秦薇姿甜甜一笑 知道的呢 上车 陪我去 好嘞 你以为老子是来 跟你们这帮小卡拉米 玩过家家的 还这么严正以待 不好意思 我的交流对象 从来不是你们 这帮天真浪漫的学生 何永元看得激情澎湃 这是他投回 如此近距离的 看陈硕装逼 之前他和陈硕一起装逼 九分假一分针 主打一个欺负对方 没见过世面 什么鬼话都敢胡说 而如今的陈硕 已经不需要说假话了 他可以句句属实地 把一个恶劣富二代 给稳稳压制 还能替人家老爸教训他 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 当如此啊 想到这 何永元挺直腰板 战意汹涌地 看向刘光扇等人 心想 你们就是老子 迈向成功的垫脚石 等着吧 为了这次谈判 圆圆特意回家 陪老爷子喝了顿大酒 老爷子知道 儿子想上镜后 都激动坏了 直接一个电话 摇了当年的老哥们 来给何永元上堂课 众所周知 工程等于江湖 能干出名堂来的包工头 哪个年轻时候 不是靠拳头打出来的 工地上风风雨雨 多少年了 老何把当年 和死对头谈判的架势摆出来 给何永元上了生动一课 原本何永元 想把自己老爸 正藏多年的铁管带来的 可想想 当初他们拼事业的时候 人均学历初中 自己今天面对的 好歹也是一帮高材生 就不要动粗了 况且 陈硕已经给他们 好好上了一课 何总 简家小声喊了句 该您出马了 何永元一个机灵 你喊我什么 何总啊 何永元感慨万千 难怪陈硕一直说 简家和余默这俩女同学 今后能成大事呢 换别人的话 原本我做得好好的 老板忽然安插了个心腹过来 心里肯定会有想法 但简家 完全没有 简家 还是以你为主 我主要是学习 何永元谦虚地说 我不会阅足带袍的 你说出 我辅助 简家听完 点头 行 那我们上吧 莫涵也在打量何永元 心里莫名有些怪怪的感觉 他变成这样 不会是因为我吧 肯定是了 否则根本无法解释啊 唉 好烦哟 又一个男人 因为自己奋发图强了 从政法大学团委书记的办公室出来 秦威兹去了趟洗手间 陈硕就靠着劳斯莱斯等他 金思基叼着烟走向陈硕 金书 现在学校这种公共场所都倡导无烟 你这样太没有礼貌了 金思基很识相地掐灭烟 用拇指和食指 搓灭了辛红的烟头 双臂抱胸 金思基微笑对陈硕说道 小陈啊 你还记得之前寒假的时候吗 小岭从外地出来回来 特意去搞了申女大学生的装扮 要不是秘书爱玲拦着 他还想扎个双马尾 陈硕 不是说李妈妈不能扎双马尾 但这个人啊 十分气质的 李妈妈要是扎双马尾 穿紧身白色短袖和短短的蓝色运动裤 死别说 还别有一番风情 陈硕的思绪都快要牵着双马尾侧马奔腾 又被金思基拉回了现实 那天他兴冲冲去找你 然后就在烧烤店门口 看见你和一帮高中同学谈笑风声 少年英气真是令人羡慕 当时你身边坐的 就是这个性情的女孩子 金思基笑呵呵地叹了口气 那天他哭了 当然 不是因为看见你和女孩子坐在一起吃饭 但我想他也会很失落吧 哪怕小领在同龄人当中已经是佼佼者 做事也成熟内敛 但作为我这种 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人来说 还是希望他能过得轻松些 说完 金思基拍了拍陈硕的肩膀 有空多陪陪他 陈硕和金思基对视着 这老小子在威胁自己 金书 林姐扎双马尾不好看吗 陈硕问 金思基愣了下 也不能说不好看 就是 怎么形容呢 哈哈哈哈 我一想到小领扎双马尾 我就忍不住想要笑 陈硕点头 我记下了 你要是敢把我开着劳斯莱斯带 秦威兹满校园乱逛的事说出去 我就把你说林姐扎双马尾好笑的言论 告诉他 金思基 你他妈的 陈硕微笑看着金思基 金书 刚加工资没多久吧 其实仔细想想 如果不是我 你这个工资也加不了啊 林姐是希望你多去商K 放松放松 才给你加工资的 对吧 金思基怒了 你怎么可以威胁我 怎么可以 我会去那种地方 太可笑了 陈硕眉毛一挑 别装了 刚才我看见 你给营销发消息了 说今晚订个包厢 还要点名 让乐乐陪你 金思基 今天的事 我就当没看见 金思基重新戴上魔镜 当然了 乐乐什么的 也别跟小领说 他现在特别喜欢教育人 整个我跟退休在家无所事事 只能被子女拿捏得 无能老头似的 陈硕默默看了眼金思基 双手插都叹了口气 高领自幼没有父亲的疼爱 母亲是个林黛玉时的人物 天天伤春悲秋 恐怕也没给予过他 什么母爱 而从小就守护高领的金思基 就是他位数不多 能够完全信赖和托付的人 多年下来 对于这主仆二人来说 相互见的情感 早就升华了 但两人可能因为太过于熟悉 将这一切认作理所应当 所以都没发现这点 金说 您尊姓大名啊 我好像一直都没问过你 免贵 金志宏 没想到 你金志宏这个浓眉大眼的小子 也玩上伤K了 荡司机那撒瓜良枣 够你折腾的吗 我在白金汉宫 铜雀台 黎俊慧 罗曼达等明州各大著名伤K 都有存酒 陈硕双手插兜 看向金思基 去了直接报我名字 酒随便喝 我买单 金思基沉默了会 坚毅的面旁流露出 丝丝的激动 渴求和犹豫 这小子 不会无缘无故对自己好的 肯定有阴谋 陈硕看出了金思基的迟除 微微一笑 金书 林姐虽然很敬重您 但她毕竟是女孩子 有时候我们男人的需求 她是无法理解的 给你家的那点工资 真是你渴望的吗 金思基 是 陈硕 没出现 清了清嗓子 陈硕继续说道 虽然是 但金钱有时候 也弥补不了您生活上的空虚 我这么说没问题吧 金思基吸字如今 是 那存久 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直接说吧 陈硕慢悠悠地双手抬起 将头发拨弄到脑后 我希望 以后和林姐单独相处的时候 你能躲远点 不要总是跟个监控气势的尾随 金思基眼睛一瞪 我是小领的司机兼保镖 负责她的安全 是我的工作 你小子想干啥 陈硕反问 你觉得林姐希望 在那种时候被你保护吗 金思基如遭雷劈 陈硕成胜追击 就说那天来我家吃饭吧 我搀扶林姐下楼 明眼人都看出来 她非常享受 被我抱在怀里的感觉 你非得把她塞车里去 金思基想起来了 好像是啊 那天回去的路上 高林始终一言不发 偶尔看自己时 那满脸的怨气 根本掩饰不住 马萨卡 我真的好心办坏事 老夫只想守护小领的清白啊 那我该怎么做 金思基头次对自己的职业操守 产生了质疑 难道真要当个缩头乌龟 眼睁睁看着小领被你给欺辱了 说欺辱多难听 我们那叫灵魂交流 金思基撇撇嘴 莫不作声 陈硕 金书 明白了吗 知道了 以后我当看不现就是了 上道 会所里那些存酒 是你的了 和金思基达成交易 陈硕就让他先回去了 别在这妨碍自己和前女友 就情复燃 等劳斯莱斯开走 陈硕又等了会后 秦威兹从洗手间出来 湿答答的手 在陈硕衣袖上蹭了蹭 这貌似是他的习惯 当初在一起的时候 就喜欢这么做 都分手了 还把手往我身上蹭 有意思吗 陈硕嫌弃道 这衣服怕是不能穿了 秦威兹不服气地瞪了眼陈硕 手往你衣服上蹭不行 蹭你别的地方就可以是吧 你这什么话 我是那种人吗 不过有一说一 威威子在提供情绪价值方面 绝对非常超绝 就说之前游园会时 他跟自己在草垛子里也站 那是一点不落下风 陈硕摸他哪 他也摸陈硕哪 差点把陈硕给摸嗨了 这玩意就是讲天赋的 依依宁小学姐 虽然是个同人文大佬 平时也爱嘴嗨 但实操起来就不太行 总是半推半就的 他喜欢陈硕主动 但如果陈硕太主动的话 依依宁又吃不消 依宁小学姐绝对很快 陈硕心想 根据之前几次轻轻的经历分析 每次陈硕还没咋的呢 依依宁那边就已经开始上头了 具体行为大概就是 呼吸明显沉重 脚软 阴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上次是在明州大学 今天在政法大学 陈硕冲秦薇姿灿然一笑 在别人的地盘放肆 果然很刺激 秦薇姿双臂抱胸 哪里刺激 陈硕举例说道 这就跟在你家是一个道理 你想啊 如果哪天我去你的卧室里了 钻你被窝里了 你爸爸妈妈还在客厅里待着 哇 想想就激动 秦薇姿听完人稍稍愣了下 然后代入感就来了 紧接着 他整个人颤抖了下 他不会好了吧 陈硕恶意猜想 凭什么去我家 为什么不能是去你家 秦薇姿很快恢复了镇定 反问 陈硕怂怂间 我妈还怀着弟弟妹妹呢 不能刺激到她 那就能刺激我爸妈 说不定刺激一下 他们也给你整个弟弟妹妹出来呢 陈硕 你现在见二胎推广大使了是吧 这 也不是不行 就看上头愿不愿意 把这么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了 陈硕心想 秦薇姿看着陈硕 忽然笑得非常邪恶 你要是敢去我家 我就把你捆住塞衣柜里 每天晚上放出来伺候我 舒坦舒坦 白天再塞回衣柜 卡路里吃什么 你就吃什么 卡路里是秦薇姿养的那条哈士奇 陈硕都被吓坏了 他感觉秦薇姿还真能做出这种事来 这是什么监禁捆绑的情节 卡路里吃什么 我吃什么 那我岂不是变像当狗了 陈硕没好气地说 秦薇姿黑黑一笑 得意道 别觉得委屈 卡路里平时吃得可好了 阴阳均衡 荤素搭配 身上的毛油光瓦亮 你也可以哦 陈硕小狗狗 陈硕想了想 摸着下巴说 倒也不是不行 不过如果我是狗 那你是啥 那你就是狗 嗯 秦薇姿立刻捂住陈硕的嘴 恼羞成怒 敢说出来我就掰断你 玩不起啊你 真实无语 走吧 去看看他们谈得怎么样了 陈硕停止和秦薇姿的打情骂靠 不知道我们圆圆今天的表现 会不会令莫涵感到满意 秦薇姿正了正 奇怪问 他们也钻草垛了吗 莫涵也没跟我说过呀 你脑子里能不能装点别的 陈硕简直服了 这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让你成天想那些黄色废料 秦薇姿 我得好好批评一下你了 目前来说 学业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你的经历 被乱七八糟的东西 牵扯去太多了 这是我作为全国优秀大学生 给你的忠告 希望你好自为之 秦薇姿立直气壮地说道 对不起 只要你不在的地方 我就是个正经女孩 可是一旦你出现 我就感觉整个世界都变黄了 你这个 色欲滔天的混蛋 陈硕 是时候该找个私人律师了 最近牵扯到自己名誉的愚灭 与日俱增 已经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 这边 简家跟何永元作为谈判主力 正在和政法大学学生会的干部们 磋商合作的具体操作 而王思妍作为控场选手 会在细节方面把控 同时还要调整一下大方向 因为这些学生 总是会说着说着 就偏离了正题 虽然在王思妍这种职场女强人眼里 这群学生的碰头会 非常的幼稚可笑 不过转念一想 这个世界上 绝大部分人都是得过且过的 能有这般全权赤子之心 认真商讨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等他们步入社会 就会幡然醒悟 原来所谓的大人们 很多都在装成大人的样子 很多是做起来 都显得无比草率 好的 简家同学 何永元同学 你们的意思 我们明正这边已经了解了 刘光善翻了下分发的项目书 抬头问 那么这次活动的主题 思想是什么 我看企划书上没有写明 莫涵就坐在何永元对面 转着笔 您是何永元 何永元抬头看看众人 朗声道 第二届校园明星大赛的中心思想是 少年没有乌托邦 心向远方自明朗 意思就是 我们这一代大学生 虽然没有生活在理想的世界中 但我们有着清晰的目标和理想 这些目标理想 是光明磊落 乐观开朗的 所以 朔总始终强调 我们这次大赛 不能以颜值和才艺 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要多元化 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 少年没有乌托邦 心向远方自明朗 前半句出自 默尔的乌托邦一书 而下半句 是人教版的阔写 莫涵抬头看向何永元 这是陈硕想出来的 何永元摇头 不 是我想出来的 其实这句话 是陈硕定下来的 也是他提出来的 带来之前 陈硕特意交代何永元 如果有谁问起来 就说是何永元讲的 何永元不明所以 陈硕就对他说了句话 我一个月装的 逼够 你装一年的了 偶尔让一个出来无所谓 很显然 这次真的被何永元装到了 莫涵放下笔 双手捧着脸绕有兴致地 盯着何永元那张 并不帅气的脸蛋 忽然有种重新认识他的感觉 你为什么想到用这句话呢 何永元看向莫涵 回答 可能是对于自己 平凡人生的一种期许吧 想做点有意义的是 以后想起来 可以会心一笑的那种 无碍 秦薇姿收回目光 妄想靠在墙边的陈硕 突然有点担忧 何永元开始发大招了 他终于要原形毕露了对吧 这样下去 莫涵怎么受得了 陈硕弹了下指甲 毫不在意 你不是说莫涵 是名正出了名的魅魔吗 他还能扛不住何永元 你这话就错了 女孩子看一个男生 颜值是一个重要选择 但并不重要 相反越好看的女孩子 可能越不在乎对方颜值 陈硕点头 这个我信 很多美女最后都选择了 长得不好看 但有钱的男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秦薇姿跺了下脚 我的意思是 女孩子大多目强 他们择偶的一个很大标准是 那个男人足不足够强大 和能力相比 颜值是最不值一提的东西 陈硕扭头朝屋子里看了眼 嘴角上扬 圆圆啊 希望你心想事成 会议室内 王思妍接了通电话 快步走出来 硕总 有消息了 嗯 你上次提到的 那个叫佟景城的年轻人 我们找到了 是吗 陈硕笑得灿烂 让他来公司献我 我要跟他聊聊 找佟景城 不是陈硕布局 大主播链条的 一个必备环节 祖师爷的人设和风格 就决定了 他只能成为年轻人 嘴中口口相传的人物 被吹捧 被娱乐 但却无法走向 李子柒的道路 或者今后小杨哥 那种大规模的 举阵集合 但是 他可以活得 比绝大多数网红都潇洒 小杨哥的人设就决定了 他不能在大众面前 过得太奢侈 就算他有别墅 有豪车 有美女老婆 但他不能炫耀 因为从开始运营账号起 大杨哥小杨哥这兄弟俩 主打的就是一个草根形象 他们的原则就是 我不是清明 我就是平民 一旦开始炫耀 他们的人设就崩塌了 事实也证明 哪怕三只羊 在23年的纯利润 达到惊人的30亿 他们也没有过多的宣传 选择闷声发大财 这就是网红 或者明星的一个处世之道 如果一家公司 年利润达到几十亿的层次 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以此扩大影响力 但网红和明星不行 这俩职业有共同性 就是娱乐大众 你一个娱乐我们的角色 赚钱就赚钱吧 但你要是到处炫扬炫耀 那等待他们的 只有口诛笔伐 不过陈说后来也搞明白了 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 一般情况来说都无伤大雅 无非就是名声稍微难听点 但我们祖师也没有这个顾虑 兄弟们看的 就是他靠着超级跑车 招摇壮士 然后去泡一个又一个女主播 你要是太朴素 兄弟们还不乐意看了 这就是一个潜意识 在大众看来 去泡那些花枝招展的女主播 就必须渣男出马 说难听点 婊子配狗 天长地久 但如果你真的是个 行为恶劣的海王渣男 兄弟们就又没代入感了 同景城做得非常好的 一点就在于 他没忘本 还有一点 他孝顺 这太说兄弟们了 别的网红夜店嗨到天亮 要偷偷背着绑一大哥大姐们 同景城去夜店 不仅不用偷偷摸摸 还敢大大方方地打开直播 和兄弟们分享 见兮兮的兄弟们还会打赏 让祖师爷今晚玩个开心 同 这个我是真喜欢 求求了 今晚让他喊我的名字 我叫陈凯 说白了 找如今还十分青涩的祖师爷 不过就是陈硕极油的恶趣味爆发了而已 有时候想想 真的挺有乐子的 陈硕这里 有现成的资源 嗨思直播上万女主播 足够祖师爷去开拓市场 开始他户外主播的生涯 我公司还有点事 先走了 陈硕看向秦薇姿 秦薇姿挑了挑眉 眉宇间的失落掩饰不住 不过还是很嘴硬地说 去吧去吧 别耽误你的正事 真是孩子大了不由娘 of 陈硕在秦薇姿的翘臀上 轻轻拍了下 竟然还有反弹的触感 你练臀了 陈硕惊奇问 秦薇姿霞飞双颊 揍近陈硕问 喜欢吗 陈硕的喉结 上下滚动了翻 点头十分诚实地说 喜欢的 喜欢就好 喜欢以后就别想摸了 急死你 说完 秦薇姿快速后退 双手背在身后一个转身 一边走一边 还从陈硕左右扭了扭屁股 好好 我也叫你转世吧 陈硕不想 就这么放过秦薇姿 提到 过几天 我们去看电影吧 秦薇姿问 你想摸我屁股 陈硕 嗯 还安 你真的是一点都不掩饰啊 好好好 我喜欢 但秦薇姿又装上了 最近学业繁忙 说实话 真的空不出什么档期 我考虑一下吧 陈硕才不惯着秦薇姿 你是我前女友 又不是我现女友 那算了 我找别人 秦薇姿愣了下 追上去质问 你找谁 你管我呢 陈硕怂怂肩 你不陪我去看 有的时候人陪我去看 薇薇姿当次太高了 我高攀不起 我吃点路边摊也行 秦薇姿气得咬牙切齿 吃路边摊不怕拉肚子啊 拉拉更健康 好好好 周六 周六去看 但我九点之前要回家 陈硕眉毛一挑 带会就要去宪祖师爷了 陈硕忽然想起佟先生的一句话 如果你今晚要回家 你现在就可以回家了 走 应景 回家就回呗 反正也不耽误 我办正事 秦薇姿盯着陈硕 感受到了她的不怀好意 顿时抱住自己 我警告你 不能乱来 我是个有原则的女孩子 陈硕 笑死 秦薇姿 陈硕进屋 跟何永元寄人说了声 我要先走了 你们留下来吃顿饭再回去吧 顺便熟悉一下场地 啊 何永元起身说道 我跟你一起走 你把我放学校就行 我回去整理一下 今天的会议内容 明天我就来对见 几个毛线啊 预选赛都没开始呢 陈硕把何永元按下 租车时间到了 劳斯莱斯已经走了 你们待会 只能坐公交车回去 那你呢 我这么高档的有钱人 当然是打车了 陈硕把简佳叫到外面 叮嘱到 何永元性子比较毛毛躁躁 做事的时候会热血上头 一旦心急了 事情就会出差错 你要把控好大局 简佳误了 原来老板还是信任自己的 硕总 对不起我错了 简佳终于找到了个机会 正式地向陈硕道歉 陈硕一了声 你错哪了 那天约其他学校的女孩子出去玩 是我不对 我没考虑周到 简佳非常自责 我忘了硕总您 虽然是个很花里胡哨的人 但骨子里并不喜欢那种场合 我竟然还硬拉着你去 陈硕 姐妹你凭什么定义我 简佳呀 陈硕叹了口气 拍了拍简佳的肩膀 那天你唯一做错的事 就是没有让我把香槟 往比基尼小烧杯的胸上浇 其余 你做得都很好 屋内 莫涵整理了一下资料 看了眼何永元后 起身走到他身旁 中午我请你们吃顿饭 就在我们学校的食堂 怎么样 赏个脸吧 何永元一愣 等时喜笑颜开 真的假的 你请我吃饭 看着何永元激动的表情 莫涵心中暗暗得意 小甜狗 给你点甜头 你就立刻咬尾巴了对不对 我就说嘛 老娘堂堂政法大学 出了名的魅魔 还拿捏不了你一个名大的功课生 何永元美滋滋的说 本来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光了 回去还得蹭室友的饭卡 蹭一次被嘲讽一次 他妈今天 老子终于不用忍那胯下之辱了 对了 待会我可以打包一份 回去当晚饭吗 莫涵 你特么的把老娘当饭票啊 陈硕还没走呢 已在会议室的门框上双臂抱胸 望着屋里发生的情况 马萨卡 不会真要让这小子吃到肉了吧 也不是不行 但你吃这么好 问过我没有啊 不过说实话 假如让陈硕来选席的人选 在冯木和莫涵之中挑一个 虽然说冯木是个好女孩 但陈硕心里 其实更倾向于莫涵 不是因为陈硕了解这两个女孩子 而是陈硕了解何永元 这次 如果一旦有了女朋友 必定舔到石破天惊 同在一所大学 何永元和冯木在一起了 等于一一宁天然在自己身边 安插了个奸细 而何永元的女朋友 在政法大学 那就是鞭长莫及 她就算扛不住 压力告密 陈硕都有时间做好善后工作 讲真 在大学里谈恋爱 根本不用去考虑 未来能走多远 你能纯粹享受恋爱的时光 就只有这几年 可怜的国内学生们 在最应该恋爱的年纪 却被死死禁锢着 嗨思直播 洪景成 南 1992年出生 明省科技学院毕业 如今在万华做寿司的她 还不知道 在几年后 她将成为年轻人群体中 家喻户晓的江南第一申请 她命运的齿轮 还没开始转动 属于江南第一 深情的故事 却要提前展开了 可以说现在的祖师爷 还没开窍 大一时候 追了俩女生都没追到 大二跑到了一位大四学姐 这位大四学姐 给洪景成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个学姐 真没给 学姐姓佛 洪景成吃完鸡腿饭 都不肯跟她亲嘴 当陈硕的人找到她时 洪景成其实是猛逼的 根本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什么 可当听说能赚大钱时 小洪完全没有考虑的 立刻来到了嗨思直播 佟先生 我们朔总到了 方可丽敲了敲门 是以洪景成起身迎接 原本洪景成以为这家 很有名气的直播平台老板 就算再怎么年轻有位 那也该三十多岁了吧 等陈硕走进来 热情地和他握手时 佟景成下意识问了句 哥们 你老爸呢 有点东西 陈硕笑眯眯说道 我老爸 在家里伺候我那即将临盆的老妈 如果你以为这家平台 是我老爸的 那你就错了 我就是嗨思直播唯一的老板 别前站着 坐吧 陈硕来到茶几前 坐到沙发上 给佟景成倒了杯茶 我的人应该跟你提过了 想发展你当主播 开展户外模式 哦对 恋爱经历多吗 陈硕问道 眼前的佟景成 还没有后来那么时尚 也没有那股玩世不恭的气质 现在的他 就是个长相秀气 其余没什么特殊地方的戏狗 不过看样子 应该已经开始电增高电了 佟景成搓了搓大腿 笑着摇头 念大学时候弹了两段 不算多吧 不多 还没有多呢 陈硕翘起二郎腿 其实女孩子很好骗的 坏女孩子同样好骗 区别就在于你有没有能吸引她的地方 让她心甘情愿陪你演戏 演戏 户外直播吗 哪个没剧本 你说对吧 哦 明白了 陈硕在随意地和佟景成聊天 让她尽量放松下来 聊着差不多半小时 佟景成渐渐地进入状态 说话也快了不少 主动开始和陈硕沟通 其实硕总 我对女孩子了解不多 但现在的女生 说实话 很多都蛮物质的 好女孩真的不多了 佟景成有些感同身受的感觉 这个无需抨击 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 所有人都会浮躁的 以后还会越来越浮躁 所有人都想着靠年轻这几年 赚到一辈子的钱 陈硕丢给佟景成一包烟 把打火机也递了过去 自己没抽 但我始终坚信一句话 好女孩要珍惜 坏女孩别浪费 董景成点焉的动作 明显迟钝了下 望向陈硕的眼神 渐渐变得惊细 一拍大腿 卧槽 硕总你这话太精辟了吧 我脑子里也有这种想法 就是不知道怎么形容 被你这么一说 突然毛塞顿开了 陈硕笑眯眯说道 既然这样的话 要不要试试情感类的户外形式 打个比方 你把一个女孩子约出来 或者直接当街物色 当然了 这肯定是事先有剧本的 然后开始搭讪 互相拉扯 制造那种暧昧上头的气氛 你们没有假戏真做 但要让看直播的兄弟蒙入戏 懂我的意思吗 佟景成灵光乍现 让我扮演一个情场高手 然后去找坏女孩搭讪 来回拉扯 看的就是 谁泡妞泡男人的技术更高超 陈硕补充道 好女孩也可以 渣男海王勾打纯情小白兔 让兄弟蒙一边骂一边看 更有喜剧效果 你觉得呢 海王 渣男 我对情场高手的另一种称呼 但我觉得吧 这个不太适合你 陈硕循序渐进 抓了抓头发后 手肘压在大腿上 问 你觉得 江南第一深情这个人设 适不适合你 佟景成又拍了下大腿 卧槽 卧槽 硕总你这 怎么想出来的 以渣男之名行 深情之势 真真假假 反倒可以让观众更上头对吧 陈硕早就说过了 没有一个人是 随随便便成功的 他能成功 就是因为 他有那个命 换别人来就是不行 佟景成的形象气质 就适合大众印象里 轻浮男的形象 偏瘦 俊秀 穿搭时尚 说话不拘一格 说白了 那张脸 就适合这个人设 那你就先试试吧 陈硕对佟景成说道 嗨思直播上万名女主播 在明州的非常多 你能约出哪个 是你的本事 到时候看直播效果 有水花了 我会砸流量推你的 说完 陈硕又问道 对了 喜欢法拉利吗 佟景成笑了 哪个男人不喜欢法拉利啊 好好干 你会有的 明州里程述最多的法拉利 SF90车主 佟先生 满足了自己 极有恶趣味的陈硕 和佟景成握手 两个海王相视一笑 其实小童玩的根本不算花 表演成分居多 我就认识一个 玩得比他花的人 好像姓陈 陈硕心想 送走同景成 陈硕回归工作岗位 剩下的就交给他自由发挥 找到这位祖师爷 也是陈硕一时兴起 说白了 有他没他陈硕照样发财 但平台下面的人才多了 会更加兴旺 绝对是真的 等短视频时代到来 直播平台无比真实的网红 不管他几百万粉丝 还是上千万粉丝 对陈硕来说 就都没有意义了 只要陈硕愿意 他随时随地 就能捧出无数个这样的人 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 不是人才 而是流量 雕上一根棒棒糖 陈硕把双腿放到老板椅上 然后感觉还缺了点什么 于是他拿起手机 呼叫王思妍 思妍总 来我办公室一趟 有很要紧的事情拜托你 王思妍以为 是自己找错人了 立刻放下手头上的工作 急匆匆赶到陈硕办公室 来了 陈硕转了转脖子 帮我按按脑袋 用脑过度了 长得有些难受 这就是你要紧的事 陈硕起身走到沙发上 王思妍悟了 他也跟着坐下 陈硕直接躺下 枕着王思妍的黑丝大腿 闭目养神 王思妍不禁思索 您到底是哪个头在长 微凉柔软的手指 暗动着陈硕的脑袋 顿时人就舒服了不少 嗅了嗅 都是王思妍身上的清香 这才是秘书该钱的事啊 方可丽就不行 破晓还啥都不懂 陈硕嘟囔了句 最近族域会所女技师的颜值 越来越差劲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上老实说 网络经济冲击实体行业 主播行业导致会所小姐的质量下降 这话其实不假的 尤其在直播行业红火的那几年 确实有很多女孩子 转行当女主播 但当热度下降后 其实很多人也都选择干回了老本行 烂钱洽不到了 只能去洽更烂的钱 一边接受王思妍的暗头服务 陈硕脑子开始高速运转 嗨思直播已经步入正轨了 现在要考虑的是 如何高速发展 只要完成生放送的 MBO管理层收购 那就等于 自己拥有了两家直播平台 冠绝整个行业 郭正云那边 风头洽谈的如何了 陈硕闭眼问道 王思妍一边给陈硕揉暗太阳穴 一边小声回复 好几家著名的风头机构 都表示了强烈的投资意向 只要硕总点头 我先前期的话 五千万美金肯定没问题 足矣 足矣 陈硕翻了个身 侧躺在王思妍腿上 双臂抱胸地睁开眼睛 你原先在高明燕的公司上班时候 有没有结交几个 可以值得托付的朋友 王思妍一听 就知道陈硕想使坏了 这个 还真没有 王思妍有些为难 倒也有关系不错的同事 但几乎都是表面姐妹情 大集团竞争压力大 多的是既有能力 又舍得豁出去的漂亮女孩 每天上班都勾心斗脚的 前一秒和和气气 下一秒 说不定就把你给卖了 所以 交心的几乎没有 陈硕点点头 手指在王思妍腿上滑来滑去 想自己的事 这就是陈硕的习惯性动作 但却把王思妍给刺激得不行 本来嘛 年纪到了 有些阀门就打开了 王思妍感觉 自己现在比少女时期的时候 还要敏感 硕总 痒 王思妍身子抖了下 哪里痒 陈硕下意识问了句 但很快回过神 不好意思 习惯了 收回手 陈硕对王思妍说道 让郭正云帮忙约有异象的风投公司 是时候跟他们见面了 省得夜长梦多 明白 陈硕又问 思妍总 你会不会认为 我是个色欲滔天的坏男人 竟然把女下属 叫到自己办公室 做这种事情 王思妍心想你 倒是对自己的认知很清晰 心里这么想 王思妍嘴上却说道 硕总是个坦荡的人 想什么就干什么 不像一些虚伪的男人 明明心里想要得很 表面上还要装出正人君子的样子 可到了酒桌上 灌女孩子酒最凶的也是他们 陈硕想了想 貌似确实是这么回事 黑丝大腿 果然是治愈男人疲惫的一剂良药 只躺了半小时 陈硕就满血复活了 王思妍起身 往下拉了拉包屯裙 又整理了翻白衬衫 出去找郭正云 第二天 郭正云找陈硕汇报 可以见面了 商务宴请是有一套流程的 陈硕对这方面料如指掌 但因为还没具体接触过 要洽谈的风投机构的负责人 对于这次会晤 就更严谨了些 开玩笑 人家是要给你上千万美金的人 不得好好伺候一番 寻常风月场合的女孩子上 不得台面 需要找那种高级交际花 出现自带光环的那种 看着清醒脱俗不容侵犯 实则骂明码标价 说白了 田狗无处不在 如果人人都能坚定地 公为市场秩序 岂会出现那些 代价而辜的捞女 呸 田狗就是阻碍世界发展的 罪魁祸首 傍晚时分 陈硕前往和风投结构的 约定场所 上车前问方可丽 给圣秘书准备的礼物 送过去了吗 这事是方可丽办的 都准备好了 我待会亲自去送 方可丽点头 脆声声回答 以硕总您 还有一一您的名义一起送 放心吧 我都记着呢 方可丽最近的成长速度很快 无心甚畏 圣叔今天 穿了件很漂亮的小裙子 首都的师兄师姐 还有几个玩得很好的朋友 特意来明州 给他过生日 不过圣叔心里清楚 师兄师姐们 倒不是特意跑这么一趟的 如果非要说 急机会来胡校长这边叙叙旧 才是真的 一位担任985高校校长的导师啊 这层关系 傻子才舍得不为戏 所以 圣叔更重视那几个 专门来自己过生日的好朋友 还有在明州唯一的好姐妹 易宜宁 她在晾饭市 KTV开了的大包厢 一群人吃完饭后 拎着蛋糕 推门进包厢 立刻被屋子里奢华的装饰给震撼了 这明显 就是为了生日派对专门布置的 别的 KTV 撑死给你打几个气球 在墙上贴个生日快乐的字样 而包厢里 几乎被各种可爱的布偶给填充满了 同时还有各类小吃酒水 一名DJ笑盈盈站在旁边 等圣叔等人进入后 立刻放起了音乐 KTV经理性冲冲赶过来 哪位是圣女士 圣叔举手 我是 KTV经理立刻拉拉拉西装 正儿八经地说 欢迎圣女士大驾光临 选择将您的生日派对 交给我们安排 这些 都是陈硕 硕总和易依宁女士 一起为您准备的 易依宁在旁边酷酷憋笑 这是陈硕早就跟她提过了 伊林小学姐心里非常开心 觉得陈硕是因为重视自己 所以 顺带着把圣叔姐姐的生日 一块给重视了 这个男人 真好 KTV经理 其实很想慷慨激昂地 向众人宣讲一下 陈硕当初的丰功伟绩 一个人带几十个美女 在包厢里嗨皮 那场面 至今在这家 KTV传位佳话 已经都快成传说了 大家吃好喝好 千万不要辜负了陈硕 和易依宁的一番美意 圣叔抱着个超级大的玩偶熊 咬开一瓶小喜利 高举过头 那就让我们 嗨皮起来吧 昨晚十二点 生日一到 圣叔就狠狠奖励了自己几次 看着大姐姐给他发的文章 玩着小玩具 开心的不要不要的 还做了个梦 梦里 陈叔和易叔修修得很 修得圣叔第二天起床 又洗了一张床单 最近阴雨天气 上次洗的都还没晾干呢 仰头咕噜噜灌了口酒 圣叔忽然拉了拉易依宁的衣袖 咋的 要喝呀 来 易依宁红着小脸 举起酒瓶子 吹瓶 不吹 不吹 圣叔刚才喝了不少了 打着酒格 搂住易依宁 用自己的脸蹭了蹭他的脸 然后 磨磨哒了一口 易琳啊 你好可爱啊 啊 易依宁抹了抹脸 怪恶心的了 圣叔坏笑地盯着易依宁 左顾右盼 其他人都玩得很开心 于是 他凑近易依宁的小耳朵 我问你啊 你和陈硕 现在到哪一步了 什么哪一步 易依宁装傻 我懂我懂 女孩子嘛 都是惊弛含羞的 圣叔盯着易依宁红润润的小嘴 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易依宁连忙捂住自己的嘴 懂了 亲过 圣叔下了结论 于是 圣叔又看向易依宁的胸 易依宁立刻又捂住 懂了 揉过 当圣叔视线缓缓下移 易依宁立刻夹紧双腿 这次不等圣叔开口 易依宁立刻摆手 急不可耐地解释 没有没有 这个真没有 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有 行吧行吧 我相信你 圣叔摆摆手 哈哈一笑 易依宁他还是了解的 如果说轻轻和捏捏 还不算特别出格 可如果瑟瑟 那就是完全两码事了 在没有确定关系之前 圣叔相信 凭易依宁的为人 绝对不会给陈硕的 大姐姐说 如果想写出超绝的文章 一定要学会取材 易依宁不就是顶级素材吗 想到这 圣叔望向易依宁 他正面色飞红地 端起酒瓶灌了口 压制刚才被圣叔质疑的慌张 易依宁啊 嗯 陈硕 都是怎么亲亲你 捏捏你的 噗 易依宁一口酒喷了出来 和陈硕是怎么亲亲的 被陈硕怎么捏捏的 这么露骨的话题 怎么可以当众说吗 哎呀妈呀 整得老带劲了 众所周知 女孩子之间 一旦开始探讨男人 那么话题 只有更慌没有最慌 再加上易依宁隐藏的 同人文大老属性 那他可太有发言权了 你想知道的私密情节 易依宁挑挑眉 圣叔迫不及待地点头 酒释色眉人 这话一点不假 为了超越易易依宁的文笔 圣叔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 甚至说他 可以付出一定的代价 我一定要得到大姐姐的认可 易灵 跟我讲讲吧 我太求贤若渴呀 不是 求之若渴了 圣叔双手搓了搓 合适之后高举过头 我也不白听 我给你报仇 易依宁骄傲地扬起小脑袋 很不屑地说 你能给我啥报仇 以后你和陈硕黑羞 我在后面推还不行吗 如果我帮陈硕推你吃醋的话 那也行 我帮你呀 说完 圣叔还特意给易依宁掩饰了下 他从后背抱住易依宁 胳膊抬在易依宁的搁之窝下面 朝上一提 再往一放 就这样帮你 让你奥妙全自动 完全不用消耗力气 易依宁大受震撼 他觉得 圣叔作为一个告知女性 不能至少不该这样 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想法这么逆天 圣叔就是这样 不喝酒的时候 是先天未亡人圣体 喝了酒 那更不得了 直接色欲滔天 那一脸气血不足 都会变得无比勾人 我的宿舍 圣叔对易依宁说道 你给我好好讲讲创作 易依宁 创作是一件高度依赖灵感的事 所以作家们都需要经常出门采风 有的作者为了给读者爸爸们 提供最超越的问题体验 甚至不惜以身犯险 亲自前往各种险地 只为获得最直接的感受 然后被警察叔叔带走 他们真的 我哭死 叫职工宿舍楼 圣叔沐浴焚香 换上睡衣后 盘腿坐在床上 很不耐烦地冲卫生间喊 好了 没有啊 催什么催啊 还在洗澡的易依宁反对道 求人办事这种态度 再催不给你说了 好好好 我不催 我不催 你慢慢来 又过了二十分钟 喜香香的易依宁 穿上圣叔的睡衣 用毛巾裹着头发走出卫生间 两个香喷喷的女孩子 攥进香喷喷的被窝 躺好后 圣叔迫不及待地问 现在可以开始说了吧 你想听哪部分 就亲的时候 到底什么感觉 圣叔扭头问易依宁 真的会浑身发抖 情不自禁 然后不停求着说 我要我要我要 易依宁 这个女人魔证了吧 易依宁侧身撑着脑袋 嘖嘖摇头 圣叔姐姐 那都是艺术创作 是脱离现实的 你不要老是看那些 很夸张的文学作品 好不好 圣叔就奇怪了 这是你文章里的描述 那我之前不是不知道吗 你现在就知道了 易依宁重新躺下 我知道的也不多 不过 那种感觉确实很奇妙 纯齿的对撞 极致的温柔 毫无压迫感的同时 又能感受到 他无比的侵略性 整个人被抱住后 那种环抱全身的安全感 简直无与伦比 嘖嘖嘖 圣叔大为震撼 这种切实体会过后的描述 真的令人身临其境 所以 陈硕的嘴到底什么滋味 脑海里忽然涌起 这个可怕的念头后 圣叔忽然充满了罪恶感 心中无比地唾弃自己 圣叔啊圣叔 你到底在想什么 莫名其妙的东西 你他妈到底 还是不是个纯娘吗 竟然幻想自己 闺蜜准男友的嘴巴味道 酒精上头之际 人就容易胡思乱想 这个情节 为何如此熟悉 哦对了 我写过 那他亲的时候 手在做什么 圣叔用被子 蒙住半张脸 只露出一双 水汪汪的大眼睛 满是求知的眼神 精一求精 主打一个 不放过任何细节 意义宁脸 微微一红 小声说 在做他该做的事 什么是该做的事 圣叔推了下意义宁 深呼吸 适不适合揉面团 一个手法 意义宁 那比揉面团花样多多了 四国一 四国一 此时此刻 圣叔才深深感受到了 自己和意义宁的差距 在自己还通过 各种影像作品 获取知识的时候 人家都已经上手了 这般如鸿沟般的差距 令圣叔感到了无比的失落 席卷了他的内心 再这么下去 我的文章将会变得空洞无比 别说得到大姐姐的认可了 就连意义宁 也将成为自己 无法企及的存在 不能这样 圣叔忽然按住自己 怎么个手法 这样 意义宁咽了口唾沫 她觉得圣叔实在太拼了 姐姐 其实 不要阻止我 圣叔一声娇和 你根本不懂 我对文学的追求 意义宁 快说 今晚你不要我说嗨了 明天你也别想 走出这个宿舍的门 意义宁大吃一惊 这才被圣叔 对文学的认真所折服 心里对陈硕一万个抱歉 对不起而说宝 不是我想披露 咱们两人相处的细节 太渴望进步了 对 五指张开 对对就这样 然后按压 几分钟后 意义宁开始阻止圣叔 收手吧阿叔 再这样下去 你自己都要嗨报了 圣叔 再这样下去 圣叔很难保证 自己会不会受信大发 对意义宁 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 深夜 当确定意义宁已经熟睡后 圣叔悄然起身 抱起笔记本 拿上耳机 去了洗手间 一日 陈硕在寝室里睡得昏天黑地 狗鸡把风头 那帮人太能造了 嘴巴还一个鼻个甜 圣总年少有位 少年英雄 我们公司有幸能够投到圣总 我今年的业务指标 算是完成了 圣总我提一个 什么你提一个 我也一起提 两杯换圣总一杯 什么两杯换圣总一杯 圣总一人一杯 最后一句话 是陈硕说的 然后陈硕就醉了 踏马亏得要死 小费都付了 一晚上下来 都没机会摸小姐的大腿 那这钱不是白花了吗 陈硕胜在年轻 星辰代谢快 比平常多睡了一个小时 他就起床了 除了还有点犯恶心以外 其余一切正常 中午去搞碗热乎乎的排骨汤 配大米饭 造他个两碗大米饭 打定主意 陈硕准备下床了 宿舍门推开 何勇员提着打包好的汤饭回来 放到桌上 给你带了骨头饭 趁热喝点汤暖暖味 陈硕 你干嘛对我这么好 你超出兄弟间的关心了 你知道吗 陈硕跳下床 捧起塑料碗 喝了口热汤 空落落的胃顺间 被鲜美热乎的汤温暖了 爽 陈硕仰头长叹了声 意味深长地看向何勇员 忽然重重叹了口气 圆圆啊 你最近是不是有点太想进步了 说实话 我还是喜欢 原来那个傻逼兮兮的你 何勇员原本对着电脑 一本正经地在核对数据 当听到陈硕的话之后 他的嘴角就开始抽搐 片刻后 何勇员猛地站起来捧腹大笑 卧槽 老子真的忍不住了 我你妈 庄正经真踏马泪啊 果然 只有你阿硕 看穿了我的倔强 陈硕翘着二郎腿 满油油喝了口汤 看样子 昨天和莫涵吃饭 吃得很开心 也就那样吧 你还装上了 何勇员点上烟 趴得将镀金的Zippo打火机丢桌上 这是他老爸给的 说是出门谈生意 各种装备都得跟上 莫涵问了我很多 关于工作上的事 这都是商业机密 我能随便说吗 我就没咋搭理他 我以为嫂子好啊 在一旁使劲给助攻 但我都没接 因为我一心只想工作 然后 你猜怎么着 莫涵昨晚还给我发了个晚安 陈硕问 除了晚安 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 咋 要出大事了 陈硕对何勇员说道 你白天时候 对莫涵的态度 算不上热情 但理由很充分 因为你全身心地投入到了 校园明星大赛的筹备工作当中 其次 当时在练赠时候 莫涵和另外两个男生 走得比较近 这让你有了充足的理由 对他产生疏离感 但莫涵其实对你的好感 是与日俱增的 尤其你在练赠里 别开生命的表现 加上这段时间的变化 更是让他有了一种 棋逢对手的感觉 而这所有事的前提 就在于 秦威兹当初给按上了渣男人设 何勇源正正听着陈硕的分析 两久后才贪手道 我不知道 莫名其妙就变成这样了 我明明什么都没做 傻人有傻福呗 继续保持 说不定你真能吃上肉 陈硕拍了拍何勇源肩膀 吃下一口大米饭 原本以为何勇源会欣喜若狂 没想到他 反而陷入沉思了 阿硕 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嗯 何勇源迷茫无比 我一直以来都是莫涵的舔狗 虽然也没咋舔 但至少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 现在突然变了 我有点不适应 女王若是爱我 便不是我的女王 陈硕深深地看了眼何勇源 莫非这小子 真的是个渣男 不用感觉不好意思 只要你继续保持 这种昂扬的姿态 以后你就会变得跟我一样 陈硕摊开双臂 微笑对何勇源说道 心安理得地 接受美少女的反舔 莫涵 舔我 何勇源眼眸缓缓瞪大 手有些发颤地 去摸桌上打火机 低头点上根烟 深吸了口之后 好不容易才安抚下激动的心情 妈大 活了二十年了 从来没有女孩子舔过老子 素质好的 说我风趣幽默 素质差的 直接骂傻逼 圆圆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竟然有一天 能被女孩子倒舔 而且是莫涵那种级别的美少女 等等 如果莫涵死皮赖脸地追我 我一时间扛不住 C杯的诱惑屈服了的话 何勇源有些难以抉择地问陈硕 那冯木怎么办 你是真他妈敢想啊 臭小子 江恒达和白庄上课回了寝室 江恒达把书本随意一丢 一点没有尊重知识的觉悟 顺手抄起何勇源的烟和打火机 江恒达问道 圆圆 你今天怎么没跟我们去上课 何勇源开始装逼了 风诞云青说道 我现在要忙秘密工作室的事 校园明星大赛 市场拓展 一大堆是要处理 上课 上个屁 白庄听完眉头紧皱 替何勇源担忧起了前途 可今天教授点名了 我帮你答了道 被教授直接拆穿 他给你寄了旷课 教授还说了 下堂课你再不来 这学期就不用再去了 直接等重修吧 不是 剧本不是这样子的 何勇源指了指陈硕 阿硕上学期也旷课 也被教授画了红圈 他怎么一点事都没有 江横达笑了 你能跟阿硕比啊 人家是能陪在校长和部里 领导旁边荡象岛的人 你算哪块小饼干啊 阿硕旷课 团委书记会去帮忙求情 你呢 你让谁帮你去求情 何勇源 我也让团委书记去求情 陈硕 团委书记认识你吗 何勇源 沉默了会 何勇源放声大笑 老东西 就是嫉妒我们年轻人 去追求光明的未来 重修算个蛋 说完 何勇源抄起桌子下面 原本送给陈硕的茅台 我这去找那个老东西理论 希望他不要不识台局 半小时后 何勇源哭丧着脸回来了 手里空空如也 江横达幸灾乐祸地问 搞定了吗 搞砸了 酒呢 陈硕问 被教授给当场砸了 何勇源欲哭无泪 他还说 如果今天是去诚恳道歉的 这事就算了 但我竟然拿茅台羞辱他 所以教授决定 直接让我重修 笑死 你小子连送礼都不会送 哪有大白天 直接冲进人家办公室 送茅台的 真当堂堂九八五的教授 是什么里头说的人啊 不得晚上偷偷去敲门 阿硕 何勇源看向陈硕 学校和教授 为什么要区别 对待同样在努力生活的我和你 陈硕微笑说道 你要知道 如果全国优秀大学生重修了 那将会使母校蒙修 所以我才不能重修 而你 何勇源我的兄弟 你重修了 对明大而言 是一次震慑不思进取的废物的大好机会 没给你寄过就不错了 还提着茅台 去敲教授办公室的门 教授就算想收 他能收吗 白庄乐得捧腹大笑 他在全寝室学习成绩最好 上学期还拿了奖学金 毕竟是励志要上哈佛的男人 这方面没得黑 何勇源看白庄这么不掩饰自己的开心 咬牙切齿道 你学习好 你牛逼 你牛逼你咋没把简家掰正呢 白庄愣了下 随即恼羞成怒 口不择言 你这话好生无理 简家哪里歪了 哪里需要掰正 我就喜欢他 现在这种游戏人间 玩世不恭的可爱模样 总比你那个什么莫涵好 你说啥 何勇源撸起袖子 白庄不甘示弱 撸起裤腿 你先说的 你骂我可以 不能骂我的女人 这句话我也要回敬给你 江恒达坐在旁边 和陈硕勾肩搭背 江恒达扣了扣鼻屎 问陈硕 他们在说什么东西 什么我的女人 这俩背着我们谈恋爱了吗 笑死 还我的女人 你们这么自信 问过你们的女人了吗 何勇源 白庄 电子维哥闭嘴 草 江恒达蹭地站起来 烦不烦啊 一直说一直说 老子已经不是电子维哥了 可你俩呢 从始至终都是舔狗 你说谁说舔狗 呸 为了女人对朝夕相处的兄弟 恶语相加 你们的气量呢 我们之间的羁绊呢 何勇源和白庄文言一致 是啊 我们之间的羁绊呢 为什么要为了女人 互相辱骂抨击 陈硕率先抬手鼓掌 摇头叹息 这得亏你俩 还不是喜欢上同一个女孩子 要真这样 我估计你俩 已经要武士决斗了 难怪都说冲冠一怒为红颜 真溜啊 搁几个 何勇源和白庄 都感到了深深的羞愧 阿庄 我们达成约定吧 以后无论碰上什么情况 都不要侮辱对方的女人 好 包括亲人 你格局比我大 来 我给你点烟 客气 下次减价去夜店 我把你也叫上 好 他玩不过来的我来玩 这样你也能少吃点醋了 陈硕趁着中午 去了趟辅导员那 送礼 下楼时候 就看见易仪宁 从女教职工宿舍楼出来 两人遥遥相望 都有点心虚 易仪宁扭头要跑 陈硕当时就乐了 看样子 小学姐要比自己更心虚 站住 陈硕大吼一声 我不 易仪宁扭头回应 他跑 他追 他无路可逃 陈硕猛地冲刺 抱住易仪宁之后 身子一扑 两个人直接栽进了 绿化后面的草坪里 哎呦喂 易仪宁呲牙咧嘴地爬起来 弄掉头发上的草屑 勃然大怒 哪家好男孩 当众扑倒女孩子的 陈硕懒洋洋地坐起来 你昨晚跟圣秘书一起睡的 嗯呐 易仪宁现在还是很理智气壮的 我们都喝多了 所以就睡一起了 怎么了呀 不行吗 陈硕气羞羞教训道 你可真厉害 竟然随随便便和闺蜜上床 易仪宁 说 昨晚和圣书干什么了 陈硕是真的有点担心 通过对易仪宁和圣书两个人 所写的文章对比 陈硕惊恐发现 圣书要比易仪宁瑟瑟多了 易仪宁那叫发挥 圣书的那种叫发现 我们就光睡觉 易仪宁解释道 陈硕悲痛欲绝 你们光着睡觉 易仪宁 看着陈硕见兮兮的样子 易仪宁眼珠子滴溜溜一转 抬起胳膊撞了下他 挑眉道 怎么了 是不是嫌弃我脏了 没有 反而感觉更刺激了 陈硕 你真骚 易仪宁小学姐 好久没这么直求过了 这令陈硕 彭复回到了 两人刚见面时候的模样 陈硕宁试着易仪宁 其实他有个 XP一直没跟身边人提起过 那就是 相比较大家都做好准备了 打扮得漂漂亮亮出门约会 然后再找个地方喝两杯 这种彭复一切都有流程般的相处 陈硕其实并不太有兴趣 什么时候的女人最有人呢 在陈硕看来 是清晨时还迷迷糊糊的她 如果能穿着男士衬衫 或者别的宽松衣物 露出一双雪白大腿 那感觉就更好了 陈硕始终坚信 一日之计在于陈 现在的易仪宁 就很符合陈硕的想法 所以他有点亢奋 两人就这么躺在草坪上 不远处就是一片 波光灵灵的人工湖 春天的风吹在脸上 都是暖哄哄的 让人心旷神疑 走 去玩水 陈硕牵起易仪宁的小手 走到湖畔 自己先脱了鞋 两只脚丫子进入湖水中 冰冰凉贼舒服 易仪宁健壮 也是玩心大起 蹬掉小皮鞋 弯腰脱下白色长袜 两只手拎着袜子 走到陈硕身边坐下 缓缓将小脚伸进湖水 死 凉 易仪宁打了的寒颤 倒吸口气 陈硕顺势 就将抖了抖的易仪宁 抱进怀里 这里经常有人 来定期清理人工湖 所以 湖水还是蛮清澈的 肉眼就可以看见 易仪宁踩在水面下 一块石头上的雪白小脚 对于狱卒 陈硕倒是没多大的特别兴趣 但也要分时候 这么大庭广众的 除了玩脚 玩别的多少都显得有些变态了 泡脚虽然好 但也不能泡太久了 还要搭配按摩 才能达到养生的作用 陈硕迫不及待地说 快把脚拿出来 我帮你按按 易仪宁有些奇怪 之前也不知道 你对脚也感兴趣啊 陈硕头也不抬 能摸的地方都摸过了 就脚还没摸过 宁哥这点量未知区域呢 但易仪宁还是很贴心地 把脚从湖水里挪了出来 沾着水珠的白嫩小脚 放在绿油油的草坪上 在灿烂的太阳下 意义生辉 你洗的不是脚 为色欲滔天 而是想更深入地了解你 易仪宁沉默了会 赞许道 陈硕学弟 再给自己的欲望 找借口这方面 你是我陷过最牛逼的人 过奖了 易仪宁是个胆大心细的美少女 虽然不排斥陈硕给自己捏脚 但还是善意提醒了句 别吃哦 不是不给你吃 主要是不卫生 易仪宁还是很贴心的 陈硕 易仪宁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陈硕顿觉无语 我是那种会嫌弃你的人吗 绝对不会的 易仪宁变色泛红 现陈硕把自己的两只小脚捧在怀里 微垂眼帘 小声的嘀咕 变 变态 你好骚啊 我好喜欢 阳光 威风 草坪 少女 几个词汇就能组成这个世间最美好的风景 如果能忽略美少女对面那个 抚摸白嫩小脚的痴汉 那个画面 就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的了 易仪宁也是投回被男人玩弄自己的小脚 他很努力地保持着矜持 双臂撑着身子 尽可能让自己自然松弛 为了转一注意力 他望向波光灵灵的湖面 深呼吸 天气真好啊 春天真好 陈硕脑海里 不由自主想起了某位得意双新老艺术家的话 春天来了 万物复苏 又到了动物们交配的季节 空气中弥漫着荷尔蒙的气息 想到这 陈硕手中微微用了些力气 嘶 你轻便 易仪宁埋怨地看了眼陈硕 不好意思 投回摸女孩子的小脚 没什么经验 陈硕到了生欠 众所周知 男孩子如果没经验 一定是会弄疼女孩子的 前提是 女孩子也得没经验 经验多了 抗击打能力就这样 说不定还会感觉特别爽 陈硕低头凝视着易仪宁白嫩的小脚 他应该没怎么穿过高跟鞋 平时都怎么舒服怎么来 所以小脚没有任何的变形 粉嫩剔透 现在陈硕大概能理解了 为什么有些男人对脚如此痴迷 确实 确实爱不失手 如果这只脚放在 我真的有够变态的 陈硕心想 陈硕 易仪宁的目光依然看着湖面 陈硕头也没抬 继续研究易仪宁的双脚 怎么了 易仪宁应该是有很重要的事 想说 可有点不好意思 犹豫了一小会后 还是说 你还记得我们刚开始时候 是怎么约定的吗 怎么约定的 见陈硕不说话 易仪宁继续说道 我那时候跟你讲 我想专心学习 感情上面不准备走那么多弯弯绕绕 直来直去最舒服了 对吧 你也是认可的 陈硕抬头看向易仪宁 选以为他在说 自己欲情故纵 我还不够直来直去吗 我说要摸你脚 就摸你脚 说要亲你就亲你 这还不够直瞧 不 你是直过头了 陈硕迪过了句 你们女人真的很难伺候啊 易仪宁灿然一笑 看向陈硕 不过当初说这话的时候 太年轻了 什么不会把太多精力 放在感情上面 明显就是说了大话 陈硕放下易仪宁的脚 双手放到自己的大腿上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易仪宁抿了名嘴 忽然娇羞了起来 陈硕惊奇了 话说回来 易仪宁这个小姑娘 平时大大咧咧的 同时还给人种 生人无尽的feel 能让她都害羞到 说不出口的话 那得多大尺度啊 这可是位隐藏的 同人文大佬 你陈硕您是易仪宁 易仪宁也把视线 从湖面移向了陈硕 我 你不会是想跟我告白吧 陈硕问 易仪宁把脚 从陈硕怀里收回 然后开始穿袜子 显然是被气到了 告白 我跟你告白 狗男人 你还在这狼子野心是吧 眼瞅着易仪宁站起来 拍拍屁股要走 但领走前还是回头 冲尘朔乎地竖了根终止 你怎么还肢体骂人呢 陈硕无语了 因为你变态 易仪宁皱了皱鼻子 双手背在身后扭了扭屁股 嘴巴又嘟了嘟 那个 我的意思就是 以后我应该要多在感情上面 花费点精力了 今天的天气本来就特别好 阳光灿烂 万里无云 让人不由自主地心情愉悦 而当易仪宁这句话说出来时 陈硕忽然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看着眼前的美少女 陈硕笑了 插着腰问 我可不可以理解位 你更喜欢我了 是 只求选手易仪宁 干脆利落地音声道 我很开心 易仪宁 真的吗 真的 当然了 陈硕笑哈哈说道 所以你跟别的女人上床的事 我准备既往不救 胆下不为力 对于易仪宁的重大决定 陈硕是喜忧残半的 原先自己能这么潇洒自在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易仪宁的心思 全放在学习上 所剩不多的闲暇时光 她还要分出一部分去看同人文 写同人文 剩下的 才是和陈硕相处的时光 但现在呢 易仪宁可是个说到做到的诚信少女 说要增加感情份额 那就会毫不犹豫地执行 也就是说 今后她找自己的次数会 较之以往频繁得多 那怎么办 只能趁着之前 赶紧多去和别的少女交流沟通一下子了 还好我在创业 很多时候可以用工作繁忙 推掉一些不太重要的约会 陈硕一边嘀咕 一边跟在易仪宁的身后 看着少女被威风轻浮的发尾 顿觉惊艳 但在重要的日子里 肯定得多做陪伴的 陈硕暗暗打定主意 忽然觉得 自己对易仪宁 真的是相当偏爱了 虚假的男人才做选择 狗当然是全都要了 陈硕追上易仪宁 双手插头询问道 是什么让你做出了这么违心的决定 未了我连书都不念了 易仪宁脚步很快 像是在掩盖有些羞耻的内心 没有说不念书 只是 稍微少念一点 你这样我以后怎么放心 把身体交给你啊 陈硕 你不要得了便宜 还卖乖 被发现了 希希 其实也不全是为了你了 易仪宁摊手说道 前段时间体测 我好多项目都不及格 老实说 我就是坐在书桌前太久了 疏忽了运动 当医生 尤其是一个 要上手术台的外科医生 必备条件之一 就是拥有充沛的体力 所以我要开始挪出时间锻炼身体 易仪宁抬头看向陈硕 征询他的意见 你觉得打羽毛球怎么样 陈硕心中灯石锦铃大作 怎么突然想起 要打羽毛球了 陈硕故作随意地问 易仪宁没察觉出异样 兴冲冲说道 因为感觉特别酷啊 上次凡时音来 我们学校打友一赛 砰砰砰 每次爆扣都敲我心肩肩上了 一跃而起 然后挥舞球拍 那动作太帅了 俺也想象他那样 易仪宁美滋滋地说 他好像在附近的羽球馆 兼职当教练 不如我请他当我的私教吧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不怎么样 陈硕点点头 也不是不行 那就这么决定了 但是 陈硕开始给易仪宁分析起来 你说要挪出学习时间 和我相处 外加体育锻炼 对吧 易仪宁大眼睛扑闪扑闪的 对呀 我准备做一个周密的行程计划 和时间安排 那我觉得你 不应该专门走出学校 去找凡时音打羽毛球 时间成本太高了 陈硕竖起手指 这一来一去 起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对吧 两三个小时 我们两个相处时间 都没这么长 易仪宁这么一寻思 觉得陈硕说的挺有道理 陈硕观察着易仪宁的表情变化 现他好像被说动了 于是立刻乘胜追击 我们学校又不是没有羽球馆 在学校里锻炼 还能找搭子一起 比如冯木或者其他室友 我说的有道理吧 易仪宁摸了摸下巴 眼前一亮 说的对哦 这样我还能带动冯木 和室友们一起运动 而且学校羽球馆办会员 更便宜呢 陈硕忍不住赞许道 对哇 你可真是个勤俭持家的好姑娘 说到这 陈硕开始转移话题 不过话说回来了 冯木对何永元 真的一点想法都没有吗 他那天对何永元说的话 对圆圆打击蛮大的 现在都开始发愤图强了 这是好事啊 说明何永元成熟了 易仪宁的心思 立刻被带跑偏 小嘴巴巴的 而且我觉得吧 冯木也不是对何永元 完全没感觉 只是冯木更喜欢稳重点的男生 何永元之前表现得 有点太幼稚了 陈硕别别嘴 你们女生真的难搞 所谓矫枉必定过正 太过于稳重 就会心思深沉 到时候 你们女生又会说 看不穿这个男人 心里没有安全感 易仪宁愣了下 思索片刻后 认为陈硕说的好有道理 感情 果然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复杂 易仪宁感慨的剧 忽然又挺乐呵的 所以 像我们这样和木相处 一步一步踏实实迈出去的 是很难得的事情对吧 那当然了 所以你一定要珍惜我 知道知道了 大老爷们 成天匿匿歪歪 成何体统 前脚送走易仪宁 后脚陈硕 就去明大的羽球馆 办了四张会员卡 亲自送到了女请楼下 易仪宁刚准备睡午觉呢 睡衣都换好了 接到陈硕电话后 立刻穿着拖鞋 哒哒哒下楼 当陈硕把四张羽球馆的 会员卡递过来时 小学姐都感动了 这 我才说了 想要运动锻炼身体 他立刻就把事给办了 执行力也太降了吧 易仪宁感受到了 陈硕对自己的重视 悬傻乎乎地问 多少钱挖 我转给你 跟哥谈钱 哥的钱都多到能擦屁股了 陈硕双手奔在易仪宁肩上 把他转向寝室大门 回去好好睡个午觉 养足精神 晚上去打羽毛球 真的不要钱吗 无功不受禄啊 硕总 真的不要 易仪宁回头看向陈硕 忽然眯起眼睛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 你肯付出代价 肯定想要更大的回报 你想干什么 我想 你别去找樊世音 陈硕宁是易仪宁 深情说道 我想你开心 你知道吗 刚才在湖畔 我看着 你在阳光下的浅笑 那个场景 让我感慨万千 原来我穷尽半生寻找的春天 你一笑便是了 原本易仪宁以为陈硕 是来送羽球管会员卡的 没想到 他竟然还憋了个大的 人是情感动物 无论拥有多少财富 多么超然的地位 是人就需要感情 对你无情的人 同样有对他无情的人 所以就能引出那句 被舔狗们深恶痛绝的 治理名言 每一个你求而不得的 男神女神 背后都有一个 透析他们道兔的人 易仪宁是个理论知识 无比丰富的女孩子 虽然仅限于肉体理论 对于男人给他准备的惊喜 这是平生头一回 其他时候的都属于惊吓 送会员卡 已经能让寻常小女孩 开心很久了 而陈硕后面 跟的那句话 属于暴击家真伤 哪个怀揣爱意的小女孩 吃得消这个呀 我 你 你 易仪宁捏着四张 学校语求馆的会员卡 期待地问陈硕 你还有别的话 要跟我说吗 说吧 快说 说了我就答应 陈硕沉默了会 然后双手插兜 往后退了步 醋眉看着易仪宁 片刻后 狗男人用着十分疑惑的 语气开口说道 不是吧易仪宁 这还拿不下你啊 这还不能让你主动告白 你也太难搞了吧 易仪宁 狗东西 还是想着让我先告白 行了 去吧 我也回寝室睡觉了 陈硕笑哈哈地挥挥手 午安 易仪宁 易仪宁没好气道 我替冯木 徐荣荣 刘娜谢谢你的会员卡 那你的谢谢呢 现在是正午时分 周围静悄悄根本没人 大家都躲在屋子里休息 陈硕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脸颊 易仪宁左右看了看 迈出一步 点起脚尖 在陈硕脸上 蜻蜓点水般啄了下 扭头往大楼里跑 莫送易仪宁上了楼 陈硕这才彻底松了口气 妈的 幸亏还能憋出点骚话出来 否则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 摸摸鼻子 陈硕又把手插进兜里 慢慢悠悠地晃荡 先去秘密工作室逛一圈 朔总 我们大赛筹备小组有个新点子 剑家和余墨来敲陈硕办公室的门 陈硕把腿放到桌上 问道 要前部 余墨竖起大拇指 朔总把控成本预算的功力 值得我们学习 我太佩服朔总了 住嘴 禁止光天化日之下 溜须拍马 陈硕严肃地教训于墨 我给你们定个规矩 以后除了再有陌生美少女的场合以外 都不准备拍我的马屁 剑家现在属于实时务者为俊杰 立刻附和 请朔总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这周六 星际科업 您亲自往比基尼小烧杯身上到香槟 把控成本 把控成本啊 剑家 好日子才过了几天 忘了当初 咱们勒紧裤腰带的时候了 陈硕愈发不满 剑家缩了缩脖子 还以为陈硕对自己成为夜店小天后 这事进行严肃抨击 陈硕 香槟太奢侈了 你问问他们 能不能接受拉罐百威 剑家 活该人家能发财啊 这尼玛真是骑自行车去酒吧 该省省该花花 说的也是啊 凭啥 一定给香槟洗奶 拉罐百威差哪了 看着自己两位得力干将 陈硕与众心常说道 你们这个年纪 兜里有点小钱 爱玩很正常 但不能把我这个全国优秀大学生 拉下水啊 行了 先说说你们的新点子 剑家立刻汇报道 朔总 我们的想法是 在大赛开始前 先让上一届 获得名次的校园明星们 拍个Vlog 祝福一下这期的参赛选手 全当是预热了 我想 这个应该不用花钱 毕竟我们之前都给过奖金了 这点面子 他们肯定会卖 陈硕表示认可 这个想法不错 确实不错 顿了毒 陈硕接着说道 其余人你们负责联系 冠军就由我来联系吧 毕竟人家档次不一样 现在微博上 都上百万粉丝了 余莫惊奇地看向陈硕 哟 硕总您这么关注 樊石英啊 剑家立刻踩了余莫一脚 喝胡辣汤的政治觉悟 果然还是比不上 我这个煎饼卷大葱的 葱省被奉为考工大省 剑家的觉悟 就明显要比余莫高得多 陈硕只不过把何永元安插进来 他立刻就有所警觉 开始自行了 老板想跟谁聊天 你有什么好多嘴的 老板想跟谁聊就跟谁聊 别说聊天了 老板想睡哪就睡哪 唉 如果你们能尽快成长 面子足够大 走哪都能撑起秘密工作室的门妹 哪里需要我一个当老板的这么操心 陈硕叹了口气 拿起手机就往外走 临走前还不忘问剑家和余莫 我说的有道理吧 剑家和余莫对视了眼 然后纷纷点头 又有新的工作任务了 联系樊石英 但不急 长腿小绝匠很沉得住气 那么陈硕也要沉住气 下午在嗨思直播办公 上一室的时候 陈硕就拿过风头 对一系列操作很熟悉 所以操作起来 没什么困难的地方 但MBO着实没接触过 所以相应的咨询公司 和法律方面的服务 陈硕都要亲自到场 一一对接 这样搞了一下午 又和咨询公司和律所的人 吃了顿便饭 陈硕大概也摸清楚 这里面的门到了 果然 说的天花乱坠 各种各样的行话脱口出 到头来还是那么回事 买卖吧 你买我卖 底层逻辑就那么几条 把控住就没问题 陈硕对嗨思直播的定位 还是很清晰的 就是自己的捞钱机器 趁直播行业紧喷前 做好准备 叙事待发 然后在千百个平台混战之际 稳坐钓鱼台 狂捞一笔 等单一的直播行业热度 退去前 以最高价出手 与此同时不断融资 拉高价格 把前头进短视频的研发 尤其大数据这块 其实秘密APP 已经开始做大数据方面的探索了 在人选推送 商品严选这块 进步飞速 这里 降报公布可没 对于降报这位天才技术员 陈硕始终没有忘记 当初哄他入火的承诺 待到司满天下时 送他一家顶级族预会所 到时候 我要让所有技师都穿上丝袜 一礼拜七天 每天不同的制服 每天不同的丝袜 爽死男同胞们 线上线下 同时掏空他们的钱包 男人有钱就变坏 只要没钱 他们就不会变坏了 很合理 婉拒了律所和咨询公司的人 要请自己去 RN11做做的邀请 陈硕准备回寝室 可他们再次真诚地发出邀请 陈硕无奈 只能再次婉拒 最后 律所那哥们 都要给陈硕跪下来了 最后实在没办法 实在是盛情难缺 陈硕只能答应去做做 不过去之前 陈硕感慨到 RN11比较适合那些年轻富二代 和网红去消费 主打一个闹腾 我们这种商务应酬 还是得去安静些的地方 那里的女孩 也比较温柔文静 咨询公司的人立刻明白了 去罗曼达 立刻去罗曼达 我不点 进包厢前陈硕如是说道 他决定 不能在沾染社会上 这些肮脏陋习了 律所那哥们 又要给陈硕跪下了 陈硕没办法 只能点了一个 咨询公司的人说 硕懂这个身份 怎么能只有一个人陪 让别人看见了 还以为我们 某某咨询 不懂招待客户呢 点两个 必须点两个 不然我也给硕总跪下 陈硕苦笑 你们这些高端人才 真的都好骚啊 没办法 陈硕只能点两个 你就说 古代皇帝 想要当个明君得多难 陈硕这还没咋的呢 身边工为奉承讨好的 就这么无所不用其极了 泽泽 很难想象 真正的大佬 平日里要面对多少诱惑 高明燕那种就没这个烦恼 他都是诱惑别人 老不死 也不怕死女人肚皮上 醉熏熏回到寝室 搁几个都还没睡 何永元叼着烟 手机外放音乐 是我们酒时候 共同的回忆 北比怎么会这样 再也不能睡同床 寂寞的 我怎么度过夜 你有自己的立场 可是怎么才能够阻挡 别飞向别人的床 陈硕看看时间 确实到往一云时刻 白妆可能是想到此时此刻 简家正在夜店里 搂着小烧杯 开怀畅饮 不禁潸然泪下 背过身 死死咬住被子的一脚 别飞向别人的床 陈硕一拍脑门 这倒是提醒他了 还没跟凡时音发微信呢 都怪罗曼达那两个小烧杯 踏马得连矜持都不要了 飞拽着 自己不让走 陈硕狠狠撕坏了 他们的丝袜后 才潇洒脱身 想睡我 做梦 粉丝低于五百万的 老子看都不看眼 洗完澡 翻身上床 陈硕给凡时音留言 第二届校园冥想大赛 需要冠军出镜 给选手们拍个打气视频 你看看最近什么时间有空 我过来拍一下 是我过来拍 不是别人过来拍 杜悠昂得死蛋 盈盈是个聪明女孩子 她肯定能懂 体院 女请 凡时音刚洗完澡 穿着件清凉的吊带背心 和四脚平底裤 两条雪白修长 充满力量感的美腿 搭在另一张椅子上 让人垂涎欲滴 看到陈硕的消息后 凡时音立刻起身 穿上拖鞋 走到天天的床边 天天 她给我发消息了 说要拍个视频 啊 迷迷糊糊的天天闪电般抬头 我靠 你俩什么时候 进展如此神速了 还拍视频 你也真的让她拍 这是底线啊凡时音 你怎么变得如此奔放了 凡时音满脑子黑线 你在想什么呀 是正常视频 给第二届校园明星 参赛选手的打气视频了 天天这才明白过来 答应呗 反正你也想答应的 我没有啊 我再问你呢 军师 我觉得 我可以在和陈硕的对线中 获得一丝丝的优势 凡时音表示 十分信任天天 峡谷哲学之一 当你开始呼叫打野时 你的对线已经崩了 想要反抗 你叫吧 越叫我说狗越兴奋 第二百零一章 天天万万没想到 自己在凡时音这边 竟然担任着 如此重要的角色 她一把接掉面膜 匆匆洗了把脸之后 撕开一包瓜子 给我瞅瞅 到底发了什么信息 让你如此放心大乱 我看一招破址 凡时音没有犹豫 求救似的 连忙把手机递了过去 天天如临大敌 接过手机定睛一看 然后她脑袋往前一探 手指在屏幕上 朝上用力画 想看看 后面还有没有 没了 就这一句 没了 就这一句 凡时音奇怪地看着天天 怎么感觉 你好失落的样子 天天怂怂间 顿感无趣 我选以为还有别的嘞 真就只是找人拍视频啊 如果是常规视频 有啥好担心的 如果不是常规视频 这个我也不敢参与啊 凡时音 叮咚 又一条消息发了进来 凡时音立刻拿起手机 再次如临大敌 她问我 现在有没有空 见面聊一下细节 可我都没化妆 衣服也没换 怎么办 去不去呀 天天 天天目光深邃地 看了眼凡时音 一边磕瓜子 一边语重心肠地叫一道 音音 难道你还没发现吗 你自己听听你说的话 我没化妆 没换衣服 所以我不知道该不该去线陈硕 如果是这样 我建议你去线 线完回来 还能睡个好觉 凡时音傻乎乎问 那我现在需要化妆和换衣服吗 不不不 这点我需要给你个提示 天天晃了晃脑袋 这么突然的见面 本就没有给你留足充分的准备时间 如果你为了一次突然出现的见面 而精心准备 反而就落了下诚 所以 就要以最自然的方式 出现在她面前 明确告诉她 我也不是特别在乎你的想法 凡时音一拍额头 误了 误了 那我就这么去 很自然对不对 说完 她就起身拉开门往外走 陈硕已经在学校门口等着了 天天望着凡时音离开的背影 欣慰点头 只要音音听我的 何仇不能好好恋感 等等 她刚才穿什么出去的 小吊带 小短裤 虽然走之前披了件衬衫 但宽宽松松的衬衫一穿 下半身直接就是两条雪白大眉腿 视觉效果更是无比刺激 这特么的不比精心打扮还刺激啊 就凡时音那吊炸天的身材 再搭配那么一套 哪个男人吃得笑 她今晚玄回的来吧 天天有些慌了 不止天天慌了 陈硕也慌了 当看见穿着清凉的凡时音 就这么走到自己车子旁 拉开门坐进来后 车厢内很快萦绕起了女孩子 刚洗完澡后的扑鼻香气 依卡路草本精华是吧 好好好 大晚上的找我什么事 樊石英蛮高冷的问 陈硕奇怪了 你没看微信吗 樊石英 装过头了 于是樊石英开始自己发挥 那除了微信上说的 还有别的事吗 陈硕摇头 没了 那我走了 那你走吧 樊石英愣了下 脸上明显露出慌乱的表情 不对啊 天天不是说 只要表现出无所谓的姿态 那陈硕就会挽留吗 这怎么没有按照天天的套路来 她到底有没有谈过恋爱 陈硕笑眯眯的看着樊石英 忽然大拇指竖起 食指伸直抵在她光洁的额头上 问 吃错药了呀 这种说话方式 跟谁学的 樊石英有些失落 与其傲恼地回答 天天教的 他让我别对你太好 天天是吧 好好好 你给老子等着 我和樊英的感情之路 想必是要充满坎坷了 有机会一定尽名为天天 的坎坷一杯 陈硕看着樊石英 问道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樊石英其实也没想好为什么 手指紧张地交错 握拳 然后看向陈硕 因为有漂亮女孩子喜欢你 陈硕猛地一拍方向盘 气势汹汹 这是什么狗屁道理 有人喜欢我 你就要欺负我 我没有欺负你 你刚才那种做事要走的样子 分明就是欺负 樊石英愣了下 心虚地低下头 那对不起 你道歉得这么快 我还怎么演下去 聊正事吧 虽然我还是很难过 但男人要以事业为主 你这种恋爱脑 恐怕一辈子都不会懂的 陈硕故意冷着脸 盯着明显怯弱了的樊石英 轻轻一哼 拍视频要用的文烂 是你自己想 还是我提前帮你写好 樊石英看着陈硕 要不 我自己想 陈硕 怕是嫌我写得不好 丢你这个冠军的脸是吧 没有没有 我是怕麻烦你 樊石英沮丧地说 既然如此 你写吧 陈硕 我写 我写出来不符合冠军的心意 怎么办 到时候 是不是又得扭头要走了 樊石英被陈硕对的一句话 都说不上来 张张嘴想说什么 最后两扮薄薄的嘴唇 紧紧领在一起 低头开始扣指甲 陈硕俯身歪头 朝上去看樊石英的脸 不会吧 不会真的哭了吧 哭到是没哭 就是眼眶泛红了 人被对的说不上话来的时候 就会又气又急 要么破口大骂 要么就打人 樊石英又不会骂人 又不会打人的 只能自己委屈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樊石英小声说 我以为你会让着我的 陈硕黑黑一笑 抬手拍了拍樊石英的后背 接着改为轻浮 我在逗你 为什么要这样逗我 樊石英委屈巴巴地问 陈硕脸不红气不喘地回答 因为我和别的女孩子 都会保持一定距离的 也没说谎 确实如此 樊石英原本以为 今天会很生气的 至少要好几天 才能消化掉 刚才陈硕胸塌后 产生的坏情绪 可当陈硕说了这句话后 他忽然觉得 浑身都很轻松 彭腐有块压在自己心上的石头 被搬走了 我们来想一想 视频里要说什么话吧 陈硕对樊石英说道 我们一起想 好 这样坐着不舒服 不利于我们 想出诚挚的祝福 来 我们去后座 抱在一起想 最后 樊石英还是乖乖地 跟陈硕去了后座 他还没想过 自己将会面临什么 撑死了 就跟那晚的帐篷里一样吧 两人坐到后座 陈硕打开车子的全景天窗 一边看星星 一边想段子 你想出来了吗 樊石英问 陈硕摇头 哪有那么快 你一个体育生 我一个理科生 都不擅长此道 我得好好摸索摸索 樊石英发现 陈硕不仅会摸索 而且这个人 还扣扣嗖嗖的 陈硕摟着樊石英 对他那双血白的大腿 爱不释手 真长啊 而且 他今天为什么要穿成 这样出来献自己 也太魅惑了 这不纯纯美少女 起床时的打扮吗 小吊带 小短裤 镶肩和臂膀 两整条的大白腿 还有吊带和小短裤之间 一抹细嫩白皙的小腰 陈硕如果连这个 都能忍住不上手 那他觉得 自己真的要无敌了 毫无预兆的 陈硕低头稳住樊石英 樊石英被这 突如其来的轻轻 吓得浑身一软 还没等做出什么反应 陈硕已经把他 两条大腿搬起来 放到了自己的腿上 这样一来 为了保证身子不厚痒 樊石英只能选择 双手还住陈硕的脖子 而陈硕一只手 扶着樊石英的腰 另一只手向左 向右 向前 向后 没有几个女孩子 睡前还会穿胸衣的 樊石英也不例外 他平时肯定都穿 那种横颈的运动胸衣 把自己裹得稳稳当当 这样才能保证 运动时候不会被连累 你 陈硕离开樊石英的嘴唇 低头问 是不是因为太大了 导致运动能力 无法得到完全的发挥 所以才落选国家队的 樊石英不敢去看陈硕 把脸埋进他的怀里 点了点头 小声说 有一部分原因 陈硕长叹了口气 安慰道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不过 我听说 有些运动员 为了防止身材发育得太好 会吃些抑制激素的药 樊石英小声回答 吃了 不太管用 竟然吃过了 陈硕有些惊骇 吃过了还这般规模 那要是没 吃得疯长成什么样 真是不敢想象 这样挺好 正正好 很完美了 陈硕替自己感到开心 樊石英沉默了会 又在陈硕怀里点了点头 在陈硕感受中 这不是点头 是蹭了蹭自己 示意自己 不要停快继续 那就继续 向左 向右 向前 向后 从樊石英的视角来看 陈硕此刻 真的像一台精密 且高速运转的机器 嘴巴不闲着 手也不闲着 身子还经常扭动 调换更舒适的姿势 根本停不下来 原来轻嘴 只是个广义的说法 具体起来 有着无穷的变化 樊石英只觉得 自己整个人 轻飘飘软绵绵的 如果此刻是站立状态 他恐怕都站不稳 因为两条腿都在发软 他好会 而且感觉 像是在叫自己 樊石英的臂展很优越 他修长的手臂 可以完整地抱住陈硕 整个宽阔的后背 饶是他没有留指甲的习惯 陈硕都感觉 后背画过了几道指甲痕 他怎么比刚才还要紧绷 还要紧张了 猛的 樊石英一头扎进陈硕怀里 头发凌乱 抬头无神地看着他 陈硕心里一惊 差点头口而出 这就好了 比我还快 不知过了多久 陈硕依然抱着樊石英 他用衬衫蒙着脑袋连 眼睛都不肯露出来 陈硕都哄了好久了 愣是没起作用 没事 你可能是最近太累了 我不在乎这些的 睡一觉就好了 这个世界 对我们男保来说 真的太残酷了 明明是相互的事 女孩子快 我们会有成就感 女孩子有满足感 那凭什么我们快 我们会有愧疚感 女孩子只会觉得你没用 这不符合男女平等的精神 唉 男人好难 听说多练腿 能变持久 陈硕给樊石英出主意 你要不是试 樊石英根本不敢把头抬起来 如果可以的话 他甚至想找个地方攥进去 这算什么事啊 这到底算什么事啊 我的身体出什么问题了 为什么会这么润这么狼狈 或者多吃点生蚝之类的 不对 男人需要吃生蚝 女孩子应该吃 隔娇 陈硕摸着下巴细细思索 这方面 他实在不太了解 樊石英双手合十 轻声求饶 求求你了 不要说了 陈硕不说话了 他想抱着樊石英安慰一下他 又想先去洗个手 左右为难 只好只用手臂去环抱樊石英 不用手触碰到他的身子 按理来说 运动员的耐力 都是很酱的 樊石英这种级别的职业运动员 更不应该这么不堪吧 果然这玩意 还是因人而异 不能一概而论 陈硕以前 倒是认了个奔放的大姐姐 靠美妆起家 后期运营了好几家大型的整容医院 将近40了 也没结婚 主打的就是个游戏人间 反正钱多的没地方花 都不用业内人士 是个人都知道 美妆这玩意有多暴力 医美更不用说了 所以 大姐姐的外貌条件超级优越 男朋友换得无比勤快 小奶狗位主 大姐姐说了 小奶狗干净 尤其是刚考上名牌大学的小奶狗 清清白白 美容养颜 陈硕私底下 还给这个大姐取了个外号 处男中结者 后来有阵子大姐姐玩腻小奶狗 和黑皮体育生了 转而去物色大鸡霸 除了一个之后 发现简直垃圾 总看不中用 凭价为绣花枕头 这么一想 陈硕也就释然了 没事没事 我不在乎这些的 陈硕继续安慰 凡是因声音跟蚊子似的 你车子里 有没有多余的裤子 裤子 陈硕误了 有有有 你等一下 陈硕先下了车 绕到车尾打开后备箱 他因为经常需要去 参加一些应酬之类的 不能穿得太学生气 所以 经常是前脚还在上课 后脚就要去参加饭局 这种情况 车里被上几套 拿得出手的商务套装 就会非常省时间 日子长了 后备箱里 就会多出很多 换下来的衣服裤子 陈硕挑了一条 宽松的棉质休闲裤 钻进后座后的 给发凡诗音 我帮你穿 陈硕贴心问 凡诗音急忙摇头 接过裤子 手忙脚乱地穿上 我 我要回寝室了 凡诗音现在就想 赶紧逃离这里 太修人 实在是太修人 陈硕心想 这不是办法 伸手把凡诗音 重新抱进怀里 二话不说 直接就是个亲 直到再次把凡诗音 轻软才松开他 笑嘻嘻地刮了下他的鼻子 这很正常 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 不需要害羞 凡诗音哪里听得来这些 转身推开门 小跑的就往体院方向奔跑 一边跑 还一边不停提裤子 陈硕按下车窗 目送凡诗音跑进学校后 这才回头看了眼 他刚才坐过的位置 沉默了会后 陈硕拿过车子里摆着的抽纸 抽出几张后 开始擦拭座椅 拧开一瓶矿泉水洗了洗手后 这才打到回府 体院的占地面积 虽然远不如明州大学 但一路狂奔 还要提防宽松的裤子脱落 这样一路要么跑要么快走 到寝室门口时 凡诗音已经浑身冒汗 在门口缓了好一会 他刚要推门进去 忽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穿着陈硕的裤子进寝室 室友们会做何感想 那现在脱了 脱了的话 湿的地方被看见了怎么办 对了 就说是跑不跑的 打定主意 凡诗音连忙脱下那条运动裤 想了想之后藏到身后 推门进入寝室 用最快的速度 丢进自己的洗衣盆 我靠 你终于回来了 天天直接翻身下床 看着满头大汗的凡诗音 你干什么了呀 出这么多汗 我 我跑不来着 凡诗音喘着气回答 你为啥跑步啊 我跟陈硕一起跑的 锻炼身体 天天估摸着 应该不像说谎 凡诗音走起路来都轻飘飘的 像是腿很软的样子 嘀咕道 真是稀奇了 约会就约会 内容竟然是跑步 难不成陈硕 入乡随俗了 音音 不会是你提议的吧 凡诗音抬头正正看着天天 然后用力摇头 鬼才提议这些 我要是知道 结果会把裤子弄湿 打死我都不会去的 天天抓了把之前 还没磕完的瓜子 坐到凡诗音身边 你先别急着去洗澡 收收汗再去嘛 职业运动员这点常识都忘了 来跟我讲讲 和陈硕一起运动的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激发你的好胜心 直接拉抱他 凡诗音小声说 我黏乎乎的 难受 难受就忍忍 拉抱陈硕 凡诗音十分难为情 认为自己给体育生丢脸了 不仅没有拉抱陈硕 反而被他给拉抱了 哦 拉喷了 见凡诗音不说话 天天误以为 他是羞涩的难以启齿 就说道 哎呀没事的了 你本来就没谈过恋爱 又不擅长和男生相处 提出去跑步 这种古怪的想法也很正常 对了 一起跑步的感觉如何 凡诗音忍不住回忆起 刚才的那番接触 下意识说 还挺好的 是前所未有的感觉 啊 天天感觉凡诗音怎么说的 跟自己不是一回事 牛头不对马嘴的 你第一次跑步吗 还前所未有的感觉 怎么着 和陈硕一起运动 你就有别的感悟了吗 直到洗完澡 凡诗音才 幡然醒悟过来 今晚明明是要讨论 拍打气视频时 要说的台词 可是刚才根本没有时间 聊这件正事 那 那就下次再聊好了 凡诗音轻轻地自言自语 不禁开始期待 和陈硕的下一次见面 下次 肯定不能再这么狼狈了 凡诗音回头看了眼 丢在洗衣盆里的衣服 抿了抿嘴 赶紧用一条毛巾盖上 那是 不堪回首的记忆 从浴室出来 凡诗音主动爬上了天天的床 抱着双腿锁在床尾 天天放下手机 顿觉奇怪 不是 你这个状态 让我很怀疑 你跟陈硕到底干了什么 咋感觉像被蹂躏了呢 被蹂躏嘛 应该也算是了吧 凡诗音摇摇头 说道 天天 你还记得 之前去明大打有一赛时候 有个很好看的女孩子 来找我合影吗 不记得了 我猜 那个女孩子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陈硕的人 也是陈硕犹豫不决的原因 陈硕今晚准备夜不归宿 明天要和风投机构 正式签订相关合同了 她今晚准备去嗨斯直播对付一宿 万万没想到 音音竟然是个水娃 陈硕会心一笑 停好车后 直径上了楼 走进办公室打了个地铺 很快入睡 一日 在陈硕和风投机构 签订合同的同一时间 夜内已经开始传出消息了 嗨斯直播 拿了上千万美金的风投 陈硕专门召开了会议 对前期到账的资金 做了合理安排 风投愿意一下子 砸出这么笔巨款 就是因为清楚地知道 陈硕要拿这笔钱收购A站 并且降声放送改版为 全新的直播平台 两家平台互相竞争 隐隐形成 几乎垄断行业的优势 一旦平台独大 那么接下来主播们的好日子 就要结束了 他们将进入 凶残的优胜劣汰的竞争 脱颖而出者 将为平台贡献巨额财富 根据已经从A站离职的 陈少杰的介绍 嗨斯直播的老板非常年轻 背后的能量非常大 他身边跟的秘书都非常大 这个直播平台的老板 到底是谁 马上安排人去接触 一天 我要知道他的全部消息 大厂要下场了 直播行业要迎来 真正的资本角逐了 互联网的圈子其实不大 行业内但凡出现风吹草动 消息流传的速度非常快 一时间嗨斯直播 成了万众瞩目的平台 一半的目光都聚焦于此 因为从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 都在证实一件事 嗨斯直播的老板 不久后 也将成为A站老板的那位 很年轻 超出想象的年轻 那么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几天后 这个被无数互联网从业人员 茶余饭后闲聊起的青年才俊 正躺在明大寝室诉罪不起 陈硕自己都不知道 原来游戏板块 已经签了那么多女主播了 郭正云正在努力和企鹅护鱼 事业群那边对接 希望能拿到LL的独家转播权 所以为了迎接未来的各类赛事 平台还专门招聘 培养了一批游戏主持人 为了庆贺平台拿到风头 同时庆祝A站完成了 MBO管理层收购 王思妍牵头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晚会 你想象不出 被上百名美少女围着 他们手持香槟朝着你喷射酒水的场面 陈硕酒都没喝 活生生被喷醉了 我想上学陈硕捂着疼痛不已的脑袋 喊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叮咚叮咚 手机响了 喂 哪位 你好陈硕先生 这里是阿里总裁办 请问你有时间吗 我们马总想和您聊几句 草 诈骗电话 陈硕直接挂了 对面 又睡了个回笼觉 陈硕好歹算是彻底清醒了 起床洗漱完就坐到何永元的桌子前 开始玩CF 何永元的电脑配置 是整个寝室最好的 直接把主机搬过来了 不像江横达 用他老爸置换下来的笔记本 只能打植物大战僵尸 快到中午时候 室友们上课回来了 自从上次被教授寄了矿课 拎着茅台去讨公道 被轰出来后 何永元就老舌不少 再也不敢借着秘密工作室的事 不去上课了 阿硕 给你带了午饭 何永元提着一盒骨头饭 放到陈硕桌上 昨儿喝酒喝得味凉嗖嗖的 正好暖暖胃 陈硕打开盖子 捧起碗喝了口热汤 然后和室友们 分享刚才的经历 我昨天是真喝多了 早上睡得迷迷糊糊 还梦到有人给我打电话 你们猜怎么着 是个自称阿里的人打来的 说什么马总要跟我通话 笑死人了 江横达放下书本 最近电话诈骗蛮多的 不过这个骗子很离谱啊 竟然装成阿里的马总 这谁会上当 白妆 这有啥的 之前我在贴吧上看到 有个自称秦始皇的 说自己已经复活了 给他银行卡转500 等复活大军后 给赚钱的人封个大将军 就这都有人上当呢 何永元抬头 沉思片刻后说道 万一是真的 那岂不是赚大发了 哈哈哈哈 圆圆你小子 如果这都能是真的 那给阿硕打电话的 莫非真是阿里的马总 就是就是 还不如阿硕那个梦来的现实呢 白妆和江横达 取笑完何永元 对视了眼后 纷纷看向陈硕 真的是做梦吗 陈硕也愣了下 掏出手机点开通话记录 真的有个航程的通话记录 就几秒钟 卧槽 不是梦啊 白妆凑上来一看 无比激动到 难不成真的是那位大人 快回过去啊 阿硕 破天富贵找上门了 破天富贵 未必吧 陈硕把手机放到桌上 继续自顾自地吃饭和汤 显得毫不在意 江横达问道 你不回的电话问问清楚吗 万一真是马总呢 真是又如何 陈硕风淡匀轻地挠了挠后背 一条腿还踩在椅子上 表情十分淡漠 所谓富贵不能赢 威武不能屈 他马总就能大早上不分 青红皂白的扰人清梦 何永元看了眼通话记录的时间 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已经九点多了 九点多怎么了 谁规定九点多大学生 就不能睡觉的 陈硕淡然一笑 如果真诚心要找我 他还会打过来的 如果不是诚心找我 我回电话的意义在哪 他姓马的有几个亿啊 值得我上杆子道贴 何永元三人 被陈硕如此嚣张的言论给震撼了 江恒达还特意上网 百度了下老马的身价 然后把那长长的一串数字 给陈硕看 陈硕撇过头 我不看 我嫉妒 要真是老马找自己 那陈硕非但没有丝毫地开心 反而担忧起来 如今阿里的淘宝 可谓风生水起 十一年的双十一之后 彻底起飞了 这两年对于普通人而言 最大的风口 搞微博 开网店 至于其余一些什么比特币之类的 并不是大众所了解的领域 还是等到几年后发酵了 才被大众所熟知 普通人都知道的事 才是能让普通人赚到钱的事 如今 阿里风头正盛 一时无两 但陈硕知道 如果被阿里看中 要入股 要给风头 那么自己约等于失去 对两个直播平台的掌控权 说不得 阿里盯上的 其实是更有前景的秘密APP 众所周知 当下是企鹅和阿里的两家争霸 各有所长 而阿里的短板在何处 社交 他们不是没想过 要用支付宝对抗微信 还特意搞出了个圈子功能 叫什么校园日记 还有白领日记 经历过的都知道 后来被喷成啥样了 圈子只允许女性发帖 男性打赏观看 还对评论的用户 有硬性要求 必须得是芝麻信用分 750以上的用户 才能评论 芝麻信用分750 等于有钱人 于是乎 校园日记和白领日记 很快充斥起 大量露骨自拍 和暧昧文字 说白了 老娘可睡 代价而估 圈子上线48小时 白领日记浏览人数 1800万 校园日记浏览人数 2100万 看来还是学生 对男人的诱惑程度 更大一些 随即便被定义为 社交的一小步 圆交的一大步 支付宝从此被细写 称呼为支付宝 跌了个大跟头的阿黎 貌似从这之后 就不太乐意提起社交的事了 但这是战术性失误 根本不会触及根本 阿黎依然是 无庸置疑的巨无霸 不过自那以后 短视频时代到来 企鹅投资拼兮兮 扶持金抗衡阿黎电商 阿黎终究被自大与浮夸所累 并为此买单 混户联网圈子的谁不知道 从阿黎出来的管理层 那叫一个浮夸 别的公司当然也会有 但阿黎更显著险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阿黎投资的项目 必会亲自下场委任高层 搞黄了 不知道多少好项目 老子又不是那种 捞一笔就跑路的人 需要跟你在这瞎扯蛋 所以 陈硕压根没把这事放心上 吃饱喝足 就当没接到过这通电话 下午 秘密工作室 陈硕最近要成立一家传媒公司 暂时由自己负责 郭正云得知阿黎找了陈硕后 坠坠不安地 过来询问具体经历 还讲出了自己的忧虑 硕总 阿黎能人多 他们要是针对我们 我们很难抗衡的 抗衡不了吗 陈硕想了想 点头道 确实抗衡不了 但也不用太神话那帮人了 无非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有人失足落水 有人礼于越龙门 老郭啊 石势造英雄 不是英雄造石势 你可以低估他们 但完全不用太过于高估他们了 正说着 前台的行政电话 打到方可利这边 说有客人造访 谁 陈硕问 方可利很激动 阿黎总经办的人 陈硕和郭正云对视了眼 随即哑然失笑 起身后说道 我再补充一点 他们行动力确实蛮降的 走吧 去见识一下大厂高管的风范 来找陈硕的 是阿黎总经办的 一位主管级员工 是个女的 三十多岁 气质就是女强人的感觉 主管在阿黎的管理层序列里 是M1 也是最低级别的管理层 但阿黎的M序列 是不向中下层员工开放的 虽然是M1 但所谓宰相门前器品官 作为总经办的M1 直接服务于最高管理层 含金量不言而喻 起码是未来可期 陈硕一听 你妈女强人是吧 呼叫林妈妈 高岭的办公室 就在隔壁大楼 听说阿黎的人来找陈硕了 兴趣顿起 二话不说就过来了 什么情况 高岭走到陈硕办公室 手朝外指了指 我刚才路过会客室 看见一帮人在那开会 他们怎么来别人地方 还要开自己内部的会议 陈硕哈哈笑道 不然怎么凸显 大厂高管们日理万机的形象 习惯都好 那你把我叫乖干什么 带你看看大厂的人 是怎么装逼的 跟我比又如何 会客室 冯绍丽 阿里总经办M1级主管 腿上摆着一台薄薄的工作笔记本 正通过内部OA进行视频会议 周边几个下属同样一脸严肃 时不时交头接耳 一副忙碌景象 各个部门简单碰头了一下 暂时敲定这次M7以上高管查话会的地点 大家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冯绍丽抬头 看了看下属们 下属一 金总喜欢吃辣 这次又刚刚完成了 下属几家子公司的清算合并 我们是否需要偏向他的胃口 下属二 副一 外面陈硕 回头 陈硕对郭正云等一众管理层说到 你们以后要是赶完这么虚头巴脑的东西 直接收拾东西滚蛋 郭正云等人盲点头 其实陈硕心知肚明 等以后公司规模越来越大 员工越来越多 大企业的毛病一个都不会少的 只能是吸取历史教训 在发展过程不断纠正 管理 向来与业务不相干 所以 大活的人才瞧不起那些做PPT的人 推门 陈硕开朗一笑 热情走向冯绍丽 分总 让您久等了 我是陈硕 冯绍丽也是头次见到陈硕 本来已经知道 嗨思直播和秘密APP的老板 是个年轻人 但即便做足了准备 也还是没料到 不仅年轻 还特目的这么帅 朔总你好 我就是白天时候 给你打电话的那位 冯绍丽握住陈硕的手 微笑道 朔总的警惕心很强 来之前 马总还特意夸了你这个优点 那我真是好荣幸啊 不仅陈硕在观察阿里的人 冯绍丽也在观察陈硕 足够年轻 足够帅气 身边的女人也足够漂亮 出身大长 冯绍丽太清楚 领导身边漂亮女人 意味着什么了 不说那位清新可爱的小助理 还有风姿绰约的行政总 光臣硕身旁站的那位 说实话 冯绍丽献过不少职场美女 但美如高领这般的 确实不多见 最重要的 她身上有骨子贵气 那是常年养尊处优 续养出来的真正贵气 不是装出来的小子 据那位从A站离职的 陈信路人说 陈硕疑似背景雄厚 难道她的底蕴 就是从身边女人身上 体现出来的 众人相继坐下 陈硕笑呵呵问道 冯总特意过来 是有什么合作要谈 合作 冯绍丽淡淡一笑 心想 英雄出少年不假 但未免也太过于自傲了 我们阿里有什么需要 跟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小公司合作 如果不是来之前 马总特意交代了句 要给予陈硕足够的尊重 冯绍丽肯定要让陈硕体会一下 什么叫大厂管理层的威严 就这 已经是足够收敛后的结果了 但依然掩饰不了冯绍丽身上那种 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朔总 这次不是谈合作 而是谈 收购 陈硕笑眯眯问 你们要收购谁啊 秘密APP 嗨思直播 包括您刚完成MBO的A站 及其新成立的直播平台 冯绍丽微笑说 按理说业务方面的事 不应该由我出面来与朔总对接 但 马总很欣赏你 朔总 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事 你真的应该感到荣幸 冯绍丽这话 不是在打压陈硕 从她表情上来看 没有丝毫这种意味 她是发自肺腑 说出这句话的 冯绍丽确确实实是发自肺腑 在她看来 不 应该说在所有人看来 在所有互联网创业的人看来 能被那位大人 关注并给予正面评价 还想着要收购你 那简直就是天降福源 想什么呢 你还不赶紧跪下截指 叩谢君恩啊 听完冯绍丽的话 陈硕脸上闪过一丝错愕 装的 高领坐在陈硕旁边 现她这副样子 立刻开始进入秘书的角色 朔总 抽烟 陈硕抬了抬手 戒了 高领 给你脸是吧 啊 陈硕听完冯绍丽的话 微笑道 我没听懂冯总的意思 什么叫收购我名下所有的平台 那我干什么去 冯绍丽刚才看到陈硕脸上的表情时 心中已经觉得 这是成了 多少人渴求的是 真砸到你头上了 还不得欣喜若狂 欢欣鼓舞 平台收购后 朔总依然可以在自己 一手创办的公司中工作 或者到阿里任职 冯绍丽微笑道 届时不仅我们会成为同事 我相信 您在M级的序列中 肯定会比我走得远 那是多远 M9吗 陈硕问 冯绍丽笑音音道 朔总少年英雄 志向高远 但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我坚信 只要您加入阿里 日后肯定天高任鸟飞 收购后 我们将对目前平台的人事结构 做出调整 并且对战略方向 制定新的规划 陈硕笑呵呵点头 看了看这帮人 然后淡淡说道 我没兴趣 冯绍丽抬头 眨眨眼睛 略微有些惊讶 你说什么 我对你们的人事结构没有兴趣 对你们给我定的新战略 也没有兴趣 陈硕语气平淡 看着冯绍丽微微汗手 也就是说 我对你们的收购 更没兴趣 总结起来就是 我不想跟你做同事 别再联系我了 我怕另一位马总误会 在被陈硕直截了当地拒绝后 冯绍丽脑海里浮现的第一想法就是 莫非他真是什么豪门贵公子 否则的话 在互联网圈子里混得小年轻 哪个敢对阿里的人如此放肆 别的不说 我堂堂行业领军人物 来你们这个小小的创业公司 还大发慈悲地收购你们 你们不敢恩戴德也就算了 竟然还敢拒绝 服了真的是 你们真的是霸道惯了 觉得拿着钱上门来找我 我就得感激涕零 再来一句马总慧眼识珠 不愧是行业标杆对吧 陈硕翘起二郎腿 微眯起眼睛 扫尸了圈这群不速之客 马总确实是行业标杆 但这跟你们有毛线关系 说不定过几年 你们这帮人就会因为工作能力 追不上时代被优化掉 成为阿里向行业输出的废料 可能今后我还会收到你们的简历 所以 你们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 对我的态度 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 重新组织语言 说完 陈硕抬起手 食指和中指岔开 一旁的高领立刻拿起雪茄烤好后 递了上去 陈硕叼着那只粗大的正宗古巴雪茄 深吸口将烟雾含在嘴里 然后缓缓吐出 一时间他的周遭烟雾缭绕 高领在旁看着 方形颤动 此时此刻的陈硕 真的好帅 冯绍丽看着陈硕 终于明白了什么叫 出生牛独不怕虎 他恍惚间也开始反思这个问题 对啊 我凭啥在别人地盘这么嚣张 就因为我是阿黎的M1嘛 可这个M1又不是终身制的 说不定 每天就会被优化掉 仗着自己是大厂的M级员工 在行业里混得风生水起 走出去别的公司的 都要高看一眼 尤其这两年 阿黎气势如虹 说难听点 从上到下都有点飘 再加上本省大力发展数字化 各种政策倾斜 真的很难不飘 按照陈硕的理解 老马后来的某些行为和言论 暂且不提 是不是真的骑虎难下 但起码有一点能保证 大家都是俗人 谁也没有 比谁境界超然到哪里去 马老师 如今就是飘在云端上的 这个现象出现在 很多成功企业家身上 近些年互联网行业尤其如此 国家重视扶持嘛 但哪天 你要真敢做什么出格的事 嘿嘿 后来大厂们 一个个战战兢兢 断腕求存的样子 陈硕还历历在目呢 陈硕始终相信 国家是站在人民这边的 后来事实也证明 确实如此 冯绍丽调整了下状态 语气温和了不少 硕总 可能您有些误会了 集团想要与您合作 这看中了您旗下 三个平台的前景 您是青年才俊 难道就不想加入 阿黎这个大集体 凭借阿黎的资源 我想 肯定能够帮助您 更上一层楼的 刚还收购 现在又成合作了 陈硕笑着问 不是说要调整人事结构 重新规划战略定位吗 冯绍丽摆手 这个可以谈 都可以谈 陈硕摇头 没得谈 我如果喜欢被人指手画脚 为什么要自己出来创业 那干脆跟你们一样 当的打工仔 天天讨好上司 混吃等死不就好了 冯绍丽 另一名新入职的员工醋眉 看着陈硕说道 陈总 请您注意你的措辞 陈硕一个眼神杀了过去 语气桀骜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 年轻员工顿时语塞 陈硕笑了 你是能在行业里打压我 还是能让风头 不再给我砸钱 如果都不行的话 你他妈凭什么敢 跟我这么说话 年轻员工面色冷俊 语气不善 陈总 我们代表的是阿里 冯绍丽也很不爽 没有阻止年轻员工 对陈硕的抨击 这个小伙子 只是做出了点惩计而已 竟然如此不客气 看来确实得敲打敲打 陈硕文言掏出手机 按照早上拨给自己的号码 打了回去 嘟嘟嘟 您好 阿里总经办 陈硕 您好 早些时候 你们给我打过电话 我叫陈硕 电话那头 可能是在征询结果 过了一会后 很快有个温柔的女生 接替了先前人和陈硕对话 我是阿里总经办M3级资深经理 我叫何永山 请问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 陈硕把手机放到茶几上 点开免提 我不喜欢今天来找我的这几个人 换一批再来 冯绍丽 电话那头 好的陈总 我先替我的同事 向您道歉 有什么冒犯的地方请您谅解 稍后我再与您直接联系 挂了电话 很快 冯绍丽的手机响了 冯绍丽接通电话后 脸色明显惶恐了起来 陈硕太了解这些大厂的人了 他们拿着高额的薪资 又有着严格的绩效制度 薪水直接与工作表现挂钩 对于能决定他们收入的上级 那是发自肺腑的铁 什么狗屁零零后整顿职场 你拿几千块的工资 当然可以任性点 但一个月几万呢 年薪百万呢 你还舍得任性吗 说白了 所谓整顿职场 只是一帮扣门要求 还多得垃圾老板的报应 对于那些年薪几十万的高薪阶层而言 他们只有被职场整顿的分 说总 打扰了 冯绍丽接完电话 回头看了眼下属们 我们走 陈硕从始至终都没从沙发上起来后 看也不看那帮人 等冯绍丽继人离开后 郭正云回到会客室 兴奋地一拍大腿 硕总 太他妈爽了 你是我献过头一个 敢这么对阿黎的创业人士 操 真有肿龙傲天的感觉 王思妍也兴奋得有点失 但作为一个老练的职场利人 他隐隐有些担忧 在互联网圈子里混 如果得罪了阿黎 是否会对公司发展形成阻碍 陈硕看出了王思妍的担心 轻松说道 不用害怕 那几个喽啰还代表不了阿黎 再说了 如果他们真枉死了干我们 也不用怕 我早有准备 郭正云 降报等人相互看了看 顿时放心了 不愧是硕总 大天才一个 什么都考虑到了 陈硕豪情万丈道 大不了分钱散伙 反正这段时间 大家都赚到了 根本不算亏 等我东山再起 我还当你们老板来压榨各位 众人 哈哈哈哈 朔总就是幽默 怪不得这么讨女孩子喜欢 郭正云赞许道 刚才您不是还提起了 另一位马总吗 朔总 告诉我们吧 其实 您早就跟另一位马总 有过接触了对吧 谁他妈跟你说 老子讨女孩子喜欢的 你不要乱讲 我是超级讨女孩子喜欢好吗 陈硕摇头 没有接触啊 我骗他们的 郭正云一听都快哭了 不是吧大哥 我这才刚做起老总的美梦啊 说好了的 等声放送改制成直播平台 让我当老总的 我特么的都靠这个大饼 忽悠女朋友好久了 不然 他岂会对我老郭百依百顺 让他舔他就舔 让他喊他就喊 你现在跟我说 我们要散伙了 阿黎要真想收购 那花样多了去了 而且业内谁不知道 只要被阿黎收购 那调整管理层 直接空降高管 那都是常规操作 别担心了 我心里有数 陈硕风淡云青地说道 你们现在要抓紧办的 只有一件事 完成A站的工作交接 迅速改制人事结构 尽快把声放送的改制完成 其余的 交由我处理 等郭正云等人离开会客室 陈硕继续叼着雪茄 目光深邃 装过瘾了没 一旁的高领问道 陈硕默默点头 高领 那可以把手从我腿上挪开了吗 陈硕愣了下 随即望向自己的手 这事也真神奇 这手怎么自己莫名其妙的 就放到人家美玉姐的腿上了 哇塞 今天领妈妈没有穿丝袜 原装的大白腿 丝滑弹弹的很 起开 高领拍掉陈硕的手 陈硕立刻起身 点头哈腰地 把位置让给高领 然后开始帮领妈妈捏肩 刚才多谢妈妈的协助 那帮人一看见你 就以为我是什么隐藏 世家的豪门贵公子了 高领双腿搭起 闭目养神 对 就这个力道 很好 享受了翻关杂的按摩 高领问道 如果阿黎一定要收购 你打算怎么办 陈硕想了想 办不了就不办了 撕破脸皮呗 我花钱买流量全往黑阿黎 没再怕的 震惊 互联网大厂 竟对青年才俊 做出了那种事 听着就很刺激 一边说 陈硕继续帮高领输活全身 肩颈这块结束了 那么继续朝下走 说实话 陈硕催奶技术一流 画面有点类似于 叶燕 李葛优和张子怡 那段对手戏 叔叔能放过太子吗 神神能放手吗 张子怡手一松 葛优的手就钻了进去 此时此刻 陈硕 林妈妈 能放手吗 高领 你想死吗 陈硕 你怎么不按照剧本走 你还是不是个合格的演员啊 看来今天是吃不到大白兔奶糖了 陈硕黯然神伤地坐到高领身旁 有些郁闷 高领也是服了这个小色鬼了 他是怎么做到每天脑子里 都是些黄色废料的同时 还能把事业搞得有声有色 风生水起的 难不成 真就如同陈硕之前所说的 色色是第一生产力 那要真是如此 我现在只是略微给了些甜头 陈硕就能把平台做到这种地步 如果我直接把自己给他呢 他不得混成首富啊 等等 打住打住 高领急忙甩了甩脑袋 把这个荒唐的念头甩出大脑 陈硕在一旁看得莫名其妙 你怎么了 关你屁事 想都不要想 高领猛地一拍沙发扶手 休脑地起身走了 留下陈硕一个人在原地挠头 我哪里都对他了 眼见高领离开 陈硕也跟着追了出去 外面 郭正云正在和几个下属抽烟 顺便聊聊 赶紧组建团队去接手A战 见陈硕出来了 郭正云立刻丢掉烟 很没有眼力劲 也追了上去 硕总 A战那边我 已经在铺设渠道了 目标是弹调冒牌货币战 不过说实话 我有点心虚啊 如果没有您的鼎力支持 我很难着手去做这件事 其实说白了 就是没有陈硕的支持 光凭郭正云或者A战本身 根本无法获得更多的投资 好几家风投机构的人 在正式接触了陈硕本人后 直接扬言 我们投的就是你陈硕这个人 如果将来陈硕的公司上市 光是营销一个20岁天才少年的人设 都够拉一波股价的了 但陈硕现在没空管这些 硕总的人生格言 赚钱是为了享受 而当赚钱和享受相冲突时 赚钱要暂时放到一边 本言论只限利润小于500万 等再过个一两年 本言论的金额限度 应该要提高到一个亿 行我知道了 你来当A战和斗鱼的老总 陈硕甩手就给了郭正云 两个天大的饼 瞅了眼将报 陈硕说道 江总提副总 主管公司旗下所有平台的技术工作 说完 陈硕就去追高领了 林检 见陈硕像小沈阳似的POP离开 郭正云嘴角扯了扯 他回头看了眼王思妍 王总 我不是做梦吧 王思妍想了想 优雅地夹着一只细长的女士香烟 抬起脚 高跟鞋的鞋跟 重重踩在郭正云的脚尖上 一旁的将报言 瞅着王思妍 红底高跟踩下去 抢在郭正云前面 舒爽地哀嚎了声 哎呀 继续惩罚我 将报扶强满足地叹气 我尼玛 郭正云抱起脚腾的原地蹦打 随即嚎啕大笑 哈哈哈哈 他妈不是假的 老子终于混出头了 我特么地成老总了 A站 斗鱼 一下子就成了两个平台的老总 王思妍夹着烟 悠悠吐出口烟雾 看着这俩所谓的公司高层 忽然鸣嘴娇笑连连 这里的气氛确实好 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 也没那么多老一代企业家的规矩 对于陈述而言 只要公司得到发展 不出现乌烟瘴气的事 在规定方面 可能就只有一条了 那就是保证办公场所的干净与卫生 酱豹和郭正云看着白衬山包屯裙 大波浪的王思妍那娇媚的浅笑 顿时都有些饭花痴 我中午回趟家 郭正云向王思妍请假 急匆匆赶到家里 郭正云女朋友刚起床 前阵子他所在的公司 没日没夜加班 直接把他给干成月经失调了 郭正云看着心疼 就让女友直接辞职在家休养 工作得是不急 反正现在老郭的收入 也养得起两个人 你怎么现在回来了 女友揉了揉睡一心松的眼睛 吃过饭了吗 你等我去刷个牙 我们下楼随便吃点 待会再刷牙 现在刷浪费 郭正云严肃地 按住女友的肩膀 我给你带吃的了 你有毒吧 女友翻了个白眼 大中午的整这事 我可没心情 下午我还有个面试呢 郭正云火急火燎的 还面个鸡毛室啊 以后你就在家里当老总太太 实在闲不住 就去找个清闲的工作 你老公我啊 现在可是两家平台的老总了呢 女友一愣 随即惊喜问 真假的 你们老板给你画的大饼 终于兑现了 对 郭正云激动点头 谢假 我让你谢假 女友交贺声 随即蹲下 一分钟后 老郭满足地点上烟 他已经开始规划起来了 相比较马上要改制地升放送 其实 老郭对于A战的感情更加深厚 他本就是个二次元爱好者 和女友相识 也是因为慢展 A战原本那么好的发展趋势 因为种种原因 如今前途暗淡无光 但现在不一样了 有陈硕这么个天命之子出现 何仇不能复兴 A就是A B站在牛逼 也得排在A后面 与此同时 陈硕还不知道自己的一句话 让某郭信打工人 兴奋成了那样 颇有种犯境中矩的感觉 他来到高岭办公室 这边看看 那边摸摸 彭扶一个闲杂人等 秘书爱玲 捧着文件走进办公室 请高岭签字 面色古怪地看着陈硕 因为和陈硕也算比较熟悉了 所以说话也没那么拘谨 爱玲笑眯力问 硕总今天很悠闲吗 我哪天不悠闲 我又不用打卡上班 出现问题了 下面的人急得团团转 我一出手 随随便便就解决了 可能这就是先天老板胜体吧 陈硕挑挑眉 爱玲力说很忙吗 爱玲 所以说 我犯什么剑 要跟这个臭小子说话 爱玲郁闷地离开了 高岭放下钢笔 也奇怪地上下 打量了番陈硕 你有事没 没事别在我眼前晃悠 我看着头晕 我没事 你有事没 陈硕问 高岭摇头 我也没啥事 那走吧 约会去 听说隔壁区开了家商业广场 有很多好玩的 陈硕冲高岭舌的眼色 咱们可以看的电影 晚上吃点好吃的 就像寻常大学生那样约会 高岭愣了下 忽然警惕地盯着陈硕 你想把我拐到 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然后等我们学校寝室关门之后 留我在外面过夜 对吧 你踏马入戏 还真快 陈硕一份填膺 我是那种人吗 你不信任我是吧 好 你别带身份证 高岭听完 翻出钱包 把身份证丢进抽屉 陈硕越发愤慨 好好好 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可高岭约会 当然是去远的地方好 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区域 就会避免被熟人碰见 同时 高岭心中很欣喜 虽然他和陈硕的关系 实在说不上清白 但两人在具体交往中 其实是偏商务多些的 大家聊工作的时间 远比聊骚的时间多 而很多时候 是工作的同时 顺便把骚给聊了 那多没意思啊 领妈妈想要一场 单纯不掺任何正式的聊骚 走吧 学妹 学长今天一定会 把你照顾好的 陈硕笑嘻嘻搂住高岭 勾起他下巴 学妹的小嘴 怎么红嘟嘟的 是不是上火了呀 上火要用水来浇灭呦 正好 学长口水多 高岭娇滴滴说 学长 这里人多 等没人了 学妹好好润一润你 陈硕 美玉姐 这就是美玉姐的力量 我已经饥渴难耐了 冲 精致美玉姐出门是很麻烦的 上班有上班的衣服 睡觉有睡觉的蕾丝睡裙 和心爱的宝贝搭出门 当然也有精心搭配一套 陈硕也有好几套 全是超博 等待高岭的空闲时间 陈硕也没闲着 最近学生会主席金灿岩同学 始终帮忙带弄第二届校园明星大赛的相关事宜 还发动了学生会的力量 对此 陈硕是心存感恩的 可能是最近嘘寒问暖多了 让金灿岩同学喜出望外 甚至还来反关心陈硕 金灿岩 你最近应该也挺忙的吧 要记得按时吃饭 陈硕 嗯嗯 金灿岩 明天有雨 出门记得带伞 陈硕心想伞我带了 车里好几盒呢 早知道不回复他了 怎么还不停发啊 金灿岩 还有记得晚上早点睡 陈硕好好 你也要记得 金灿岩 记得什么呀 害羞表情 陈硕 记得我们只是朋友 金灿岩 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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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应付过去了 灿岩学姐 其实还是不错的 性格豪爽 心机颇深 喜欢拱手而至 以前放任学生会 下面的几个人互相撕逼 他倒稳稳当当的 就不如咱们蜜桃林爽快 说给你干 就给你干 一句废话都没有 希望灿岩学姐能早日醒悟 学习蜜桃林 不要再妄图拿捏我的心了 我好了 陈硕把手机揣兜里 抬头望去 顿时眼前一亮 李妈妈的衣品 果然戳我 纳成黑色蕾丝短裙 外搭了件黑色短款皮衣 这种装扮 就不需要搭配黑丝了 原装雪白大腿 更能凸显视觉效果 脚下是双黑色马丁靴 估摸着有点闷脚 走吧 约会去陈硕大拇指竖起 拉开车门 前往隔壁区的路上 陈硕驾驶着车子 李妈妈坐在副驾 看李妈妈戒安全带 是一种享受 当她扭身去拉安全带时 纤细的腰肢微微转动 上半身的弧线整个展现 而当安全带完全戏好后 鞋扣的安全带 又深陷于胸前 陈硕忍不住吹了声口哨 好看吗 高领问陈硕 陈硕诚实地点头 这何止是好看 简直人间角色 高领这种风情万重的女人 清楚知道自己的容貌和身材 有多优秀 而且 她们这种大美女 都有个共同性 那就是喜欢展现自己的优势 大大方方地 完全地讨好自己 不为别人 这是高领原先的思想 可当发现陈硕 喜欢自己的傲人身材后 高领总是不自觉地 就会将自己的穿衣打扮 偏向于陈硕的喜好 这就是 女为乐极者容 高领今天穿的内衬 衣领至前巾 都是黑色蕾丝 那若隐若现的饱满 像是呼之欲出 但又被隐藏得很好 让人欲罢不能 再看 就成危险驾驶了 陈硕目不斜视 双手扶着方向盘 车子稳稳前行 高领手肘 压在车窗边沿 问道 你得罪了阿里 后面准备怎么办 不算得罪 陈硕摇摇头 所谓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最可怕的是 一个人掌握完全不属于 他能力范畴的资本 你觉得我控制不了 目前所有用的一切吗 高领笑道 我看你是游刃有余 那不就得了 陈硕轻轻拍了下方向盘 笑眯眯说 在我看来 企业搞一言堂 是完全没问题的 这样可以保证 我的想法和策略 能够完全实施 因为我掌握绝对的人事权 如果哪天人事权没了 那么这几个平台会 沦落成什么鸟样子 我完全可以预料 A站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他始终遇不上 真正能够运营这家平台的人 因为从创立初始 平台创始人就没有 把他放在心上 捞一笔就离场了 事后还要抨击 自己亲手创立的平台 高领明白了陈硕的意思 娇笑了声 你占有余还挺降的 不会还想着霸占我吧 陈硕瞥了眼高领 你等我在牛逼点的 高领顿了毒 看向窗外的车流 语气平淡地说 陈硕 我才不会被你给控制 笑死 忘了那晚在民宿 你有多配合了 你还跪着呢 高领看了眼陈硕 拨弄了下萨爽的短发 所以归根结底 你对阿里的态度这么坚决 主要还是因为 一个人事权和决策权 陈硕心想何止啊 真要被他们给收购了 自己这个位置绝对没了 以后就是查无此人 按照目前三个平台的估值 还有陈硕本身的价值 到时候 恐怕只能从阿里手里 拿走区区十几个亿 然后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见陈硕不说话 高领长叹生气 抬手摸了摸他的耳垂 笑嘻嘻说 我们家阿硕年纪不大 但心思真深呢 不会还想着要睡姐姐吧 陈硕 把不会去了 高领将双腿 往陈硕方向靠拢 那你来吗 来吗 我一个若女子都跟你出来了 还能妄想完完整整回去吗 你真有趣 一点不懂女孩子的心思 陈硕微眯眼睛 摸着下巴瞥了眼高领 刚才我在楼下接你的时候 如果没看错的话 你跟金斯基富尔小生交谈了几句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后面那辆很走位 很风骚的保时捷911 开车的人应该就是金叔 他跟了我们一路了 陈硕费解地看向高领 就算是跟踪 你也换一辆普通点的车子 糟糕 被发现了 高领翻了个白眼 我有什么办法 那辆是我最便宜的车子了 金叔平时开的都是麦巴赫 劳斯莱斯 我让他开那么小的跑车 已经够委屈他的了 6啊 踏马的6啊 你们这帮有钱人真是该死 高领咳嗽了声 金叔是来办点事 陈硕 不会是来办我的吧 高领一脸惨痛欲绝的夸张表情 服饿难过地问 乖而杂 你怎么可以把妈妈想得这么坏 妈妈心都要碎了 说着 高领立刻哀怨地开始唱 寒风飘零撒满我的脸 乌而叛逆伤透我的心 你讲的话像是冰锥刺入我的心 妈妈真的好受伤 陈硕 能让你妈妈这么抽象 就说明 她是真的害怕陈硕生气了 借这种沙雕歌来插磕打混 喝到奶之前 你做什么我都愿意原谅你 陈硕冲高领温柔一笑 摇摇头 我知道 上次民宿的 是让你对我起了警惕心 但不用害怕 只要你说句不要 我就会听 高领仔细回忆了下 然后说 我记得上回我喊过不要了 陈硕 我那天喝多了 忘了 那今天 今天少喝点 争取能记住 方便事后道歉 高领 真踏马绝了 幸亏叫了金叔过来 否则老娘 还真有可能把持不住尾身于此 说白了 高领让金司机跟着 不是为了防陈硕 而是防自己 高领心想 到了我这个年纪 有时候真的很怕把持不住自己 毕竟功课难大 实在太香了 抵达隔壁区的商业广场 陈硕和高领下了车 乘电梯上楼 好久没逛过街了 高领怂怂肩 左顾右盼 都是新奇 我在外地 也有两家这种商业广场 每次去都是考察 倒还真没有以游客的身份逛过 陈硕别别嘴 别炫富了 烦得要死 高领双手背在身后 声音脆声声的 学长 我们第一站做什么念 当然是看电影了 陈硕已经在网上订好了票 在电影院前台取了票后 买了爆米花和可乐 两人走进了放映厅 高领一进屋 发现这里是情侣厅 都是那种很宽大舒服的皮质沙发 还带有按摩功能的 学长 你待会可不能对我 做什么奇怪的事情 否则的话 人家会叫出来的 高领娇滴滴的冲陈硕挑挑眉 活像个被骗出来的 纯情小白兔 检票的男生听到这话 趁陈硕去洗手间的功夫 压低声音对高领说道 这位美女 你是不是遇到了困难 如果那个男的要对你做什么 立刻跟我说 我帮你报警 高领原本兴冲冲地坐下 往腿上盖好毛毯 正幻想 待会和陈硕前点小刺激的事 抬头看了眼检票的男生 高领微笑地回应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男生 好啊 原来我也是你们配的一环 但你们要记住 这里是电影院 不是酒店 我会盯着你们的 看的电影是 小时代四 陈硕 骂了隔壁的方可丽 让你订电影票 你恨不得 就给老子看这个 不过让陈硕很惊议的是 高领竟然看得津津有味 还对陈硕说 我念大学的时候 还专门买过纸质书呢 郭静明那时候可火了 你看过原著吗 陈硕点头 小学时候班上的女生 很迷郭静明 我也问他们 借过几本打发时间 高领 你别说话了 凡人 瞧不起我们 小学生事吧 哼 郭静明作为一名商业作家 无疑是成功的 不管外界怎么评价他 他的小说和电影 就是专门拍给那些 爱做梦的小姑娘看的 精准地对标用户群体 服务的用户想看什么 他就拍什么 完全拿捏他们的心思 富豪的精致生活 姐妹的撕逼 狗血的剧情 外加俊男美女 不感兴趣的人 看着会汗毛竖起 但爱看的人 对此甘之如頤 陈硕还看见了个熟悉的面孔 拍 那些年的哥们 已经被封杀了 让你小子稀 不该稀的东西 玩犊子了吧 活该 情侣隐听位置 和位置之间的距离挺远的 就是为了方便小情侣 说悄悄话 陈硕双臂抱胸 小声问 你是真正的有钱人 对电影里面有钱人的做派 你有何感想 高龄很随意的耸耸肩 我比他们奢侈多了 陈硕 真踏马六 电影里 杨幂郭碧婷几个人 已经打起来了 陈硕就很奇怪 为什么他们每一步都要打一架 然后再和好 这个系列都是一个套路 但就是有人愿意买单 郭导的号 赵丽特么的比顶流还降 高龄貌似有点被电影情节给吸引了 捧着爆米花 一粒一粒地往嘴巴里塞 忽然说 我很奇怪啊 这帮人为啥都在一个圈子里找对象 这不出洋相吗 我看书的时候也奇怪这个问题 为啥找来找去都是自己朋友的前任和亲戚 搞得我一度以为魔都是个小县城 陈硕 你也是没啥见识的 好好好 踏马的上流人士的丑恶嘴脸终于露出来了 陈硕很生气 手伸进毛毯里捏了一下高龄的原装大白腿 高龄身子颤了下 很埋怨地瞪了眼陈硕 小声道 不准往上咯 陈硕根本不把这种善意提醒放眼里 左耳进右耳出 一边目不斜视地看电影 手一边探索 嘴上嘟囔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忽然 一只粗糙厚实的手摁在了陈硕肩膀上 不准爬 陈硕抬头 就看见金斯基目光深沉看着他 重负了便 不准爬 OK 你个别犊子还拽起阳闻了 陈硕从兜里掏出一张卡 别多管闲事 拿去随便刷 金斯基低头看了眼 声音依然压得很低 这是你们学校的犯卡 陈硕 我的意思就是 让你现在去明大 有多远走多远 别来烦我 眼瞅着金斯基就要把陈硕低溜起来扔出去了 陈硕这才善善收回手 摸了摸鼻子 真没意思 高领憋着笑 撇过头捂着嘴偷乐 金斯基 小领 你也矜持点 高领 听到这 高领就像个任性的青春七臭小孩 拽过陈硕的胳膊 搂住自己的肩 整个人依偎着陈硕 然后挑衅地看了眼金斯基 金斯基觉得 自己已经人之一尽了 作为司机兼保镖 他真的做了太多超出本职的工作 陈硕现在可以确定了 金斯基是来给自己助攻的 看来伤K的 酒真的非常腐蚀人的心呢 高领虽然很丰满 但抱在怀里 却是轻飘飘的 陈硕你知道吗 人的左肩到脖子的距离 和右肩到脖子的距离是一样的 高领小声说 陈硕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人的左胸到心脏的劲 心脏到右胸的距离 也是一样的 高领沉默了会 然后说道 这种回答 警察是不会信的 直到电影结尾 陈硕都没在对高领动手动脚了 但当时间逐雨 想起时 陈硕忽然看向高领 你不要以为有金智红在 我就不能对你做什么 高领玩味一笑 看向陈硕 那你能对我做什么呢 陈硕看了会高领 神秘地说道 我们逃跑吧 高领正了下 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陈硕握住了手 大手包裹着小手 掌心的温度 让高领精神一震 陈硕牵高领的手 金斯基自然也看在眼里 本来想上前阻止的 后来想想算了 我又何必多管闲事呢 出格的举动 阻止一下也就算了 这种程度的接触 如果也去阻止 估计不爽的会是高领 金斯基在心中长叹 小领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陈硕冲高领使了个眼色 两人起身 汇入走出影厅的人流中 瞅准时间 陈硕喊了声 跑 随即两人撒鸭子狂奔 陈硕略微抢在前头 高领稍稍落后 两人始终牵着手 冲进消防通道 金斯基眼睁睁看着两人逃跑 刚要拔腿去追 忽然又停下了脚步 双手插兜 不紧不慢地 转去等电梯 两人逃跑的时候 金斯基在高领脸上 看见了那种肆意开怀的笑容 像是干涸的灵魂 冲破了某种牢笼 目光始终追随那个 带自己跳脱出来的男生 算了 让他去吧 反正能定位高领的位置 远远地跟着就好了 摩天轮 这是新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物 远远就能看见 陈硕和高领买好票 排着队等待 坐进箱内后 摩天轮缓缓转动 他们离地面越来越远 傍晚的天气稍凉 陈硕问高领 你冷不冷 高领趴在窗前 像个好奇 饱饱式地往外看 丝毫没有恐高 听到陈硕的话 领妈妈跪坐在位置上 双手放在箱内的玻璃上 回头看了眼陈硕 你这个位置 应该关心人民冷不冷 就一般这个姿势啊 未成年美少女摆出来 你会觉得很清新自然 很可爱 但领妈妈一旦这样 陈硕总感觉 她的大漠盘 就像磁铁一样 无断地吸引自己 这里是摩天轮 不是我们开的房 陈硕努力让 自己不要满脑子 都是黄色肥料 高领依然跪坐在窗前 看着外面逐渐亮起的灯火 说道 我仔细想了想 阿里那么大的一个场 应该不会故意为难你 毕竟他们也要脸 但你的顾虑我也知道 阿里一贯的作风 就是完成收购后 就会对管理层 进行大的调整 我仔细去查了下 目前来说 被阿里收购的互联网企业 经营状况都不是很好 只是因为背靠阿里这棵大树 目前看不出什么端倪 只要哪天 阿里的声势退去了 那些企业就会变得半死不活 直至倒闭 陈硕走了上去摇头说道 这种时候就别提公事了 好好享受眼下的美景 高领有些不太适应 陈硕这么正经的样子 好像又有点委屈 但觉得委屈这种情绪 太不符合自己的人设了 就很洒脱地说 只是我们两个之间 除了公事和瑟瑟以外 还能干些什么 这是重试探 陈硕心想 他想更进一步 陈硕完全猜得到 一般情况下的解决方法是 可以顺着领妈妈的话往下说 比如 妈妈 我想让咱们两个人的关系升华一下 我不想当你儿子了 我想当你老公 角色扮演的精髓 身份根据实际情况变化 还可以一起享受世界 陈硕抬手按住高领的脑袋 另一只手还揣在兜里 这种举动 就像年纪大的哥哥 在逗弄年下小妹妹 以一种完全的气势压制 逗弄自己喜欢的小玩意 高领眯眼看着陈硕 然后微笑地仰起下颚 就像沐浴阳光的小橘猫 陈硕明白了他的意思 手指挠了挠他的下巴 他的灵魂混着光 像双雪和烈酒 熬成一潭的温柔 大家都不知道 该怎么去完成浪漫 就像我们再也游不出少年气 陈硕年轻的屈窍内的灵魂 要比高领年纪大 陈硕始终觉得 高领要比自己年纪小 所以要多多照顾着 高领撇撇嘴 在这么封闭的环境里 你竟然这么老实 实在让我无法适应 陈硕竖起手指 给咱们突飞猛进的 关系降降速 高领听完顿时一笑 怎么 还怕我缠上你啊 不不不 是茶漏补缺 陈硕坐到高领身边 笑着耸耸肩 无非就是关系进展得太快了 这速度一快吧 爽是爽 你爽我也爽 但终归会移缺了些细节 但我觉得细节很重要 比如 比如当下 陈硕手指转了转 不要太色欲滔天了 领妈妈 偶尔也关注一下 我的心理健康吧 每次碰到你 我都害怕会不会失身 这毛病 你得改啊 高领 神探马看见我就害怕失身 你小子到反天刚了 属于是 过来抱着我 领妈妈主动对陈硕提了要求 一些简单的肢体动作 适合当下的静谧氛围 陈硕从后头抱住了高领 两人默不作声 望着窗外的夜景 真美啊 高领悠悠叹了口气 陈硕深吸了口 高领发烧的香气 是啊 地上 金斯基举着望远镜 刚从小贩手里买的劣质 根本看不了多远 只能有个模糊的影像 当好不容易确认了 高领所在的摩天轮车厢时 金斯基嘴里的烟巴搭 掉在了地上 小领怎么在前面 陈硕为什么在后面 他们在干什么 金斯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既然小领愿意和陈硕玩得这么划 那么他今天为何要让自己跟着 害怕陈硕伤害他 这样子都能接受 还踏马能怎么伤害 你们明明伤害的就是我 金斯基真的有种 自己亲手养大的女儿 当着他的面被糟蹋了的感觉 等等 难道说 金斯基放下望远镜 重新叼上一根烟 微微眯起眼睛 有我盯着 他们觉得更安全 服了 等摩天轮到战 金斯基立刻又隐藏了起来 摩天轮所在的广场很热闹 有小贩在售卖钢丝棉烟花 就是俗称的仙女棒 陈硕去买了一捆 分给高领几根后帮她点燃 高领看着烟花 抬头冲陈硕灿然一笑 真的很有意思 这次约会我超级满意 乖儿杂 以后多给妈妈一些精神上的抚慰 OJBK 今天的高领 不是被困在那座白米写字楼的主人 不是困扰于那个 因为卑劣父亲 而无比惊险家庭的独女 她就是高领 原本这个貌美无双的女孩子 应该是享受整个世界 接受绝大多数人羡慕的公主 可她除了书丘 就没有别的什么朋友了 除了工作 没有什么业务爱好 直到陈硕出现 高领才感觉 自己像是真正在活着 身体是不会骗人的 高领心想 临别之际 高领忽然对陈硕说 跟你出来 竟然没有被占便宜 妈妈觉得有点不适应 陈硕明白了 笑着搂住高领 低头吻了下去 我他妈亲亲亲亲亲 你不会以为亲亲 就只是单纯的亲亲吧 必不可能的 五股杂粮和水果 都人的肠胃好 陈硕尤其喜欢豆子和小葡萄 远处 望着偶尔会来回倾斜的车子 金斯基又点上了根烟 摸摸鼻子 转过了身 年轻真好啊 我年轻时候也这样子的 金斯基心想 身上那骨子牛筋 只要碰上了姑娘 那真是怎么使都使不完 送走高领 陈硕又拿出纸巾 擦副架的垫子 探机生物果然都是水做的 果然就如陈硕所料 即便自己用那么粗暴的方式 直接拒绝了阿里的收购 对方貌似也没有很大的反应 不过就如陈硕想的那样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尤其互联网圈子就这么点大 你做出点成绩后 所有人都知道了 更别提 陈硕做出的成绩何止是一点 所有企业的掌门人 尤其第一代 对于自己起义而言 就是皇帝般的存在 每个掌门人 对企业的掌控方式都不一样 对高管们的要求更是如此 比如沦位计时单位的东哥 他就坚持 每天早上到公司吃早饭 并且要求所有高管全部参加 一边吃饭一边开早会 那帮拿着百万千万年薪的高管们 头天晚上都不敢睡太晚 喝太多酒 因为第二天早上 东哥要请他们吃早饭 要是迟到 那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润物系无声的优化 虽说实施到英雄 但能脱颖而出的 才叫英雄 各种各样的管理模式 归根结底 就是要告诉底下人一个意思 那就是 我的地盘我做主 陈硕肯定不会这么做的 因为太早他自己都爬不起来 但全公司上下 包括广大主播们 都能从各方面渠道 清晰认识一个事实 那就是 硕总是说一不二的 你可以提建议 但不能有意见 办企业就是如此 可以民主 但如果太民主 那老子当个几把老板 让你来当得了 小范围的会议 今天到场的 都是传媒公司的头头脑脑 团队是刚组建的 人选由王思妍 通过各大列头公司物色 陈硕拍板 刚坐下 陈硕翻开笔记本 头也不抬的 对新员工们说道 三个月 我给你们三个月的时间 我要这家传媒公司 拿到今年度的 微博10家 MCN机构的头衔 也就是说 你们要在三个月之内 完成这个工作 并且保持至年底 现在开始吧 传媒公司的副总 是一个微胖 中等身高的男人 其貌不扬 名叫郑长武 说总好 各位同事们好 陈硕笑着抬手 让郑长武 不必站起来汇报 而是调侃起来 大家不要看 郑总长的一团和气 但在酒桌上 可是横扫八方的 二两的白酒 一口一杯 玩网红也是一把好手 但这是个人爱好问题 网红谁不爱玩 陈硕也爱玩 别耽误正事就行 郑长武谦虚一笑 朔总才是真正的海量 那朔总 我先汇报工作 嗯 郑长武咳嗽了声 随即对传媒公司的人事结构 运营模式 和头一年的具体发展规划 做了一个详细的汇报 各位同事 根据朔总指示 公司目前的旗下艺人当中 李子柒是战略发展对象 现在请大家看一则视频 是由李子柒自行拍摄 制作的 桃花酒 李佳佳梦开始的地方 视频的剪辑和拍摄手法 还很稚嫩 李佳佳也远没有后来那般精致甜径 但就给人一种纯粹的真实感 一弹桃花酒 制作简单 但搭配流畅轻松的轻音乐 就给人种怡然自得的感觉 短短的视频播放完后 陈硕问众人 感觉如何 正常舞率先开口 这是个新赛道 桃园风格 目前来说 这个赛道还是空空荡荡的 现在的人 总喜欢用些夸张的噱头售卖内容 绝大多数女网红 还是粗力地擦边卖肉 又或者走小资情调 李佳佳 可以说找了个没有什么竞争对手的赛道 而且 他本人也十分契合这个风格 不得不说 朔总看人真准 陈硕笑了 你小子西红柿王力红啊 下一个 佟景成 作为生放送改制后的 斗鱼直播平台的第一位签约主播 他的赛道也很清奇 户外情感博主 在街头随意挑选目标对象 与之约会 这是他的第一条视频 请大家观赏 佟景成这小子 确实有点东西的 陈硕给他的任务就是 凭自己的实力 约出一个女主播 并且说服他一起拍摄视频 他也确实做到了 祖师爷开始崭露头角 陈硕忽然恶意地幻想 李子柿是世外桃源 同景成是一片废墟 要是这俩合拍个视频 那会是什么样的碰撞 直接打破次元壁的感觉 看完两位重点培养的 网红视频后 陈硕轻轻嗓子 环顾四周 我对你们的要求已经提过了 这两个 就是我给你们的见面礼 他们是必将叱咤 网红圈的人 尤其李子柿 我对他寄予厚望 他会是打破网红壁垒 走向国际舞台的一个标杆 不要让他毁在你们手里 就这样 好了 王思衍 宣布人事任命 散会后 陈硕又把斗鱼直播平台的人 召集起来 A战要重回二次元巅峰 干趴B战 斗鱼平台 要尽快形成战斗力 和嗨思直播齐头并进 吃下直播领域 绝大部分的份额 就这两点 做不到 换人 至于其他的粗之末节 由下属们自行磋商解决 形成文字报告 每天 传达至陈硕手里 一番工作结束 陈硕胜了的懒腰 对酱鲍说道 我要走了 你继续加班 酱鲍点头 挥手问道 硕总 准备回学校睡觉了 陈硕 你这什么话 岂有词理 简直无比放肆 陈硕桀骜地瞪了眼酱鲍 语众心常说道 酱鲍总啊 虽然你是个天才 但终归没在我们明大 那么高档次的学校待过 我实事求实跟你说 在明大 就没有睡觉的学生 这踏码 还真触及到了酱鲍的知识盲区 他又没这儿 八经年部大学 晃着车钥匙 陈硕离开公司 回了学校 秘密工作室这边 还有一摊子是呢 有时候想想人活着 赚多少钱才算多呀 真想 料绝子不干了 陈硕一边哀声叹气 一边回到寝室 哇 好家伙 三个义子 正在热火朝天的大扫除 干什么呢 这是 拆家呀 陈硕接过何永元手中的拖把 去阳台的池子冲洗了下 又还给何永元 让他继续拖地 怎么突然大扫除了 江恒达抬头 推了下鼻梁上快滑落的眼镜 嗨 别提了 刚才学生会来检查卫生 让我们整改 否则就扣分 这不赶紧打扫一下吗 陈硕听完 这有没说到 你们没跟检查的人说 我在这个寝室 说了呀 他们回答 所以呢 陈硕 这踏马不是打脸吗 哪个不长眼的 陈硕咳嗽了声 卫生是得好好打扫的 这关乎我们的生存环境 这种事情 我是不会动用关系的 你们好好打扫 我协会 室友们对视了眼 纷纷冷笑 陈硕心里暗骂 狗日的金灿炎 不就是回绝了你的关心吗 至于拿我意怎么开刀 金灿炎肯定是不敢扣陈硕的学分 但何永元三个人 他有啥好怕的 他巴不得 陈硕来找自己呢 粗暴点也无所谓 要是陈硕真的很粗暴 到时候 自己就能名正言顺的阴了 陈硕会给他阴的机会吗 绝对不行 憋死他 让他体内水分超标 何永元他们卫生打扫得很细致 翻箱倒柜的 绝不给学生会的人扣分的机会 阿硕 这玩意是你的吗 何永元从两张床缝隙里 扒拉出一个相框 递给陈硕 是你的吧 陈硕接过相框看了眼 里面是张小的油画 一男一女 男的是自己 女的是秦薇姿 上面的日期 好像是分手前送的 至于为什么会被丢进 那么隐秘的角落 想起来了 刚分手那阵 陈硕的情绪比较低落 拉着何永元一起喝酒买醉 喝多了 直接把相框随手一丢 第二天酒醒后 也没有去把他拿出来 时间久了 也就忘了 吹了吹相框上的灰尘 陈硕晃了晃 正要拿纸巾擦拾番 相框后面的一个扣子松动了 一张明信片露出了一角 陈硕拿出来一看 上面是行绢秀的字 陈硕 如果我哪天惹你不开心了 求求你能不能主动来找我一次 就一次 谢谢你 很讨人厌 但超级喜欢你的 秦薇姿 秦薇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陈硕把相框摆到自己的书桌旁 捏着那张出现太晚的明信片 看了又看 心中忽然冒出了这个问题 虽然在一起过 虽然现在的关系 甚至要比没分开时还亲密 但陈硕发现 自己好像并不十分了解秦薇姿 他蛮横 傲娇 但看来也是无比脆弱的 唉 把明信片放进抽屉 陈硕抓了抓头发 看向正在大扫除的三名室友 问道 你们说 初恋到底是什么 何勇元闻言 缓缓支起弯下的摇杆 手持拖把点上根烟 目光悠悠 这就说来话长了 我曾经也深爱过一个女人 陈硕觉得 这话有点耳熟 就试探地补了句 他说 你是世上最帅的男人 何勇元点头 对 于是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 白妆直接唱出来了 关上爱别人的门 江恒答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是我鼻子犯的罪 你要的爱太完美 放下一切陪你睡 何勇元以拳击掌 激动说道 初恋 就是第一个陪你睡的女孩 陈硕就很无语 不陪你睡的 就不配叫出恋了 何勇元切了声 彷彿忘了自己当舔狗的经历 一切不以睡觉为目的的恋爱 都是耍流氓 真溜啊 问他们 真是纯属浪费时间 陈硕为自己的愚蠢行为 深深懊恼 嘖嘖摇头 我问你们这种事情干嘛 一个两个连女孩子手都没牵过 果然啊 美好的校园恋情 只属于我这种好看的人 对于各位来说 青春 就只是念高中而已 三人 顿了毒 陈硕补充道 念大学 也是只念大学而已 草 我特么地忍无可忍了 干他呀的 陈硕面无表情 接受室友们的蹂躏 目光却始终盯着相框里 那张小小的油画 想了想后 陈硕给秦薇兹发消息 之前 你送我的那张油画 是你自己画的吗 画得真好 什么时候学的啊 秦薇兹 我学个屁 花钱买的 咋了 陈硕 没事 秦薇兹 哦 没事就扔了吧 下次送你一幅 我亲手画的 你小子什么心思 我能不知道 有些事就是这样 做的时候 整个人沉浸其中 可以挠不出无数美好画面 可等真正实施了之后 反而又就得羞耻了 陈硕突然很想给秦薇兹打个电话 然后把明星片上的那段文字 读给他听 让他射死 又多了一个秦薇兹的把柄 真是没白大扫除啊 看来爱感情还是有好处的 不过 陈硕脑子里 忽然浮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 那就是 把这幅油画还给秦薇兹 而里面 这张明星片 自己却要留着 说干就干 陈硕抬头 看向何咏元 你下午去趟政法大学 把该落实的场地 全部都给落实了 顺便组织一下 政法大学参赛选手的线下 面试工作 有适合阿达的女孩子 就把微信留一下 事情办得漂亮些 免得让人 说我假公祭司 江恒达文言愣了下 随即一把抱住陈硕大腿 鬼哭狼嚎 硕总 我要永远追随你 陈硕低头怜悯地看了眼江恒达 心想自己当初承诺 降暴要撕满天下时 他也是这样子的 男人 可真是太好满足了 何咏元有点不乐意 撇嘴说道 我为什么要帮他 去要女孩子的联系方式 我自己都没着落呢 江恒达立刻说道 圆圆 格局放大点 等兄弟 我脱单了 你不就能看着我幸福了吗 看着兄弟幸福 难道不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吗 何咏元驳斥道 那将会给我幼小的心灵 造成无法磨灭的创伤 尤其是你幸福 江恒达 对了 把这幅油画给秦薇姿带过去 陈硕对何咏元说道 其余什么都不用说 就跟你微微嫂子讲 我等他亲手画的油画 这小情调 直接拉满 何咏元面容肃木的双手 接过油画 抬头问陈硕 你真的考虑好了 陈硕点头 何咏元有些焦虑 真的准备放弃微微嫂子了吗 微微嫂子其实挺好的 陈硕 唉 何咏元长叹口气 摇头看向陈硕 之前看你在伊林嫂子 和微微嫂子之间 来回摇摆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幸灾乐祸的 心想 哈 阿说这小子真倒霉 要在两个美少女之间 做出选择 可如今你下定决心了 我反而有些怅然若失 这世上 难道真的没有双拳法吗 陈硕 这世上有没有双拳法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们国家有一步完整的刑法 何咏元大感失望 悲哀地问陈硕 难道连你也被这俗世的规矩所束缚了吗 兄弟 那些繁文入竭是用来束缚寻常人的 不是用来拘束 我俩这种天之骄子的 陈硕 圆圆真的蛮有搞笑天赋的 陈硕也是感慨万千 拍了拍何咏元肩膀 圆圆啊 当你幽默起来的时候 即便是我也得避其锋芒啊 女孩子就喜欢我这种有幽默细胞的 何咏元信誓旦旦地说完 还不忘拉采白妆 不像某人 追女孩子一点技巧都没有 就踏马硬舔 白妆猛地把扫把丢地上 怒骂道 何咏元都一个寝室的兄弟 你这么阴阳怪气地骂阿达 有意思吗你 江恒达 我可去你俩踏马的吧 真倒挺啊 何咏元领了陈硕的圣旨 二话不说 就准备去政法大学了 陈硕去了趟团委办公室 拜访了下邱志强 顺便给他补充了几箱 酱香行哇哈哈 对此 邱志强表现出了极大的欣慰 小陈啊 看来你最近又有所长进 知道我们明大哥大实验室 都去哇哈哈纯净水 立刻就送来了 这是对我们明大哥研事业的 一大助力 这点我得写进通稿里 陈硕诧异地问 母校又要给我荣誉了吗 使不得使不得 这不是把其他同学们的路 都给堵死了 邱志强摆手 表示陈硕不用担心这些 陈硕 你要知道 你跟别的同学不一样 你跟他们都不是一个赛道的 学习上面我 实在没办法昧着良心给你荣誉了 但其余方面 可以大书特殊 虽说咱们当代 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但人无完人 怎么可能面面俱到呢 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就够了 陈硕忍不住鼓掌起来 还是母校考虑周到啊 简单寒暄了几句 陈硕隐晦地 向邱志强传达了一个消息 邱书记 我直播平台的第一轮融资 已经完成了 一千万美金 并且 我还完成了对另一个网站的MBO 也就是管理层收购 并且将其中一个板块独立出来 创办了另外一个平台 这也就意味着 我现在拥有四家平台 邱志强 办公室陷入了片刻的沉默 邱志强点上一根滑子深吸口后 目光深邃地看着陈硕 四家平台 陈硕点头 秘密APP 嗨思直播 A站 升放送改制后的斗鱼直播 一个在校大学生 手握四个平台 其中一个已经实现了盈利 这意味着什么 邱志强看着陈硕 疑惑问道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还要上学 这话好生无理 陈硕谦虚一笑 高中时候 我也是拼尽全力 才考上明大的 上都上了 不混个毕业证再走 我不甘心 邱志强推了推眼镜 我看了学生会 送来的采访稿 你不是说考明大有手就行吗 这踏码谁在鱼灭老子 陈硕简直服了 荒唐 我从来没说过这么嚣张的话 谁写的稿子 是谁 邱志强起身 去办公桌 拿起稿件翻了翻 哦 是采访你周边同学得来的消息 说这话的是个女孩子 叫 易宜宁 对 就是易宜宁 陈硕 政法大学 何永元无比嚣张地 一脚迈进他人领土 原本想着 要像陈硕那样嘚瑟一点 这一点 多多吸引 政法大学女孩子的目光 可转念就想起了 之前被教授济矿课和重修的事 于是圆圆 立刻又收敛了 他很清楚地看清了一个事实 陈硕装逼没问题 自己装逼 就有可能出大问题 做人还是要踏实一点的 没必要学陈硕那么浮夸 何永元心想 办正事前 何永元还记得陈硕交代自己的事 提前联系好后 何永元在女请楼下等待了会后 秦威兹下了楼 嘿 圆圆 秦威兹乐呵呵 打了声招呼 何永元很臭屁地点点头 环顾四周 现有几个女生路过 微微挺起胸膛 小秦 你们学校环境不错 跟我们名大比 也是不遑多让啊 哈哈哈哈 秦威兹 见秦威兹无法领会自己的幽默 何永元前笑几声后就打住了 说道 我来落实校园明星大赛的场地 还有参赛人员的面试工作 秦威兹眨了眨眼 问道 圆圆 你觉得我会对你这些事感兴趣吗 到底找我啥事 不说我就带你去食堂 请你吃个黄焖鸡米饭 然后立刻消失 给你脸了 还在这神神秘秘的 秦威兹还是比较有教养的 让人滚蛋之前 还会请圆圆吃顿饭 何永元忙从包里掏出相框 脑头说道 这是陈硕让我交给你的 他还说 他等着你亲手画的油画 当看见那个相框后 秦威兹眼神瞬间慌乱了片刻 一把夺过相框 警惕看着何永元 他怎么突然想起 把这个还给我了 何永元耸肩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们这种谈过恋爱的人的脑回路 我这种小春节 真的搞不懂 那陈硕 是不是很好保管着这幅画 那当然了 一直很妥善地保管在床位中间的夹缝里 要不是大扫除 他都不会拿出来 秦威兹被何永元给气笑了 转身回屋 何永元忙喊道 微微嫂子 不是说请我吃黄焖鸡米饭吗 秦威兹一回头 微笑冲何永元说道 让你的依林嫂子请呀 我又没素质的 何永元 当大嫂子怎么可以这么小钱 秦威兹捏着相框快步上楼 回到寝室后 把相框摆到桌上 深吸口气后 伸手要去打开相框 可立刻又触电般地收了回来 那张明信片 陈硕看见过吗 如果看见了 那到底算我丢脸呢 还是算我用情颇深 他不会拿这个嘲笑我吧 草 肯定会 陈硕就是这种人啊 可如果没看见 纠结许久 秦威兹终于还是决定打开相框 当看见那张明信片后 他顿时松了口气 紧随其后的 却是久久不能释怀的遗憾与失落 这张明信片 是秦威兹给自己和陈硕之间 关系的一个保险 他知道自己偶尔突如其来的恶劣情绪 很让人无法接受 内心也生怕陈硕会一走了之 所以就写了那行字 可 用不到了 秦威兹心想 为什么要把希望寄托于这行字呢 明明去找他就好了 去道歉就好了 如果比 唉 长叹了口气 秦威兹拿起那张 已经因为氧化 而稍稍泛黄的明信片 看着自己写的那行字 然后双眸失神地转动了圈 明信片的两个角色 在指尖上 带来轻微的刺痛感 秦威兹的眸字逐渐聚焦 然后看见了背面的 一行心血的字 什么愿望 都能帮我实现劝 秦威兹 如果哪天我让你不开心了 凭这张明信片 你一定要原谅我 超级讨人喜欢 并且还对你有感觉的 帅气沉硕 秦威兹眨把眼睛 双手捏着明信片 高举过头 子子细细把那段文字又看了遍 随即扑斥笑出了声 这是 反弹回来了吗 怪有意思的 你都没有原谅我 却要求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我来原谅你吗 秦威兹歪着脑袋 面旁流露出 思思的忧愁和思虑 许久后 他眼神忽然坚定了起来 好啊 好吧 既然是我有错在先 那我就答应你这么一次 让我不开心没事的了 让我伤心也没事的了 就拜托 不要让我死心哟 谁让你是我的初恋呢 初恋 秦威兹双腿踩在椅子上 将下颚轻轻抵着膝盖 外面和煦的阳光 透过窗户 打在他纤细雪白的身上 宛若一幅油画 初恋真的只是 一件小事而已 秦威兹喃自语 但你 不是 陈硕 你才不是一件小事 明大 陈硕从邱志强办公室出来 登上何永元的小电驴 杀向医学院 他要找易仪宁当面讲清楚 你凭什么愚灭老子 有手就能考名大 邱志强倒是知道 陈硕和易仪宁关系很亲近 眼瞅着就要在一起了 要是因为自己的无心之言 导致小帅哥小美女闹别扭 那还不算啥 但如果陈硕因为这个不再热爱创业 反而将精力放到学习上 那自己的损失可就大了 阿硕 阿硕 听老师一句劝 算了算了 邱志强拦着陈硕 好言相劝 人家小姑娘 可能也是因为崇拜你 才这么说的嘛 肯定没有嘲讽你的意思 陈硕根本不听邱志强的话 执意要去找易仪宁讲个明白 扯独子 我什么货色易仪宁最清楚 他说这话 就是在嘲讽我 什么叫考名大有手就行 放屁 我这种傻逼 能考上名大全凭组上积德 邱志强 在此之前 邱志强真的不知道 陈硕竟然如此热爱自己的母校 这孩子 真的太好了 既然如此 那老师就不拦着你了 邱志强松开陈硕 提醒道 但还是要注意方式方法 不要对小姑娘太粗暴 不要对易仪宁太粗暴 老师 你看错人了 他可喜欢我粗暴了 我踏马又粗又暴 骑上小电驴 陈硕直奔医学院 正好等到易仪宁刚下课 哟 硕总 远远的 易仪宁单手捧着书本 另一只手抬起来 大弧度挥了挥 你好呀 陈硕气势汹汹地拍了拍后座 上车 找个地方聊聊 易仪宁瞪着大眼睛 走到陈硕身旁 易正言辞说道 校规明文规定 校内骑电动车不能带人的 陈硕 谁会管 易仪宁回答 保安大叔 陈硕哈了声 嘚瑟道 整个明大那 那么多保安 哪个没喝过我送的红牛 哪个没抽过我送的烟 他们怎么可能拦我 易仪宁疑了声 嫌弃道 资本家的丑恶嘴脸 已经开始展现了 陈硕 你怎么能凌驾于校规之上 陈硕淡然一笑 对于有手就能考上明大的人而言 凌驾于校规之上 已经是我这个全国优秀大学生 能想到最普通的嚣张行径了 啊 易仪宁吐吐舌头 黑黑笑着爬上小电驴 朔总 其实当初接受采访的时候 我只是想向观众 展现你的超强风貌 可能在措辞方面有些貌似了 骚瑞 这道歉一点诚意都没有 载上易仪宁 陈硕先绕着医学院晃了圈 然后遗憾地摇了摇头 拧动车把手 准备离开 易仪宁见状 奇怪问 你在找什么 陈硕 找一个没人的角落 然后把你倾倒窒息 死 易仪宁倒吸口冷气 忽然很想掏出小本本 把这句话记上 太有心张力了 感觉写进文章里 肯定会很爽 陈硕扭头看了眼易仪宁 忽然黑黑笑道 好久没有出去约会了 有没有兴趣 来一场不回家的约会 易仪宁问 不回家的话 那要做什么捏 捏 易仪宁今天好像胆子很大的样子 双手插腰问 捏是什么意思 陈硕笑了 你小子真是个装糊涂的高手 就是能让你整个人红彤彤的意思 易仪宁你知道吗 你兴奋的时候 整个人都是红彤彤的 易仪宁 小学姐把脑袋埋到陈硕背后 小声嘀咕 这也太露骨了 感觉像被语言性骚扰了一样 两人继续骑着小电驴 在偌大的校园里 寻找一处僻静的角落 微风吹拂易仪宁的长发 她今天是学习模式 就将长发扎了的马尾 脸颊两侧 吹着长长的刘海 风吹动起来 她白净轻力的小脸 愈发明媚 陈硕 我有个想法 易仪宁说道 陈硕回头看了眼易仪宁 什么 易仪宁犹豫了下 然后说 我想当第二届校园明星大赛的赛场主持人 我想帮你做点事 我的外貌形象不错 声音也甜美 气质很出众 如果让我当赛场主持人 我一定能吸引更多痴迷我容貌的痴男怨女 涌入秘密APP 这是我的竞选宣言 说完 易仪宁握紧拳头给自己加油打气 陈硕愣了下 没有回头去看易仪宁 只是用爽朗的笑声回应 可以啊 那你可能要辛苦好一段时间了 易仪宁也没想到 陈硕这么快就答应了 他探着头 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平时很低调的 江湖上虽然有解的传说 但仙少有人能一读解的风采 如果我出名了 会有很多人八卦 陈硕心知肚明 但还是反问 八卦什么 易仪宁兼生奸气地模仿 碎嘴子们的语气 比如 这个小美女是谁啊 长得这么漂亮 怎么之前都没听说过 她什么来路呀 怎么就当上 这么厉害的赛事的主持人了呢 哦 原来和咪咪阿的老板是小友 哦 原来他们有一腿 哦 他们不会就是情侣吧 易仪宁咳嗽了声 换回自己的声音 严肃对陈硕说道 这就是我的担心 陈硕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 你是怕别人误会 我俩的关系对吧 放心 到时候 我逢人就说 我跟你易仪宁清清白白 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千万别误会 我俩绝对不会在一起的 后座的易仪宁 没了动静 露出两排洁白的背齿 咬在了陈硕的肩头 哎呦喂 陈硕吃痛 难道不是这个意思 难道小学姐 其实很想说被人误会 和小学弟在一起吗 易仪宁咬得更用力了些 还哼哧哼哧地 发出抗议的声音 陈硕扭头 笑眯眯地 看着像小老虎似的易仪宁 会耽误学习吗 易仪宁依然咬着陈硕 摇了摇头 能胜任吗 易仪宁点点头 那就坐吧 主持人易仪宁女士 陈硕灿然一笑 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易仪宁松开嘴巴 突然有点担忧 我这样走后门不太好我知道 但你放心 我一定竭尽全力 做好这件事 搞砸也没事的了 以后也让我走一下你的后门 呀陈硕 你变态 陈硕疑惑 看向易仪宁 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 以后我家里人要看病什么的 可能要求道念 你去求你爸爸妈妈帮我开个绿色通道 这很合理吧 易仪宁这才明白陈硕的意思 然后善笑白手 原来是这样 那我的后门 你早就走过了 当初你妈妈产检 就是我找了妈妈的好朋友帮忙的呀 陈硕点头 这就是我想要的 以后你的后门 请让我多走走 好说好说 易仪宁冲陈硕眉 哈哈大笑 他笑起来的那一瞬间 所有的乖巧都不见了 连眼线都张扬了起来 好似这片天地最耀眼的存在 陈硕环顾四周 忽然发现这里就没有人 而且环境还很优美 易仪宁现在是做坏事时间了 陈硕笑眯眯地说 易仪宁摇头晃脑 我猜不要嘞 陈硕笑哈哈地下了车 然后直接横抱起易仪宁 猖狂无比 走 跟鸽钻小树林 背靠着大树的躯干 两人树荫下拥吻 易仪宁坐在陈硕腿上 被人拿枪指着 虽说不是头一回了 但还是感觉很羞涩 他可真会念 一点没说谎 哼 这是贿赂 陈硕心想 为了拿到主持人的工作 易仪宁真是豁出去了 陈硕心想 这种贿赂今后越多越好 明大秘密工作室 陈硕走进办公室 把简家和鱼墨叫进办公室 宣布了易仪宁要做主持人的事 简家惊奇问 硕总啊 原本第一届校园明星大赛的时候 我就想把易仪宁学姐拉下水了 当时你不同意啊 说什么这种浮夸的赛事 不应该把喜欢学习的小学姐牵扯进来 今天这是怎么了 陈硕心想 如今风向变了 跟以前的日子不能相提并论 以前易仪宁小学姐 哪肯让自己挤逗逗呢 因为我实在找不出 比易仪宁更适合的人选了 她的外形条件 简直就是为宣传当代大学生 积极昂扬精神样貌而量身打造的 这一点 没有反对的吧 陈硕看了看简家和余墨两人 两人纷纷摇头 你说啥就是啥呗 难不成还想让我们反对不成 笑死 老娘才不上当 行了 那就这样定下吧 陈硕对简家吩咐道 其余场次的主持人还定着零零 总决赛交给易仪宁 外包给学生会的联系工作准备 怎么样了 这是余墨负责的 她对陈硕会报道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 我们是给钱的 所以 学生会干部们的热情很高涨 毕竟之前他们给学校干活 不仅没钱拿 偶尔还得倒贴钱 陈硕点头 行吧 跟我去学生会逛一圈 好久没去装逼了 怪想那种感觉的 就像是 满集账号去刷歌布林 陈硕领着简家和余墨 来到学生会办公室 现屋里热热闹闹 大家都是干劲十足的样子 不禁非常满意 同志们辛苦了 陈硕一只手背在伸手 另一只手抬起来挥了挥 哟 硕总怎么来了 学生会副主席刑警量阴阳了句 虽然他已经被陈硕训服得差不多了 但还有点野心在身上 就是不服陈硕 陈硕很满意 如果整个学生会 全都为他马首实战 那还有啥意思 小行 你是个有前途的 充分展现了什么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陈硕欣慰地拍了拍刑警量肩膀 转头对简家说道 给咱们小行同学寄一笔 月底多发一千块钱 简家立刻点头 拉起小本们记下 刑警量被陈硕这一举动器的鼻子都歪了 不是他不想反抗 实在是深处这个堕落的学生会组织 他能做得非常少 私底下 刑警量都不知道 怂恿其他人多少回了 大家要站起来 不要当陈硕的奴隶 我们要反抗 誓死夺回学生会曾经的荣光 有的人表面上说一套 背地里做一套 嘴上答应好好的 等陈硕一发钱 一个个就又卯足了劲 提他干活 陈硕 你不能因为创业成功 就把我们全部物质化了 刑警量大意凛然 语气十分沉重 我们未秘密工作室干活 说白了 是想让明大的声誉 更上一层楼 而不是给你个人打工 陈硕听完频频点头 对外就要这么说 刑警量 刑警量抓狂了 我说的是真的 你听不懂是吧 陈硕后退了步 仔仔细细打量了翻刑警量 然后对简家说道 一千 快不给了 小型同学是纯粹的 是高尚的 是毫无私心的 为学校做贡献 底薪也不用给了 金钱 只会垫与小型同学 纯洁无垢的灵魂 说完 陈硕绕过刑警量 继续往前走 视察工作 于墨看了眼发呆的刑警量 叹气道 你说你装什么逼呢 这下好了 真成白钱活的了 听说陈硕来了 在里屋的金灿岩 也走了出来 满脸警惕地盯着他 他以为陈硕 是来为自己的室友们 讨公道的 殊不知 陈硕还挺感谢金灿岩 如果不是他故意找茬 自己恐怕还不知道 那幅相框里 藏着秦薇姿 对他深深的依恋 金主席 好久不见 陈硕主动打了声招呼 笑容温和 金灿岩忽然有点不适应了 当初刚认识陈硕的时候 他就敢把自己拖进小树林 威胁要玩弄自己的小蛮腰 但他又不敢说出来 要是被外人知道 明大学生会主席是个M 那多笑死人啊 硕总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金灿岩挣了正神色 笑眯眯问 过来看看 陈硕扫视全场 对金灿岩说到 最近大家做得都挺好 咱们的赛事 得到了学校鼎力支持 其余各大高校 也是相当配合的 但我要强调 出去做事 尤其去别的高校出差 一定要低调 绝对不能欺负 其他学校的学生会组织 金灿岩眨眨眼 心想 陈硕是怎么面不红气不喘 说出这番话来的 当初开着劳斯劳斯 在政法大学出尽风头的 貌似就是眼前 这位口口声声说 要低调的硕总吧 哦对了 还有件事 陈硕微笑看着金灿岩 我们的寝室 已经打扫完毕了 随时欢迎金灿岩主席 到场检查 金灿岩听完 立刻对起明媚笑容 硕总当寝室长的寝室 哪里轮得到我来检查 硕总检查过就行了 是吗 是弟 那行 我卸任寝室长 陈硕坐到金灿岩的位置 把他摆在桌角的一个小玩偶 拿在手里把玩 问道 高校联系工作 大概还要多久能完成 我给的时间是一个月 现在已经去二十天了 差不多都完成了 分会场的地点也已经敲定 不过全国各个 分会场现场踩点 就是你们的事了 金灿岩耸肩 毕竟我们还是在校学生 全国各地非不现实 顿了毒 金灿岩还不忘补充一句 不过对于你来说 无伤大雅 反正 你上课也就是点个卯 不去也有团委 邱书记帮忙去摆平 羡慕哟 陈硕醋眉 敲了敲桌子 金灿岩同学 你这话好生无理 什么意思 难道说 我就能全国非了吗 仔细推论了下 陈硕忽然觉得 自己优势很大 一米八七 冷白皮工科生 气大火好 给足情绪价值 全国可非 妈的 新赛道出现了 金灿岩献陈硕要走了 拦住他说道 来多来了 留点东西再走吧 陈硕 你这么直接 我很难办事啊 陈硕看着这个 水蛇妖的拥有者 疑惑问 你很饿吗 金灿岩愣了下 脱口而出 确实有点 我最近在剪汁 吃的都很清淡 你要请我吃大餐 陈硕笑了 那倒没有 我以为 你要请我吃海鲜呢 金灿岩摇头 我最近不吃海鲜 票令太高了 我早上一般就喝点牛奶 你不会连牛奶 都不愿意请我喝吧 陈硕 你小子骗吃骗喝的 剪家听得面红耳赤 也不知道脸红个什么 明明都是很正常的对话 金灿岩也发现了 顿时妹眼横飞 直截了当说道 好不容易来了 不如给学生会的干部们 上堂课吧 正好我做个台仗 最近整个学生会 都在忙校园 明星大赛的事 其余的工作都没开展 我不好向团委交差了 说着 金灿岩就拍了拍手 示意大家 把手头上的工作停一停 硕总要给大家上课了 陈硕盛情难确 站在人群中央沉思片刻后 脱口而出 其实 创业并不是我的强项 众人 陈硕 学习才是 众人 陈硕 你们是不是不信 众人纷纷摇头 陈硕 其实我也不信 但大家对于这么离谱的事情 竟然都没有正面驳斥 说明什么 说明各位也知道 拿了谁的工资 就要捧谁的臭脚 搬了把椅子 陈硕坐下后 双手放在大腿上 看了看周围的同学们 今天没事 给大家上一课 我知道 各位都是傲气的人 很多学长学姐们 高考差了那么几分 就能上清北 但其实 我们要搞明白一件事 学校牛逼是学校的事 与我们无关 学校的资源再好 也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 大家都说 学校偏袒我 团委罩着我 但如果我没有搞出成绩 按照我平日的为人 早就被开除了 众人默默点头 陈硕眉头一蹴 你们也想我被开除 众人又纷纷摇头 简家凑近于墨 小声说道 看来朔总很清醒啊 我还担心呢 他如今混得风生水起 人会止不住地飘起来 没想到他比谁都通透 陈硕装完逼 神清气爽地起身 准备溜了 在这个学校 还有谁能搞得过我 丁铃铃 陈硕接通电话 豪情万丈地问 谁啊 你妈 你怎么骂人 我真是你妈 陈硕明显慌张了起来 环顾四周威胁在场的所有人 如果谁敢把我在学校的所作所为 透露给某个大猪肚子的中年妇女 我就吊死在谁的寝室门口 众人 赶紧窜出学生会办公室 陈硕登上电动车 跑到西门港 发现老妈正在和保安扯皮 扶着隆起的肚子 林静荣热情地和保安大叔拉家长 大兄弟 你看我一个孕妇 总不能让我不行进学校吧 行个方便 让我把车开进去 保安大叔抬手制止 对不起大妹子 我们明大 明大不是什么随随便便就能进的单位 你要把车开进去 需要接待人员给门港打电话 没有的话 只能在我这登记 然后不行进入 林静荣择了声 我是来看儿子的 保安大叔 到学校来的家长 都是看自己小孩的 难道你家小孩就很特殊吗 对不起 我们明大不是什么随随便便就能进的学校 不开后门 林静荣忍不住充坚持原则的保安大叔 竖起大拇指 夸赞道 不愧是名牌大学的安保人员 就是硬气 孩子的安全交给你们 我们家长也放心 保安大叔听完 忍不住挺起胸膛 看了眼林静荣 保安大叔也发现了 这位贵妇珠光宝气 气质不俗 还怀着二胎 就把她请进有空调的保安室 大妹子 你儿子哪个学院的 通信工程的 叫陈硕 长得挺帅 保安大叔拿起遥控器 打开护栏 您请进 林静荣 师父 明大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的单位 你自己说的 我知道 可您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人啊 保安大叔把桌上拿和华子 揣进兜里 您是本校最有实力的学生的母亲 车牌我已经录入系统了 您以后可以随意出入本校 林静荣眨眨眼 心想老娘 啊不是 老娘的儿子混这么好 等陈硕骑着小电驴赶到西门港时 林静荣已经上车 准备进校门了 儿子啊 林静荣摁下车窗 和陈硕打招呼 陈硕先是往保安室 丢了包华子 让保安大叔抽空 把小电驴开到南请楼下的停车棚 然后拉开车门 我来看 你怀着运怎么还到处乱跑啊 林静荣 有个教授给我打电话 说你一学期没怎么上课 辅导员又不管 他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让我找你谈谈 陈硕 邱志强的工作是怎么做的 简直离谱 下次再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我就往你的酱香型哇哈哈里面吐口水 陈硕和林静荣换了位置 自己驾驶车子开进学校 严肃说 妈 你可能是遇上诈骗电话了 林静荣摆手 不可能 他又没让我转账打钱 怎么会是诈骗电话 陈硕 想了想 陈硕继续说 那可能是放长线钓大鱼 你也知道 现在的诈骗分子 手段很高超的 有时候简直防不胜防 而且他拿捏你的软肋啊 林静荣安慰陈硕 儿子 别害怕 妈妈不是来兴师问罪的 你不好好念书这事 妈妈早就有心理准备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在学校最重要的任务 不是学习 而是找个好女朋友 陈硕恼火道 妈 你看看你现在在哪里 全国术的上号的名牌大学 我又是全国优秀大学生 你竟然怂恿我 不好好学习 林静荣 你不好好学习 还需要我怂恿 陈硕 正想着如何反驳呢 陈灵杰电话打过来了 语气非常焦急 喂 儿子 你妈不见了 她不会离家出走吧 卧槽 我就是早上不让她吃冰淇淋而已 她怎么就离家出走了呢 她要跟我离婚怎么办 我是不是得借酒消愁啊 你上回往家里拿的茅台 还有没有 晚上带两瓶回来 咱也俩整两口 陈硕 我妈在我这 你也不想她和肚子里的 宝宝夜不归宿吧 陈硕本意 是想让陈灵杰过来 把老妈接回去 没想到陈灵杰来是来了 但特酿的 竟然是要留在明大 吃个饭再走 哎呀 大学校园真好啊 陈灵杰非常骚包地 穿着皮夹克 衬衫上还别了副墨镜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一个英姿萨爽 一个珠光宝气 不知道的 选以为是来拍广告的 林静荣也是非常之感慨 夫妇两人 也就当初送陈硕来报到时候 进过明大 之后就再也没来过了 望着那一栋栋大楼 宽阔的操场 路过的学生 林静荣摇头叹气 想当初我也就差了几十分 就能念大学了 真是遗憾啊 陈灵杰也点头感慨 是啊 想当初我也就差了几百分 就能念大学了 当初努努力 咱也是个有大学文凭的人 陈硕 有些自卑的孩子 不希望自己父母 没见识的那面 被人看见 甚至出门在外 都不愿提起父母 陈硕也不太愿意 提起自己爸妈 主要是因为这俩 有时候太抽象了 林静荣微笑 对陈灵杰说道 提前让小宝 接受一下名校的熏陶 以后也考个好大学 就像他哥哥一样 陈灵杰无比赞同 一山更抵一山高 抽空去趟首都 请BJ华都去逛逛 老大考了明州大学 老二这 不得直接哈佛呀 陈硕 你们干脆让他去火星 一家三口的颜值 都属于超标的那种 陈灵杰和林静荣 都是对生活品质 有要求的人 穿衣打扮讲究得很 相比之下 倒是陈硕显得 朴素无比了 逛了圈 林静荣忽然很不开心地 问陈硕 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女孩子 来找你搭讪 你怎么混的 陈硕 即将法 陈硕不屑道 老妈 我不会上当的 我现在的任务 是好好学习 给肚子里的 在宰宰攒奶粉前 我是不会谈恋爱的 想着晚上 还要去献校园明星大赛 全国飞的运营团队 陈硕就说道 我请你们去食堂 吃个晚饭 然后你们就回家吧 我还得晚自习呢 林静荣 笑死 你教授 都打电话来告状了 你还上晚自习 你知道 晚自习是什么吗 陈硕懒得搭理自己老妈 毕竟他确实不知道 晚自习是个啥 来到食堂 现在还不是就餐高峰 只有真正的吃货 会跑来吃饭 然后陈硕就看见易仪宁 在帮着搬餐盘 还不停说 阿姨你快点 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没有快点把菜搬出来 我饿死了 陈硕 林静荣看着娇俏可人的易仪宁 满脸的欣喜 这个女孩子真好看 陈硕 快去要微信 陈硕淡然一笑 我认识她 陈灵杰 别装 爸妈显然因为在明大逛了圈 觉得自己变年轻了 说话都这么轻浮 易仪宁 陈硕喊了声 看这里 这里 易仪宁攥着饭卡 正无比焦急地等待糖醋里几地出锅 听到有人喊自己 回头一看 陈硕和陈灵杰 一左一右搀扶着林静荣 正中央的林静荣 雍容华贵 慈眉善目 笑意盎然 见此心情 易仪宁突然很想冲上去 给林静荣磕一个 然后高呼 老佛也吉祥 林静荣把学校食堂当餐馆子了 点了满满当当一桌子菜 热情招呼易仪宁 小妹妹 快吃快吃 我看你都饿坏了 易仪宁摆手 不饿不饿 阿姨我不饿 陈硕去而复返 把一盘米饭摆在易仪宁面前 这是第二盘了 说完 陈硕坐到易仪宁身旁抱怨道 妈 你点的太多了 这怎么可能吃得完啊 林静荣也觉得 有点铺张浪费了 问道 那怎么办 陈硕 我把室友叫过来 让他们处理一下剩饭剩菜 易仪宁拦住陈硕 我可以吃完的 陈硕 林静荣喜笑颜开 对易仪宁赞不绝口 好好好 胃口好才能长命百岁 小妹妹 快吃啊 阿姨跟你一块吃 陈灵杰冲陈硕使了个眼色 然后一起去窗口买饮料 儿子啊 这姑娘漂亮 是漂亮 可我怎么感觉 她就知道吃啊 陈灵杰一脸正气 之前去酒吧接你回家时候 碰到的也是她吧 没想到 你还挺专一 像我 这姑娘什么来头 陈硕正在刷卡付钱 回答 易仪宁是医学生 老爸省人民医院的院长 老妈肿瘤方面的专家 柯主任 院长 陈灵杰顿时严肃起来 回头凝食一宜宁 那这碗 软饭你可 一定要端稳了呀 他要是能当我媳妇就好了 陈硕有点看不惯 老爸这么失利眼 批评教育道 爸 你不要这么妄自菲薄 院长怎么了 你跟人家老爸 比差哪了 你就是 我最骄傲的父亲 陈灵杰差点感动得热泪盈眶 忽然又醒悟过来 不对 当初这小子 就是靠这种妖言惑众的言论 坑走了自己所有的私房钱 现陈灵杰眉 有像之前那么感动 陈硕索性也不装了 慢悠悠说道 不就是堂堂省人民医院的院长吗 我相信 就算以后坐在一张桌上吃饭了 当义宜您父亲问起您的学历 你也可以骄傲地回答 老子是高中生 陈灵杰 陈硕继续补刀 不像我们 我们都是名校高材生 陈灵杰认真思考了番 决定去报个成人本科 报清北的 今天就算花钱 咱也得把这事给办了 否则岂不是在亲家面前丢脸 不过话又说回来 何必给自己找口头吃呢 于是陈灵杰又问 那你之前那个前女友呢 长得也好看 他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 陈硕回答 秦维兹啊 他老爸教育系统的 听说要上调省听了 他妈妈是全市最好高中的 教研组领军人物 哎 爸爸 我感觉在他们面前 都抬不起头 陈灵杰 老陈默默回到自己 媳妇身旁坐下 吃饭都不香了 林静荣觉得很奇怪 醋没对陈灵杰说道 大喜的日子 你愁眉苦脸的干什么 陈灵杰寻思道 我琢磨着 要不要去参加高考 林静荣 与其自己努力 不如督促父母奋斗 聊了几句 林静荣才知道 原来当初陈硕带她去医院检查室 能让科室主任提前上班的根本原因 是眼前这个能吃的小姑娘 顿时更爱了 林静荣微笑看着一一宁 好孩子 本阿姨肚子里的宝宝出生了 你一定要来喝满月酒啊 阿姨给你准备奥龙 易仪宁羞涩一笑 表示想要两只 陈硕激动坏了 妈妈我也要 林静荣翻了个白眼 你不准吃 把你那份留给易仪宁 哦对了 你怎么还不去找教授承认错误啊 要是正被开除了 怎么办 陈硕白手表示 不用担心 教授没权利开除我 能开除我的 都收过我的理 陈灵杰听完 严肃批评陈硕 我平时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我们这么良好优秀的家风 怎么没熏陶到你 御师就想着送礼 这是什么坏风气 陈硕面无表情 你教我的 扑 易仪宁撇过头 酷酷憋笑 林静荣觉得 这对父子真的很丢脸 一边给易仪宁夹菜 一边自证清白 乖乖 阿姨是正常的 阿姨跟他们不一样 你可以完全信任阿姨 易仪宁睁睁着水灵灵的大眼睛 看看陈硕 再看看陈灵杰和林静荣 这一家人 好有意思啊 还有阿姨肚子里的那个 应该也会很可爱 很有趣 哇塞 如果加入这个家庭 以后的日子 肯定会过得风生水起 无比热闹吧 嗨呀 林静荣是个非常讨少女欢心的中年美妇 她太知道怎么夸美少女了 因为她年轻时候 也是被这么夸过来的 易灵你啊 就一个缺点 太完美无缺了 你知道吗 能吃是福 吃饱了才有力气学习生活 吃饱了才有健康的体魄 不愧是医学生 易灵就是棒 哎呀 你看我们易灵 啃鸡腿的气势都会红 陈硕心想 这词是这么用的吗 别把人家小姑娘吓坏了 于是 陈硕看向易一宁 在被林静荣夸奖后 她吃得愈发快了 一口缩掉鸡腿肉 把鸡骨头 在林静荣面前晃了晃 好像在展现什么了不得的成就 陈硕 好样的 老妈 陈硕心中暗暗给林静荣加油打气 易灵这小手 天生就是握手术刀的 谁说女子不如男 今后 我们易灵绝对能成为了不起的临床大夫 攻克所有一难杂症 哎呀 要是我肚子里的宝宝 能像乖乖这么优秀就好了 听着林静荣漫天的夸赞 易一宁忍不住昂首挺胸 直接就把C罩挺成了D罩 乐极生悲是吧 牛逼 陈硕心想 特酿的 怪不得这世上有那么多撬嘴呢 这谁吃得笑啊 要是一个小妖精这么夸自己 陈硕心想 估计自己也得被吊成翘嘴 夸完易一宁 林静荣觉得 自己能为儿子做的 已经到了极限 于是冲陈硕挑眉示意 你也说两句 易一宁捧着饭碗 满脸期待地望向陈硕 陈硕 夸人的词儿 笼工就那么几个 你全给说完了 让我现场创造吗 真够难为人的 思存片刻 陈硕宁是易一宁 深情说道 你愿意来我家荡儿媳妇吗 的那种 易一宁 陈硕补充道 主要是我心疼岳父岳母 他们救你一个女儿 你晚上不回家 他们会担心的 林静荣立刻说 没事的 你住他家去也可以 反正我肚子里还有一个 陈灵杰深以为然地点头 没错 没错什么没错啊 陈硕拍而起 一代新人圣旧人士吧 我当你们儿子 都快二十年了 还不如肚子里那个 还没出生的 易一宁一看气氛不对 上前劝嫁 不如这样 两家人住一起 陈硕一家 易一宁不愧是聪明的女孩子 易语中递 直中要害 林静荣和陈灵杰对视了眼 然后问陈硕 你最近是不是赚了不少钱 陈硕以为老爸老妈 这是要岔开话题了 心想 真是一对渣男渣女 人家女孩子都这么说了 你们竟然还选择逃避 呸 果然是我亲爹亲妈 陈硕傲然点头 没错 因为赚的钱太过于夸张 所以我才没有透露 怎么了 缺钱了 林静荣摇了摇头 不是 如果你很有钱的话 去买套大别墅 构装两家人的那种 易一宁伸手拦住陈硕 这个钱我来出 陈硕震惊无比 你也创业了 易一宁摇头 没事 我可以去问大伯借 二伯也会借的 我爸妈清洁联名 估计买不起那么大的别墅 很好 very good 正说着呢 何永元三人闻讯赶来 他们都是认识林静荣和陈灵杰的 叔叔阿姨好 何永元大声打招呼 林静荣喜笑颜开 哟 这不是圆圆吗 找到女朋友了吗 何永元 白妆和江横打脸色一变 立刻装起了缩头乌龟 埋头吃饭 陈硕劝道 妈 吃完你就走吧 再不走人心就要乱了 我带不好队伍 也差不多是该回去休息了 距离林静荣预产期 还有一个多月 最近就连乡下的爷爷奶奶 和外公外公都搬进了家里 两队老人翘首以盼 这个仔仔的诞生 直接打破了老陈家三代单传的魔咒 同时续上了老林家的族谱 弟弟妹妹姓林 刚怀上时候就说好的了 陈硕就很佩服和欣赏老爸 按理来说 他那个年代的男人 不太容易接受 孩子随母性的事 但都不用临近容提 陈灵杰自己就跟老人家说了 爷爷奶奶也无所谓 反正已经有个陈硕了 多一个无所谓 少一个也不能少 少了就没了 陈硕和易姨宁 送老爸老妈上车 目送他们离开 我爸妈陈硕 想给易姨宁道个歉 易姨宁 你绝对是叔叔阿姨亲生的 不用做亲子鉴定 陈硕 真有意思 易姨宁笑容满面 冲陈硕喊 叔叔阿姨这么有意思 你怎么不早介绍 给我认识呢 就算我俩不在一起 我也想认识 这么有意思的长辈 陈硕笑了 不在一起 行啊行啊 以后你跟我老婆 一起养我爸妈 就这么决定了 易姨宁文言 皱了皱鼻子 摊手捏住陈硕胳膊 反方向使劲一揪 死 我捏你痘痘的时候 可没这么用力 阿姨预产期什么时候 易姨宁问道 陈硕掰着手指头算了算 八月份吧 到时候还得麻烦你 跟你那位当科室主任的阿姨 打个招呼 多照顾一点 放心吧 易姨宁插腰道 等孩子出生 让他认我做姐姐 陈硕悠悠说道 干脆让他认你做前妈的来 易姨宁沉默了会 看向陈硕 眼神意味深长 你玩得好花呀 难不成这样 对你来说更刺激 有一说一 那确实刺激 您妈妈 陈硕摸了摸鼻子 那确实蛮刺激的 回到食堂 何永元三人在狼吞虎宴 争取做到清盘行动 易姨宁打了个宝格 对陈硕说道 我要回去复习了 后天要考试 陈硕点点头 辛苦了 考完了 咱们去来一场夜不归宿的出行 不要拒绝我 我保证开两间房 开两间房的夜不归宿 还有什么意义 易姨宁双臂抱胸地问 陈硕哈哈一笑 好 到时候别耽 谁耽谁孙子 易姨宁嘚瑟一笑 马尾晃了晃 扭头走了 一边走 易姨宁一边 掏出手机打开日历 仔仔细细对了对时间 然后笑嘻嘻地自言自语 到时候正好大姨妈 易间房又如何 说着 易姨宁被骑手 哼着歌 蹦蹦跳跳回寝室了 他们都说 情侣真正有意义的 就是 头次一起出游 出去玩可以从另一面 反映出对方的行为习惯 但易姨宁不在乎这些 陈硕的善解人意 早就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送走易姨宁 陈硕回了食堂坐下 问何勇元 是办成了吗 何勇元也是刚从政法大学回来 点头道 东西物已经给微微嫂子了 阿硕 你这是办得厚的 陈硕 还装 但我没看出来吗 何勇元一副 料然于胸的样子 笑嘻嘻说道 你都带伊林嫂子 献叔叔阿姨了 等于是定下 要让小学姐当你女朋友了对吧 这时候 把微微嫂子 给你的定情信物还回去 一拍两散 以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阿硕 我原来都是误会你了 没想到 你是个如此专一的人 陈硕凝视了番何勇元 然后给他夹了一筷子菜 元元 你真的太聪明了 太懂我了 那可不 何勇元一口咬下 然后破口大骂 这踏马 不是生姜吗 白妆可能是被刺激到了 鼓足勇气对陈硕说 阿硕 今晚捡家要去酒吧玩 我应不应该过去呢 他邀请我了 估计还是想让我不要再白费力气 陈硕挑挑眉 去呗 他怎么玩妹妹 你也怎么玩妹妹 主打一个互相伤害 白妆连忙白手 这不合适 这不合适吧 哈哈哈哈 听说那边小妹价格可贵了 我玩不起啊 哈哈哈哈 江恒达吐槽道 别笑了 再笑下去 是个人都知道 你想玩妹妹 我说真的 陈硕竖竖起手指 嘿嘿笑道 这么长时间相处下来 你该表现的也都表现了 简家这个女孩子 就是中学时期压抑太久 千军万马杀出来 好不容易念了个好大学 又运气好碰上我 直接在大学 就实现了商K自由 他现在正式要玩的年纪 你该庆幸啊 他喜欢玩的是妹子 要是喜欢玩汉子 你可怎么办 所以干脆你也放纵点吧 不过要记得适可而止 白妆眨眨眼 有些坠坠不安 这样合适吗 试试呗 反正情况也不会比现在还差了 与其让自己在他心中无足轻重 不如给他留下点深刻印象 陈硕挑眉 你说是这个道理不 白妆沉思片刻 点头道 确实 那就由我来把我尺度 一旁的何咏员忽然冷笑了声 无趣 白妆 放下碗筷 何咏员双臂抱胸 神秘莫测 今天我去明大 不仅限了微微嫂子 还在政法大学挥斥方球 把那帮狗眼看人低的货色 全部镇压 莫涵看见我都走不动道 那腿夹的不知道有多紧 江恒答 他可能在憋尿 你也别想太多了 你放屁 何咏员懒得搭理 江恒答这个电子为哥 语众心长地对白妆说道 你还不明白吗 如果想获得认可 就要让他知道 你不是非他不可的 要给简家紧张感 压迫感 白妆猛猛地问道 啥意思啊 能不能说明白点 陈硕插嘴道 意思就是 你舔得还不够深情 哪向我们圆圆啊 去趟政法大学 又一万多块钱花出去了 何咏员 陈硕撑着下额 笑眯眯问 圆圆啊 卡得呀虽好 但他不保值啊 还不如买点黄金呢 下次送礼跟我说一声 哥帮你参谋 何咏员抖丝筛康 你 你怎么知道的 希希 前几天晚上失眠 我偷偷看见 你在下面藏东西 等你去上课时候 我翻了你的衣柜 白妆 笑死 江恒答 装逼 何咏员连连咳嗽 赶紧弥补自己的疏漏 我堂堂建功大佬的敌肠子 送女孩子区区一个项链怎么了 陈硕问 那莫涵有送你什么吗 何咏员 他请我喝了杯奶茶 加了双份珍珠 陈硕 哈哈哈哈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个主角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陈硕也不是出生就这么渣 啊不是 这么成熟的 他也是从无数次失败中吸取经验 同时从别人的失败中总结教训 何咏员 真是个宝藏男孩 每一部都是教科书籍的师范 书名为 舔狗是如何练成的 叮咚 陈硕掏出手机一看 是秦薇姿 没有提相框的是 庞扶就像没发声似的 或者说两人都选择回避了这个绕不开的初恋性物 秦薇姿 莫涵在旁敲侧击地问我 何咏员喜欢什么 我又不知道 就来问你了 陈硕 他喜欢莫涵 秦薇姿 你这话说的 总不能让莫涵去开个房等他去吧 礼尚往来吗 项链太贵重了 得回个差不多的礼物 陈硕想了想 奔驰S 秦薇姿 那还是让莫涵去开个房吧 圆圆挺好的 给他也不算特别委屈 过了会 秦薇姿 一条皮带 一个打火机 一块运动手表 差不多了哦 陈硕长叹了口气 然后看向何咏员 他真的 傻人有傻福 只是 如果何咏员和莫涵真在一起了 会很合适吗 会过得开心自在吗 不 不用考虑这些 我们总是喜欢把一件事定义的特别功利 念书是为了考大学 考大学是为了找工作 谈恋爱是为了结婚 结婚是为了生小孩 彷復每到一个时间节点 就要去做某些事情 如果你不做 就是有备人伦 但人生啊 本来就是一场旅行 这场旅行 以时间为尽头 每次的经历都是风景 哪有什么值不值 愿我们所有人 都能成为自己的主人 邱志强给陈硕打了电话 小陈啊 明海大学的团委书记在我这 说想谢谢你 他也是我念书是熟的老同学了 你有空吗 来见线吗 正好也可以聊聊 明海大学那边的分会场事宜 他都能帮你摆平了 陈硕看了眼时间 还早 于是答应下来 好的邱书记 我现在过来 还没走出食堂 陈硕就听见何永元 嚣张至极的大笑 哈哈哈哈 莫涵给我买礼物了 好多礼物 哈哈哈哈 老子终于不是舔狗了 陈硕会心一笑 摇头离开 团委书记办公室 邱志强见陈硕敲门进来 立刻笑呵呵地起身介绍到 小陈 这位是明海大学的 团委书记朱关荣 老朱 这位就是我们明大的明日之星 陈硕同学 陈硕看向朱关荣 微笑打招呼 朱书记好 你好你好 陈硕同学 久仰大名啊 果然一表人才 名不续传 朱关荣掏出烟分了一根 然后醋没问邱志强 什么叫我们明大 你叫明大 我们明海大学叫什么 海大 不好意思 今年高校排名 我们明大 排你们明大前面 邱志强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 朱关荣冷笑 那是你 因为你们刚换了校长 不理 要给胡笑长面子 帮他快速树立威望 你不会真以为是学校综合实力提升了吧 邱志强同样会以冷笑 手下败将 抱怨就抱怨吧 胜者向来都是大赌的 陈硕叼上烟 坐下坐山观虎斗 看来这俩团委书记 平日里私底下关系肯定很好 否则也不会这么说话 果然 两人对视了眼 纷纷哈哈大笑 做做做 陈硕正好陈硕来了 他那个赛事到时候有什么麻烦 都给求到你这 邱志强端起茶杯 和朱关荣碰了碰 笑哈哈的说道 陈硕可是我们学校的宝贝啊 在胡笑长 那也是留下深刻印象的 好说好说 朱关荣笑眯眯的看向陈硕 明海那片 我还是有点人脉的 学校里当然不用说 以后社会面上有事都能来找我 我不少同学 都在政府部门工作 好几个进步的都很快 某些事情上 推进速度很快的 陈硕立刻点头 那太感谢朱书记了 抽空我去明海请朱书记喝酒 好好好 朱关荣哈哈大笑 既然如此 干脆就直接来我们学校上学 反正你这种人才 在哪混文凭不是混 咱们明大的招牌更盈 你踏马打住 邱志强一把拉住朱关荣 几个意思啊 当着我的面挖人 什么时候 大学生也可以随随便便转学了 还是跨省转学 你是不是有点太搞笑了 我没有搞笑 朱关荣看向陈硕 深情地劝道 陈硕同学 你这种人才留在明州大学 那好不夸张地说 整个人生就毁了 邱志强 你在放什么屁 朱关荣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一不小心说出真相了 陈硕也震撼了 他好奇问 朱书记 真的可以这么操作吗 朱关荣大笑道 那当然了 我们明大 向来是不拘一格的 只要能吸纳优秀人才 什么规矩啊 我们打破的就是规矩 陈硕忍不住鼓掌 6666 邱志强以为陈硕要背叛母校了 顿时无比较急 刚要说话 却被陈硕眼神示意 陈硕叹了口气 感谢朱书记的好意 但我的女朋友 大都在明州 我不想转学 邱志强顿时松了口气 随即忽然感觉不对劲 什么叫 我的女朋友都在明州 陈硕也没想到 各大城市纷纷开启抢人大战 也就算了 原来就连高校之间都这么卷啊 在陈硕还是小陈硕的时候 一心只读圣贤书 在发现自己还有点念书的天赋后 偶尔也会做梦在高考时 一鸣惊人 清北和金华招生办的人 为了自己打破头 巨额奖金疯狂往下砸 就为了让状元小陈 能够入读他们的学校 可惜 一场早恋 击碎了陈硕的清北梦 不过现在也不差 明海大学竟然来抢自己了 再听到陈硕说 舍不得在明州的女朋友后 朱关荣显然陷入了沉思 半晌 朱关荣咬了咬牙 目光坚定地看向陈硕 你女朋友也可以来 她有学籍吗 有学籍这事 我就能办 但人数不能太多 邱志强气得胸膛起伏 冲沉硕喊 你不要信她的鬼话 什么狗鸡把学校 能这么办事啊 野鸡大学 踏马的野鸡大学 朱关荣瞥了眼邱志强 吃笑道 你是不是怕了 你们明州大学 没办法给陈硕同学 提供绝对优越的环境 来协助他创业 但我们明海大学 有这个实力 小秋 你也是个老师 难道就不能为 自己的学生考虑一下吗 一天天就知道 想着自己的前程 呸 认识你 真是我的耻辱 说完 朱关荣看向陈硕 热情无比 小陈 我俩加个微信 有事私聊 只要你愿意来 明海大学的校门 随时为你敞开 陈硕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明州这个城市 互联网创业分为浓郁 尤其还有 阿里这尊巨无霸载 现在是传统网购的时代 等以后跨入电商 和短视频时代后 整个明州 就会成为网红遍地的城市 届时沿街都会出现 专供直播的亭子 而明海 国家的金融中心 传统金融产业发达 互联网这块 貌似除了拼多多和米哈游 就没什么拿得出手的 互联网经济 如果去 说不定在政策方面 会得到更多的扶持 私存片刻 陈硕还是选择了拒绝 感谢朱书记的好意 但我觉得在明海 没有什么压力 在明州的话 我可以随时对待阿里 整个人会干尽十足 说实话 我看那帮人不爽很久了 邱志强激动了一拍桌子 好 这才是我们明大的学生 够狂 够硬 希希 你怎么知道我硬啊 朱冠荣心里也很清楚 不可能用这么点小恩小惠 就把陈硕忽悠到明海大学来 人家的渠道都已经铺开了 秘密工作室 用的几乎全是明州大学 自己的学生 哪可能这么轻易地离开 不如 先在我们明海大学 开个工作室 朱冠荣摸了摸下巴 对陈硕说道 你现在有四个平台 据我所知 A站的总部在阳城 那实在太远了 管理成本也很高 不如就整体搬到明海去 这方面 我绝对能给你提供便利 相信我 陈硕听完 下意识问 朱书记是不是要离开高校了 哈哈哈哈 不愧是青年才俊 一点就通 朱冠荣笑咪咪说道 我确实要去行政部门了 引进互联网公司 也等于招商引资啊 这不 我是特意来请陈硕你这位天才的 陈硕哑然失笑 老师 你也太想进步了 朱冠荣也不藏着掖着 承认得爽快无比 我们这种拿死工资的 又不想贪赃网法 就只能一心扑在工作上吗 这么卖力的工作 谁不是为了屁股往上挪一挪 对于朱冠荣的坦诚 陈硕赞不绝口 夸赞道 朱书记实乘人啊 性格跟我一模一样 那我们现在就签合同 踏马的打住 邱志强直接拦在了陈硕和朱冠荣中间 双手推开越靠越近的两人 当我不存在事吧 看样子 朱冠荣去的是强势部门 有可能就在负责招商引资的 某副职手下工作 众所周知 管理层跳槽带着业务跳槽新东架 那会得到无比的尊重 朱冠荣如果带着项目去上任 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站稳脚跟 然后奋发图强 陈硕想过要把A站搬到明州 但还在思考当中 这其中牵扯很多细节 一时半会也搞不定 但如果搬到明海来 有朱冠荣这么个人照看着 场地 房租等等一系列的程序 他都能给予帮助的话 那确实很值 朱冠荣继续劝说道 我们明海非常迫切地想要发展互联网经济 也希望能帮助到互联网行业里的企业家 陈硕 你不用立刻给我答复 我们私聊 邱志强马上说道 绝对不行 以后你们聊天我必须在场 看看朱关荣 再看看邱志强 陈硕促没说道 不要为了我影响到二位书记多年的同窗情谊 两个男人为我大打出手 我很不习惯的 看来绝对有必要去一趟明海 看看是否有可行性 如果真的能够将A站和新城里的 斗鱼直播平台 陈硕肯定会频繁地来往于明州和明海两地 要不在明海培养的好朋友之类的 不然到时候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想着想着 陈硕忍不住笑出了声 朱关荣见状立刻激动说道 他笑了 他笑了 他答应了 邱志强怒斥 他是嘲讽你 异想天开 走走走 赶紧滚蛋 明大不欢迎 你这种人 我们的邱志强书记 应该是真的急眼了 直接把朱关荣拽起来 往办公室外面推 随即把门关上 这还不够 直接反锁 生怕朱关荣破门而入 陈硕笑嘻嘻看着邱志强 邱志强坐下后点上根烟 根本不顾被锁在外面的朱关荣 如何抨击自己不后头 陈硕 他能给你的 我也能给 邱志强沉声道 做不了主的 我就去找校领导 陈硕眼前一亮 都说饭要抢着吃彩香 同一个道理个别的地方也一样 邱叔记 我最近真的不缺啥 陈硕翘起二郎腿 毕竟刚拿到了第一轮风投 账户上不缺钱的 邱志强 你再想想 肯定有缺的 陈硕摆手 真的不缺 邱志强 不 你缺 陈硕 要说真的缺什么 陈硕看向邱志强 我缺弟 弟 邱志强抓了抓头发 你妈妈不是马上就要生了吗 已经知道是妹妹了 思索再三 邱志强干脆利落地说道 这样吧 如果你不嫌弃 以后没人的时候你管我叫弟 我管你叫哥 咱俩哥论个的 这也太他妈感人肺腑了吧 虽然我很想有个弟弟 但对不起邱书记 你这个颜值走出去 大家很难相信 我们是一家人啊 陈硕微笑摇头 误会了邱书记 我需要一块地皮 说白了 就是新的办公场所 秘密工作室日益壮大 今后的业务板块会增多 部门职责也会细化 我已经在着手准备招兵买马了 所以 眼下学校分配给我的那间教室 已经不能满足秘密AP的人员需求 陈硕看向邱志强 其实我早就听说了 咱们明大其实有很多土地的 要不 租给我一块 邱志强愣了下 尼玛 还真狮子大张嘴啊 不过 好像也没什么不行的 只思考了一秒钟 邱志强对陈硕说道 我会把这个需求 立刻上报校常务会议 你放心 这事要是办不了 老子以后 没脸喝你的酱香娃娃娃 说完 邱志强拉开门 冲朱关荣吼道 我送给陈硕一块地 你有本事送吗 朱关荣明显错愕了下 信心不已 陈硕笑眯眯地走上前 安慰朱关荣 朱书记别气馁 主要是 咱们明州的房价 比你们明海便宜 没办法 主要还是故土难离啊 没错 说白了 陈硕图的 不是我们的资源 而是他真正热爱 明大这块土地 邱志强此时 还不望上价值 完美履行了一名 团委书记的职责 陈硕心想 老子热爱明大这块土地吗 那确实热爱 这块地如果卖掉 那可是天价啊 朱关荣的出现 让邱志强起了 巨大的危机感 让他明白 很多人都基于陈硕 想把他挖到 自己的地盘上去 别的就不说了 嗨思直播注册 所在地的税务 就被陈硕发过一块奖章 优秀纳税单位 区里领导 有不少都知道了 自己辖区里 有个势头 很猛的互联网企业 可想而知 今后聚焦在陈硕身上的 注意力会越来越多 邱志强急着去找 校领导汇报 把有人要挖墙脚的事 尽快说明 然后着手落实 秘密工作室 新选址的事 反正那几栋楼空着 也是空着 还不如便宜自家学生 陈硕也离开了学校 去线了一个 专业的营销团队 这个团队 原本供置于某家大型企业 如果谈判顺利的话 陈硕准备把这个团队 整个挖过来 与此同时 在家中结束一天直播的 白小苏 收到了人事部门的消息 陈硕 要让白小苏 转战斗鱼直播平台 让他去开荒 开荒虽然很难 但如果成功了的话 那就是一条 迈向辉煌的康庄大道 白小苏只用了一秒钟 就做出了决定 他要去 目前嗨思直播 已经涌入太多竞争对手 其中不乏资质出众的 后起之秀 无论是颜值 舞蹈 亦或者游戏技巧 都不属于白小苏 人气高低 只不过是风格不一罢了 但温盈却依然 稳聚女主播 头把交椅的宝座 争是争不过的 那还不如换个战场 想到这 白小苏给陈硕发了消息 他知道自己老板今晚在应酬 应酬就需要喝酒 喝了酒 就容易上头 老板 你要我去新的平台 我很感谢您的信任 但也好 害怕自己做得不好 你能不能鼓励鼓励我呀 某酒店 陈硕正在和秘密APP的 电商运营团队 推杯换展 共谋大业 说白了 以社交平台为媒介 去引导消费 把它作为一个消费决策入口 这是 明海有家互联网公司 已经在做了 叫小红书 陈硕用筷子敲了敲酒杯 说道 不过 他们比不过我们 我对你们的目标 就是在半年之内 让秘密APP的电商板块 全面超越小红书 其实很多平台 都有做电商的潜质 但互联网这个行当 就是这样的 先出头的才有肉吃 这波风口你没赶上 你就只能荡头猪 永远也飞不起来 外界也很难去评判 为啥秘密APP一个约炮软件 特么的 竟然被陈硕玩出花来了 道理就是那个道理 一个平台到底走向如何 得看握在谁手里 陈硕从没把秘密APP 当成一个社交软件 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实验品 所有社交软件 从诞生初始 就自带约炮属性 但通过不停的运作 就能成功转型 我敬大家一杯 下半年会很辛苦 不过也请各位放心 我会给你们一个 满意的薪资待遇 陈硕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手机便震动了下 点开一看 是白小苏发的那条微信 女下属深夜 邀请老板去家里一句 还美名其约 想让老板勉励自己 陈硕也不知道 怎么鼓励白小苏 不过 他可以帮白小苏 修下水管 叮咚 白小苏 这回更加露骨了 直接发了张图片 他穿着白色蕾丝睡裙 跪坐在床上 双腿向两侧平铺 镜头居高临下 把白小苏粉嫩的脸蛋 和白乎乎的胸脯 展现得美妙至极 配文 想要老板的鞭策 鞭策 陈硕微眯起眼睛 这含义很深啊 想了想 白小苏将一双雪白的腿 靠在墙上 上半身躺在床中央 听到手机提示音后 立刻点开 一看 照片内容 是一只摆在餐盘中的包子 这是什么意思啊 白小苏醋眉 双手打字 朔懂 这什么意思啊 叮咚 陈硕 认不出来吗 插烧包 白小苏瞬间明误了 非但不感觉羞耻 还隐隐有点刺激的滋味 在他心目中 陈硕的形象极其伟岸 年纪轻轻 左右四家平台 把自己当个烧包怎么了吗 完全没问题 多少女人想给 陈硕当插烧包 陈硕还看不上呢 就在白小苏决定成胜追击时 陈硕发了条消息过来 今晚答应你的好姐妹 去她那儿消息的 好姐妹 白小苏一时半会 还没回过神来 等明白过来才明白 陈硕所谓的好姐妹 说的是温盈 又是温盈 怎么每次都是她 她吃得够饱了 白小苏发了个委屈的表情 报告说总 我想截胡 陈硕 以后不准说报告 然后陈硕就不再回复了 那是易宜宁的专属 白小苏这边尚且还在思索 该怎么让陈硕来自己家时 门铃响了 这个点谁会来 白小苏心生警惕 不过倒也没多担心 她所在的小区物业很静止 不太可能发生什么恶劣的事件 几乎在门铃响起同时 手机也震动了下 陈硕 开门 白小苏一个翻滚 从床上跳下 跑到悬管瞅了眼 监控电子屏上的影像 竟然真的是陈硕 兴奋地开了门 陈硕蹬掉鞋子走进屋内 环顾四周后 笑眯眯地问白小苏 你搬到这个小区 图的就是今晚吧 白小苏前不久刚搬了家 和温盈同个小区 同一栋楼 那人家不也是想方便硕总吗 白小苏极其主动地 搂住陈硕的手臂 温柔挤压 硕总可不可 我给您倒杯水 说完 白小苏先放开陈硕 俯身打开鞋柜 拿出一双崭新的男士拖鞋 然后迈着轻快步伐 去了厨房烧水 陈硕转了转发散的脖子 走进洗手间 这里有没用过的 另一套洗漱用品 还有没开封的浴巾 这是蓄谋已久啊 白小苏端着一杯温水走过来 小熙熙说 硕总 是不是有种冰质如归的感觉 温盈家里有的 我这都有 陈硕晃了晃 拉起裤子拉链 洗好手之后 勾起白小苏下巴 帮我按按头 白小苏一脸天真浪漫 顶着那张极为幼泰的青春小脸 眼巴巴地问道 哪个头呀 陈硕 看你手法了 沙发上 陈硕躺在白小苏大腿上 闭目养神 白小苏点了香 有宁神尽心的功效 还打开手机 放起了一段舒缓的轻音乐 尽量让陈硕有个放松的氛围 然后一双白嫩小手 在陈硕头上按了起来 看着陈硕棱角分明的面庞 白小苏就觉得 这男人跟魅魔似的 光光是躺在那儿 就让人心痒痒 他刚修剪过发型 后脑的头发很短 压在自己大腿上 有种刺痛和轻痒的感觉 自己那么嫩的大腿 他不想着赶紧缠腰上 到底在想什么 之前有别的平台出高价 想挖温盈跳槽 就是那次 陈硕给温盈买了大平层和豪车 他们肯定一起给新房子开过光了 白小苏心想 硕总 还满意吗 白小苏轻声问 陈硕依旧闭着眼睛 点头道 嗯不错 加个钟 好嘞 白小苏技师乐呵呵答应下来 美滋滋问 那硕总今晚在这过夜吗 陈硕睁开眼睛 笑意盎然 意思是 还有别的特殊服务 白小苏一脸小纠结 店里当然不允许了 但如果是硕总的话 我可以偷偷地给您特殊服务 精油开背好吗 陈硕皱眉 精油开背了以后得洗澡啊 太麻烦了 白小苏轻轻喝出口气 没关系啊 我还可以为硕总提供搓背服务 哦对了 温盈家的水床 我这也有 太有竞争意识了 真的太有竞争意识了 多好的女孩啊 她也不图自己的感情 就图自己的资源 和年轻的身体 这么简单的要求 陈硕真的想不出 什么理由来拒绝 陈硕依旧躺在白小苏的腿上 抬手捏着她的下巴 微笑问 你之前是不是想把温盈灌醉 然后在她家 把我给办了 说的是 温盈搬新家温居的事 白小苏那次 真的差点就把温盈给 忽悠瘸了 一切发展的都很顺利 但陈硕直接展现了温情一面 对待温盈的态度 瞬间唤醒了白小苏的醋意 和对感情的渴望 于是便无疾而终了 白小苏委屈巴巴的嘟呢 我就是不知道 自己到底哪里 比温盈差了吗 你让我去新的平台 我当然会听话的去啊 可我内心真的很忐忑 怕自己不适应 怕平台的氛围不适合我 老板 我真的很害怕 如果这份工作失败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做什么 陈硕起身 有我在 你不用担心会过气 说完 她拿起外套 走了 白小苏忙问 您去哪儿 上楼 那还回来吗 看心情 白小苏也跟着起身 站在陈硕身后忽然喊道 老板 晚点走可以吗 我真的 很忐忑 我不想一个人睡 睡群堆叠在白小苏脚下 她跨出一步 双手护着身子 陈硕的猴杰上下滚动了翻 抬手去摸墙上的吊灯开关 人家都做到这份上 再装就不礼貌了 老板天然就有指导下属的义务 黑暗中 陈硕走到白小苏面前 我本身就是个很爱叫人的老板 更何况小苏你啊 还如此地求贤若渴 白侍女替陈硕宽衣解带 沙发太窄了 陈硕抱着白小苏辗转多地 寻找一个合适的休息场所 在浴室 窗前 厨房 寻寻秘密多次 尝射多次 最后还是回到了卧室 床 才是人该躺的地方 其余地方躺着都不是为了睡觉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自动省略大家不爱看的情节 陈硕抽出几张纸 擦了擦额头 胸口还有后背上的汗 有点意思 真羡慕那些不出汗的男人 他们几分钟就能完事了 按照物尽天泽的规律 快的男人 才能在凶险的环境中 留下子孙后代 陈硕这种漫长时间的男人 其实很不符合自然规律的 白小苏在黑暗中看着陈硕 小声说 我知道 这么说你肯定不信 但其实至少在刚才的四十分钟里 我在心里 把你当成了我唯一的爱人 放心硕总 我比温盈还要聪明 我只在这种时候任性 沉默半上 陈硕开口说道 四十五分钟 白小苏愣了下 什么 陈硕拿起手机 把时间给白小苏看 严肃说道 明明是四十五分钟 对于这点 你一定要严谨 毕竟光是你忽略的这五分钟 已经是很多男人 可望不可及的了 白小苏摇头 我不在乎 陈硕翻了个白眼 废话 你当然不在乎 你一秒完事 只会让我无比光荣 我要是一秒完事 能直接从这跳下去 白小苏嘟嘟嘴 硕总 人家这么说 只是希望你能把我 放在眼里而已吗 我是在变相说明 只要你愿意留点时间给我 其余的 我都可以不在乎 陈硕心想别的不说 反正你是把我给放你眼里了 白小苏无嘴一乐 你还有力气去找温盈吗 有的 陈硕点头 陈硕离开白小苏家 乘电梯上了楼 摁了下门铃 真是有够方便的 虽然温盈告诉过 陈硕门锁密码 但陈硕还是习惯按门铃 主要是不想下到 独居的女孩子 女主播一般都下半夜睡 或者直接天亮了才睡觉 昼夜颠倒 所以 当陈硕摁了第二次门铃时 温盈已经欢呼雀跃的来开门了 老板 迎凭今天在直播LL 穿了件女警的COS服 洒爽得很 我刚下播 还没换衣服呢 你去床上休闲 我去 陈硕握住温盈的手 摇摇头 不 就这身 不用换 有时候想想自己 真的蛮辛苦的 白小苏要去新的直播平台开荒 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毕竟跳到另外一个平台 虽说还是同的老板 但终归有所不同的 到底能不能站稳脚跟 撑起平台的流量 谁也说不准 后世也有很多大主播 跳到另外的平台后 就变得一蹶不振 所以 陈硕必须好好抚慰下白小苏 让他变得干劲十足 而温盈也是如此 对于劳苦功劳的老员工 老板不能因为香蕉的时间久了 就冷落人家 所谓日久见人心 虽说温盈的新陈硕 已经摸得透透的了 但也要时不时地温暖一下 不能含了他的心 真的 好辛苦 腹白貌美怎么了 阴轻体肉又怎么了 摆一摆顺很了不起吗 吹拉弹唱 样样精通 又能如何 大家应该过的都是这种日子吧 没什么好炫耀的 老板 你今天虽然没有加工素 但韧性变高了 温盈眨白眼睛 还不知情 肯定是最近老板在好好运动 体力又提升了 无非是麻木了而已 陈硕心想 我们睡会吧 天亮了 我还得回学校上课 陈硕拍了拍温盈的肩膀 嗯啊 干完蒙头呼呼大睡 那是渣男的行径 今天忙了一天 外加晚上还应酬了番 又接连两场黄城PK 虽然精神已经很疲惫了 但陈硕还是抱着温盈说了回话 这才睡去 温盈习惯晚睡 有时候甚至要到天亮了 才会有困意 被陈硕抱在怀里 闭着眼休息会后 他缓缓睁开眼睛 望着熟睡的陈硕 温盈脑子开始瞎想了 老板和自己第一次的时候 可兴奋可快了 虽然今晚他喝了酒 会有延时的效果 但这也太延时了吧 难道说 老板对我已经没有新鲜感了吗 想到这 温盈心中顿时锦铃大作 不行 绝对不行 可到底该如何破局呢 温盈想了又想 认定男人就是 喜欢刺激 喜欢新花样 可自己能想到的花样 已经都用过了 还有啥能让陈硕 感到兴奋刺激的模式 双人模式 不知怎么了 温盈脑海里 忽然浮现出这个字眼 几乎与此同时 面目可憎的白小苏 也开始出现在温盈的思索中 那个小烧杯之前 不是还蛊惑自己吗 说要帮自己牢牢拴住陈硕 不能让别的狐狸精勾搭去了 他想跟自己并肩作战 温盈舔了舔嘴唇 悄悄地下了床 轻轻关上房门后 拿着手机来到客厅 深呼吸几次 温盈给白小苏发消息 睡了吗 白小苏这边还在换床单呢 拿起手机看了眼 回复 没有 看看时间 嗯 差不多也结束了 他突然找我干啥 别不是来炫耀的吧 白小苏皱了皱眉头 铺好新换的床单 钻进被窝 什么事 温盈 你上次说 要和我一起拴住老板 悬算话吗 白小苏 温盈 没想法就算了 但我没说过 晚安 白小苏 你等等 你等等 下楼 来我家 戏索 温盈 你他妈什么时候 帮我家楼下了 把手机往沙发上一丢 温盈插腰 小脸绷得很紧 自言自语道 他既然帮我家楼下了 刚才会不会听到 什么动静 真是便宜他了 能听到老板 那么销魂的叫声 多闹完 温盈披上外套 轻轻离开家 下楼来到白小苏家门口 白小苏开了门 两名当红女主播凝视彼此 上下打量 足足几分钟后 白小苏才侧身让路 把温盈迎进了自己家中 温盈环抱着自己 回头看了眼白小苏 你看着有点疲惫 白小苏也跟着回应 你脸上的眷容也很明显 温盈解释道 我是因为今天直播了 十几个小时 太累了 白小苏 我也是 温盈 你放屁 我去你直播间看过 几个小时前就下播了 当我不知道 白小苏面不改色地说道 就是因为 今天没来由的感觉特别累 所以提前下播了 你偷偷监视 我干什么 我哪里得罪你了 温盈理直气壮地说 那你偷偷帮我家楼下来干啥 你也买这里了 白小苏怂怂间 我哪里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 得意大摇大白走到客厅沙发坐下 盘起腿 左顾右盼 布置得挺好 白小苏坐到温盈身边 直接切入正题 你刚才发我的那些话 到底几个意思 字面意思 温盈轻轻咳嗽了声 因为话题有些羞羞 所以显得没那么硬气 他神神秘秘地左顾右盼 问白小苏 你家里没别人吧 白小苏切了声 有啊 你说话声音小点 朔总在卧室睡觉呢 吹牛 他刚走 吹 继续吹 行吧 我吹牛逼的 有话就说 温盈明示白小苏 语气严肃的质问 喂 我很认真地问你 你在外面没有什么也难人吧 不玩难膜吧 身体健康的吧 白小苏怒了 温盈 你不要含血喷人 你凭什么说我玩难膜 没有就好 温盈冲白小苏勾了勾手指 小声说 我觉得你之前的建议 嗯 有可行性 与其让别的狐狸精 结足先登 透支朔总的身体 不如我们两个合作 白小苏明知顾问 什么意思 温盈傲然抬头 我允许 你在朔总累了的时候 在他身后帮忙推几下 瞥了眼白小苏 温盈心中 涌起一种碾压的快感 宫里的娘娘 未了稳固自己的地位 有时候会把身边漂亮的侍女 主动推荐给皇帝 温盈便打算这么做 苏剑碧呀苏剑碧 还不快快谢安 手机的飞行模式不能飞 双人模式却可以 陈朔 可能是最久的缘故 再加上楼上楼下两头跑 陈朔的记忆有些紊乱 做梦的时候也乱七八糟的 总感觉不是昨晚不是在单干 梦真的很真实 手感也很真实 陈朔脑海里 甚至能浮现出景象来 睁开眼后发现 自己还躺在温盈的床上 被子怎么鼓起来了 陈朔自言自语了句 然后将腿平放 可被子依然像个小山包似的 陈朔想了想 笑了起来 看来我的神功已成 这话当然是假的 陈朔一掀被子 就看见温盈和白小苏 位坐在自己身子两侧 身子匍匐 像在偷粮室的小老鼠 见惯大场面的陈朔没有慌 而是镇定自若地问 你们要干什么 皇上 白小苏这个顶级白兽 又率先开口 甜兮兮地说 嬴平娘娘说了 要让奴家来伺候您 从此常办龙踏 皇上您同意吗 说完 还晃了晃屁股 像极了可爱的小狗狗 在摇尾巴 陈朔看向温盈 问道 你说的 温盈嘟嘟嘴 慢慢爬到陈朔胸口处 下恶底在他胸膛上 臣妾体察圣意 善解人意 陈朔表示甚好 震龙心大悦 但年少不知那傻贵 老来对着那傻空流泪 真正强大的男人 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 不是说不行了 而是说已经够了 如此其人之福 如果不能在一个极其完美的状态下 启动饕天盛宴 那体验感就会大打折扣 其实在之前 那次直播行业座谈会 白小苏和温盈两个人在休息室时 对陈朔就已经有这个苗头了 但当时温盈和白小苏属于敌对状态 对陈朔无所不用其极的根本原因 是为了争夺 而现在 很显然两人已经达成了攻守同盟 势必要用最极端的方式 把陈朔的外事位置给率先抢占 绝不给别的骚狐狸可乘之机 其实陈朔对这个模式不太感冒 主要是手忙脚乱的 玩不过来 根本玩不过来 你亲近这个 就疏远了那个 对于一碗水端平的朔总来说 这非常不合适 但如果女孩子们不介意的话 陈朔也就不介意了 陈朔表现得有些畏缩 看看白小苏 再看向温盈 羞涩说道 我没经历过这些 我害怕 你们温柔点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吃得消 温盈和白小苏 忽然不约而同 想起了小时候 过年时候 家里有很多好吃的 他们都喜欢吃棒棒糖 可家里来亲戚了 父母就会把棒棒糖 分给亲戚家的孩子 小时候 他们就学会抢棒棒糖吃了 没想到长大了 还得抢棒棒糖吃 人类的需求 从始至终 都是一样的 不过陈朔觉得 白小苏和温盈 头会合作 肯定是会出差错的 而且大概率会 因为分配不均 果不其然 温盈怒吃白小苏 你个骚狐狸 怎么伸舌头 白小苏反驳 青青不伸舌头伸什么 不伸舌头的青青 那还能叫青青吗 过了会 白小苏推开温盈 你挡到我了 温盈怒火中烧 陈朔立刻劝驾道 不要舔了 你们不要再舔了啦 怪我 怪我没发育好 不够你俩分的 大家初次合作 出现点纰漏很正常 团队嘛 尤其是优秀的团队 肯定是在 不停的磨合之中成长 并且真正做到 融为一体的 只要大家目的一致 齐心协力的攻坚 再硬的东西 也能砍下来 陈朔看出来了 他们都是爱吃 笋指缘味机的好女孩 叮铃铃 陈朔 他把老子手都伸进去了 两只手 如果不是天药他下来的大事 打电话的人 最好想清楚下场 喂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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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朔皱眉 白庄 你大早上的 为什么要自嘲 白庄在电话那头激动喊 阿硕 正法大学的那个默寒 开着车来接 何永元出门 约会了卧槽 你管不管 你到底管不管 陈朔低头看了眼 白小苏和温盈 然后淡定说道 一个小时后 我再回复你 现在 我有很重要的公务 白庄 这样 那你忙那你忙 不能耽误你正事 挨对了你昨晚又没回寝室 也是在公务吗 陈朔深吸口气 点头说道 没错 我亲自给下属 再上课 太累了 忙了一整晚上 白庄听完后 几乎叹为观止 都说互联网公司的员工 都很拼命 没想到阿硕 你都是当老板的人了 也这么拼命 那你好好休息吧 我和阿达 先去跟踪一波 平时没什么事 大家是有福同享 有男同当的好事有好兄弟 饭卡随便刷 谁卡随便用 但你要是谈恋爱 还谈得魅魔 那不好意思 作为兄弟 我们有义务保护好 你的清白之躯 踏马的元元 要是被莫涵 那个魅魔 拽进酒店怎么办 莫涵如果说是去探店的话 何永元那个傻逼 一定傻乎乎的信了 那不行 绝对不行 陈朔也觉得不行 所以让白小苏和温莹抓紧 让他们做好起飞的准备 两个小时后 洗完澡的陈朔 穿戴整齐出了门 回头看了眼 陈朔满一点头 这俩好姐妹 让他们变成了感情深厚的好姐妹 记得 实在是记得 温莹专门为陈朔 准备了换洗的内裤和袜子 所以就算在这里过夜 陈朔也不用担心 第二天需要穿臭烘烘的内裤袜子离开 上了车 陈朔立刻给白庄打电话 他们到哪了 电话那头的白庄 声音很低沉 到嘴了 陈朔 瞅准时机 陈朔一个变道 双手紧握方向盘严肃说道 务必拍下证据 你们撑住 我马上就到 真的很搞笑 这帮大学生怎么回事啊 感情的事情这么随便 这就打拨了 第一次出门约会就打拨 那第二次不得探马直接开房啊 气斗冷 这个世道怎么堕落成这样啊 师弟公园 陈朔在外面停好车 保持和白庄的联络 等到了才发现 探马简直就是一个观摩团 白庄 姜恒达 简佳 鱼墨 竟然还有秦薇姿 你怎么来了 陈朔奇怪问 秦薇姿哼了声 我闺蜜跟你的兄弟在打拨 这种历史性的 时刻我怎么能不在场 所有人都猫在绿花袋后头 探出头来往外面张望 呐 圆圆好被动啊 哎你们说 莫涵这样坐何永元腿上 会不会硌得慌 不会 何永元我们知道的 小得可笑 莫涵真可怜 还不如让我来呢 陈朔瞥了眼满脸遗憾的于墨 警告道 不要和自己的同学抢女人 尤其是你的男同学 于墨吐吐舌头 继续津津有味地观赏 陈朔就奇怪了 这是虽然有点苗头 但怎么小火苗一下子 就烧成烈火了呢 挪到秦威兹身边 陈朔问 咋回事 感情到位了呗 秦威兹撑着下巴 小琪琪说 我早就说过了 莫涵虽然是我们政法大学的魅魔 但其实那都是他的保护色 真实的莫涵 很吃深情那一套的 江恒达问道 可是微微嫂子啊 莫涵身边不缺甜狗吧 为什么选择了何永元这条呢 秦威兹沉默了会 脸上的表情很感慨 莫涵说何永元长得帅 陈朔 白妆 江恒达 简佳和于莫也是一头雾水 秦威兹摇头苦笑 可能这就是感情的魅力所在吧 一旦发生了 就连审美都会产生变化 有时候确实这样 陈朔就见过不少这种例子 而且发生在女生身上居多 女孩子颜值很高 男友却平平无奇 而且还未必有超能力 这玩意怎么说呢 平的就是个运气 看来何永元运气挺好的 简佳双手捧着脸 看着那边已经结束轻轻 正相拥着说骚话的何永元和莫涵 双眼亮晶晶的 这样一来 何永元和莫涵 就算正是在一起了对吧 秦威兹微笑地说道 当然了 亲都亲过了怎么可能不在一起呢 对吧陈朔 这话指向和针对性都挺降的 陈朔不认同地说道 那也未必 毕竟现在唇有意还蛮多的 再说 莫涵可能再给何永元一点甜头长长 秦威兹皱眉 双手用力推了下陈朔 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 本来说这话的时候 陈朔已经腿有点发麻了 正想稍稍起身缓解一下 被秦威兹这么一推 整个人瞬间失去平衡 摔出了绿化带 这里是个小山坡 大家居高临下地偷看 陈朔几乎是滚下了山 直接铺在了何永元和莫涵面前 何永元和莫涵都猛逼了 正正看着陈朔 陈朔拍掉身上的草屑 淡定爬起来冲两人打招呼 哟 好巧啊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何永元看着陈朔 质问道 你在这边干什么 陈朔想了想 低头一看 蹲下身捡起一只蚂蚱 原来你在这里啊 害我好找 这是我养的宠物 从家里跑出来了 我一路追踪 何永元简直踏马浮了 无语地看着陈朔 你觉得这种狗屁不通的借口 我会信 爱信不信 陈朔也懒得装了 我再给大家找个台阶下 你竟然不要这个台阶 那我摊牌了 我就是来偷看 你们清嘴的 出来吧 好朋友们 陈朔冲绿化带大吼了声 道理是站在人多这一边的 可是 没人回应陈朔 妈的 被卖了 见绿化带那头迟迟没有人跳出来 陈朔暗暗骂了句 然后把手中捏着的蚂蚱放声 还口口声声说道 我对你那么好 你还离家出走 既然如此 我就把你放声 大家属世有缘无分 何永元 莫寒 得了 别装了 我还不知道你 何永元鄙夷地看着陈朔 一路跟踪过来的吧 陈朔腼腆一笑 何永元叹了口气 拍拍陈朔肩膀 感慨道 但我还是很欣慰的 至少你是真的在关心我 好兄弟 听着何永元这么懂事的话 陈朔忽然有种 不孝子长大了的感觉 真好啊 终于把废物儿子养出头了 陈朔看看何永元 再看看莫寒 何须笑道 不过 你俩这进展有点快啊 前阵子还什么风吹草动都没有呢 今天一下子就开始舌头打架了 何永元听完脸 顿时长得老红了 恼火道 你到底看的是有多仔细啊 不仔细不仔细 你小子稳计有待提高 陈朔八卦得很 追着问 今天确定关系的 何永元看了眼莫寒 颇有种男子气概似的握住他的手 站在前头说道 其实前几天就有表露心意的冲动了 也想告诉你们 但莫寒说 怕你反对 陈朔一脸无语 怕我反对 莫寒从何永元身后探出个脑袋 对啊 我怕你打我 朔宝福了 双手插兜 陈朔向莫寒表示自己 从不介入儿子的情感生活 让他大可放心 哟 好巧啊 是圆圆和莫寒 哇 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遇见你们 咦 陈朔也在 这时 秦薇兹打头 简佳于莫紧随其后 白妆和江恒达跟在后面 几个年轻人 一脸灿烂笑容的迎面走来 陈朔回头 爽朗一笑 哇 好巧啊 你们是怎么从绿花袋那边顺移过来的 众人羞涩一笑 互相挠头看了看 何永元长叹口气 哀嚎娇有不慎 不过 既然已经被撞破了 何永元很男子汉的 当着大家的面主动宣布 既然都到齐了 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说着 何永元将自己和莫寒紧握的手举起来 对朋友们说道 我和莫寒 在一起了 大家沉默了会 陈朔笑着抬手轻轻拍了几下 掌声稀疏 行了行了 怪尴尬的 何永元抓抓头发 心情大好 今天我请客 什么贵的吃什么 不用跟我客气 两名室友 简家和余默 跟在心境小情侣身边 叽叽喳喳 追问心路里程 陈朔和秦薇兹并肩二行 走在他们后头 天气真好 陈朔深吸口气 笑眯眯的对秦薇兹说 是个告白的好日子 秦薇兹瞥了眼陈朔 他今天穿了件黑色学院风短裙 搭配小皮鞋 和刚过脚踝的小白袜 整个人洋溢着青春浪漫的气息 陈朔记得 秦薇兹高中时候 就喜欢这么穿 长发飘飘 绝对是令无数情窦初开的少男 混线梦绕般的白月光 你还记得 当初我是怎么跟你告白的吗 秦薇兹忽然抬头看向陈朔 陈朔摸了摸下巴 眯眼回忆 也是个和今天差不多的天气 我俩上完补习班结伴回家 上公交车前 你对我要不要谈恋爱 说要 我们就一起坐公交车回家 说不要 你就一个人上车 秦薇兹继续问 然后呢 陈朔笑了 然后我们就坐同一班 公车回家了 然后就在一起了 陈朔回忆道 那时候真的单纯啊 我还记得 咱俩坐在一起 但都不敢去看对方 你望着窗外 我偷瞄对面一位上班族姐姐 套裙下 裹着肉丝的小腿 印象真的很深刻 直到现在我都还历历在目 秦薇兹扯了扯嘴角 前笑道 那你记忆力蛮好的 随便看一眼 能记到现在 说明那天对你而言 确实非常重要 重要 当然重要了 陈朔笑道 但有一说一 姐姐的肉丝也确实好看 不要太过于关注 这些生活中的小惊喜 秦薇兹把被陈朔 带偏了的思路拽回来 陈朔点头 继续回忆 身份骤然从普通同学 变成了男女朋友 大家都挺尴尬的 然后你就戴上了耳机 向我始终把头撇过去 不敢看你 你就贴心地问 耳机要分你一个吗 秦薇兹表情淡淡的 原本我以为你是害羞 没想到 你是在看人家的肉丝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陈朔笑哈哈地 推了下秦薇兹 那你还记得当初听的那首歌 是什么吗 记得 胡歌的六月的雨 陈朔记性可好了 秦薇兹玩耳一笑 下一首是孙燕姿的逆光 陈朔 再下一首是后弦的 下完这场雨 秦薇兹不服气地说 再下一首是周杰伦的 一路向北 陈朔 再下一首是林俊杰的 豆浆油条 秦薇兹震惊了 同时大受感动 你怎么可以记得这么清楚 我都忘了 陈朔 我特么的瞎编的呀 你还真信啊 从后弦那句开始 就全是编的了 两人的思绪 好似被拉回了那年的春天 穿着校服的陈朔和秦薇兹 一脸青涩 强压心中的激动与喜悦 坐在一辆前往家中的公交车中 一起听着歌 一起等待青春好好角地吹起 陈朔拍了下额头 我想起来了 后来好多次我都想亲你 你为啥不同意 秦薇兹 那时候我们还小 亲了会怀孕的 陈朔嘲笑道 大姐 生理课白上的呀 生物课白上的呀 好歹我们也是重点高中的学生 这种借口 你也好意思拿出来说 秦薇兹瞥了眼陈朔 我可能不懂常识 但我懂你 陈朔 秦薇兹双臂抱胸 冷笑道 就凭你的定力 还有我对你的喜欢 一旦亲上了 能随随便便停下来吗 必不可能的 干柴烈火 擦枪走火 最后承担的还是我 有道理 秦薇兹双手背在身后 仰起小脑袋 无声笑了笑 快走几步到陈朔前面 然后转过身看着他 一边倒着向前走 一边灿烂笑道 不过那时候 我连以后孩子 叫什么都想好了 其实 如果我是个虚荣浮夸的女人 像很多小说里那样 贤贫爱富 为了钱啊之类的事情 跟你分手 你估计就不会像现在 这么纠结了对吧 陈朔岔开话题 你说 莫涵为什么突然喜欢何永元了 秦薇兹 看向走在前面的何永元和莫涵 微眯眼睛 因为何永元现在很上进啊 而且他本来就很好 陈朔语气带着点苦恼 那他到底喜欢的是他 还是光鲜亮丽的他 秦薇兹想了想 他就是他 光鲜亮丽是他 落魄可怜也是他 他就是单纯的他 阳光正好 吹拂起了前女友额前的刘海 露出一整张温柔田径的面庞 那时临近高考 压力巨大 秦薇兹 陈朔发了很多次脾气 然后就是通讯录拉黑 即便在班级里两人也是形同陌路 整个暑假同样如此 直到那天 在明州大学校门口重逢 秦薇兹悠地对陈朔说道 那天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我都哭了 陈朔安慰到 没考上清北 虽然很遗憾 但正法大学也不差 你知道的 我不是因为这个哭 18岁的陈朔 总是无法理解 为什么秦薇兹 当时要对自己态度恶劣 很多年后陈朔才明白 一个原本可以冲刺 轻逼这华的学生 对其寄予厚望的父母 心心念念的男友 秦薇兹本身就是个敏感的少女 被这些青春年少的困扰所折磨 最后绷不住了 就冲陈朔发了脾气 如果当初自己哄哄他呢 可惜性格使然 陈朔没有去哄 最后还是秦薇兹来找的自己 这样想想 我还挺渣的 是因为能继续 跟我在一个城市 陈朔看向秦薇兹 你的分可以念明大 但又报了正法大学 秦薇兹看着前面的朋友们 语气淡淡的 因为脑子没转过弯来 故意把这件事情 通过断也的嘴告诉你 希望你能来劝我 让我跟你报同一所大学 如果那时候你能来跟我说 我肯定改志愿 然后一起去明大报道 陈朔感慨万千 我们两个人同时出现 要是被拍下来了 肯定刷爆整个微博和贴吧 秦薇兹低着头 微锤眼帘 久久之后长舒口气 所以啊 该放手了 陈朔 如果换作19岁的陈朔 大概率会被气得剁脚 然后发誓 再也不理睬秦薇兹 但现在的陈朔 心里只会呵呵 你小子 也学会欲擒故纵了 从开始给自己长田头 送原位睡群 打拨的时候 主动伸舌头 给吃雪妹娘 那次在秦薇兹家楼下的车内 他意乱情迷之时 还在陈朔耳边轻轻呼唤 哥哥 人家想吃棒棒糖 这已经让陈朔食之入水 现在告诉他 你以后再也吃不到 秦薇兹的雪妹娘了 他能戒得掉 好好 套路 实在套路 原本以为你已经改邪归正 其实是变本加厉了是吧 秦薇兹牛逼 秦薇兹说出这话后 还想着陈朔会不会暴跳如雷 然后跟自己展开激烈辩论 该怎么回应 秦薇兹早就想好了 他要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展现极致的破罪感 然后哭泣的质问 那你想要我怎么办 我无情无义 无理取闹吗 难道你不也是无情无义 无理取闹 接着再诉说一番 自己这段时间来的懊悔 痛楚 结合刚刚勾起 双方对高中时代感情的回忆 这波环环相扣 算了吧 陈朔 秦薇兹乘胜追击 陈朔停下脚步 忽然冲和永远喊道 圆圆 秦薇兹说算了 他饭不吃了 秦薇兹 何永远正在信头上呢 回头疑惑地 看向秦薇兹 怎么了 别呀 我难得真心诚意地 想请大家吃个饭 微微嫂子 卖我个面子 一起去吧 秦薇兹深深看了眼陈朔 阿安骂了句 行 算你厉害 这是个高手 秦薇兹心想 看向走在前面的 何永远和莫涵 秦薇兹深深感受到了 一种无力感 当初他就看出来了 何永远这小子 大智若鱼 深藏实力 如今事实也证明了 我没有看走眼 他竟然真的把莫涵拿下了 哼 有些人 还说我看错人了 现在呢 黑子说话 真是 众人皆罪我独行啊 秦薇兹摇摇头 无限感慨 有何永远做军师 面对陈朔 我安能不败 但事情终归是会有转机的 如今莫涵和何永远 谈起了恋爱 是正规男友朋友关系 警察查房 都可以理直气壮 说不定何永远会成为我插向陈朔的 那把最锋利的刀子 某餐厅 何永远今天是出大写了 什么贵的点什么 捞傲龙的时候 眼睛都不眨一下 还要了瓶红酒 来来来 大家举杯 何永远主动起身 他从小跟着老爸参加应酬饭局 酒桌的套路还是懂一点的 知道作为请客的人 开场前得讲两句 首先 我要感谢阿硕 没有他 我就不可能认识莫涵 这杯酒我先敬阿硕 第二杯 我要敬薇薇嫂子 没有他 我就不可能认识莫涵 莫涵笑眯眯的看着何永远 忽然说道 如果陈朔和薇薇之前没有闹别扭 那样的话 我跟何永远还能提早几个月认识来 陈朔心想要那样的 你不得把何永远当狗甩啊 所有事在冥冥之中早就有了定论 一切的发生都是水到渠成 酒过三旬 几个男生去包厢的阳台抽烟 陈朔不抽 主打一个陪伴 看着意气风发的何永远 陈朔问 你是不是准备暑假 带莫涵回家给爸妈看看 何永远惊奇地问 你咋知道的 我劝你不要 阿硕 我这个是真爱 哈哈 陈朔指出小声 白手道 我没有质疑和你莫涵的感情 不过莫涵这个女孩子的性格 就是喜欢热闹 喜欢跳脱的 否则也不会被你吸引 所以 在她的心态没有往成熟的方向靠拢时 你最好不要带她 去经历献父母这么严肃的场合 这会无形增加她的心理压力 记住我说的话 水到渠成 何永远听完吸了口烟 寻思说的有道理 就问 那什么时候合适 大三结束准备实习的时候 差不多了 何永远简直豪情万丈 新的一年 虎虎生威 陈朔 新的一年 牛牛生威 牛牛一威 妇女遭殃 正说着 简家攥着手机来到阳台 对陈朔说道 朔总 吴海江已经拒绝我好几回了 就是不愿意加入咱们团队 吴海江 明大数学竞赛队队长 陈朔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就是之前在饭店和卓琳琳和肖峰等人初次见面 然后陈朔人前显胜 逼着那俩遭自己和金灿炎黄瑶的傻逼 给易宜宁打电话道歉那次 详情请线 陈朔在组建大数据团队 想重点培养吴海江 不过他的志向是走金融领域 数学好的人去金融行业确实是很好的出路 吴海江是个人才 性格内敛 踏实做事 陈朔给予了吴海江很高的评价 光靠自身能力 就可以让学生会那帮人带着他一起玩 你可以适当给他加一下薪酬待遇 我给你授权 简家抱怨道 他说互联网行业招不保息啊 还是走金融的路子踏实点 陈朔问 你没跟他说 没关系没路子 搞金融就是死路一条盪被锅匣吗 以后会进提兰桥的 那不是会计进修的地方吗 嗨 财务方面的专家都住呢 人家又不是支收会计专业的 看简家满脸犯难 陈朔也知道 这是有点为难他了 于是说道 收集一下他的周边信息 如果正面突破不行的 就迂回吧 他有个女朋友 貌似挺恩爱的 已经毕业了在实习 OK 念名校的好处就在于 你可以有一定概率 报出好的打工人 吴海江还不至于让陈朔亲自出马 去李贤下市 只要掠施小技 就能让一个胸怀抱负的大好青年 心甘情愿为自己当牛做马 一个小奋发图强 可惜家境寻常的高材生 还有个感情深厚的女友 两人还都是一穷二白的状态 那简直 太好搞定了 回了餐桌 几个女生叽叽喳喳地在聊天 何永元笑嘻嘻地坐到莫涵身边 两人的手放在餐桌下面 始终牵着 要说这张桌上最羡慕的 不是被人 而是同样有追求目标的白妆 尤其追求对象简家 就坐在他身边 看着好兄弟在那边甜蜜蜜 而自己和简家之间 彭扶隔着一条银河 白妆郁闷地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而江恒达 关老子毛氏 我特么地吃吃吃吃 奥龙真好吃 面包蟹真好吃 秦维兹没吃什么东西 始终单手撑着下饿 偶尔小生和莫涵说几句话 打趣一番 同时还会偷偷地去看几眼陈硕 饭局结束 各回各家 何永元送莫涵回家 秦维兹今晚也要回家 阿硕 那我们先走了 何永元先让莫涵上出租车 还不忘对他说 我马上让老头子抱金币 给我买辆车 以后想去哪里玩 我们自己开车就能去 陈硕翻了个白眼 心想 你还能去哪玩 以后天天住酒店算了 惊呆我这个唇洁怪饱饱了呢 秦维兹最近和父母的感情 越来越融洽了 回家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夜晚微凉 陈硕脱下外套 给秦维兹披上 两人慢慢走在街头 秦维兹双臂抱着身子 看见不远处的公交站牌 提议道 好久没坐过公交车了 不如坐一次吧 陈硕今天兴致也不错 便同意了 去旁边小卖部 买了盒木糖唇 换了几个硬币 等了十几分钟 公交车便到了 两人坐到最后面的位置 陈硕让秦维兹 坐到靠窗的里面位置 秦维兹从口袋里 逃出乱成一团的耳机 耐心地梳理好之后 分给了陈硕一个耳机 陈硕看了眼 戴上 呲呲的电流声 在耳畔响起 一场雨 把我困在这里 你冷漠的表情会让我伤心 六月的雨 就是无情的你 伴随着点点滴滴 痛击我心里 六月的雨 场景好像啊 就是这次秦维兹眉 有向秦斗初开的那年般 不敢去看陈硕的表情 始终把视线投在窗外 现在的秦维兹 把脑袋轻轻整在陈硕的肩上 双手握着手机 放在大腿上 公车到了第一站 车厢内所剩不多的乘客 又下去了几个 上来的是 几名满脸疲惫的加班族 老公 我们买辆电动车吧 这样方便 下雨了就坐公交车 不下雨就骑电动车 好的呀 我下个月发工资 抛掉房租和生活费 还能剩个几百块 我这还有钱 凑一凑够了 陈硕和秦维兹 看着那对情侣坐下 耳机的歌曲也换了 也许我一直害怕有答案 也许爱静静在爱里打转 离开释怀 很短暂又重来 有时候自问自答 孙燕姿 逆光 秦维兹促着眉 单手捂着小腹 雨中我 然一束晚歌 我再等你等下完这场雨 满城涓敌 尽此生的别离 后嫌 下完这场雨 陈硕忽然开口 马上就要到站了 秦维兹点头 还有最后一首歌 说完 他抬起头凝视陈硕 摘下耳机问道 你知道是哪首歌吗 陈硕恼火地抱怨 为什么你还能保留歌单 这么长时间 你都不添加歌曲的吗 啊 秦维兹语气平静地说 从学校到家的那段路程 一共就这么几首歌的时间 这几首歌 我单独列了一个歌单 陈硕 还说你不记得 还说你不在乎我 陈硕看了眼秦维兹 忽然笑了 宝贝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到底是你现在更深了 还是我没走出来 后视镜里的世界 越来越远地道别 你转身向背 侧脸还是很美 我用眼光去追 竟听见你的泪 你站的方位 跟我中间隔着泪 街景一直在后退 你的崩溃在窗外零碎 我一路向北 离开有你的季节 你说你好泪 你无法再爱上谁 风在山路吹 过往的画面 全都是我不对 细数惭愧 我伤你机会 周杰伦 一路向北 车到站了 念高中的时候 每次只敢送你到站牌 连车都不敢下 就怕被你父母 或者小区熟悉的邻居看见 陈硕看着秦维兹说道 现在倒是不用怕了 秦维兹感动万千 心想陈硕 已经被自己触碰到了 内心深处的柔软 刚才那个尘封许久的歌单 已经把他的良知唤醒了 果然 我超强的 秦维兹强压激动 吸吸鼻子 摆出一副可怜吸吸的模样 是啊 我们再也不用害怕了 可以堂堂正正 光明正大的 让你送我回家 对 堂堂正正 光明正大 陈硕点头 认真说道 因为我们现在是清白的 只要身子正 就不怕旁人的闲言乱语 秦维兹 哦 你踏码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对不起对不起 打扰了 是我自作多情了呢 清白的人 会成天寻思着 让我吃顺脂原味鸡吗 秦维兹悠悠地问 这话真没道理 我爱吃雪妹娘 你爱吃原味鸡 这样 我们才能成为好朋友不是吗 很合理吧 陈硕清了清嗓子 严肃说道 微微子 你要知道 你和别人不一样 如果成天想着回到过去 就有可能重蹈覆辙 在我俩还没彻底成熟之前 我劝你 不要太过于急躁 秦维兹想了想 羞答答地凑近陈硕 用雪妹娘挤压陈硕的手臂 眉目寒情 娇滴滴说 可是人家就是很急 急着想名正言顺地 吃笋指缘味鸡 陈硕立刻改口 不能吃 营养价值太高了 你会得三高的 哥哥 人家现在就想吃点带心味的 那对不起 我挺清淡的 秦维子懒得装了 插腰怒斥 油盐不尽是吧 去哪个骚狐狸家里吃饱了 这么巨大的诱惑 你都能拒绝 女人危险就危险在于 她们总是能无意之间 说出事实 柯南就是靠这玩意破案的 蛮吓人的 陈硕丝毫不慌 反而恢复了 只有高中时期 才会出现的那种 忧愁与落寞的气质 当初就靠这个 吸引到秦维子的 拿捏死死的 薇薇 如果某天我们真的重新在一起了 我希望是没有争吵 没有猜戒 只有恩爱 就算需要耗费些时间 让我们都有充足的时间去成长 就算这个过程 对我来说无比煎熬 就算如此 我也愿意 为了那个完美的结局 去等 去努力提升自己 陈硕望向秦维子 凝视他问道 你能懂吗 秦维子万万没想到陈硕竟然跟自己玩尬的 但结合刚才 陈硕能够记住那个歌单里所有的歌 并且连顺序都没错 再加上现在他的态度 秦维子信了 女孩子嘛 感性到了 一旦上头 说什么都会信的 并且 陈硕演的还那么真 我 我知道了 秦维子自责地说道 我明白 是我对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也知道 之前自己是有多么的任性 我也看出来了 你之所以吊着那个一一宁 就是为了让我吃醋 让我表现出超级喜欢你 依赖你的样子 所以 你到现在还没跟他在一起 就是因为这个 对吧 啊 我就是因为太忙了 实在没空去拉近度条而已 不过你这么说 也行 陈硕深沉地点点头 走吧 送你回家 陈硕双手插兜 仰头看着秦维子家所在小区的大门 感慨万千 我终于能光明正大的陪你走进来了 秦维子听完陈硕的话 看着他脸上澄澄的笑容 会心一笑 莫名还有些小甜蜜呢 女孩子总会因为某些小惊喜 而感动万分 陈硕记得歌单 就足够让秦维子开心好久好久 因为那代表在乎 而在乎 是所有女人最在乎的事 走到家楼下 陈硕停下脚步 和秦维子对视了眼 汗手道 上去吧 秦维子抬头看了眼 自家亮着灯的窗户 笑嘻嘻看向陈硕 伸出双手 歪着头分外的陶喜可爱 巧皮道 抱一下再上楼 陈硕白手婉拒 不合适 这样就不清清白白了 抱一下嘛 女孩子那种 拖着长长的尾音 嗲嗲地说话 身子还时不时地来回摇摆 嘟着嘴撒娇的模样 胜过万千的言语 秦维子双臂就这么伸着 迈起小碎步 手从陈硕的双臂钻了进去 主动抱住了陈硕 他侧脸贴着陈硕的胸膛 深深吸了口 然后陶醉地闭上了眼睛 陈硕低头看了看 把手从兜里拿出来 一只手还住秦维子纤细的腰肢 一只手在他后背上 轻轻拍了拍 许久后 陈硕问 原味鸡出炉了 要吃吗 秦维子屁股朝后移了移 松开陈硕 眯眼看了看后 摇头说道 算了 被妈妈知道我吃垃圾食品不太好 以后有机会 你带我出去偷偷地吃 陈硕劝道 这玩意冷了就不好吃了 秦维子摇头 没事的 你还能再硬 不是再热一热吗 晚安陈硕 晚安秦维子 目送秦维子走进电梯 陈硕依然驻足在楼下 从口袋里 掏出一盒口香糖 塞了一片进嘴里 没多会 手机叮咚了声 秦维子 到家了 陈硕仰起头 就看见秦维子在自己房间里 拉开窗户冲他招手 陈硕也挥了挥手 然后转身就走 下意识地回头望时 发现秦维子双手捧着脸 靠在窗檐上 笑眯眯地目送自己 见陈硕回头了 秦维子惊喜地支起身子 又用力地挥了挥 真好啊 陈硕长舒口气 果然分手 是促进感情的灵丹妙药 现在的微微子要多可爱 就有多可爱 爱死了 就有一点不好 不爱吃原味鸡 爱抨鸡喂垃圾食品 那是不是垃圾食品 我能不知道吗 陈硕直接回了寝室 发现江恒达和白庄 竟然在寝室里喝上了 两人各自踩着一箱大倾倒 就这之前从餐厅打包回来的菜 对瓶吹得嗨 庄庄 别难过了 看我给你表演个龙卷风 江恒达凶狠地站起来 二话不说 将酒瓶子插进嘴里 仰头然后猛地一转酒瓶子 潇洒 无与伦比的潇洒 哦江恒达一口喷出酒水和泡沫 对面的白庄躲得快 否则就会被剑一脸 你小子行不行啊 我特么的这辈子还没被言过 别再到你头上了 白庄抽了几张纸递给江恒达 回头一看 阿硕 白庄惊喜地大喊 你回来了 你没有抛弃我们哥俩 白庄满脸的正义 我当然不可能抛弃兄弟了 秦魏子死活不让我回来 我就直接跟他说了 我兄弟在寝室等我喝酒 我必须回去 女人 哼 装完逼 陈硕四下张望 何永元还没回来 江恒达悠悠地说道 刚才我们给他打电话 让他回寝室喝酒 他说得晚点 说不定不回来了 白庄抓着头发 仰头无能狂怒 不是 他凭什么呀 老子一个将来要念哈佛的人 都没女朋友 他凭什么 陈硕拍了拍白庄肩膀 鼓励他说道 没事的白庄 你想想 你能喜欢剪家 就说明 你小子有前置上哈佛 毕竟老美那边这种事很正常 说明你很适合去那里 用牙撬开一瓶啤酒 陈硕浅浅喝了口 夹起一块排骨啃了起来 你们也不用太失落 我保证何永元 已经把莫涵送到家了 现在人在漫无目的地乱逛 等熬不住 自己就回来了 白庄和江恒达对视了眼 真假的 不信 陈硕掏出手机给何永元打电话 明大附近 何永元正拿着几串关东煮 像个社会闲杂人等式的瞎晃悠 掏出手机一看 立刻将嘴里的东西咽进肚子 然后寻了个安静的角落 压低声音 喂 在哪呢 陈硕调侃的声音响起 何永元低声说道 在酒店 没急事就挂了 我很忙 忙 你家酒店的床 放在大马路上 来 回头 何永元猛地转身回头看 空无一人 随即醒悟过来 特默地被陈硕给坑了 陈硕 你踏马的阴老子 陈硕 别踏马装逼了 外面不冷啊 赶紧回来喝酒 都等着你呢 回来跟我们吹一吹 怎么泡到墨寒的 不比你在外面一个人瞎晃悠爽 何永元心想对啊 我为什么不回去 跟陈硕他们吹牛逼呢 明明老子刚刚拿下了 那么漂亮的女孩子当女友 悬傻不拉几地在外面瞎逛 就为了让室友们 误以为自己在开房 我他妈真是个傻逼 何永元恨不得扇自己一巴掌 三两下干掉关东主 拔腿往学校走 推门走进寝室 何永元故作矜持地咳嗽了声 兄弟们 我回来了 无人搭理 何永元面子上挂不住 主动搬了搬椅子凑过去 我回来了 我跟莫涵约完会 亲了小嘴就回来了 草 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呼的 陈硕问白庄和江恒答 莫涵还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女孩子 早上时候 你们看见了吧 莫涵坐圆圆腿上狂吻 我们圆圆只有被动接受的分 不知道的 悬以为是个小男娘呢 何永元当时被气得面红耳赤 白庄点头评价 我觉得阿硕说的有道理 我估摸着以后 都得是莫涵在上面 江恒答 笑死 何永元 操 老子必不可能在下面 何永元愤怒起身 我把莫涵拿捏死死的 完全拿捏 直接碾压 哦 陈硕笑着怪坏的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不信 下次印给你们看 叮咚叮咚 语音来了 何永元赶紧掏出手机 叫朵戏手间去接语音 陈硕一个眼神示意 江恒答和白庄立刻死死抱住 何永元让他动弹不得 你们要干什么 何永元震惊质问 陈硕帮何永元接通了语音 然后把手机凑到他耳边 笑嘻嘻看着他 印一个给我们看看 喂 你怎么不说话 到寝室了吗 莫涵的声音传来 何永元的声音 立刻变得柔情似水 到了到了 我已经在寝室里了 你准备睡觉了吗 莫涵语气慵懒 好像还翻了个身 对啊 准备睡觉了 快跟我说个晚安 何永元顿时如刀雷劈 冷汗都快流下来了 看着死死抱着自己的室友们 侯杰上下滚动了翻 晚安 嗯 莫涵的语气忽然严厉起来了 何永元你怎么回事 刚在一起就食言吗 你当初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何永元快哭出来了 但还要强承住 用温柔的语气和莫涵说话 女王 请就请 这才对嘛 莫涵心满意足 开心说 那我就睡觉了 你也早点睡 退下吧 小园子 何永元 杀 肚 语音挂了 白妆和江横达 松开何永元 默默回到椅子坐好 端起大青岛碰了一个 一言不发地喝完 随即爆发了猛烈的大笑 哈哈哈哈 月月你踏马好卑微啊 女王大人请就请 退下吧 小园子 渣 白妆和江横达 模仿得唯妙唯笑 何永元悲愤地垂胸顿足 说好有了女朋友 就能在寝室横着走呢 怎么老子遇上的情况 跟别人不一样啊 烦死了 阳台 何永元点上根烟 颇有种成功人士的感觉 我家庭富裕 虽算不上家财万贯 但也吃喝不愁 就读于名校 长相英俊 如今又有了女朋友 何永元感慨万千 总感觉都超越阿硕你了 陈硕嚼着口香糖说道 我上个月赚了三千万 纯利润 何永元 陈硕 秦维兹老师说复合 我真的好焦虑啊 这边是旧爱 一一宁那边是新欢 还有齐悦爱慕我的女孩子 我每天过得浑浑噩噩 找不到人生的归宿 看了眼何永元 陈硕由衷说道 真羡慕你啊 圆圆 哦对了 你刚才说超越谁 何永元堆起笑容 我说的是 屋里那俩废柴 好好谈 不要给莫涵和秦维兹 当双面间谍 陈硕微笑看着何永元 要是被我发现 你小子通风报信 我就让你知道 这个世界 为何总被人 冠以地狱的称呼 何永元顿时毛骨悚然 类似让自己当间谍的话 莫涵还真的提过 放心吧 硕哥 我的一切都是 你给的 我能背叛你 何永元当下立下独势 如果我当叛徒 就让我 就让我一辈子和莫涵 睡不到一张床上去 够狠 陈硕冲何永元 竖起大拇指 赞许道 甚好 一日 秘密工作室 陈硕来到办公室 听完简家和余莫的回报 简单地通报了下 学校答应给我们一栋楼 用于办公 就在学校后面 原本是用来给科研团队 当办公楼的 目前空置着 我打算 先把秘密工作室挪过去 其余慢慢挪 费用 母校给自己的学生办公楼 要什么钱啊 账面上过得去就行了 简直就是跳水架 不过那边也不是长久之计 两年之内 我们会拥有自己的办公楼 陈硕耸耸肩 寄人篱下的感觉不好受啊 你们说是不 对了 吴海江那边怎么样了 陈硕往嘴里倒了两颗木唐唇 我昨天送秦薇兹回家的时候 坐公交车 正好碰到了他和他女朋友 按理说 吴海江平时参加各大赛事 也拿了不少名次了 奖金虽说不算多吧 但肯定比寻常学生有钱 他女友还在上班 怎么会连个电动车都买不起 这个我知道 简家举手 我查过了 吴海江和女友的家境都不好 比我这种小镇做题家还惨 家里都是山沟沟的 还有弟弟妹妹要接近 所以过得捉襟见肘 他女友跟他一个地方出来的 家境很类似 大部分收入都补贴家里了 就这还想混金融圈 直接拎包入住提兰乔德了 简直就是背锅胜体 陈硕只能把这任座位 象牙塔内的学生 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和对社会残酷的不了解 他有驾照吗 陈硕问 有的 于墨 你去二手车市场买辆车 两三万那种 能发动不散架的就行 我找人陪你一起去 别被坑了 陈硕拿起手机看了看 等他们买好电动车 哦对了 等一个暴雨天 半个月后 吴海江从学校出发 骑上新买的电动车 去接女友下班 今天女友的老板 又拖到快下班的时间 开始开会了 吴海江看到女友的发的消息 无奈一笑 安慰地回复 没事 我就在楼下等 你一出来 就能看见我了 我们骑电动车回去 正好吹吹冷风 然后去买碗炒面和闸串 女友 哇塞 我口水都流下来了 急死我了 急死我了 吴海江又发了个摸头的表情包 看着高楼耸立 灯火通明的CBD 暗暗下定决心 以后一定要在这里 拥有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 让女友过上好日子 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足足等了将近两个小时 吴海江站在垃圾桶旁边烟抽的嘴巴都发苦了 终于等来了下班的女友 你又抽这么多烟 女友扑上来和吴海江拥抱了下 嗅了嗅他身上的味道 说了多少遍了 与其抽烟 还不如买水果吃呢 看着已经很疲惫的女孩 还关切自己 吴海江不禁心疼无比 摸了摸他的脑袋催促道 快上车吧 我们去吃炒面 好 今天我得多吃点 你别嫌弃我胖 我爱你还来不及呢 哪会嫌弃 正说着 两人感觉脸上湿漉漉的 还没回过神来 瞬间大雨倾盆 吴海江急忙牵起女友的手 跑到大楼下躲雨 眼前都是到处奔跑的人们 还有不紧不慢 从地下车库行驶出来的汽车 要不坐公交车回去吧 电动车先放在这 吴海江觉得 这么等下去也不是个事 就对女友提议 女友摇头 不行啊 放一晚上 说不定就被偷走了呢 我们刚买的电动车 被偷了心都要疼死了 那怎么办 披雨一杯 又不是没淋过雨 于是吴海江先跑到电动车旁 掏出雨衣窗好 又折回大楼下面 把女友拢入雨衣 等女友做好 吴海江拧动钥匙 把手一转 开始慢慢前行 雨水不停拍打吴海江的脸 他没感觉冷 只是心疼后座的女友 如果有辆车就好了 后座的女友 抱着吴海江的腰 不停叽叽喳喳 我们老板真的很变态 每次都快下班了才开会 好像我们准点下班 他会亏钱似的 都怪他了 哎对了 我们公司的小李你还记得吗 说待遇比这边好 每个月能多一千块钱呢 我在考虑 因为通勤时间太长了 你今天都做了什么啊 大树学家 吴海江抬手抹了把脸上的雨水 笑着回答道 哦 我去面试了几家公司 感觉都不太适合我 不过你放心 我肯定会很快找到工作的 女友对此深信不疑 那当然了 你可是明大的高材生 又有那么多奖 以后肯定会有出息的 到时候你可别学那些坏男人 一样在外面花天酒地 我怕你身体会坏 吴海江不停点头 我知道 不会的 绝对不会的 女友嘿嘿一笑 还横起了歌 他说了那么多话 就没提过一句 如果你有辆车就好了 吴海江咽了口唾沫 混着雨水一起吞下 如果有辆车 为他遮风挡雨就好了 第二天 吴海江有些感冒 在图书馆不停地醒鼻涕 好在刚才和女友通电话 他没有事 吴海江 吴海江抬头 看着眼前的女孩子 于墨 对吧 于墨点头 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车钥匙 老款的大众桑塔纳 同时拍在桌上的 还有章油卡 这是硕总给你的 他说 如果你想让心爱的女人 不那么造罪 就收下这份入职大礼包 不给吴海江开口的机会 于墨说道 爱一个人不是说说而已的 凭你的能力 应该及时变现 而不是学什么折服 磨刀不误砍柴工 你没有那个资格 男人 就是要为自己心爱的女人拼命 我的话传达完了 无论你接不接受 这辆车今晚属于你 去接你女友回家吧 天气预报说 今晚还有雨 校门口 吴海江看着眼前 这辆黑色的老师桑塔纳 心里稍微有些发颤 他出生于很贫苦的地方 能来到明州这样的大城市 真的就是纯粹靠高考改变命运 来到大城市后 他头次去了肯德基 这话说出去 那些城市里出生的同学们 都不相信 但事实就是如此 明大的同学们都很优秀 本身能力出众 且家庭富裕的 更是不在少数 有些同学大一就买车了 平时停在校外 时不时带着女友出去晃悠 吴海江陷过不少车了 在大街上也陷过超跑 看见过劳斯莱斯 但那些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可眼前这辆老师桑塔纳 和他有关系 攥着车钥匙 吴海江拉开了车门 雨莫在旁边说道 车子里里外外都收拾过了 虽然旧了点 但绝对干净 我还给装了个触屏中控 可以连手机蓝牙听个 四个轮胎也都是全新的 桑塔纳2000报改版 拍了拍吴海江的肩膀 雨莫老气横秋地说道 行了 去接你女友吧 吴海江沉默了会 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钥匙插进孔洞 手轻轻一扭 随着引擎的连续阵鸣 车子发动了 吴海江深吸口气 双手不自觉地紧握住方向盘 不远处 陈硕双手插都站在那 稍稍耸了耸肩 这事应该是成了 顺利完成任务的雨莫姓 冲冲跑回陈硕身边 和他一起目送吴海江 驾驶着桑塔纳 缓缓离开 汇入车流 硕总 我有个问题 雨莫看向陈硕 这世上真的有能让男人 拼命的女人吗 男人不都是喜心厌旧的吗 陈硕淡淡说道 有啊 我们的妈妈 话题瞬间被拔高到了 不属于她的高度 雨莫顿时肃目 抬手成心的 魏陈硕的这句话鼓掌 行了 给吴海江腾出个工位出来 明天就让她来上班 陈硕收回目光 剃走脚边的石头子 一天班没上 就白嫖了老子一辆车 我得让她把这笔加班加回来 雨莫瞬间从肃然起敬 变成心中吐槽 果然啊 当老板的 都是无力不起走 不过也对 老板如果不追求利益 怎么有钱 给下面的员工发工资呢 我得去找易依宁了 你让简家发动 所有能发动的力量 全身心投入到 大赛的筹备工作中 陈硕甩了甩飘逸的头发 哦对了 让她轻点使唤白妆 我看着心疼 雨莫接下圣旨 一边跟陈硕往校内走 听陈硕提起易依宁 好奇问 硕总 我有个大胆的问题 不知道您敢不敢回答 陈硕笑了 有多大胆 雨莫蠢蠢欲动 您是不是因为放不下微微子 所以才一直不向易依宁小学姐告白 你是不是想坐享其人之福 陈硕沉默了会 钦佩地看向雨莫 你胆子是蛮大的 谢谢老板夸奖 不用谢 你这个月奖金没了 陈硕的声音 冷酷无比 雨莫背呼了声 为什么呀 我只是问了一个 藏在心中很久的问题而已 陈硕冷笑道 竟然敢揣测老板的感情生活 这跟古代的大臣 参与皇子夺嫡 有何区别 没怕你斩立绝 都算我这个做老板的仁慈 赶紧去干活 否则下个月的奖金也扣掉 雨莫哭泣气气地走了 哼 太踏马荒唐了 竟然说我想 坐享其人之福 陈硕很不爽地低估道 真被他给说对了 嗨思直播正常运作 陈硕直播的框架也搭建起来了 一切有条不紊 已经有了真正公司的模样 但距离陈硕的理想状态 还有很大的距离 资本的增值是迅猛的 尤其当你站到风口上时 直播行业的蓬勃发展 必定会给陈硕 带来丰厚且巨额的资本 至于下一步 当然是可以找接盘侠了 这两个平台 可是我亲手从无道友创办起来的 谁要是想抢走 陈硕咬了咬牙 得加钱 登上何永元的小店驴 陈硕准备去医学院找易宜宁 他穿过人群 时不时就会引起讨论 那个就是陈硕吧 对 好冷酷哦 一言不发 感觉超级帅 他有女朋友了吗 没听说过 那他有男朋友了吗 也没听说过 陈硕冲耳不闻 作为实力强横的校园明星 他已经习惯了 被周围人注视和讨论 早已养成了宠辱不惊 气弹神弦的习惯 无比高冷地骑着何永元那辆车身 印着蜡笔小心的电动车 陈硕在心里已经把自己夸了一万遍 我真的太他妈帅了 来到易宜宁寝室楼下 陈硕正好遇见了从小超市回来的冯木 马上打了声招呼 嗨 冯木 哟 这不是我们说总吗 冯木笑眯眯地问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陈硕笑哈哈地摆手 易宜宁不是要当校园明星大赛的主持人吗 我给他找了个专业的主持人培训一下 省得到时候丢我脸 哦 那你别浪费花费了 我上楼去喊他 得嘞 我就是这么想才跟你打招呼的 冯木翻了个白眼 正要往寝室楼里走 陈硕忽然说道 哎对了 你听说了吗 何永元谈恋爱了 真假的 冯木灿然一笑 那真的是恭喜他了 陈硕也跟着笑 你一点都不生气吗 他之前舔你舔得那么厉害 突然有了女朋友 真的一点都不生气 冯木摇摇头 嘴硬 陈硕坐在电动车上等了会 顺便看看进出的女孩子 陈硕呀 易宁宁风风火火地跑下来 站稳后 啪的立正 向陈硕敬了个礼 报告宝宝 主持人易宁宁向你报告 请指示 陈硕哑然失笑 撑起两条大长腿 往后挪了挪 走 你开车 得嘞 都听说总的 易宁宁戴上头盔 扣上扣子之后 坐上电动车 有些吃力地转个弯后 载着陈硕往校外走 陈硕扶着易宁宁的双肩提醒道 不要想着 动不动就来个急杀 试图让我的炽热的胸肌 撞进你的后背 我跟你说 我这个人很保守的 宝宝 你拆穿了我的心思 易宁宁气鼓鼓地说道 我就知道 你小子居心不良 易宁骑着车 安全帽下的长发迎风飞舞 让陈硕 嗅到阵阵的发香 都说女生 如果未了些你专门洗头发 那说明 你在他心里 真的非常重要 他会下意识地 保持自己的美好形象 陈硕用手指 缠绕了圈易宁宁的头发 放在鼻子前嗅了嗅 两人很快抵达了 一家培训机构 陈硕领着易宁宁来到教室 里面已经有一名老师在等着了 硕总好 这位就是您的小女友对吧 女老师微笑起身 陈硕双臂抱胸 还不是小女友 她还没主动跟我告白呢 咦 易宁宁呲咬咧嘴 抬脚踩了下陈硕的鞋尖 陈硕惊呼 你竟然猜我的AJ 略略略略略略 易宁宁把双手大拇指抵在太阳穴 四指上下晃动 冲陈硕土舌头 今天给易宁宁找的老师 这儿八经的播音主持专业出身 在省电视台当过主持人 然后自己出来 创办了这家艺术学校 易宁宁学得很认真 挺胸抬头 虎虎声威的 她的音色条件不错 普通话也很标准 几乎听不出沿海地带的口音 距离字正腔圆 就差了那么一丢丢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届校园明星大赛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易宁 易宁对着镜子 一边做好表情管理 一边还要兼顾台本 可以说全神贯注 陈硕盘腿坐在角落 用手机遥控指挥工作 王思妍 朔总 新办公地点的装修团队 我已经找好了 设计图纸请您过目 陈硕 太复杂了看不懂 来两张黑丝眉腿的自拍提提神 王思妍 朔总对不起 我今天穿的是裤子 陈硕 为什么呀 王思妍 朔总不在 我不知道穿丝袜给谁看 陈硕 好好好 我允许 你在装修过程中吃回扣 但是要保证质量 秘密团队这边 几乎都是年轻的大学生 没人吃得销新大楼的装修工作 陈硕就把这个工作 交给了王思妍 经历过社会独打的都市白领郁姐 工作能力确实很出色 传媒公司那边的负责人 也在找陈硕 朔总 李子柒的第一条短视频 在微博和我们双方运作下 反响巨大 开门红 还有同景城的第一次街头搭讪直播 效果反馈也不错 再来几次 就可以渐入佳境了 秘密工作室那边 也有陈硕需要敲定的事 看吧 陈硕很忙的 并不是像寻常人误以为的那样 天天把心思都放在泡妞上面 他做了这么多 都是为了让自己有实力泡妞 秘密APP的电商频道已经上马了 团队迅速扩张 很快 那两间大教室 就要容纳不下那么多员工 陈硕放下手机 双手抱着后脑勺 看向正在认真 学习的一一宁 心想 不知道吴海江那边怎么样了 CBD 临近傍晚时分 今天吴海江女友江萍 难得准时下班 搞得吴海江 还有些不习惯 见江萍下了楼 吴海江抬头 看看昏沉沉的天气 虽然很阴暗 但没有下雨的感觉 今天下班早 庆祝一下吧 我们去小菜场买点菜 晚上煮火锅吃 江萍美滋滋说 今天发工资了 犒劳一下你 吴海江欣然英语 忽然想起一件 可是 小菜场那边不好停车吧 江萍下意识脱口出 电瓶车随便停一下吗 不是 吴海江指了下 自己身后的桑塔那 这个没法听 江萍看看吴海江身后那辆车 明白了 你是看天气预报 今天又要下雨 所以 却借了辆车接我下班 老公真好 吴海江白手解释道 不是 这辆车就是我们的 江萍愣了下 你别开玩笑 没有 是 吴海江犹豫片刻 然后对江萍说 我找到工作 早上时候 我偶然提了一句 想买辆车接你上下班 他就借了我一点钱 二手的 没多少钱 从工资里扣的话 很快就能把钱还给他 江萍挖了声 你在哪上班啊 老板也太阔气了吧 吴海江挠挠头 试探地说 就是一个互联网公司 旗下有个产品 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 叫秘密 秘密APP 主攻大学生市场的 江萍乐了 我当然知道呀 你们明大的学生 自己创办的APP吗 很火的呀 我有个同事 就在上面找到男朋友了 好像已经可以在上面购物了吧 你进了那家公司 嗯 吴海江拉开车门 笑着说 就是突然给自己的学弟打工 觉得有点怪怪的 江萍坐进车内 看了看整洁的内饰 系上安全带后 振臂一挥 太好了 为了庆祝你找到工作 我们今天出去吃 也庆祝我们家 所见所闻 时不时看一眼外面停着的 那辆桑塔那 忽然 天空响起隆隆的雷声 雨滴熙熙粒粒 逐渐大了起来 下雨了 吴海江南南的剧 冲江萍笑着说道 我们终于不用淋雨了 还能在车里听歌 享受雨声和歌声 江萍举起一罐王老吉 兴冲冲说道 你好好工作 我也好好工作 迟早有一天 我们会在这座城市 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 然后去换更好的车 嗯 把你爸爸妈妈 还有我爸爸妈妈都接过来 让他们享福 吴海江语气坚定地说 江萍乐了 那得买多大的房子啊 老家挺好的 山清水秀 让他们来城里 还未必愿意呢 吴海江抿了名嘴 一定可以买的 我相信自己 我也相信 那位借我钱买车的学弟 叮咚 陈硕在艺术学校 等的昏昏欲睡时 手机提示音响起 有人来加自己微信 备注吴海江 陈硕通过后 吴海江发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是举着手机 和女友江萍的合照 他们坐在黑色桑塔那里 望了眼窗外的雨 陈硕回复 明天正式上班 希望你学的数据分析 和计算机技术 能真的帮到我 很快 吴海江回复 我和女朋友 都跟喜欢您送的车 钱我一定会害您的 硕总 陈硕 祝你们百年好合 陈硕呀 我好了 易一宁蹦蹦跳跳过来 得意地说道 老师夸我有天赋呢 别的不敢说 等正式登场的那天 我肯定不给你丢脸 陈硕把手机踹回兜里 和易一宁碰了下拳头 辛苦了 晚上想吃什么 筍指缘味机好吗 好呀好呀 陈硕没有去解皮带 而是很正经的 牵起易一宁的小手 和老师道谢完 约定好下次上课的时间 便一起离开了 车内 易一宁兴兴志勃勃 对了 圣叔姐姐上次的生日 会办得很好 她还想专门来答谢你呢 可惜最近胡校长 都在外面调研参加座谈会 她得一直跟着 等回来了 再请我们吃饭 陈硕嘴见 请我就好了 你干嘛跟着 我蹭一顿吗 等于你在蹭我了 那你给不给蹭 陈硕有些羞涩地 看了眼易一宁 那多不好意思 我能把衣服脱了吗 易一宁 她好色呀 我好喜欢 哦对了 我想起件事 易一宁看向陈硕 凝视着她问道 你们寝室的何永元 是不是和另外一位 参加恋赠的女孩子 在一起了 陈硕点头 对 刚在一起没多久 易一宁嗡了声 重新做好 双手不停地扣来扣去 陈硕余光 瞄到这个细微的动作 笑着说 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呗 你可是号称直球选手的 怎么也开始藏着掖着了 对不起啊 易一宁得到鼓励 立刻就开诚不公了 那那个女孩子 她是你前女友的闺蜜对吧 以后你们聚会啊 一起出去玩的机会 肯定很多 这个无所谓了 反正正常相处呗 也没人规定 分手之后 就得老死不相往来啊 嗯 对吧 对吧 陈硕看向易一宁 故意问 你怎么口不择言了 说话都慌慌张张的 易一宁惊呼 啊 我有吗 有 还特别明显呢 因为 易一宁声音小了许多 坐在车衣里 羞涩一笑 有点担心 陈硕问 担心什么 哎呀 你懂得了 我就不多说了 陈硕停下车 在一个安静的位置 安全的挺好 解开安全带 一只手压在副驾驶座椅枕上 凝视易一宁 说 天哪 这怕不是有点酷哦 不 是超酷 易一宁小小的红唇润润的 不自觉督起 小心翼翼看着陈硕 陈硕又靠近了些 两人的鼻尖 都快抵在一起了 说 易一宁闭上眼睛 忽然喊道 我就是不想 你们在一起玩 我会吃醋 我吃起醋来真的超凶的 我不怕你陈硕 说完 正准备睁开眼睛 陈硕抬手捂住易一宁半张脸 我尝尝你的簇尾 嗯 窗外的雨还在下 车内的音乐也在响 易一宁的心 悄然绽放 女请 肩头有些湿的易一宁 拖着有些湿的自己回到了寝室 有些虚弱的 把雨伞放到阳台 易一宁满脸疲惫地坐下 他现在整个人是软软的 腿上都没力气 因为陈硕 实在太能轻了 轻得他意乱情迷 轻得他情不自禁 原味鸡也没吃到 陈硕还口口声声说 实在不行 让易一宁瞅瞅他的原味鸡 你啥时候回来的 冯木从洗手间出来 丢给易一宁一个饭团 看你虚弱的样子 应该没吃饭吧 给你留的 太感谢了 易一宁急忙拆开饭团的包装袋 咬了一大口 然后急匆匆说 我问了陈硕 何永元真的和他前女友的闺蜜在一起了 就是跟你一起参加练赠的那个 冯木点点头 哦 所以呢 呃 没有所以了 易一宁小心翼翼看着冯木 见他 好像真的没啥感觉 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没过多久 正在看书的冯木 忽然猛地拍了下桌子 不是 他为什么偏偏要跟莫涵在一起啊 简直服了 易一宁你以后可怎么办啊 易一宁差点没被饭团噎死 死命地垂胸口 仰头伸直脖子 才把一口饭团咽下去 跟我有啥关系 你是不是傻 在床上玩手机的室友徐荣荣跳下床 走到易一宁面前坐下 给他分析厉害 陈硕的室友 和他前女友的室友在一起了 而且 这两人和室友的关系还很融洽 那会导致什么 易一宁回答 会导致不可避免的见面 徐荣荣颇感意外 你也不傻吗 我本来就不傻 我超级聪明的 易一宁得意道 这件事 我在刚才和陈硕探讨过了 不足为虑 徐荣荣好奇问 你们怎么探讨的 用嘴探讨呗 不然还能怎么探讨 易一宁看了眼徐荣荣 竖起手指 荣荣 我的判断想来准确 绝对不会出现 你们担心的事情 因为陈硕呀 向我保证了 另一个室友 急匆匆提着裤子 从卫生间出来 争先恐后的听八卦 陈硕怎么跟你保证的 用嘴保证的 冯木蹲到易一宁面前 轻轻捶她的大腿 我们问的是 陈硕具体说了些什么 易一宁眨眨眼 有些犯难 那个 她没说 没说 嗯 没说 徐荣荣和冯木对视了眼 随即刘娜也恍然大悟 三个女孩子 纷纷晃动食指 哦 明白了明白了 言语是苍白的 所以用行动来证明 我的天啊 易一宁你长大了 真的长大了 易一宁摸摸嘴 双手捏着饭团 傻黑黑的笑了笑 很是不好意思 对吧 所以我认为 陈硕不会做让我失望的事情 毕竟我们两个 只是差了一个告白而已 说完 易一宁黑黑笑了起来 虽然 我超级喜欢你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愿意向你告白 可是 还是超级希望你能主动开口呢 没有也没关系 反正 我们就这么一步一步 迈出坚实的脚步 水到渠成 等某天再回头看时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早就坚不可摧 谁也离不开谁了 大概到暑假结束前 陈硕的一部分精力 都要放在校园明星 大奖赛上 与上一届最大的区别是 这届的网撒向了全国 全国高校的学生 都可以报名参加 又能认识新的美少女了呢 学生会 穿着紧身牛仔裤的 卓玲玲 来到学生会办公室 把原本就挺翘的蜜桃臀 裹得紧绷无比 作为赛事主持人 她要对接的东西 还是非常多的 学姐 这是你要的文件 辛苦你了 学弟 卓玲玲接过一位 学生会干部递来的材料 粗略翻看了下后 冲她和煦一笑 麻烦帮我再复印一份呗 好吗 卓玲玲这个女孩子 明面上对谁都是春风拂面 换句话说 就是情商极高 学弟忙不迭点头 宰明大 不 如今在微博上 都有小名气的美少女 对自己如此温柔 小学弟多少有些惶恐啊 好的卓学姐 打印完之后 我给您送过来 有些男孩子 在面对美女时候 就下意识地紧张 说话语速极快 这个学弟便是如此 没办法 实在是蜜桃林太优越了 她那令人爱不释手 无法自拔的蜜桃屯 寻常人看了 都会情不自禁 不过话又说回来 很多小年轻 不懂大屁股的好 只是因为阅历还不够 真正的老涛 都知道大肥屁股有多妙 卓玲玲哥哥娇笑了声 什么你呀 都把我说老了 哦还有 能不能麻烦学弟 帮我去买两杯咖啡 我要和金主席 聊工作上的事 自己没空去买呢 我把钱给你 学弟连忙摆手 不用不用 我请学姐和金主席 我现在就去 飞奔而出 看也不看学弟离去的背影 卓玲玲转身 往金灿岩办公室走 心想 我卓玲玲 沉浸养于技术多年 就连在外面人母狗 一样的小篮球队队长 何肖峰 都能随意拿捏 拿捏她如网狗般轻松 怎么到了 陈说这就失效了呢 金灿岩正在办公室 通过QQ视频 和其余几个高校学生会的负责人 进行视频会议 敲定场地的细节流程 还有补充报名的人选 那一份份令人惊艳的履历 说实话 很多让金灿岩都感觉汗颜 这个胸大 真是有够骚的 这一领子 拉得也太低了吧 低俗 陈说肯定喜欢 这个禁欲戏 哟还是下围棋 很反差嘛 陈说肯定喜欢 这种青春脸蛋火辣身材的 和易宜宁同款啊 嗯 陈说肯定喜欢 金灿岩一边审核着参赛人员的资料 一边评头论足 只要感觉是陈说肯定喜欢的 那就有参赛资格 简单粗暴 非常直接 好姐妹 在忙吗 卓琳琳推门走进办公室 笑眯眯地打招呼 有我能帮到忙的地方吗 金灿岩眼睛也不抬下 别烦我 出去顺便把门关上 就是你能帮到我最大的忙 卓琳琳当然不可能出去了 笑呵呵坐下 也不打扰金灿岩 就自己低头玩手机 不多时 去买咖啡的学弟回来了 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 金主席 卓部长 给你们买的咖啡 卓琳琳起身微笑地接过 谢谢你啊 你叫什么名字 学弟受宠若惊 有些拘束地回答 卓部长 我叫张凯 谢谢你啊 张学弟 卓琳琳温柔一笑 张凯顿时有种春风拂面的感觉 赶忙摇摇头 羞涩地说了声 不用客气 便立刻退出了办公室 普通男生 光是能和美少女说上一句话 都够他们回味许久的了 而有些人 都已经开始站起来灯了 金灿岩这边忙完后 长舒口气 端起咖啡抿了口 这才有空去搭理卓琳琳 一只手端着手机在刷微博 嘴里还哼着小曲 好不自在 阳光打在他身上 让卓琳琳整个人金灿灿的 金灿岩微眯起眼睛 感觉卓琳琳明明没有什么变化 但好像又有了很大的变化 卓琳琳的气色 未免也太好了点 他本来就因为练武出身 气质和形象 要比寻常女孩子出众很多 但现在 好像还有点别样韵味 金灿岩说不清 那是种什么韵味 就感觉 他还挺诱人的 你最近吃什么了 红光满面的 金灿岩打趣道 有好吃的 别藏着啊 跟好姐妹分享分享 金灿岩心想你就看见贼吃肉 没看见贼挨打 我气色好 那是我吃不消了 死命拍成说大腿换来的 那份苦你怕是 吃不消 气色好 那是被狠狠注入了力量 手段极其粗暴 双腿搭起 卓琳琳耸耸肩 人逢喜是精神爽呗 最近所有事情都挺顺心的 人一旦没了烦心事 气色就会变好 金灿岩听完 倒也没多想什么 卓琳琳现在可出息了 微博上百万的粉丝 再加上陈硕让专业人士 指导她运营账号 她的流量非常可观 收获了许多迷妹 按照现在这个风口来说 卓琳琳完全有资本 可以开一家网店割韭菜了 卓琳琳也确实是这么打算的 最近在物色合作厂商 因为阿里的缘故 明州的服装生意异常火爆 四季清理数不清的商铺 天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网店店主来进货 不趁着有人气的时候 尽量变现 那才叫傻子 不过卓琳琳还是比较谨慎的 虽然这段时间通过各种接广 小代言赚了点 但她也了解过 现在如果开网店的话 投入很大 虽有微博那边的人气 能带动一些销量 但想要赚钱 肯定还要在逃往这边下本钱 现在卓琳琳遇到此类问题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陈硕 每次陈硕请她吃笋指原味鸡 都会给很多 这其中包括丰富的知识 卓琳琳是个很有眼力见 而且特别有天赋的女孩子 她就喜欢当着陈硕的面 吃完原味鸡后再损止 这样啊 陈硕就会给更多的知识 听说你要开网店 金灿颜微微汗手 我上次刷到你微博 你好像在问粉丝 问他们希望你卖什么 卓琳琳点头 对啊 眼瞅着就要毕业了 不再是学生了 给给自己的前途考虑打算了 毕竟我又不像金主席 你这么优秀 直接保言了 金灿颜点头 不过 你的粉丝都希望你卖原味胖刺 那万一合法吗 卓琳琳眼睛一瞪 瞎讲什么 我女粉也很多的好不辣 金灿颜耸耸肩 靠在椅背上语气慢悠悠地说道 无所谓卖什么了 反正你都抱上陈硕大腿了 有她指导 做什么买卖都不亏 卓琳琳心想陈硕的指导啊 可爽了 哎呀 其实到底走什么路子 我还不知道 走一步看一步吧 卓琳琳表现得很洒脱 然后玩味笑着 注视金灿颜 不过 我怎么感觉你说话醋味挺大呢 金灿颜醋没 什么醋味 卓琳琳微眯起眼睛 葱白的手指点了点桌子 当然是 陈硕了 她那么帮我 你是不是吃醋呀 开什么玩笑 她帮你试她的事 我吃个毛线醋 金灿颜翻了个白眼 不过 我倒是很好奇 你是拿了什么好处给她 让陈硕那么一个 不见兔子不撒婴的人 这么帮你 卓琳琳嘴角微微上扬 啊 你不知道吗 我当然是把自己送给陈硕了 说完 骚琳琳扭动了下身子 大蜜桃把椅子的皮质表面 压得滋滋作响 媚眼横飞 不然你以为陈硕会 平白无故帮我呀 金灿颜凝视了 翻卓琳琳 整个人缩在大椅子里 单手扶着下颚 颇有种霸道女总裁的感觉 片刻后 金灿颜冷笑地摇头 我就算不了解陈硕 我还不了解你 就算是身家上亿的富二代 你都不可能跟她睡 卓琳琳惊喜无比 双手合十 双眼亮晶晶 看着金灿颜感慨 哇塞 炎炎 我真没想到 在你心目中 我是这么真洁的存在呢 金灿颜瞥了她一眼 美好气道 你那是真洁吗 你那是心机重 话虽这么说 但金灿颜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她这么痛快利落地 反驳了卓琳琳的话 是因为在她打心眼里 不希望陈硕和卓琳琳发生什么 如果真的发生了啥 那才叫真的吃醋 屋外 张凯打印好着 琳琳需要的东西 收拾了下后 身边的男生忽然凑上来 朝屋里看了看 小程说 你听说了吗 卓部长可能喜欢陈硕 张凯听完 促眉道 你哪里听来的闲言碎语 男生挑挑眉 你也太孤陋寡闻了 陈硕和卓部长的关系 一直都很好 而且你知道吧 篮球队长何肖峰 一直在追求卓部长 但卓部长就是不答应 那还能是因为什么 肯定是有比何肖峰 更优秀的男生出现了 除了陈硕 还能有谁 张凯听完 反驳道 难道卓部长 就不能喜欢一个平凡的男生吗 你在想屁吃啊 男生笑哈哈的嘲讽张凯 张凯撇了撇嘴 卓部长那么优秀 哪里需要靠男人 你也别把漂亮女生 都想得那么物质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懂吗你 男生怂怂间 重新回到自己公位 无信拉倒 张凯脑海里 都是刚才进办公室送咖啡时 卓琳琳对自己温柔微笑的模样 一个小蛮腰 一个大米桃 这俩在校园里 都是鼎鼎大名的美少女 从没听说过 有哪个男生 能让金灿岩和卓琳琳倾倒的 就算陈硕 也不可能 因为卓学姐 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她会冲我笑碍 正想着 金灿岩和卓琳琳 一起走出办公室 准备去团委汇报工作 张学弟 拜拜 路过张凯的位置时 卓琳琳挥手告别 非常的礼貌客气 谢谢你的咖啡 张凯起身目送 等卓琳琳离开后 她忽然问身边的男生 你说 卓部长有没 有可能对我有好感 男生 男生 小丑 不 你很自信 张凯 两个女生来到 邱志强办公室 恰巧陈硕正在和邱志强 聊办公楼的事 把明州大学 名下几栋闲置的楼房 拿出一栋 给陈硕旗下的各大平台 用于公务 这件事 已经在校领导的会议上 敲定了 至于租金 一丝一丝即可 那个数字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 小金和小卓来了 邱志强招招手 自己搬椅子坐 正好陈硕也在 我也听听你们第二届校园 明星大赛的进度 陈硕端着杯茶 吹了吹 笑眯眯地看向卓玲玲 今天气色不错吗 卓玲玲嬉戏一笑 谢谢硕总夸奖 有事您吩咐 陈硕点点头 再看向金灿炎 淡淡地打了声招呼 邱金主席 好久不见 金灿炎顿时感觉到了 陈硕对自己 和对卓玲玲态度上的差别 很是不爽 但又不好在邱志强面前 表现出来 只是嘀咕到 谁让你当甩手掌柜的 陈硕其实一直很好奇 金灿炎的小蛮腰 可不可以用两只手 直接握住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试试 磨人的腰 四剪刀 金灿炎详细向邱志强 汇报了下 学生会这边负责的工作 邱志强听完后 满意点头 夸赞道 小金工作能力 还是很降的 负责学生会 全面工作的这一年多 没出过什么岔子 总体来说非常好 哎对了 听说你保研了 金灿炎点点头 谦虚说道 是学校给了我锻炼 个人能力的机会 我肯定要上交 一份满意的成绩单 邱志强笑呵呵地 又鼓励了几句 一直没说话的陈硕 看向邱志强 说道 邱书记 研究生的学生会主席 一般如何选举出来的 和本科阶段一个模式吗 邱志强看向陈硕 翘起二郎腿回复道 大差不多差 研究生主要跟着 自己的导师工作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研究生学生会主席 得到的资源和锻炼 要比本科阶段还多 陈硕听完 转而望向金灿炎 笑眯眯说 金主席 加油啊 别让这个头衔断了 要记得续上 金灿炎听了 心中莫名一动 陈硕才不会 无缘无故地说这些 难不成 他会帮自己 从邱志强办公室出来 陈硕双手插兜 左边一个金灿炎 右边一个灼灵灵 学生会主席 和外联部部长 彭扶陈硕的 私人助理一般 陈硕 金灿炎喊了声 问道 你有没有兴趣 当学生会主席 本科阶段的学生会主席 一般做到大三 就要卸任了 毕竟大四一整年 都要在外学习 忙毕业论文 留在学校的时间并不多 陈硕听完摇头说道 我不能当学生会主席 这种赚不到钱的职务 给我来当 我会抑郁的 卓玲玲提议道 盐盐 眼界放大点 不要局限于学校 社会上的门门 道道更多呢 而且还能赚到钱 金灿炎瞥了眼珠玲玲 怎么着 你要带我飞呀 卓玲玲歪歪头 我不能带你飞 但陈硕能啊 对不说懂 陈硕想了想 话也不能说得太死 不是每个人 我都能顶起来的 我顶谁 得看他值不值得顶 金灿炎 我凭什么不能被你顶 陈硕 我没说不顶你 那你顶啊 卓玲玲听得呲牙咧嘴 双手捂着耳朵 你们两个是很纯洁的人吗 这种话说出来 没觉得一丢丢的奇怪吗 我听得怪害羞的 金灿炎这才醒悟过来 随机非常懊恼地拍了拍脑袋 我刚才到底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竟然想让陈硕顶自己 我先走了 还得回去复合名单 团围两个女老师都休产假了 好多事都直接扔给了我 麻烦死了 金灿炎甩了甩头发 脸颊微微发红 快步离开 冲背后看 金灿炎的小蛮腰更夸张 杨柳之势的 等金灿炎走远 卓玲玲凑到陈硕身旁 调侃地说 喂 你有没有觉得 炎炎有种让人忍不住摧残她的冲动 陈硕问道 怎么了 你一个人吃不消 想找个队友啊 好闺蜜 有福同享 和卓玲玲告别 陈硕去了秘密工作室 开始给员工们开会 走进屋子 陈硕县何永元在那认真干活 正要上前勉励下 就看见她的桌上摆了个相框 是她和莫涵的合照 有秘密工作室的员工路过 好奇问 何永元 这个女孩子是谁啊 你的姐姐还是妹妹 这时候 何永元就会头也不抬 漫不经心 用很寻常的语气平淡回答 哦 新交往的女朋友 刚在一起没多久 非得让我摆个照片在桌上 说什么这样才有安全感 还新交往的女朋友 说得好像 她有就交往的女朋友似的 哇 是你女朋友啊 这也太漂亮了吧 何永元摆手 我不是看脸的人 她人品不错 这才是我选择她的最重要原因 该死的 竟然被她装到了 恭喜恭喜 让我们恭喜圆圆 陈硕带头鼓掌 圆圆这次能和女友在一起 说实话 当初在恋赠里的表现功不可没 这说明啥 说明 幽默的男生 是最有魅力的 何永元赶紧起身 双手合十地表示感谢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 无非就是为秘密APP的成功 做出了突出贡献罢了 陈硕朗声道 大家为功臣鼓掌 噼里啪啦 吴海将的掌声最为雷动 他觉得何永元和自己一样 都是深情流派的 何永元大受感动 我太喜欢秘密工作室这个大家庭了 陈硕大喊 那你请家人们吃顿饭吧 话音刚落 乌泱泱几十号人全部起立 目光灼热地望向何永元 何永元 陈硕 你大爷的 在第二届校园明星大赛开启之前 陈硕确实想把整个团队的人都聚在一起 团队扩张得厉害 虽然大多是一个学校的校友 但民大几万名学生 那么大的校区 如今还有别的校区入职的同学 出了自己的部门 大家其实都互相不认识 是该提升一下团队的凝聚力了 圆圆 每次到我不得不花钱的时候 你总能站出来 为我排忧解难 陈硕感动地抱了抱何永元 今晚 我们把希尔顿大酒店的中餐厅全部包下来 随便吃点 随便喝点 不喝洋鬼子的酒 我们喝国粹茅台 何永元直接一口气 给了陈硕几十句国粹 让他骂两句 就骂两句吧 跟钱比 面子算个屁啊 浩浩荡荡一大帮人 整齐滑衣 两辆大巴车杀至希尔顿 何永元下了车 嘀咕道 真是搞笑 玉喜中餐厅生意很好的 平时不提前预约根本没包厢 这就把所有人都来过来了 阿硕不是我说你啊 你这是办得很不靠谱 就算我想花钱 没包厢也没办法了吧 陈硕瞥了眼何永元 嘴角上扬 何永元看见陈硕这副表情 敦感不妙 一群人浩浩荡荡走进希尔顿的大堂 经理立刻迎了出来 请问是秘密科技的硕总吗 陈硕汉手面露何绪笑容 风淡云青的点头 我是都安排好了吗 按照硕总的安排 一切准处当了 经理赶紧侧身 欢迎硕总大驾光临 一旁的何永元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心想 他妈今天老子买单啊 为什么逼全部给陈硕装去了 不行 我也得装 老子花了钱的 于是 何永元学着陈硕的样子 双手插兜 微微仰起下颚 同样面无表情说道 环境不错 看来今晚我的钱不会白花 就是不知道菜品如何 经理看向何永元 这位气宇轩昂的青年才俊士 何永元一听气宇轩昂和青年才俊 当时整个人都骂了 整个人的感觉 就像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躺在棉花堆里一样 无比的舒爽 这就是 这就是装逼吗 正当何永元准备自报家门时 陈硕开口道 我的下属 何永元 陈硕 老子猩猩你个猩猩的猩猩的疤了 所有人由希尔顿酒店 安排进入各个包厢 没多意会 易宜宁牵着缝木的手 小心翼翼探进个脑袋四处张望 等看见陈硕后 这才用力地挥了挥手 呦 伊玲 陈硕拍了拍自己左手边的空位置 快来坐 一个女请四名女生 如果易宜宁只带缝木来的话 那另外两个肯定吃醋 小女生之间的关系 很敏感的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寝室四个女生 要朝夕相处到博士毕业 陈硕可不希望 因为自己的一点小失误 就给易宜宁的周边关系 种下哪怕一点点的小借地 所以 当然是整个寝室一起请了 徐荣荣和刘娜 紧随其后进入包厢 大家都坐一桌 何永元看见缝木后 明显有些不自在 悄悄摸地问陈硕 你怎么把伊玲小学姐也给喊来了 不是说工作室聚会吗 陈硕瞥了眼何永元 老板带家属 有问题吗 顿了毒 陈硕继续说 家属带家属 有问题吗 何永元有些不服气 那我也把莫涵叫来 陈硕骂道 没有笔数 你是老板 何永元 相比较何永元的拘谨 冯木倒是一点 不自在的感觉都看不出来 很自然地 和周围认识的人打招呼 然后看了眼何永元 恭喜你啊 冯木冲何永元挑眉一笑 语气里带了些调侃 何永元忙摆手 谢谢 同喜同喜 同喜个鸡毛 一一您看了看周围 小声问陈硕 这么大阵仗啊 陈硕点头 对 要搞就搞大的 钱把纸吗 花呗 我有什么好心疼的 一点感觉都没有 说完 陈硕主动举杯 率先站了起来 酒桌上的人也纷纷起身 陈硕朗声道 让我们感谢何永元 没有何总 就没有今天的聚餐 大家一起谢谢何总 谢谢何总 何总万岁 何总太帅了 难怪能找到那么漂亮的女朋友 秘密工作室失去何总 就像耶路撒冷失去西方 没有圆圆的秘密工作室 就是一团散沙 何永元这狗崽子 就是不能被捧 一捧就完蛋 直接气血翻腾的怒吼 好好好 看来我这些天的努力 大家都看在眼里了 都有家属吗 有没有女朋友 我问你有没有女朋友 旁边的吴海江被吓了一跳 点点头 叫来 一起吃 再开一桌 陈硕猛的一拍桌子 何总今天不活了 何永元怒视陈硕 然后死死咬紧牙关 对 不活了 吴海江盲白手表示着太客气了 我 我女朋友在上班 下班得很晚了 估计来不及 谢谢何总的美意 何永元刚松了口气 就听陈硕喊道 那就打包一只奥龙带回去 何永元 差不多了 再搞下去 源源非得去卖血不可 不仅是一张桌子的 别的包厢的人 也频繁来敬酒 陈硕当然得喝了 顺带着也敬一杯何永元 何永元心想妈的今天这个 血看来是出定了 恨不得把红酒抱在怀里吹 很快便酩顶大醉 陈硕就聪明很多 小口小口的闷 男人来敬 嘴唇碰一下 女孩子来敬 浅尝一口 眼间的易依宁 发现了陈硕的小心机 立刻端起酒杯 笑嘻嘻问道 朔总 我寄你你怎么喝啊 陈硕单手拖着下额 微笑说道 当然是你喝一口 我喝一口了 好的呀 易依宁正准备要喝酒 却被陈硕抬手挡下 望着面露不解的易依宁 陈硕嬉皮笑脸地说道 我的意思是 你喝一口 然后喂给我 易依宁小脸一红 陈硕知道 这不是害羞 而是兴奋 千万不要低估一个同人文大佬 对一切新鲜事物的好奇啊 讨厌 这么多人呢 易依宁娇羞得很 陈硕成胜追击 是不是没人就可以了 没人也讨厌 嘿嘿嘿 已经醉得天翻地覆的何咏园 煮着酒瓶子 盯着陈硕哈酒气 阿硕 你好骚啊 陈硕 秘密工作室成立至今 好像还是投回这么整整齐齐的聚集 再加上马上就要开始的校园明星大赛 最近筹备工作非常辛苦 陈硕也有意让大家放松一下 不过每桌陈硕特意安排了 起码两个小组长级别以上的小领导 要求他们不能喝醉 必须保证每个人都完完整整地回到学校 各个包厢人生顶沸 学生的活力永远是最旺盛的 易依宁看着不停和其他人碰杯的陈硕 双手捧着脸心想 一个男孩子能优秀成这样 肯定也付出了很多吧 我应该多包容他 多理解他 不可以经常打直球 偶尔也要学会 藏好自己的小心思 我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女孩 易依宁得意心想 最后 何永元是被两个人高马大的男生抬出去的 好在这小子分量轻 否则得用那种小推车推出去不可 当然 最后单还是陈硕买的 玩笑归玩笑 陈硕对何永元这小子的实力很清楚 他有张卡 是他家老头子给的 为的就是应对这种情况 卡里的钱肯定不少 为啥陈硕知道 因为在第一杯酒下度后 何永元就知道 今晚在劫难逃了 私底下直接把卡和密码都给了陈硕 然后开始敞开了喝 陈硕用POS机看了下 则有点实力 没喝多吧 易依宁抬手摸了摸陈硕有些发烫的脸 小声嘀咕 好烫哦 陈硕问 那你烫不烫 易依宁眯起眼睛 双手插腰摇头晃脑地说道 你怎么可以对淑女说这么瑟瑟的话 你在想什么 陈硕直接笑了起来 能问出这种问题的 一般不是淑女 而是淑女 为啥子 因为被烫熟了吗 易依宁又听懂了 嘟嘟嘴不敢和陈硕对视 陈硕我走一会吧 陈硕主动邀请 易依宁眨把眼睛 说道 你是不是又想亲我呀 对啊 现在丝毫都不掩饰了 对啊 那 走 易依宁和陈硕漫步在人行道上 易依宁看了眼陈硕 说道 我觉得这么做不是很合理 毕竟我俩还没在一起 这个根本难不倒聪明的硕宝 陈硕摸了摸鼻子 给易依宁找台阶下 你可以是做我提前使用男友权限 大不了以后在一起了 我还给你就是了 怎么学 易依宁好奇问 陈硕手一摊 很简单 在一起了之后 我允许你主动亲我 而且可以不打招呼 易依宁嘴角扯了扯 前笑几声 谢谢你对我这么信任 客气 陈硕望向易依宁 那可以亲了吗 易依宁深吸口气 看向陈硕 要不做点热身工作 比如说点情话之类的 聊一下我 不然上来就亲的话 感觉不是特别好 女人真的好麻烦哦 陈硕慢慢靠近易依宁 然后贴着她的脸蛋说道 以后你要是因为学业坚持不下去了 就去当外卖员吧 我专门让你送我的外卖 易依宁不明所以 为啥子捏 陈硕灿然一笑 然后你就故意送慢点 这样就可以专门被我超时了 易依宁 短暂的恍惚后 易依宁又可耻地瞄懂了 该死的 我现在的知识面 会不会太广了点啊 陈硕 明大自己的蝙蝠侠 第二天 陈硕早早到了秘密工作室 果然有不少 昨晚喝大的起步来床请假了 能准时到达宫位的 都值得培养 简家和余墨 是撑着还宿醉的状态来的工作室 本来星辰代谢就快 能让这俩酒缸都成这样 可想而知 昨晚喝了有多少 你们两个 陈硕看了看 简家和余墨的状态 倒嘴的话又憋了回去 挥挥手说道 算了 回去再睡一觉吧 下午再过来 简家和余墨 立刻双手合十 相互搀扶着往外走 硕总 是不是我喝太多了 眼神不好使 你脖子上 怎么那么多红印子 简家问了句 陈硕扯了扯一领子 咳嗽了声 昨晚你们都喝多了 我为了各位的安全 亲自出马 把很多孩子们 依次送回了家 他们为了要感谢我 说实话真的 我也吃不消他们的热情 就这样了 简家瞥了眼陈硕 硕总 这些孩子 是不是都姓义啊 你这什么话 服了 陈硕没好气到 老子好心 放你们回寝室睡觉 你们就这么对我 那干脆别睡了 老老实实上班 今天要是赶走 老子把你们全给秒了 简家和余墨 献陈硕恼惊成怒 赶忙一溜烟跑了 跟我道 哼 陈硕回办公室 换了件宝款的高领毛衣 然后才前往嗨思直播 王思妍的捞鱼计划 又有了新进展 继李子柒和佟景成之后 又一个很重磅的 且即将展露头角的 超级大网红 进入了陈硕的眼帘 江亦磊 他还有个更出名的 ID POPPY醬 江亦磊 还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读研 但也已经开始 和室友一起搞微博账号 前期就是用变音的模式 用黑色幽默的方式 讲述一些日常 这个模式大获成功 后来获得罗振宇的风头 不过很快 两个人就因为 很多理念上的不合 风道扬镳 陈硕对于这些大网红的态度 也很明确 在内容上面给予支持 在金钱上面实现共赢 说实话 杰则而鱼这种事 无非就是因为 对方觉得无法掌控这个人了 并且想在自己可以 掌控他的时间之中 尽可能压榨 李子柒就是一个例子 陈硕向来是讲究和气生财的 很少跟别人撕破脸皮 现在想想日子过得还真快 前阵子自己要找李子柒 还得亲自飞一趟他老家 而现在 POPP将知道 嗨思直播的老板 要和自己谈合作 自己就从学校飞了过来 那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有钱真好 嗨思直播附近的咖啡店 江亦磊就如同 他在视频里展现的形象一般 素颜 穿着也偏向随意舒适 扎着一个马尾 额前刘海三七开 即便是在帅哥如云的 中央戏剧学院 念导演戏硕士 在看见陈硕后 江亦磊还是被这位 年轻老总的超高颜值 小小的震撼了下 硕总 绝大多数男明星 在没被包装打造之前 颜值这块 跟您根本没法比 江亦磊主动起身 笑眯眯开了场 当然 包装打造之后 也只有小部分人 能和你分庭抗礼 哈哈 我就喜欢 POPP你这种只说实话的人 陈硕爽朗一笑 坐 我们细缩 刚一开始 陈硕就对江亦磊印象很不错 我就喜欢和诚实的人合作 POPP你在微博上的作品 我都仔细看过了 非常有水准 所以才会让下面的人联系你 陈硕谈生意 向来喜欢开诚布公 我想跟你达成合作 给你最大程度的自主权 同时提供各类资源 让你去组建团队 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们签长约 你看一下 我给你的条件 说完 陈硕从包里掏出一份策划书 递给江亦磊 江亦磊仔细看了看后 由衷地说道 硕总 你的魄力让我有些汗颜 我没有拒绝的理由 三天之内给你明确答复 没问题 正式聊到这就结束了 陈硕做了那么长时间的生意 就明白一个道理 在各种条件相当的情况下 或者说 自己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和对方私交好 对方是愿意舍弃一部分的利益 来选择和他合作的 生意本就是人情债 来往无非都是人之常情 这种半正式的面谈 一般是闲聊多于正式 在闲聊之中 掺杂正式 敲定 然后因此衍生出别的话题 为下一个细节铺垫 这样的商务聊天模式 不是靠天赋能摆平的 得需要时间和大量的实景操作 陈硕也是在工作几年后 才逐渐掌握这个技能的 好用 事半功倍 给彼此留下一个足够好的印象 后续合作中 表现足够的诚意和专业 私下维护好个人感情 到了后面 就算因为种种不合 合作终止 也不会彻底的撕破脸皮 大家往后还有合作机会 因为我现在还不能被称之为资本 所以得这般理贤下事 等以后了的 老子哪里 还需要在乎这些 陈硕心想 等短视频时代来了 自己的平台如火如荼 眼光就不会放在具体的某个人身上 而是所有人才竭尽全力地展现自己的能力 以此获得他手中的流量 目前陈硕造星还处于帮扶阶阶段 等以后 就是看谁顺眼给谁流量的事 小杨哥什么的 以后那是陈硕下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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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都摆不到陈硕办公室的案头上 可能也就是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罢了 大道质简 便是如此 谈了将近两小时 陈硕心里大概也清楚 泡屁酱其实已经决定加入自己的传媒公司了 事业如此一帆风顺 难免会让人心愿一马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陈硕问 泡屁酱 泡屁酱笑哈哈地说道 硕总 其实看见您那一刻开始 我就想把已经订好的机票给退了 高情商的女人哦 陈硕笑呵呵点头 那行 我让司机送你去机场 祝我们合作愉快 陪着泡屁酱走出咖啡屋 大冤重金四季面无表情地站在麦巴赫旁边 瞅见陈硕后便拉开了车门 金硕 麻烦送一趟 辛苦了 金四季眼皮子也不抬一下 不情不愿的 高领这两天陪叔秋去巴黎购物了 人不在国内 金四季本来是可以放假的 但陈硕这么鸡贼的人 岂会放过这么好的占便宜机会 立马就把金四季叫来出门面 小陈啊 不是叔说你 叔年纪大了 也需要休息的 金四季翻了个白眼 陈硕清了清嗓子 根本没有心疼老家伙的意思 还阵阵有词 金书 你说现在行业竞争多厉害啊 你跟那些人高马大 长得还帅的保镖相比 核心竞争力 是什么知道吗 金四季不说话 陈硕替他说了 就是你和林姐朝夕相处多年的情谊啊 哥古代 您这样的老员工 还有个额外身份 金四季眉毛一条 死士 陈硕 嫁壮 金四季原本准备开骂了 不过转念一想 貌似陈硕讲的也没错 就算今后小岭 嫁给眼前这个臭小子了 自己肯定也得跟着去啊 给谁开车 不是开车呢 你说得倒也没 金四季话说到一半 硬生生厌了回去 盯着陈硕 八字没一撇你装什么大头算 我始终觉得 你对小岭不是全心全意的 主要是陈硕你啊 为人处事太过轻浮 给人一种不可靠的感觉 尤其在女人方面 陈硕心想 你个老小子 看人还真准 目送麦巴赫离开 陈硕回到咖啡屋坐下 翘起二郎腿 玩了会手机 差不多也到吃饭的时间了 晚上找谁陪自己吃饭呢 吃饭如果没有美少女相陪 那吃起来还有什么意思 点开微信通讯录 温盈和白小苏 不行不行 陈硕当即pass 双人模式太耗费生命了 如果沉迷于此 还如何大展宏图 好好工作 最可怕的是 温盈和白小苏 总是喜欢互相攀比 互相竞争 一旦上了头 那真是花样百出 什么招数都敢往陈硕身上使 铁打的身子都吃不消 谁知道会不会好好地饭吃着吃着 就得把餐桌收拾一下 另做他用 所以 姑且放过他俩 一一零就算了 昨天刚一起打过不 余韵还在 而且一一零昨天 已经和陈硕修修了下 完成了暧昧的KPI 今天的时间 要全部留给伟大的医学事业 微微子 笨钱男友歌丹 对他感触颇深 现在的他 只需要好好消化一番 就会更加爱我 也不用急着见面 微微子表哥家的孩子 今天满月酒 全家人去隔壁市吃喜酒了 同样没空 李妈妈 让他从巴里 给我整几套西装回来 以后装逼用得上 那还有谁啊 陈硕发现了 长腿小绝匠樊凡诗英 把自己车子座椅 都打湿了的快枪手音音 不过看凡诗英发的朋友圈 他今天好像有比赛 则 陈硕放下手机 仰头感慨道 我认识的美少女 还是太少了呀 该拓展一下人脉了 但陈硕不知道的是 正在比赛现场的凡诗英 正在考虑告白的可能性 这可害惨了凡诗英的对手 原本在之前 对手觉得 自己已经摸透了凡诗英的球路 今天准备酣畅淋漓的 赢这位鼎鼎大名的体愿之花 可刚上场开球 对手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怎么心不在焉的 莫非是瞧不起我 对手勃然大怒 好歹老娘也是身经百战的 职业选手 你就算比赛成绩比我好 也不至于神情恍恍惚惚的 于是 对手的球风 直接飙悍了起来 凡诗英一个失误 却被对手误判成了假动作 直接丢了至关重要的一分 哇 音音 凡诗英牛逼 这技术 凡诗英的技术进步了 绝对进步了 肉眼可见的进步 对手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 震惊地看着凡诗英 脱口而出 你刚才的表现 那是国家队级别才有的 你什么时候突破的 凡诗英 姐说很震惊 关注凡诗英的观众们很震惊 对手很震惊 就连凡诗英本人 也相当震惊 我是怎么打出那个 超级帅气的球法的 想起来了 我刚才脑海里 全是和陈硕在车子后 做完水的情形 下意识的腿一软旧 这难道就是 玄幻小说里所谓的顿舞 凡诗英心想太牛逼了 以后比赛的时候 得多想想陈硕 想一次顿舞一次 那我岂不是能 直接进国家队了 不好意思 我刚才恍神了 凡诗英和对手握了握手 对手 凡诗英其实就是不想骗人 自己是什么情况 就是什么情况 他觉得 这样才能交到真心朋友 对手捏着球拍 疑惑问 你的意思是 我拼尽全力的比赛 你根本没有用心 然后还赢了 凡诗英 事实真的好伤人啊 回头看了眼 电子屏上的比分 凡诗英冲对手 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 比分也没差多少 你也超级厉害的呀 呵呵 队友皮笑若不笑地 松开握着凡诗英的手 警惕说道 我原本只收集了你的打法 但却忽略了一个 至关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心理战 凡诗英 你果然是个 非常全面的选手 我期待下次和你的交锋 说完对手潇洒离场 凡诗英站在原地 思索了片刻 想起之前教练对他的训斥 你以为竞技体育 拼的只是体能和技术吗 错了 竞技体育是科学 是全方位的对决 你不仅要在战术和技术上 压制对手 同样也要在心理上战胜对方 只要对方畏惧你 你就能不战 而屈人之兵 凡诗英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 根本不会心理战术 凡诗英喃喃道 教练 我想我已经学会心理战术了 很简单 想沉硕即可 拿下比赛 凡诗英回到休息区域 已经在另一场比赛 败北的天天递给他一瓶矿泉水 问道 你今天怎么回事 心不在焉的 凡诗英坐下 拧开水喝了一小口 小脸清清冷冷的 很酷的回答 不 我这是心理战术 迷惑对手 你放屁 我还不知道你 天天直接拆穿凡诗英 追问道 肯定是在想什么事情 凡诗英啊凡诗英 以前你面对比赛 可是全身心投入的 不管大赛事 还是小比赛 就说之前在明大的友谊赛 你不也是拼尽全力了吗 凡诗英回想了下 那天如此拼命 也是因为看见陈硕 和易宜宁坐在一起 你在想什么呢 天天推了推凡诗英 凡诗英摘下头绳 重新砸了下马尾 他也不想瞒着自己的好朋友 于是诚实地回答 我刚才在想陈硕 想他干嘛 我想 凡诗英放直 自己那双大长腿 抬手捶了捶大腿 放松肌肉 用着尽量轻快的语气 对天天说道 我想 是不是应该到了 该告白的时机 赛场上依然很喧嚣 选手的低吼 观众席上的掌声和应援声 凡诗英的话 只有天天听见了 抿了抿嘴 凡诗英望向天天 你觉得呢 天天一脸无语 你傻逼吗 凡诗英有点难为情 你怎么骂人呢 傻逼当然要挨骂了 天天伸出食指 用力戳了下凡诗英的脑袋 恨铁不成刚说道 你说 你都白给到那种程度了 竟然还想着主动告白 那不成道贴的了 凡诗英眨眨眼 小声说 道贴有点过分吧 你也知道你过分啊 我的意思是 不算道贴吧 天天重重叹了口气 很是无奈 我说音音啊 女孩子告白是含蓄的 你含情默默的 看着她就等于是告白了 如果一个男人 连这一点信号都接受不到 那岂不是个大傻逼 你觉得陈硕 会是那种大傻逼吗 凡诗英摇摇头 天天那不就得了 你要做的 就是等他告白 多给他一点暗示就行了 凡诗英犯了难 暗示吗 还得怎么暗示啊 难道要主动去开间房 然后跟陈硕讲 他买了一个会发光的球牌 你可以来酒店 我蒙上被子给你看 想到这 凡诗英赶紧甩了甩脑袋 把这个荒唐的念头抛开 当初就有个男生追求天天 约他去家里 理由就是 那个男生养的猫会后空翻 天天当场就把那个男生拉黑了 理由是他把自己当傻逼 凡诗英沉思片刻 然后发现 靠自己的经验 无法完成独立思考 于是 只能再次求助于天天 那我就 再给他一点暗示 天天点头 嗯啊 听我没错的 你凭什么主动倒白啊 你又不是没人追 凡诗英虎着个脸说道 陈硕也不缺人追 天天震惊了 这个女人竟然胳膊肘向外拐 气死了 以后绝对不生女儿 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瓶加德勒 凡诗英猛猛地抬头 就看见眼前一个高大的男人出现了 像是陈硕 揉了揉眼睛 凡诗英有些难以置信 陈硕 哈喽 陈硕笑哈哈地大了声招呼 然后很自然地 就坐到了凡诗英的身旁 然后给天天掏出一个TF的口红 天天女神送你的见面礼 天天警惕看着陈硕 你这什么意思 一只口红就想把我给收买了 不可能的 我告诉你陈硕 我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女人 我得保护凡诗英 我就喜欢你这种闺蜜 有你在 凡诗英绝对不会受到别的男人的骚扰 陈硕又掏出一只口红 这是我钦佩您的人格 而送的与凡诗英无关 天天犹豫了下 陈硕劝道 想要就拿着吧 以后还有 天天一边手下口红 一边阵阵有词说道 我这个人啊 其实没有什么物质欲望的 这点凡诗英跟我很像 你给我送的口红 我就会放任你 肆无忌惮地和凡诗英接触吗 我就会私底下帮你说好话吗 炖了毒 天天拧开水瓶子 灌了一大口 我去尿尿 说完起身 临走前天天对凡诗英说道 陈硕这个人还不错 凡诗英 天天确实是个 说到做到的好女孩 她不会放任陈硕 随便接触凡诗英 但人有三杰 我暂时离开一下没问题吧 她也不会私底下 对凡诗英讲陈硕有多好 一般收了好处 我们天天都是当面说好话的 这就叫 获到付款 天天 一个无比优秀的女孩子 陈硕双手撑着长椅 双腿岔开 然后有兴致地看着凡诗英 你怎么还不好意思了 凡诗英当然会害羞啊 我都害你 擦了那么长时间的车后座 我当然会不好意思了 多羞人啊 不过陈硕没有提那个事 那种事 怎么能在这种场合提呢 当然要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只有两人相处的静谧空间里 怀中搂着娇艳欲滴的凡诗英 在她意乱情迷的时候 用戏血的语气 栩栩如生地描绘当初的场景 那简直就像是点燃炸药桶一样 不知道会有多害 凡诗英觉得 自己和陈硕的相处 一直都处于被动阶段 这挺不好的 如果想要一段正常合理的感情 那么自己 也应该稍微有点主见才对 很喜欢你的那位女生 你为什么不拒绝她呢 凡诗英看向陈硕 手里捏着运动毛巾 捏得很紧 同样紧张地在问陈硕 陈硕眨眨眼 顿时哑然失笑 每一个喜欢你的男生 你都明确拒绝了吗 凡诗英点头 嗯 我都拒绝了 陈硕 你好狠的心啊 凡诗英 开个玩笑 陈硕摇摇头 然后望向球场 凡诗英 你就是特别容易激发 我的保护欲 不是说 要把你像金丝雀一样 关在笼子里 而是说当你遇到什么苦难 遇到挫折时 我可以帮助到你 让你过得更舒服些 我出现之后 你有没有开心很多 凡诗英听完 静静点点头 陈硕 说话 要说出来 有 凡诗英深吸口气 所以害怕会喜欢上你 走不出来的那种喜欢 陈硕反问 为什么呢 因为 要是你不喜欢我怎么办